深夜,A市市中心顶层豪宅主卧暖黄灯光暧昧 身着寸缕薄纱,身材曲线让人血脉喷张的美艳女人 白洗手腕勾缠身下俊美男人的脖梗 俯身贴近男人的薄唇,语调疯狂而偏执 江承招,你是我的 被置于身下的男人,生了一张被造物主偏爱的脸 上条的桃花眼,烟红的薄唇,本应阴柔 翩翩高挺的鼻梁与完美流畅的下恶险将其生生压了下来,完美协调 身处下位,男人面上不见任何慌张,唇角带着魂不令的笑意 大长府上女人不应一窝的腰,语调漫不经心 哪有女人这么追人的,简直霸王硬上弓 温兴颜文言醋眉,冷声提醒道 你已经是我的丈夫了,那又如何 江承招,琥珀色眸中带着冷意,说 你应该清楚,温兴颜,我不会喜欢手脚不干净的女人 从你给我下药,让我被迫娶你开始 就注定了,我永远不会爱上你 江承招,我跟你说了 我没有做过那档子见不得人的事 你到底要我说几次 温兴颜气的发抖颤声道 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到什么时候 江承招文言掐着女人腰的手上,力气加重 温兴颜解释无果,疼得猛一抽气 俯身咬上男人的锁骨 江承招吃痛,反手轻而易举易掀 把情绪失控的女人压在了身下 温兴颜双手被江承招大掌抓着 压在了头顶的黑发上 胸口因呼吸而剧烈起伏,面色发红 身上的男人垂眸弯唇,肆意欣赏她的狼狈 你还是这样子好看些 似乎是被取悦到 男人俯身奖赏性地吻上了温兴颜温热的唇 温兴颜最厌恶江承招这般羞辱她 反口咬上男人的唇 浓重的血腥味瞬间在唇齿之间蔓延 成功点燃了男人的怒火 江承招没有起身离开 反而用力加深了吻 宽大的手掌撕开薄纱 随意扔在了地上 炙热的手指抚上温兴颜的肌肤 仿佛电流通过,让她浑身一颤 江承招见状,火气压下去了些 弯唇带着魂不令的语气道 都弄那么多次了,怎么还这么敏感 温兴颜闻颜闭眼不回应 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唇 江承招见状弯唇,俯身在女人耳侧 抬手慢条丝里拨开温兴颜面上散乱的头发 张唇含住了女人柔软的耳垂 灼热的呼吸和触感打在耳侧 温兴颜浑身止不住颤抖 偏偏男人知他难耐,故意放慢动作 在他耳边声音暗哑又混账说 温兴颜,求我 温兴颜被抓着的手指节发白 额头渗出汗珠,江承招 你个混蛋 男人闻颜弯唇,修长的腿轻轻一抵 抱着身胶体软的女人 趁着女人张唇,突然使唤 快感由下直升而起 温兴颜眼前视线突然模糊 头顶吊灯灯光摇晃 不多时,温兴颜张着烟红的唇 被欺负的一声乌液溢出口中 江承招却不满意,欺负得更加过分 直到温兴颜开始哭泣 求饶他才温柔了些,却没有停下 事后,温兴颜一如往常 强打精神艰难地去浴室冲了个澡 冲完澡换上浴袍走回房间 刚一出门,他就忍不住醋眉停步 江承招在床头抽烟 烟草味弥漫了整个房间 温兴颜身体疲惫,转身欲走 摆过他的脸侧,恶趣味般抽了口烟 在他面前缓缓吐出 怎么?不是喜欢我吗? 江承招将人拉近,伸出手说 把药吃了,温兴颜被烟雾呛得干咳两声 身上无力,无奈瞪了他一眼 俯身张纯将江承招手中的药片 用舌尖卷入口中 温兴颜当着江承招的面将药干咽了下去 手心的仰翼稍纵即逝 男人眸色晦暗不明 垂眸看着眼前比自己矮了一个多头的女人 满意了吧?温兴颜冷声道 跟着再次转身,却被男人再次抓住了手腕 还有事,江承招将人拉回 起身将放在床头的几张白纸 递到了温兴颜面前 语调不冷不淡道 江家受制于你们温家的日子 如今也算到头了,我们好聚好散吧 温兴颜文言手指发颤 等了好一会 他说,江承招,你什么意思 你应该很清楚 江承招说着,松开了温兴颜的手往外走 女人失去支撑,贪软在地 拿着纸张的手止不住地发颤 江承招背影冰冷 最后助理在门边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协议签好了,我让助理来拿 这房子给你,从今天起 我们再无瓜葛 男人说完卖步离开 留下了贪软在地的温兴颜 眼神放空,看着离婚协议书 型号 三年后,夏威夷午后海滩边 留着短发的美艳女人 戴着墨镜躺在沙滩椅上 睁闭着眼睛享受日光浴 一边惬意地喝着橙汁 唇角带着安然的笑意 就在温兴颜即将要进入睡眠时 一个奶乎乎的小孩 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炎炎卡里没有钱了 服务员姐姐不肯丢冰激凌 温兴颜迷糊睁眼 看到自己生养的奶团子 小崽子生了一头自来卷 圆鼓鼓的脸上大眼睛眨了眨 上前拉着温兴颜的手撒娇 炎炎别犯迷糊了 我跟你说话呢 温兴颜文言清醒 抬手掐住小崽子的脸 单手把人抱起 一大抱着一小两个精致漂亮的人 走向商铺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还有人直接拿着棒棒糖 带着笑意塞进小奶娃怀中 温兴颜回忆真诚笑意 带着娃来到冰淇淋商铺前 重新刷了几次卡 温兴颜的笑容逐渐凝固 试了好几次都显示余额不足 刚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亲二哥的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这我没接听 二哥温兴颜声音不稳 开口道 炎炎 家里出了点事 急缺资金 我一时周转不过来 动用了你的账户 温兴颜文言面色一灵 大声道 温兴颜 你是不是去赌博了 哎呀 我要是去赌博还好 二哥温兴颜在那边交集道 不说了 哥真有事 但前最多一个上午就能周转好 待会打回你账户 替我倾下我的宝贝外甥 再见 电话那边说完挂断 温兴颜面色不佳 打开手机 开始查国内情况 事件在头条新闻内容处停住 温氏地产管理层出问题 楼盘项目烂尾 或面临百亿赔偿 一边小娃娃见状 扯了扯温兴颜的手 小炎嗓问 炎炎 发生什么事了 温兴颜文言 收起手机爆起娃 眨眼间快速做好了决定 语调镇定 弯唇道 乖 妈妈带你回国看外公和舅舅 第二天中午 A市集场 温兴颜穿着简单的白T牛仔裤翻步鞋 素面朝天 戴着银色镜矿眼镜 气质淡然轻利 正拿着手机打电话 话语简洁 喂 软软 你现在住在哪 待对面说出地址 温兴颜应下 不顾人一头雾水 单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弯唇朝身后看去 跟着唇角笑意一宁 人到机场 出师未竭 四下扫尸一圈 温兴颜发现 方才跟在身后 吭哧吭哧拉着小行李的亲儿子不见了 女人面色一灵 却丝毫不见慌乱 快步朝机场问寻处走去 与此同时 偌大的机场另一方向 一行穿着黑色西装的商务人士 快步走在机场大厅中 为首的男人 生了一张比当红流量明星 还要优越许多的脸 裁剪得当的定制西装 衬出宽肩窄腰长腿 一路上吸引了不少花痴头来目光 助理Alex 快步跟在男人身侧 手上提着黑色公文包 对自家老板的魅力颇为自豪 说 Boss 路上好多女生都在看你 看你的路 少点看人小女生 将成周文言语调平淡 问 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Alex 文言笑容一致 说 您放心 都办好了 说完他抬手擦了下鹅脚 跟着渗出的冷汗 顶头上司 昨晚突然让他周转资金 让他从账户中 调转了近百亿资产 Alex 作为顶层精英 打工这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属实是有些诚惶诚恐 江城周文言点头 跟着突然冷不定问 我出差这段时间 有查到他的消息吗 Alex 表情再次一将 沉默一瞬 观察了下自家老板的面色 摇头道 没有 江城周文言 眼底闪过一瞬 不易察觉的迷惘 不再多言 脚步突然一顿 望向不远处的咖啡厅 对Alex吩咐道 去帮我买杯冰美式 Alex 是咖啡如命 文言领命换上了笑脸 轻快抬步 朝不远处咖啡店走去 一行人在原地停留下来等待 江城周闭眼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连续工作好几天 他每天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回来后 还有一堆事物要处理 等了好一会 Alex买咖啡还没回来 男人醋眉 神色有些不耐 正抬不要向咖啡店走去 谁知下一刻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 小孩稚嫩的声音 漂亮叔叔 你能帮我个忙吗 江城周醋眉转身 视线往四下一扫 没有看见人 还不到男人大腿高的小娃娃 见面前的高大男人 看不见自己 红着脸使劲蹦跋了两下 说 我在这儿 你往下看 江城周闻眼视线下移 看到了顶着一头自来卷的小男孩 男人目光微微一顿 跟着单膝一弯蹲身 微微有些恍惚的 看着眼前的小男孩 仔细看他的眉眼 小男孩生了一双圆圆的小鹿眼 皮肤白皙 小脸胖嘟嘟 让人无端感到男人的亲切和喜爱 漂亮叔叔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江城周弯唇抬手抚摸他的脑袋 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我很乐意待劳 我找不到妈妈了 一边Alex去买咖啡回来 看到了自家老板唇角的笑意 差点以为自己饮花了 在看男人面前站着的小不点 私生子吗 别在小孩面前乱说话 江城周文言给了Alex一个 带着警示意味的眼神 跟着伸手捏了下小孩脸上的婴儿肥 放轻语调说 我陪你去找你妈妈好不好 嗯 小娃娃乖巧点头 跟着小胖手扒拉住江城周的大掌 毫不客气道 漂亮叔叔 我走得有点累了 你抱我好不好 一边Alex得知 这小不点是迷路的 见状差点惊掉下巴 忍不住恐吓道 小心我们把你卖了 江城周大手一捞 轻而易举把小孩抱上肩头 这个月奖金别拿了 Boss 我 Alex手上端着咖啡有些憋屈 另一边顶头上司 已经抱着小孩 朝原路返回了 身后一行人快步跟着 他不得不追了上去 江城周抱着小娃娃往回走 唇角带着笑意问 你叫什么名字 眷眷 我叫眷眷 我妈妈给我起的 温眷眷文言 骄傲大声道 江城周文言 其实有些诧异 小男还起蝶名 但还是带着笑意夸道 好名字 另一边 不远处 温兴言刚去问询处登记了信息 自己重新出来寻找 走了几步回首 看见眼前的画面 默然注立在原地 眼中掀起惊涛骇浪 不远处 三年未见的江城周 抱着自己的小孩 惊讶的 不是看见了 曾经让自己偏执蜂魔的男人 而是发现 那人刚好抱着自己的小孩 就在男人突然停住脚步 仿佛感应到什么转身的那一刻 温兴言偏身 躲到了旁边的宽大柱子后面 面色冰冷 江城周感觉到身后视线转身 发现后方空无一人 怎么了 漂亮叔说 温卷卷问 江城周猝眉转身 准备继续往前走 说 没事 与此同时 落后在队伍后方的Alex 突然拿着手机冲了上来 对着江城周道 Boss 临时出了点事 有些急 顾总找你 江城周文言面色一领 接过手机 五分钟后 江城周将小娃娃留在了机场问询处 交托给工作人员 临走时 温卷卷抱着他的脖梗 自来熟地亲了他侧脸一口 笑着说 漂亮叔叔 有缘再见 江城周被他模仿大人的口吻逗乐 再次捏了下他的脸颊 温声道 有缘再见 卷卷 男人带着异性人离开不久 温兴严紧随其后 去接了儿子 温卷卷出机场 预料到总会再见 但温兴严没想到 自己刚回国 就见到了江城周 而且还让小孩子见到了他 过往一笑 敏恩仇 他与江城周再无瓜葛 也不想让自己的小孩 和他有瓜葛 温兴严回国后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决心把儿子保护起来 不让他再见到那个男人 下午 江市集团大楼总部 工位上全是快速敲击键盘的声音 员工人人面色严肃看电脑 没有人敢摸鱼 得知总裁江城周下午回公司 众人都严阵以待 秘书Susan站在自己的工位上 面对一大堆文件 准备重复第十次的仔细确认检查 精致漂亮的女人 一边看文件 一边不受控制走神 上司江城周 前几年刚接手公司时 脾气远比现在要好 唇脚长带着绅士笑意 让人如沐春风 男人生了一张极好看的脸 Susan前几年刚来时 没少动歪心思 那时江城周 也对她的示好不接受 也不拒绝 男人的态度 让Susan看到了希望 原本准备再多努努力 只是没想到不久后 那个传闻 对江城周死缠烂打的 温家恶女温兴严 直接赶到了公司 警告她 江城周是她的 Susan文言出口讽刺 挨了温兴严一个巴掌 和一通颇有成效 带着偏执的警告 自那之后 几乎每隔不久 温兴严都会跑来他们公司 纠缠江城周 江城周对其他女人十分绅士 唯独对温兴严 没有好脸色 那时的Susan 觉得温兴严真的可笑到了极点 怎么会有这种 这么上杆子不要脸的 富家名媛 尽管如此 在外人看来 无名无分的温兴严的定期查岗 还是一定程度上 让Susan退却 不敢太过明目张胆 对江城周示好 直到后来 温兴严最后一次来公司 与江城周大吵一架离开后 再也没出现了 不久后 Susan得知温兴严出国深造去了 心中庆幸 计划重新追求上司 不料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江城周的脾气越来越差 男人性格斗转 唇角不再带着绅士笑意 对做错事的高管 会不留情面开骂 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 被开走的员工越来越多 Susan因为一次发错文件耽误事情 被江城周在工作会议上 不留情面开批 自此断了对顶头上司的歪心思 不敢再削想她 开始把心思重新放回工作上 战战兢兢上班 女人正想着 耳边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紧跟着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传来 Susan抬头一看 江城周带着Alex已经走至身前 男人修长直接敲了敲桌面 诞生道 五分钟内 把和故事的合作合同带到我办公室 江总 故事的合同宁没有提前 Susan文言后背一将 发现这合同 江城周并没有提前让她准备 前阵子就在谈故事的合同了 每件事都需要我提醒你 提前准备吗 江城周问道 跟着台步走向了对面偌大的总裁办公室 Susan看着那高大完美 对她来说 却犹如地狱修罗的背影 面色麻木 任命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开始快速找旧兵 Alex跟江城周在身后 转头开朗地朝Susan打了声招呼 姐 早啊 Susan扯了个僵硬的笑回应 垂眸开始极限赶攻 星号 江城周跨不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随手脱了自己的西装外套 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 准备处理一堆出差期间积攒的事物 谁知刚处理不到片刻 门口传来一阵喧哗 紧跟着 面色不善的合作伙伴 和Alex拉扯着进了门 顾总 你冷静点 Alex拉着男人的手腕交集道 江城周 你TM被赢我 顾森宇 文言甩开Alex的手 快步而来 抬手猛拍了下江城周的桌子 一边Alex健壮鹅脚冷汗直冒 江城周健壮面色如常 食指交叉撑在桌面 肘眉说 顾森宇 你发什么疯 江城周 说好的邻家的项目给我 你TM半路截胡什么意思 顾森宇抬手指着江城周鼻子骂道 江城周文言弯唇 抬手将男人的手指推向一侧 说 合作方看中的是质量 江市的方案优于你们故事的 我也从未表示过不参与项目竞标 乃来的截胡之说 你出而反而 明明上次合作 我们就达成协议 顾森宇道 江城周文言慢条思理打断男人的话 喜福总是难免的 你刚接手故事产业 心思难免单纯 脑子简单 再过几年会好很多 顾森宇文言被江城周一通骂人 不带脏字 反咬一口的行为 气得胸口憋闷 跟着说 江城周 你这个老狐狸 枉我相信你一会 你就是这么对待心愿你的朋友 也是 怪我健忘 三年前言言对你那么好 你不是照样把他赶走了 江城周原本唇脚带笑 文言笑意凝滞 不带感情的琥珀色毛子 脆上了森森寒意 跟着冷声问 你叫他什么 顾森宇文言眼眸也带上了恨意 竹子说 都是你 炎炎才会离开的 江城周面容冰冷 跟着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般 吃笑一声 说 顾森宇 你表面上扮演深情的绅士 可还不是最终为了家族利益 来求助曾经和温馨岩水火不容的我 朋友 我可没你这种朋友 顾森宇文言面色一白 落了下风 闽唇不应 空气陷入沉默 一边Alex看得目瞪口呆 最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匆忙上前转移注意力 Alex上面俯身到江城周耳边道 Boss 温家稍后要开新闻发布会 向大众澄清产品问题 温小姐父亲亲自主持 江城周文言面色一顿 跟着看向顾森宇 声音发冷说 让保安来把他带走 不用 我自己走 顾森宇文言回过神来 留下了最后的话 江城周 你无情无义 希望你永远不要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 江城周文言蛮唇 我永远不会为我做过的事后悔 你可以走了 顾森宇看着江城周脸上熟悉的 没心没肺的笑意 最后留下一句无可救药 转身快步离开了 男人离开后 江城周唇角笑意消失 站起身穿上西装外套 对着一旁Alex道 出发去温家新闻发布会 机场领回温眷眷后 温兴言先去了靠得住的闺蜜家 把小崽子暂时托付给了分别几年 却一直在联系的闺蜜 没有提前告知 女人惊喜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最后被温兴言温升温气 哄了好久才 同意让他离开 先去处理事务 安置好小崽子 温兴言坐上了出租车 约莫一小时后 终于到达了统一欧式风格的别墅区 车辆在一栋气势非凡的别墅院子前停下 温兴言付了钱 和司机倒卸下了车 女人在大门紧闭的别墅前助力良久 毫不意外地发现自己离开时 院子中还在的一大片金黄色月季 被铲平 变成了低矮的草坪 在别墅里既住着他最爱的人 也住着他曾经最讨厌的人 温兴言缓步走近 不多时听到了别墅里女人 传出来的欢声笑语 推门而入 温兴言毫不意外地 在豪华的客厅中央 看到坐在沙发上聊天的母女 中年妇人和与自己年龄相仿的 艳丽女人一同望过来 脸上的笑纷纷凝制在脸上 几乎是同时 温兴言仰起唇角 潮处于震惊状态的女人们开口道 好久不见 妈 妹妹 我回来了 眼前的女人 正是温兴言的继母刘兹 和她和前夫的女儿刘温婉 两人和温兴言的关系都不好 继母刘兹 从前没少给自己父亲吹枕头风 在妇女关系中搬弄是非 让温兴言吃了不少苦头 而继妹刘温婉这人 最擅长茶言茶语 表面柔弱老好人 被地理阴招耍了不少 最喜欢的人 就是曾经是自己姐夫的江成舟 两个女人看见温兴言愣在原地 倒是刚去后院有机菜园摘菜回来的女佣 唐一见状面露惊喜 过来一把抱住了温兴言 言言 你终于回来了 知不知道唐一有多想你 唐一 我也好想你 温兴言被拥入温暖熟悉的宽厚拥抱 露出温柔笑意 紧紧回报把自己带大的人 女佣的出现 让温兴言真正展露笑颜 感觉自己回到了家 然而下一刻 沉默良久的继母刘兹回过神来 终于开口 带着责备道 兴言啊 怎么回来都不提前说一声 是啊 姐姐突然回来 爸爸会不会不高兴 三年前姐姐和成州哥离婚 被媒体曝光后不告而别 这么绝情 爸爸当时在家里都气坏了 刘文婉跟着附和 抬手眼唇 假装惊讶道 温兴言没想到 自己刚一回家 就要收拾人 文言笑着松开了唐一 没想到还没开始 温兴言就见面前年老的唐一 转身撸起袖子 对着刘氏母女俩大声道 这里是妍言的家 妍言想回就回 想走就走 老爷天天念到牵挂妍言 你们这些后来的 还是别嘴太碎 当心伤到自己 唐一在温兴言没回来前 一直都是沉默寡言 专心干活的模样 此时突然一撒泼 刘姿和刘文婉 两人都目瞪口呆 温兴言看着两人 没有反应过来的模样 扑斥笑出声 抬手搂住了唐一的肩膀 直接忽视了眼前两人 拉着行李往楼上 自己的房间处去 自己曾经住的房间 布置毫无变化 每一件物品都被仔细保存 温兴言笑着 坐上自己的柔软的床 对着神采奕奕擦桌子的唐一问 唐一 今天休息日 我爸和我大哥二哥呢 你大哥和二哥都出差去了 唐一笑着拿起桌上 温兴言以前用过的笔筒 仔细擦拭 两个人都出差去了 温兴言文言皱眉 那我爸呢 唐一文言手一顿 跟着说老爷他去公司了 温兴言也发现 唐一神色不对 跟着说 唐一 公司产品出事的事情我知道了 您知道什么的话 请都告诉我 唐一文言把抹布放在桌面上 叹了口气 说 其实老爷下午去公司是去新闻发布会的 这段时间他操劳过度 又重新吃起了药 星号 时尽傍晚 温兴集团发布会现场 台上空无一人 台下声音喧闹 距离预先说好的开始时间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 集团发言人代表还没有上台 一众记者怨声在道 工作人员艰难地维持现场秩序 距离发言台最近的第一排座位上 坐的都是与温兴总裁 地位比肩的合伙人 身份地位极高 坐在中间的男人 举止气度不凡 修长的双腿交叠 手在膝盖上 有节奏的轻点着 周围时不时有其他集团的老总 走过来打招呼 江成洲一一点头回应 男人的慢条思理 和周遭的浮躁喧闹 形成鲜明对比 Alex从后台急匆匆走出来 走到江成洲身边 俯身有些道 Boss 温芳远刚在后台晕了 人刚醒过来 高层都建议他先去医院 但人却着不肯同意 现在已经在后台准备 快要上场了 江成洲文言促眉 问 温芯远和温芯远呢 温大少和温二少都出差去了 Alex低声说 没人能替不上 因为产品问题 温氏风评大跌 紧要关头 温芳远心里清楚 必须有温家人站出来说话 话刚说完 主持人拿着话筒 匆忙上台 各位媒体朋友 因为出了点小状况 让大家久等了 现在 让我们有请温氏集团发言人 代表温芳远 话刚说完 不带人礼貌鼓掌 穿着干练气场强硬的中年男人 快步走上台 借过了主持人手中的话筒 江成周青拍手鼓掌示意 眼眸中带着欣赏 温芳远不愧为经历过 大风大浪白手起家的商人 方才还听闻工作过度晕倒 此时已经面容严肃站在台上 丝毫看不出异样 上了年纪的男人 眼眸清明 依旧能窥见其年轻时的风采 开始发表声明阐述 谈吐掷地有声 就这么撑过了一个多小时 温芳远发表完声明 来到记者提问环节 面色终于开始浮现一样 中年男人唇色发白 脚步开始发虚 费力皱眉凝神 耳边是争先抢后的提问声 江成周见状皱眉 对身边Alex道 发布会开不下去了 去和温芳远的助手说 临时暂停 人撑不了多久了 话刚说完 果不其然 温芳远在喧闹声中倒下 再次晕倒 台下暴动 乱成一锅粥 工作人员四处奔忙 不多时 温芳远被江成周提前叫来的 医护人员抬走 发布会临时宣布停止 台上空无一人 一众等待良久的记者耐心耗尽 赖在座位上大声喧哗 不肯轻易离开 要温家人出来给个说法 事已至此 结尾可想而知 江成周无意在多留 起身带着Alex往外走 然而 就在男人快要在工作人员的掩护下 走出门口时 一道清冷镇静的女生 通过话筒 在现场骤然响起 大家稍安勿躁 发布会继续 接下来由我来为大家解答 女人清冷的声音在现场响起 带着天生的气场压迫 声声压制了嘈杂的喧闹声 大部分人摸不清情况 现场突然陷入死寂 江成周高大的身形 在门口处骤然停住 眼中掀起惊涛骇浪 带着不可置信转身 看到了现在台上 拿着话筒的女人 女人穿着一身 再简单不过的白涕牛仔裤 头发扎起 带着银色眼镜 穿着平底帆布鞋 身量不高 但气场却极强 肃静的装扮 掩盖不住天生的轻力动人 面容安然而镇定 江成周呼吸发紧 琥珀色眸子 紧紧看着台上那娇小的人 台上女人向下扫视一周 见到大多数人脸上的迷茫 再次开口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温馨颜 相信在场肯定有媒体朋友还记得我 三年前 我的绯闻养活了不少八卦记者 曾经和我传绯闻最凶的江总 现在还在现场 大家应该有印象吧 温馨颜说着 台首指向了后门江成周的方 表情淡然 温馨颜匆忙上台 一眼看到了中午在机场见到的人 当年温馨颜和江成周的婚姻 并没有公布大众 所有人知道的 只是温馨颜曾经对江成周纠缠不清 媒体对此大作文章 恶女对天之骄子 死缠烂打的戏码意外的热度极高 一众记者 温颜纷纷转头看向江成周 跟着在转头看温馨颜 唤起风尘已久的八卦记忆 恍然大悟 温大小姐 她是温家女儿 她就是那个嚣张跋扈的温家恶女 就是她从前一直纠缠江绍的 众人文言 再次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只声音小了许多 Boss Alex 见证完全成 额头冷汗直冒 在江成周身边说 不愧是大名鼎鼎的温大小姐 百闻不如一见 江成周文言不理会 摩正般直直看看台上的女人 跨不往原来的座位方向走 台下低语声议论纷纷 温馨颜知道 众人已经明白过来她是谁 也谋略过朝前方走来的男人 事实说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的发布会 由我来主持 前面我父亲已经阐述完具体情况 请对产品问题有疑问的记者 举手提问 啊 我没记错的话 她不是草包来着吗 她能说什么 台下有记者低声说 你没记错 有人低声附和 温大小姐恋爱闹 哪有时间学习 江成周走回座位上坐下 刚好有人举手 温馨颜快速捕捉到 台首说 请这位举手的朋友提问 话刚说完 一名记者站起身 脸上带着莫名的笑意 问 温小姐 请问你当初为什么突然出国 你个人的感情状态 记者说到一半 其余人纷纷露出看戏的表情 眼唇而笑 谁知还没笑多久 温馨颜弯唇打断 抬手示意后方保安 这位记者朋友提问问题 与发布会无关内容 请安保人员先带出去 众人笑意纷纷凝固在脸上 这里大部分记者 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为了热点冒空手而归的 显不直当 见状都开始重新调整态度 温馨颜的一招杀鸡儆猴起了作用 不多时 有人举手正常提问 温小姐 对于温氏地产新开发楼盘 面临烂尾 集团资金运转不周的情况 你方有何说法 温氏集团主要经营房地产 这次事故主要是楼盘烂尾 引发购房人员集体抗议 爆发相关流盐 导致集团股价大跌 温馨颜文言 抬手轻浮了下眼镜 雨掉平缓 而置地有生 这次事故主要是由我方管理高层擅自贪污 隐瞒停工 导致资金一同调转不周 我方确实附有管理监管不当责任 现在资金已经调转完毕 亏空填补完成 具体多种解决方案正在加紧拟定 最晚这周末公事 众人文言终于拿睁眼 看待这位消失在大众事业三年 突然回归的大小姐 接着相应有人接连提问 温馨颜站在台上一一回应 语气镇定 回答内容简洁而有实质 亲历女人自信从容的临场反应 心中佩服不已 有三个小时后 一场记者提问终于结束 工作人员按规矩完成清场 温馨颜揉着太阳穴下了台 拿着手机拨通电话 问我爸什么情况 听到对面助理说 温芳元已经醒了 温馨颜常常松了口气 垂眸拿上包往外走 准备赶过去医院 行 我现在过去 低头挂断电话关闭手机 温馨颜猝不及防 撞到了结实的胸膛上 还没看到人 他第一反应说了声 抱歉 跟着准备绕过人往外走 手腕却在与人擦肩而过时 被人紧紧扣住 皱眉抬头 温馨颜看清了 方才在台上随意扫过的脸 熟悉的桃花眼 高鼻薄唇 常年身处办公室的皮肤板 没有瑕疵 下额线流畅完美 三年过后 再次近距离看江成洲 站在客观视角 温馨颜发现 他依旧是造物主偏爱的人 江总 好久不见 温馨颜弯唇 做出了离婚的人 最该有的体面大度问候 江成洲眸光一寸一寸 扫过女人熟悉 却又带着陌生的五官眉眼 声音暗雅 猴杰上下滑动一瞬 湾纯说 是挺久的 这几年过得好吗 承蒙江总关心 过得很好 温馨颜文言挑眉 说 学业顺利 今年刚拿了优秀毕业生 感情生活也充实 杨帅哥谈了几个 话刚说完 温馨颜感受到 抓着自己手腕的手突然实力 疼得皱眉 冷声道 江总 请松手 江成洲眸色会暗不明 看了眼前三年多未见的人一瞬 缓慢松开了他的手 几乎是同时 温馨颜仿佛躲避瘟疫一般 快速往后退了几步 跟着道 我还有急事 有缘再会 他说完 转身快步朝外走去 留下站立原地面色发冷的男人 Alex站在一旁 惊讶万分 入职三年 他第一次见到 作为天之骄子的老板 被人避之不及 A是私人医院高级病房中 温芳远刚刚苏醒过来 比起几个小时前上台时的强硬模样 此时 面色显得憔悴许多 妻子刘兹 第一时间凑上前 语气似乎十分焦急道 老温 你终于醒了 做作的中年女人眼眶发红 说着仿佛就要落下泪来 温芳远见状柔了柔眉心 虚弱道 我是晕了 不是死了 刘兹文言面色一僵 刚挤出的眼泪 瞬间憋了回去 发布会后面怎么样了 助理小刘呢 温芳远温 刘兹文言目光躲闪一瞬 说 小刘他买水果去了 发布会的事情 应该成不了了 心欲心缘 他们都不在 没人能替你上 老温你也别太操心 还是人最重要 身体养好了 什么都不是问题 温芳远文言不想再听刘兹绕弯子 拿过手机 准备打给公司的人员 询问后续情况 谁知 下一刻 女人接着开口道 对了 老温 心言回来了 温芳远文言手目然一顿 眼眸中带着不可置信抬头 他呀 刚回来没多久就又 杂杂呼呼走了 也没问你这个父亲的近况 什么话 也没和我说 就出门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又去江家找人去了 这都三年了 也不知道他放下江家少爷了没 温芳远文言 拿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 气不顺地咳了两声 感觉眩晕感又上来了 老温 你别生气 刘兹健壮 赶紧上前扶起温芳远 抬手拍他的背 给他顺气 跟着说 心言他一直就是这副样子 你也别怪他 他妈妈走得早 女人预料 温芳远一时半会不会来 安心说着 从前说顺了口的山峰点火的话 不料下一刻 门口传来几声不轻不重的扣门声 你不是在这里吗 妈妈 温芳远站在门口 双手抱毙看着刘兹 年少时雨一未封时 刚到家 为了巩固地位的刘兹 曾经软硬兼施 多次逼迫温芳远叫他妈妈 女人还给温芳远吹枕头风 说是为了家庭和睦 哄得温芳远 最后也让温芳远这么叫他 温芳远不肯 然后得了自己人生中 父亲给的第一个巴掌 自那之后 妇女间如履薄冰的关系 直接破裂 中年男人听见熟悉的女儿的声音 目的抬头 带了岁月痕迹的眼眸中 是难以掩盖的欣喜 然而面上却维持着严肃 向温芳远问 回来了 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温芳远走上前 声音不便喜怒说 我当初走的时候 也没和你说 温芳远文言 气得再次咳了两声 转头对刘兹说 你先出去 刘兹对成年后的温芳远 一直有些发怵 文言快步走了出去 女人走后 病房中只剩阔别已久的 妇女二人和一片沉默 末了 温芳远平复了心情 开口问 我宝贝孙子呢 这次回来还走吗 送去软软那里了 温芳远回应 不确定走不走 得先确定家里公司 会不会倒不倒闭再说 温芳远文言 气得自己拍了拍 胸口顺气 问 为什么不把小孩 接回家里 我不放心 温芳远直接坦言 除了真正的温家人 我不想让任何人 知道他的存在 你妈和你妹妹 也是温家人 温芳远说 爸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温芳远看着情绪 突然激动的温芳远说 跟着转身向外走 我还只是来通知一下 你我回来了 现在已经搬回家里 温氏集团问题 处理好前 我不会再出国 还有最重要的 对家里的害虫 这一次我不会手软 温芳远 温芳远文言 大声呵斥一声 然而女儿早已走出病房门 将她的愤怒隔绝在后 星号 夜晚 喧闹得酒巴巴太戳 戴着金丝眼镜的俊美男人 抬手扶了一下眼镜 看着对面面容烦躁 唇角却又带着诡异笑意的男人 出声调侃道 江大少爷 你怎么回事 又烦又喜的 人格分裂了 江成舟坐在对面 文言扯松领带 声音不便喜怒 说 温芳远回来了 什么 好友文一轩伸手拿酒 文言一顿 带着诧异抬头 消失了三年无踪无忌 怎么突然回了 温家出事 温芳远不回来才是怪事 江成舟替她伸手 将酒瓶拿了过来 我说怎么有人这么淡定 原来是早有预料 文一轩文言恍然大悟 挑眉说 人温芳远现在回来了 你后来也知道 当初下药那是 始作俑者 另有他人 现在要怎么办 复婚 江成舟开了酒 倒入高脚杯 沉默片刻 说 我跟他 不会复婚 渣男 文一轩笑着点评 伸手夺过江成舟 刚到好久的高脚杯 说 不过就算你要复婚 温芳妍也未必会同意 江大少爷当初犯魂 对人做过的混账事可不少 就算是后来 男人说着 似乎是想到什么 似有顾忌般停了下来 江成舟文言 眸中闪过一瞬暗淡 跟着唇角 带上漫不经心的混不令笑意 问 文一轩 你疲痒了是吗 文一轩文言 露出没心没肺的笑 说 周二 三年了 我第一次见你 像以前那样笑 这几年你 虽然还活着 可人像机器一样麻木 跟死了没什么分别 看来那女人 对你来说真的不一样 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你 滚 江成舟文言 抬手打开文一轩伸过来 想要称兄道弟的手 无情道 我不搞机 得 文一轩收回手 目光突然看向江成舟身后 挑眉说 哥们 你后面有几个妞儿在看你 话刚说完不久 江成舟还没回应 手臂就被人轻拍了拍 身姿曼妙的金发女人 红唇鲜艳 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勾引说 帅哥 能请你喝一杯吗 江成舟见状弯唇 扬了下眉 对酒吧搭讪游刃有余 文一轩在一旁看着 带着笑意 自顾自喝了酒杯中的高度酒 看江成舟反应 文一轩本以为江成舟会身世婴下 谁知下一刻 江成舟骨节分明的手指 将自己扯松的领带重新拉紧 弯唇对金发女人说 这位小姐不介意的话 可以请我喝杯果汁 金发女人本以为胜券在握 文言面色一顿 没有回应 第一次听见来酒吧的人要喝果汁 转身无趣地走了 文一轩见状 笑着拍了拍桌面 说 江大少爷 你可真行 今天我算是跟你学了一招 怎么在酒吧 拒绝不感兴趣的女人 江成舟文言起身穿上西装外套 拿上桌上的车钥匙 挑眉反潮说 走了 文公子 说完不带文一轩反应 男人大胯步穿过人群 出了酒吧 一周后 星期五下午 A是国际幼儿园门口 温兴颜将红色抄跑停在路边 手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布偶熊 内心有些紧张地往幼儿园门口出走 今天是温卷卷上学的第一天 闺蜜帮忙安排的 是国际幼儿园的小班 一周以来 温兴颜代替他两个兄长 在温氏集团忙得昏天暗地 从机场回来后 他和亲儿子都是通过视频通话联系 小崽子虽然很乖 但是打视频电话时 大眼睛掉的痘大眼泪 已经把手机摄像头打得模糊了好几次 温兴颜忙工作时心狠 现在到了幼儿园门口 内心反倒愧疚局促起来 下课铃打响 幼儿园门口不断有小孩子 兴高采烈蹦蹦跳跳跑出来 眼中带着喜爱 看向温兴颜怀中抱着的玩具熊 温兴颜朝里观望 等了好一会 终于看到了搭拉着一头小卷发 背着小书包走出来的小不点 不远处 温卷卷背着小书包 心情低落 今天是他上学的第一天 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陪 他只有妈妈 而且妈妈还没陪他来 他现在觉得自己的妈妈是个大骗子 明明说是 带他回来看看外公和大舅舅二舅舅 可是回来以后 一个人也没有见到 妈妈还把他送给了漂亮姨姨 虽然漂亮姨很温柔 可是温卷卷就是觉得 没有汹汹的妈妈好 这么想着 温卷卷大眼睛里的泪水 又开始打转 搭拉着脑袋出了幼儿园门 谁知刚走出门不久 脑门突然撞在了一个柔软的东西上 紧跟着有些愤怒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小朋友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走路竟然不看路 在想什么 对不起 温卷卷吓了一跳 刚刚想妈妈在眼里打转的泪水 跟着从胖嘟嘟的小圆脸上滑了下来 她委屈抬头 跟着看到了棕色毛绒小熊的笑脸 温卷卷 surprise 温心妍从毛绒熊后出现 做了个夸张的表情 本以为小崽子会欢呼雀跃 不料人看见自己后 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温心妍笑容一致 单手将变成小哭包的小不点抱上肩头 另一手抱着毛绒熊 开始哄人 乖乖 怎么了 温卷卷抱着她脖梗 哭得伤心欲绝 过了许久 才用小烟嗓说 妍卷是个坏妈妈 大骗子 我不要和你玩了 温心妍抬手拍温卷卷后背 心里软得一塌糊涂 面上笑着问 这样啊 真不和妈妈玩了 卷卷吸了吸鼻子 将温心妍抱得很紧 点头说 对 不和妍妍完了 好吧 温心妍文妍装作伤心回答 跟着把另一边手上的毛绒熊 凑近温卷卷 换了个幼稚的声音问 那卷卷可以和小熊玩吗 温卷卷的小胖脸贴上毛绒绒的小熊 气瞬间消了 点了点头 问声问气说 可以 温心妍文妍扑斥一笑 被小崽子的豪哄逗乐 抱着一人一熊孩子气地转了两个圈 笑着说 那温卷卷和小熊 以后就是好朋友了 温卷卷笑得脸上酒窝浅浅 开心地把温心妍和毛绒熊搂紧怀中 路边有路人走过 温心妍瞬间神色一收 恢复正常 抱着一人一熊快步往红色抄跑走去 上车载着两个小伙伴 心情愉悦地往闺蜜家开去 夜晚 私人小别墅中充满了饭菜香气 阮莫威带着一身疲惫回家 走进餐厅 看到了坐在餐桌上 看着饭菜流口水的小布点 还有围着围裙端着菜走出来的温心妍 女人面上的疲倦一扫而光 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惊喜 妍妍 阮莫威看见温心妍 脚步跟着便轻快了 上前就要把人搂进怀中 当心菜 温心妍笑着偏身躲过 把刚做好的龙虾放上餐桌 说 你来得正好准时 菜刚上齐 好啊 温大小姐 真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 不是要忙半个月 怎么有空来看我们 阮莫威转身去掐温卷卷的小胖脸 原本是私人司机会去接人 临时保姆也会做好今晚的饭菜 但都被他提前联系打发了 就是为了给闺蜜一个惊喜 他笑着加了块龙虾肉 在温卷卷的注视下 放进了给阮莫威准备的碗中 说 这不是要赶着来和阮大小姐约会吗 我加班加点 把工作赶完了 不是 阮莫威文言一顿 说 温心妍 你是变态吧 半个月的集团事务 你一周处理好了 两人续着就不动快 温卷卷坐在一边 看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咽口水 你才变态 温心妍笑着说 跟着咬了碗汤 投一到亲儿子面前 我在外打拼 可都是为了见到你们两个 谢谢妍妍 温卷卷接了碗 满足地露出笑脸 埋头喝了起来 已经完全忘了幼儿园门口说的 不和温心妍玩了的话 得 你这么能当我都快想喊你老公了 阮莫威朝温心妍 抛了个媚眼接话 开了个儿童不移的玩笑 温心妍文言干咳一声 以示警告 你跟那个谁 有见面吗 温心妍知道阮莫威在说谁 文言内心毫无波澜 伸手接过汤道 见了两面 阮莫威仔细观察她神色 跟着试探问 你现在对她是什么感觉 听说她这三年 身边没有过女人 温心妍文言挑眉 加了块龙虾送进口中 觉得味道有些淡了 淡淡回应 没什么感觉 她有没有女人 我不感兴趣 三年前 她就和我一刀两断了 现在就是见了 打个照面的陌生人 阮莫威文言叹了口气 一边埋头吃喝的小不点 突然抬头 转头看向温心妍 小妍嗓冷不丁说 妍妍 那个谁是谁 温心妍文言一顿 阮莫威抬手在捏温卷卷的脸 教训说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别管 微微疑一怀 温卷卷被训绝嘴 学着大人模样说 又要在我面前说 让我听见 又不让我问 知道了 一下子背着你说 阮莫威文言乐不可之说 温卷卷听言 气得小脸鼓起 温心妍也跟着被逗笑 阮莫威和小孩斗嘴赢了 转头看温心妍 问 忙一周了 今晚应该不走了吧 不走 温心妍笑着点头 不料下一刻 手机铃声响起 爸 他皱眉接听 只听电话那边中年男人道 妍妍 有事需要你回家一趟 深夜 红色抄跑在豪华的别墅门前甩尾停下 温心妍身上 还穿着今天去公司处理事务的商务西装套裙 下车把平底鞋 换成今天穿了一天的高跟鞋 快步走向别墅 别墅灯光大亮 今天是温方远住院一周回家第一天 方才人打了一通电话给温心妍 说是有急事让她回家 温方远虽然人越老越昏头 但是物质上从未亏待过女儿 温心妍对她的情感已十分复杂 温妍和阮莫威道别 红了儿子拿了车钥匙过来了 方一进门 温心妍就发现客厅中颇为热闹 远看似乎是做了不少人 妍妍 唐一第一个发现她回来 从里面笑容满面走出来 拉她手道 你大哥二哥回来了 温心妍文言面露惊喜 高跟鞋还没脱 就拉着唐一脚步 轻快往里走 还没走入客厅 温心妍就看到了客厅中 模样相似的两个英俊男人 一个沉稳儒雅 站着抬手正在说话 举止优雅 另一个玩世不恭 翘着二郎腿 慵懒地坐在沙发扶手上 几乎是瞬间 温心妍快步走了上去 张开怀抱抱住了站着的人 大哥 许久未见的人扑进怀中 温心妍反应了一会 抬手轻轻回报温心妍 大掌轻抚她的发顶 语调温柔 多大的人了 怎么还像小时候一样 温心妍埋在自家大哥 安全感十足的胸膛不肯离开 一边二哥温心妍 健壮上前拉人 语气不爽 臭丫头 当你二哥是空气吗 兄妹三人见面 感情不减 场面温心 一边唐一看得十分欣慰 过了一会 父亲温芳远的声音 事实响起 中年男人干咳一声 说 行了 妍妍 除了你大哥二哥回来 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谈 温心妍文言抬头 依不舍离开了温心妍怀抱 跟着朝客厅中央看去 直着一眼 她目然一顿 父亲温芳远旁边 还坐着一个 她再熟悉不过的男人 穿着一身西装的江城粥 修长的腿交叠 手闲式地放在大腿上 姿态舒适自然 漂亮的桃花眼 正朝她看来 再看旁边 继母刘兹和继妹刘温婉 也朝她这边看来 看这场合 应该是和公事有关 温心妍松开温心欲 走到温心园旁边 与她一同倚靠在沙发扶手上 双手抱毙问 爸 什么事 温心妍的站位 让客厅众人 一时分成了两拨 一边是他们温家三兄妹 一边是他们的父亲 以及二婚妻子女儿 还有作为外人 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江城粥 还有江城粥带来的助理 Alex 是这样的 温芳远神色严肃 填补了百亿亏空 温心妍文言 抬头看向江城粥 有些讶异 她对江城粥再了解不过 她这前夫 是个典型的黑心商人 从来不做没有利益的交易 况且三年前他们离婚 温家和江家关系早就破裂 今天江城粥能出现在温家客厅 不怪温心妍惊讶 温芳远当年听闻江城粥 要和女儿离婚 可是生生给了这个前女婿一个耳光 温心欲和温心妍听说 也为了这事闹到江家 和江城粥打了几架 不过那时温心妍早已远在国外 挺着大肚子 整日过得昏昏沉沉 对这些后事没了兴趣 温心妍心中刚付费江城粥黑心 下一刻 果不其然听男人那熟悉的声音开口 江市这次和温氏合作 并不是没有所图 根据目前形式 温氏地产如果能熬过这一段低谷 将会有一段时间能大赚一笔 这一笔资金也不是白借的 温氏需要支付一定的利息 具体多少 合同里已经写了 这是合同 请诸位过目 Alex拿着合同分发给众人 温心妍文言不置可否 接过合同来仔细查看 旁边性情急躁的二哥温心妍先急了 开口反讽 行啊江城粥 你这是高利贷放到温家来了 温二少说到点子上了 基本上差不多 江城粥文言直接弯唇 大方承认 温心妍看了合同 看江城粥 见他那熟悉的黑心愉悦模样 感觉人不仅倒横高了 脸皮也厚了不少 但是偏偏这笔钱不是小数目 就算是交情极好的其他家族 也不能突然拿出这么一笔钱来借温家 江氏放的高利贷 一定程度上 对陷入危机的温氏集团来说 是一场急时雨 只是温心妍总觉得不太对劲 就算江城粥公开声明 他们将是有所图谋 他依然觉得 江城粥这种道横极高的狐狸商人 不会拿这么大一笔数额去冒险 万一温氏真垮了 那这上百亿就直接打了水漂 不止温心妍 其他人也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 在今晚江城粥找上门时 大病出狱的温方远 没有将这个前女婿拒至门外 相比温心妍 大哥温心欲性格沉稳靠谱 也更沉得住气 他仔细看了合同 考虑了温氏集团情况后说 我觉得可行 温方远也跟着点头 问 其余人有意见吗 在场的都是在温氏有一定股份的人 温方远作为总决策人 一向重视每一个人的意见 刘兹和刘温婉股份少 基本上是墙头草 都是看温方远态度形势 文言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只剩温心元和温心妍两人 一个面色不善 一个皱眉不知在思考什么 温心妍的犹豫 多少是带了点个人恩怨的 从前温心妍执意要嫁给江城粥 他就很不看好这个女人 见了都爱的媚婿 觉得他一脸扎难下 后来 这人真的甩了自己的妹妹 更是让他恨入心头 而温心妍的犹豫 则是真的想不通 他觉得 以江城粥的算计和权衡 应该是不会做出这么冒险的决定的 他总觉得 这背后有阴谋 温心妍正犹豫着 身旁的温心妍权衡许久 强迫着自己 终于做好了决定 勉强道 行吧 所有的视线 一时转到了剩下的唯一一个没有决定的人 温心妍身上 温心妍抬眸 正好与江城粥 看不见情绪的琥珀色眸子对视 我不同意 温心妍在男人的沉默注视中开口 语调平稳道 众人文言都面露诧异 温氏集团资金亏损 江氏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笔空缺的人 就算江家和温家不合 所有人也都只能权衡过后 被迫选择同意 与此相反 温心妍的反应出人意料 继母刘兹文言最先开口 看好戏班 笑着打破沉默 一由所指说 新年啊 现在商量的是家族企业的大事 你现在老大不小了 不应该揪着过往的嫌隙 意气用事 是啊 姐姐 继妹刘文婉文言见缝插针说 成州哥哥也是好心 你不应该因为记恨过往 就不顾温家企业的死活 温方远和温心欲 温心妍文言 接面色一变 Alex抬手擦了擦冷汗 心里气到 快点完事 江城州眸色沉沉 看着文言面无表情 毫无波澜的温心妍 闭嘴 温心妍看向刘氏母女 弯唇道 再多嘴 我抽你 刘文婉文言面色一白 见温心妍抬手挽袖子 吓得往刘兹身后躲去 姓 新年啊 怎么这么多年 你这皮下这么臭 刘兹嘴唇发抖道 因为我专治嘴臭 温心妍一字一顿道 温心妍扑斥一笑 温心欲也抬手掩了下唇 遮挡笑意 江城州见状 唇角扬起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家中不合 只有温方远面色严肃 问温心妍 为什么不同意 温心妍文言起身 朝江城州面前走去 江城州手指在膝盖上倾点 垂眸见女人穿着高跟鞋 缓步朝自己靠近 眼眸微暗 温方远见状面色微变 温心妍在江城州面前站定 将河童往人面前桌上一拍 随手翻开一页 声音不便喜怒说 关于河童条目 我有一些地方不太同意 江城州文言眼眸 从女人的黑色高跟鞋上挪开 抬头看向近在咫尺的人 问 哪里 这里 丽希再将三个点 温心妍指着条目说 江城州眸光定在他白皙侧脸上 温言没有看河童 开口让步说 一个点 两个点 温心妍熟练地讨价还价 一点五个点 江城州再一让步 温心妍弯唇点头 看向男人 说 成交 只一瞬间 温心妍将合同塞给Alex 起身退后 说 尽快拟定新合同送来 女人的靠近转瞬即逝 眼眸中只有对商业合作伙伴的客气和精明 其余人眨眨眼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温心妍三言两语 和江城州的讨价还价 为温氏把原本就低的利息 再往下压了一点五个点 小小的一个数字 后面代表的是一大笔数额 温方远面上的担忧转为欣慰 再次对自己这个印象中叛逆的女儿改观 一周前 他和温心妍在病房吵架 过后得知 温心妍以一己之力 摆平了发布会 堵住了悠悠众口 他养兵这一周来 温心妍则在公司处理各种烂摊子 江城州的资金帮助是一笔急失语 以至于今晚众人都不敢开口商谈 怕失去这目前唯一的帮助 只有温心妍冷静沉着 就事论事地和江城州协调了利息 事已至此 事情算是谈完了 并且对温家来说 结果比预料中要好得多 事情差不多谈完 温心妍口袋中的手机跟着响了起来 你们先谈 温心妍抬手事意走向偏厅 一边接起了电话 谈完重要部分 这边温方远和江城州 接着谈其他结尾事情 偏厅离得不远 温心妍说话的声音隐隐约约传来 差不多要谈完了 等一下就回去陪你 你先睡 温心妍谈完事务哄儿子 瞬间换了个语气 声音温柔 另一边 江城州拿着合同 翻看着守护的一顿 直接把一纸合同扯裂了 温方远见状看来 Alex看上次反应 盲地上备用合同 对温方远说 没事温总 有很多备用合同 公司打杂的 这次买的纸质量不好 已经骂过了 话刚说完 温心妍已经讲完了电话 收起手机走了回来 朝中人问 怎么样 合同谈完了吗 差不多完了 温方远说 温心妍文言满一点头 不着痕迹拿出车钥匙 准备完事和温心妍温心欲说明情况后就走 不要下一刻 沉默许久的江城州开口 等等 还有件事 什么 温心妍好脾气问 我最近缺一个秘书 温氏集团管理层不错 希望你们能调个人过来江市 待遇上江市不会亏欠 江城州弯传道 这次温氏的事故 就出在管理层 温心妍文言微差 问 你确定 江城州点头 看向温方远 温方远也有些诧异 咒眉问 江总可有众议人选 依我看 温小姐上次发布会临场反应不错 江城州说着 看向温心妍 众人文言都变了脸色 温心妍也有些诧异 客气一笑 跟着竹字竹句道 不 行 那就你二哥吧 江城州挑眉 不行 温心妍冷声说 那就你大哥 江城州弯唇 不行 他们两个二选一 江城州语气不容质疑说 温心妍咬牙 我去 众人再次眨眨眼 反应了好意会 再次明白 两人对话间发生了什么 温心妍有自己的考量 温心妍和温心妍 在温氏集团工作时间长 不能轻易缺席 绕到最后 只能自己上了 温心妍决定问题 从不拖泥带水 脑中很快权衡了一切 江城州形式怪异 公司精英众多 温心妍过去 就当是去监视和学习 权衡之下 他干净利落印象了 好 江城州文言满意站起身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多留了 合同过后 重新你好会送到温氏集团总部 周一见 温秘说 男人走到温心妍面前 比女人穿了高跟鞋的女人 还要高一个多头 留下最后的话 第一天上班 别迟到 放心 老板 温心妍露出客气官方 不带感情的笑容 抬手指向门口 慢走不送 江城州最后深深看了他一眼 带着Alex快步往门口走去 两天后 周日晚上 温心妍在软茉威的小别墅里 度过了闲暇的周末亲子时光 期间 他带着温卷卷出去 和二哥温心妍 大哥温心妍两人一起 吃了几顿饭 和他们说了 自己不带儿子回家住的顾虑 并表示过完周末 他还是要回家住 温卷卷见了大舅二舅 便身撒娇精 被两人抢着轻轻抱抱举高高 今天晚饭过后 拉扯了好一会 温心妍才带着小崽子 从两舅争宠中脱身 回了软茉威这里 此时 温心妍拿着故事书 坐在软茉威 给温卷卷特意买的小床边 学着配音演员的语气 绘声绘色讲故事 温卷卷有一本故事书 温心妍按顺序 每天给他讲一篇 一篇不漏 惯例一直持续到今天被打破 温心妍翻故事书前看了一眼 不着痕迹地翻过了一篇 关于父亲的童话 直接和温卷卷讲下一篇 躺在床上的温卷卷 听温心妍讲了一会 眉头突然皱起 问 心妍 你讲漏了 前面还有一篇 温心妍文言手一顿 问 你还提前预袭了 温卷卷文言点点头 说 其实我第一天就都看完了 到现在已经看了好多好多遍了 我就是喜欢听妍言给我讲 妍言每次讲完 我感觉故事都变成真的了 晚上睡觉会做很幸福的梦 温心妍文言心头一软 抬手如爱温卷卷的小卷发 秦生说 既然你都看过了 我给你讲哪一篇 不都是一样的吗 温卷卷文言摇了摇头 说 不一样 妍言好像很不喜欢和我说 关于爸爸的事情 连故事书里有都不讲 我今天问了幼儿园里其他小朋友 好像就只有 我没有爸爸 温心妍文言面色一僵 沉默了许久 脑子飞速转动 跟着弯唇对温卷卷说 乖宝宝 你的爸爸在一个很快乐的地方 我们一般把他叫做天堂 温卷卷文言吸了吸鼻子 小心问 卷卷的爸爸 是死了吗 温心妍从来没给温卷卷上过死亡教育 温言面色在一僵 脑子慢了鸡拍 跟着缓慢地点了点头 俯身抱住温卷卷 说 乖宝宝 妈妈一个人也会照顾好你的 而且还有这么多爱你的人 你外公 大舅舅二舅舅 微微移移 他们都很爱你 温卷卷文言抱住了温心妍的脖子 问声问气说 我最爱你 炎炎 温心妍文言感觉心脏化成了一滩柔软的水 将温卷卷的额头上的小卷发撩起 俯身轻轻吻了一下他的眉心 温柔地拍了拍他的小肚子 哄道 乖宝宝 今晚先睡觉了好不好 妈妈有点累了 温卷卷乖巧点头 往温心妍脸上也亲了一下 说 炎炎晚安 晚安 温心妍为他把被子椰好 关了灯出了房间门 房间外灯光仍亮着 温心妍回了软茉微房间 这两天 他们两人晚上睡在一起 一聊就是许久 走入房间 戴着黑矿眼镜的软茉微 仍坐在电脑处理工作文件 温心妍揉着眉心进了房间 直接葛优贪贪在柔软的大床上 说 卷卷问我他爸爸的事情 我撒谎了 软茉微文言摘掉黑矿眼镜 伸了个懒腰 问 你撒了什么谎 我说江城都死了 温心妍说 软茉微端了桌面茶水喝 文言差点喷出来 嘴角抽出说 得 女人 够狠 我好爱 温心妍翻身 看向软茉微 说 我也不是故意撒谎 我就怕温卷卷知道 他爸还活着 而且离自己这么近 等下吵着 要去见人就完了 你说江大少爷 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小崽子 会是什么反应 软茉微问 不感兴趣 温心妍说着 手机突然震了震 他拿出一看 通知消息显示 申请添加好友 温心妍点进聊天软件 看见申请人头像 是一张碧海蓝天的海滩风景照 感觉有些眼熟 皱眉点了通过 发送信息 你好 请问师 几乎是一秒后 回复 你的上级 温心妍反应两秒 跟着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这次聊天框对面的人 回复慢了些 过了约莫一分钟后回到 江城州 温心妍看着屏幕上三个字 陷入沉默 三年前 他换了所有联系方式 只联系自己的父兄 现在用的社交账号 是这两天回国后重新申请的 抱歉 刚反应过来 提前找我 有事吗 温心妍皱眉发送信息 正思考着 下一刻收到了对面 发过来的一连串工作文件 文件后面附带着 发来的最新信息 今晚提前处理好 明天和我汇报 型号 第二天 周一清晨 黑色麦凯伦主驾驶上 Alex开着车 一边偷瞄 坐在后面看手机的上司 江城周四人司机因病请假 身为助理 Alex因此多加一职 男人坐在后方座位上 考究的黑色西装 衬出优越的身材 戴着墨镜的脸不便喜怒 正低头看着手机 Boss 您昨晚雇佣了温小姐当秘书 可咱办公室里 现在根本不缺秘书 Alex问 温小姐来了以后 Susan咋办 江城周文言 抬眸摘下眼镜 看Alex一脸八卦 诞生说 开你的车 再问以后 你就换这个工作 一直干下去 Alex文言苦大仇深地闭上嘴 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前方的路上 跟着眸光突然在路边一顿 Boss 路边有个小不点 看起来很危险 江城周文言 皱眉朝路边看去 果真看到了 坐在路边树墩上的小孩 那小不点看起来比树墩还矮 四周空无一人 万一不小心踏入车道 后果不堪设想 停车 几乎是瞬间 江城周抬手示意 L默契X踩下刹车 车辆往前再走了一段路 刚好在小孩子旁边的 坐在树墩上挖土 顶着一头小卷毛的小孩后 目光一顿 感觉莫名的熟悉 下一刻 那小孩子感受到视线疑惑转过脸来 跟着灿然一笑 放下挖土的树干 开口道 漂亮叔叔 怎么是你 白白净净的小娃娃 坐在树墩上 笑得牙不见眼 江城周微微一顿 跟着走上前俯身 抬手捏他的小胖脸 语调中带些微不可置信说 卷卷 一周多前 在机场偶遇的小孩子 再次出现在眼前 江城周对这巧合有些诧异 转头看早晨四周空旷的路边 江城周跟着周眉问 大早上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卷卷文言笑脸变成了委屈脸 撅着嘴说 我是逃学出来的 一旁 Alex文言扑斥一笑 抬头点了下他的额头 带着震惊说 你这小不点已经开始上学了 我不是小不点 温卷卷文言面颊气得粉扑扑 说 我已经两岁多了 再过几个月 我就三岁了 我还是幼儿园小班的班长 Alex听言笑得站不直 说你这小娃娃还是跳级的 别人两岁多还要上拖班 你已经上小班了 学试自己的一一安排上的 温卷卷听不懂Alex的意思 但能感觉到来自大人的嘲笑 文言气得跳下树墩 抬手要去打Alex 江城周见状弯纯伸手 将生气的小娃娃 捞起抱上肩头 给了Alex一个带着警示的眼神 说别逗他 不然你这个月薪水别拿了 Alex文言瞬间收敛了面上的笑容 收敛了神色 闭上了自己的嘴巴 嘴上不说了 他面上瞅着自家上司 和着路边捡的小孩的模样 越看越觉得两人相像 心中暗暗复匪 要不是我知道实情 这谁看了不以为是轻生的 江城周抱着扑腾要打人的小孩 发觉这娃娃 亲得像片小羽毛 再加上刚刚得知他还没到三岁 他抱着感觉小娃娃身上 还有一股奶味 究竟是什么样心大的父母 才会在机场将孩子弄丢后 又让他大清早 坐在这树墩边上挖土 江城周这么 想着 抱着小娃娃颠了颠 温声问 卷卷 你为什么要逃学 因为我不喜欢学校 温卷卷语气低落说 本来早上不用这么早过来上学的 但是妈妈和依依都要上班 司机叔叔也请假了 妈妈提前把我送来学校 其他小朋友都还没来 小孩子语气委屈 江城周抬手 轻抚他的小卷发 问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我和老师说 我去抓蝴蝶 然后偷偷穿过学校的彩虹栏杆出来了 温卷卷老师说 什么学校的栏杆 能让小孩钻出来 江城周问 其他小朋友不行 只有我可以 温卷卷说 我比其他小朋友小个 妈妈说我是早产生的 江城周文言皱眉 把小孩抱紧了些 换了个话题问 你爸爸呢 他也要提前去上班 温卷卷文言目的抱住江城周驳梗 说 妈妈说 我爸爸在天堂上 江城周文言微微一顿 沉默许久 拍了拍温卷卷的背 说 抱歉 一边Alex听言面上负伤愧疚 和温卷卷道歉道 小不点 叔叔刚当时和你开玩笑呢 没有恶意的 温卷卷文言 哼的一声转了个头 后脑勺对着 Alex Alex无奈看江城周 见自家老板 一向不便喜怒的眸子中 也对年幼丧妇的小孩 带上了一丝心疼的意味 微微一顿 江城周抱着温卷卷 按着小孩说的路 走了不到一会 把人带到了外观 简洁大气的国际幼儿园门口 乖乖回去上学 不许乱跑 等你妈妈来接你 知道吗 江城周在幼儿园门口 对温卷卷说 把一步三回头的小孩子 送进了门 时间不早不晚 来上学的小孩子多了起来 温卷卷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 转头朝江城周挥手 漂亮叔叔再见 江城周挥手回应 见小孩走远 对身旁Alex说 去联系这家幼儿园管理人员 让他们把栏杆间隔调好 还有监管也要加强 好的 Boss Alex点头应下 将车钥匙还给上级 跟在温卷卷后面进了幼儿园 江城周拿了车钥匙 快步回了自己车边 上车戴上墨镜 江城周发动引擎踩上油门 黑色迈凯伦 快速朝江市集团总部行驶而去 型号 另一边 温市集团总部 温兴言的红色超跑 熟门熟路地 开进大厦地下停车场 在靠近出口处的停车位上停下 三年多没踏进温市集团 温兴言意外地发现 这里和从前一般无二 而且 他来的路线也和以前一般无二 端着冰咖啡 坐上电梯直打顶层 他台步走进装修简洁 品味不俗的高层办公区 还没到上班时间 高层办公区各高管早已就位 谈事情的 敲键盘的生面孔和熟面孔 全都面容严肃 如灵大敌 温兴言站在中心处观察周围环境 淡定地喝了一口咖啡 将昨晚熬夜的困意压下去 跟着静止台步 朝偌大的总裁办公室走去 谁知刚要进门 温兴言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女声 站住 他停下脚步转身 跟着毫不意外看到了一个老熟人 江澄州的秘书 Susan双手暴毙皱眉站在眼前 像几年前 他刚第一次找过来这里那般皱眉 问 你是谁 在这里做什么 温兴言当年没少为了江澄州 吃眼前对象的醋 江澄州曾经和各种女人的绯闻漫天飞 嫩魔歌手名媛 甚至是随身的秘书 温兴言心里清楚 这些女人反过来也为心上人的事业 提供便利 互利互惠 因为 她曾经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她是其中最被厌恶避之不及的 她一直相信 江澄州不会去喜欢任何女人 因为男人的心中只有利益至上 但当年的她 却总是控制不住 沉入滔天的极度中 无法自拔 曾经的她 就是这般找到这里 找上了眼前的女人 撒泼耍狠 而江澄州 则冷眼作弊上官 时隔三年多 温兴言再次回到这里 面对忘记了自己容貌的女人 淡淡一笑 蛮唇主动伸出手 Susan 好久不见 还记得我吗 温 温兴言 Susan认出眼前的女人 面色大变 跟着问 你怎么回来了 当初Susan出口嘲讽温兴言犯件 死缠烂打纠缠江澄州 骂她是个上杆子的见货 然后挨了温兴言一耳光 如今想起来 再看眼前人 女人还觉得自己的脸生疼 温兴言见女人反应 明白了女人的态度 知道她无意与自己握手 收回了手 放进衣兜中 我不止回来了 还回来死缠烂打你上级了 温兴言笑着喝了口咖啡 在女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开了个自嘲的玩笑 Susan文言微微一愣 跟着冷笑出声 走到温兴言耳边低声说 三年前她就瞧不上你 到了现在 你怕是更要闹笑话了 女人说完 快步往后退一步 本以为温兴言会发怒 没想到人淡定的点头 跟着煞有其事说 你不懂 强有的瓜最甜 所以 能告诉我江澄州来了吗 无可救药 你等着出丑吧 Susan对温兴言的漫不经心 态度很是不满 文言正要接着出口讽刺 谁知下一刻 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跟我进来 男人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唇脚带着颇为愉悦的笑意 与温兴言擦身而过 留下不明不白的话 跨不进了门 Susan见江澄州 直接忽视温兴言 仰头看小丑般看着温兴言 趾高气昂转身 准备跟着进江澄州办公室 不要下一刻 江澄州再次走了出来 直接双手暴毙 鞋已在门 男人已经脱了西装 身上穿着蕴烫平整的白色衬衫 眼镜 这我没问 怎么还不进来 还要我等多久 不知怎爹 Susan从今天看见江澄州起 就觉得自家老板帅 这个认知 本来自从江澄州 在他搞砸的会议上 不留情面问责他 就已经湮灭了 然而 直到今天 时隔三年 他竟不受控制地 将自己对江澄州的注意力 从冷血上级 重新转回到了迷惑人心的外表上 Susan觉得这很有可能是 受身边突然回来的女人的影响 想了一下面上浮出笑容 对江澄州放柔了声音说 江总 精彩的面部表情扬眉 仰头再喝了一口咖啡 没叫你 江澄州朝Susan说 女人闻言 面色一僵 下一刻 男人垂眸看了一下腕表 等了一会 说 到点上班了 说完 江澄州大步走过来 这一次 男人直接越过了Susan 抬手拉住温兴言 放在伊多德手的手腕 不由分说 两人往总裁办公室里带 手腕被男人冰凉的大掌突然握住 温兴言还没反应过来 另一边手上的冰咖啡 已经被人夺走 扔进了垃圾桶了 男人的手再松开 他站在了偌大的办公室 办公桌前 对面 江澄州好整以侠 坐在办公椅上 手指指节轻点着扶手 透过金丝眼镜 琥珀色眸子 正朝他看来 唇角微弯 不知在算计什么 俨然一副上级态度 场景一度与往西重合 办公室里的布置 分毫未变 在这里 他曾经和江澄州 吵过无数次 也曾在这里胡闹过几回 偌大办公室里 只有一座一粒两人 若是三年前 温兴颜主动万分 早已朝男人贴了上去 这一次似乎也差不多 温兴颜缓过神后 弯唇绕过办公桌 朝江澄州走去 高跟鞋踩在地面上 缓慢而从容 江澄州视线 停留在温兴颜身上 女人今天穿了一件 白色毛泥短外套 下穿包屯裙 曲线勾人 似乎是为了提升气场 她的妆容虽然肃静 口红却红得黄眼 女人像三年前那般 朝自己走来 江澄州觉得温兴颜变了 却又觉得她没变 再过了三年 她依然觉得 温兴颜始终是她勾勾手指 就能拥入怀中的人 然而 就在她以为 女人会主动攀附上 她的脖梗时 温兴颜的脚步 在她面前目然一顿 跟着弯唇一笑 拿出了手机 江总 刚才你扔掉的咖啡五十块 再加上赔我的精神损失费 暂定一百块 没有意义的话 直接转我一百五十就好 温兴颜干净利落 点开手机收款码 送到江澄州面前 江澄州见状微微一顿 蹲着眉梢一扬 拿着自己手机过来扫了码 赚了一千五百过去 说 以后上班时间 不许喝冰咖啡 得 我下班喝 温兴颜对上级的奇葩要求 容忍度极高 拿回自己手机一看收款 蛮纯说 老板大气 江澄州抬眸 见她白皙手腕上 带着熟悉的价值 一百五十万的玫瑰金表 对着一千五百笑的真诚 语气壮丝漫不经心问 我送的表 你还戴着 温兴颜文言一顿 垂眸看自己手腕处的精致表盘 有些亚裔说 这是你送的 就衣柜里看到的 看着挺贵 拿来撑撑场面 江澄州文言摘下眼镜 有些不可置信 只是温兴颜说 情人节你闹着让我给你买的 你都忘了 温兴颜一听情人节 脑中终于有了点印象 那是他们刚结婚后的 第一个情人节 刚接手江氏集团的江澄州 整日不归家 既不回信息 也不接电话 温兴颜直接杀到公司总部 态度专横 以告知江澄州父母为妖邪 逼着男人带他出去约会 最后还逼着人买了块手表给自己 过后和闺蜜炫耀了好几天 温兴颜回忆着 感觉当年江澄州 一定给他下了什么迷魂的骨 或者是他当年的脑子被夹了 此时此刻 如果温兴颜对江澄州还有情 那么他会恼羞成怒地摘下手表 但现在的他 面对旧日所爱早已毫无波澜 文言只是恍然大悟般 窝了一声并没有摘下手表 因为那表下方手腕上 还有那道无法去除的 代表他旧日偏执所留下的细长疤痕 江总 往事不提 温兴颜客气提醒 跟着说 上班第一天 反请告诉我 具体需要做什么 温兴颜收了钱 转身走回了办公桌前 江澄州的视线一步一驱 一肩萦绕温兴颜身上的蛋香变淡 温兴颜回来后 给人的异样感浮上心头 他说 昨晚让你处理的文件 整理好了吗 温兴颜点头 云淡风轻道 刚传给你了 面上轻松 其实昨晚温兴颜 为了处理这文件 熬到了半夜 江澄州文言 重新戴上眼镜 打开电脑接收文件 过了一会皱眉 说 不够简洁 行 我改 温兴颜本着打工人精神 绝不拖泥带水 好脾气点头 他跟着问 我的工位安排在哪里 别是Susan隔壁 不是 江澄州抬眸 跟着说 你看右手边 温兴颜文言转头 跟着看到了 方才没有注意到的 离江澄州不远处的 米白色办公桌椅 桌面崭新 上面还摆着 外观淡雅的花瓶 花瓶中 插着新鲜的香槟玫瑰 大尺寸的新款台式电脑 摆在桌面 温兴颜转头看江澄州 见男人修长 直接扶了下眼镜 完成说 去吧 温秘说 温兴颜属实没有预料到 要和江澄州 做一个办公室 但考虑到方便 监视他的动向 他也没多想多问 温兴颜面上 微笑走向了 自己的地理位置 特殊的新宫位 坐下后 他优雅地 将手伸向花瓶 在优雅地一挪 直接挡住了 总裁办公桌的方向 还没上班 就逮着人处理文件 温兴颜发现 他这前夫 一如既往的黑心 所谓眼不见心不凡 拿了香槟玫瑰 挡住人后 他整个人感觉舒服多了 熟练地开了电脑 开始照着江成洲说的 处理文件 另一边 江成洲桃花眼微眯 视线依旧停留在 温兴颜身上 不料待他坐下后 视线被香槟玫瑰 声声阻挡 不想看到我 江成洲扬眉 冷不丁问 知道我昨晚几点睡了吗 老板 温兴颜操作鼠标键盘 点进文件 几点 江成洲问 两点半 温兴颜揉了下眼睛说 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说 不待江成洲回答 下一刻 办公室被敲响 进 江成洲说 老大 临时地产的项目有戏 林云浩三天后过来 是各大相关集团 选择合作方 Alex心智冲冲走进来 跟着转头看见温兴颜 毫不意外地 打了声热露的招呼 温小 温秘书好啊 新工位不错啊 温兴颜打哈欠 眼睛里冒出生理性的泪花 透过迷糊视线 看到了近来的江成洲的 阳光开朗小助理 抬手回复 同好 这桌椅是你安排的 Alex笑着点头 说 对 这是Boss专门叮嘱 你是来闲聊的 江成洲抬头打断 Alex 说 继续说林氏集团的事 Alex文言事实收起笑容 转过头 接着和顶头上司说详细内容 是这样的 Boss 林氏集团刚刚传出消息 继承人林云浩三天后 将会过来 A是选择新项目合作方 这个项目 预计合作效果良好 你之前很看好 温兴颜听见林云浩的名字 微微一顿 江成洲点头 跟着面向温兴颜桌上的香槟玫瑰 说 温秘书 通知高层十分钟后开会 重点商谈 针对争取林氏集团项目的措施 同时通知Susan 安排联系林氏集团CEO会面 好 温兴颜干净利落 应下起身 准备出去通知 抬头见Alex还没走 正笑着 朝他看来 眼神中带着一股难以言状的慈爱 温兴颜 一起出去吗 江成洲 再看你别来了 十分钟后 公司各高层在会议室开会 江成洲坐在主位 Alex和温兴颜坐在左右 Susan则坐在Alex旁边 皱眉看着对面的温兴颜 其余各岗位精英领导 坐在位置上 面容严肃 如灵大敌 温兴颜颇为无趣 朝对面一直紧张兮兮 看着自己的Susan眨了下眼 工作无聊 只能逗逗小姑娘 找找乐趣 江成洲手放在桌面上 垂眸看温兴颜 放在桌面上的表盘上的时间 说 时间到了 开始开会吧 温兴颜拿出自己的本子合笔 准备济视 不料下一刻江成洲看向他 说 温秘书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其余人文言 纷纷看向温兴颜 这些人都是集团高层 大部分都待了有些年头 见了温兴颜都觉得眼熟 方才女人来通知 没说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众人心中都对这个 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的女人 十分好奇 但苦于严肃的工作氛围 都没多问 哦 刚才忘记和大家说了 温兴颜放下笔 露出官方微笑 说 我是温兴颜 江总新聘用的秘书 很高兴来到江市集团 与在座诸位成为同事 我的工位在 温兴颜官方发言说得顺口 说到工位时 却声声停住 谁知下一刻 江成洲接着他的话 慢条斯里说 他的工位在我的办公室 主要负责我的日常事务安排通知 以后日常事务 以温秘书的通知为准 Susan负责安排联系合作方事务 一众下属文言 差点惊掉下巴 却没有人出声 众人的反应中 当属Susan最大 女人手上拿着圆珠笔 硬生生在纸上 画了好长一道笔记 有问题吗 江成洲眸色冷淡 看向Susan问 没有 江总 Susan文言纯色发白说 行 那直接进去正题 江成洲开始说三天后 临市集团继承人 过来看方案的事务 目前江市集团需要 就是看好临市集团的项目 已经提前做好了几套方案 这个项目竞争大 临市那边 还有很多其他公司集团提供选择 江市集团的方案 需要在一众方案中脱颖而出 会议最后定了 对项目最熟悉的Alex 来做方案汇报 Susan联系安排进程 其余部门则需要按江成洲要求 对方案进行完善加工 到时候 要是哪个方案被选中 相关参与部门将会直接得到 年底奖金翻倍奖励 江成洲虽然要求高 但出手极为扩瘦大方 一众下属文言都干尽十足 准备开干 温馨言拿了本子和笔 最后发现 基本没自己什么事 乐得轻松 坐着闭眼摸鱼 三个小时后 会议宣告结束 众人正准备离开 谁知刚得了薪水的汇报工作的 Alex信冲冲朝大家道 今天温秘书入职 大家一起出去吃顿饭部 众人文言一顿 都看向江成洲 江成洲转头看温馨言 正好碰上他摸鱼结束 迷糊睁眼 嗯 怎么 温馨言皱眉看江成洲说 还没清醒 面上没了客气官方的微笑 多了真实感 江成洲视线 在他线长的睫毛上停留片刻 跟着朝众人说 晚餐给温秘书开欢迎会 大家决定去哪吃 费用报销 答应了回去接娃的温馨言文言 瞬间清醒 啊 夜晚 A市海滩边 江市集团的一众高层精英 下了商务车 跟着热衷团建的Alex 来到沙滩上的室外露天海鲜餐厅 温馨言跟江成洲走在后方 夏日夜晚海风凉爽 温馨言随手脱了外套吹风 上身只剩一件贴身白色 吊带背心 餐厅建筑低矮 风格简约 只有两层 海边装修元素很是吸引人 外面摆了几张长桌子 还没入座 温馨言大老远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高大的男人 搂着一个金发女人 身上穿着粉色衬衫 配上画了椰子树的大等裤 这么一身风骚的海滩形套 幻常人根本压不住 只那人生了一项妖孽俊美的脸 皮肤白皙 唇角带笑 更添风骚 那人正是文氏集团总裁的次子 A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文艺轩 也是江城州的多年好友 文大少爷 好巧 你怎么在这 我们过来给新秘书开欢迎会 Alex笑着打招呼 你说怎么这要巧 这是我开的 文艺轩松开金发女友说 看见远处走来的一男一女 微微迷眼 温馨言跟着江城州上前 哟 这要巧 你带员工过来团建 这我的地 哥们请客 全场免单 文艺轩对江城州说 跟着看向走近的江城州身后的女人 挑眉说 温大小姐 是我 温馨言湾纯 上下扫了文艺轩一眼 视线最后停留在 她放在身旁金发女人 丰满的臀上的手 说 文大少爷 还是一如既往的潇洒 你倒是变了许多 文艺轩说 感觉人成熟了不少 温馨言文言一顿 淡然道 可能是年纪上来了 文艺轩哈哈一笑 说 周儿比你还大五岁 怪不得这两年 脾气越来越差 我估摸着 也是年纪上来了 文艺轩 你披养了 江城周婉纯 转头朝一众公司高层说 既然文大少爷这么大方 那大家入座后不要客气 酒水大餐韧点 话刚说完 一众服务生 纷纷拿着菜单上前 众人笑着接过点单 Alex还没入座 先拿了瓶酒 养头灌了两口 朝文兴言说 文秘书 今天你入职 你先来说两句吧 众人坐海边准备吃大餐 心情愉悦 文言纷纷应和鼓掌 文兴言笑着上前 再次发表 已经能脱稿背诵官方宣言 全场只有Susan站在角落 面色阴沉看着她 温兴言上前说话 只剩江城周和文艺轩 搂着女人面对面 哥们 你这是要干什么 文艺轩压低声音问 前两天说了 不和文兴言复婚 今天又忽悠了人 放身边当秘书 江城周没有回答 伸手拿了一边的酒 给自己倒了一杯 垂眸饮了一口 文兴言讲完话 众人再次热烈鼓掌 一行人最后坐满了 餐厅沙滩上的几张桌子 菜上的很快 海鲜大餐和高档酒水 摆满了好几桌 环境宜人 大餐特供 众人难得放下工作时的紧张 一边吃东西 有说有笑的 和同桌的人聊起天来 温兴言最后和江城周 Alex Susan 还有文艺轩 和她的金发女友 坐了一桌 Alex开了酒 轮流给众人倒上 轮到温兴言时 江城周抬手挡了酒杯杯口 说 她不能喝酒 换汽水 Susan文言面色微差 惊讶江城周对温兴言的态度 大意了 Alex文言神似毫无异常 快速换上汽水 给温兴言倒上 谢谢 温兴言道谢 面色一如常 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江城周身世 但她却知道 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她喝醉了 真会发酒疯 三年前 江城周便亲身经历过好几次 她喝醉后 缠着她又轻又咬 满横疯癫 温兴言自己也清楚 所以这三年来她滴酒不沾 许是男人真怕了 怕她当场做出什么出人意料的事 所以戒备地帮她挡了酒 温兴言这么想着 拿着酒杯垂眸喝了一口汽水 一边文艺轩将众人脸上的神色 都收进眼中 心中有了使坏的想法 光吃饭没意思 大家边吃边玩游戏怎么样 她问 身旁天性爱玩的金发女人 以及心大的Alex 文言一口同声道 什么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如何 文艺轩说 快速活落场子 最适合我们这种半熟不熟的局 温兴言 我都行 江城周 随便 两人几乎是同时出口 说完都微微一愣看对方 其余人见状也纷纷点头 怎么玩 哥 Alex搓手跃跃欲试 文艺轩拿了瓶喝了一半的高架酒 直接倒了个精光 抬手将酒瓶瓶放在桌面上 说 龟子很简单 转酒瓶 瓶口转到谁那里 真心话大冒险任选一个 我来转我来转 Alex兴致冲冲上前摸酒瓶 行 文艺轩松手 那我开转了 Alex手放在酒瓶上 有些紧张说 一边温兴言 加了块龙虾肉送进口中 再喝了口汽水 微眯着眼 十分淡定 他发觉自己可能真的年纪上来了 其余人玩游戏 至少还有些兴奋和关注 到了他这 犹如老僧入定 还没开始 就已经困了 Alex酝酿了好一会 手还没开转 江城州见状不耐烦皱眉 你到底转不转 事实证明 老板发话 确实有用 Alex文艳手一抽 瓶子快速转动起来 这一下转得十分持久 最后瓶口正正好停在了 满脸不可置信的Alex面前 蛤 不是吧 文艺轩身边的金发女孩 健壮哈哈大笑一声 众人跟着忍俊不惊 行了 愿赌服输 文艺轩抬手按在酒瓶上 看着Alex 问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Alex看文艺轩面上一肚子坏水模样 犹豫后弱弱道 真心话 行 文艺轩完唇 问 小子 第一次什么时候 温兴言文言 微秘要和尚的眼睁大了一点 心中感叹 文艺轩不愧是花花公子 不知怎叠 他下意识转头看了下江城周 意外发现 男人正好看了过来 正好对上 他那具有蛊惑人心魅力的桃花眼 害怕吗 江城周弯纯问 温兴言毫无波澜地转过头 淡定道 还行 众人看着Alex 最后见他抬手干咳一声 说 也就五六年前的事吧 你那时候多少岁 金发女人眼纯问 文艺轩跟着趁热打铁说 在哪里 和谁 Alex文言面上浮上一层可疑的红韵 说 哥 嫂子 过分了呀 下一轮了 他伸手将手放在酒瓶上 说 新的一轮 我提问 Alex再次转动酒瓶 这一次 酒瓶瓶口正好对上了文艺轩 花花公子一挑眉 面上丝毫不拒 见状 Alex面上浮现大仇的抱得快意 对着文艺轩问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文艺轩文言 声势一笑 哥 你死定了 Alex看了一眼文艺轩搂着的女人 对文艺轩毫无心意问 你第一次什么时候 文艺轩文言 款款一笑 说 15岁 在美国 和女佣 江城周文言不耐皱眉 谁让你说那么多 Alex低估了对手的厚颜无耻 文言笑容将在脸上 谁知下一刻 更让他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文艺轩身边的金发女人 听了她的话 不但没有生气 还笑着轻垂了下文艺轩的胸口 娇媚道 你真坏 温馨颜见状 抬手揉太阳瓶 催促说 开始下一轮吧 我来转吧 一直在旁边充当透明人的 酒瓶转动 瓶口正好对上了温馨颜 温馨颜见状扬了下眉 抬眸对上了 Susan眼中的不怀好意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Susan问 大冒险 温馨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问 女人的回答正中 Susan下怀 停顿了一会 她扬唇道 请亲吻再座的一位男性 她算计好了 根据温馨颜早上的反应 温馨颜还喜欢江城周 提出这个要求 温馨颜一定会选择江城周 而江城周 曾经那般厌恶温馨颜 肯定会拒绝她 当众给她难看 众人文言都微微一愣 几乎同时 所有人的视线 都锁定在温馨颜身上 这一下 让温馨颜确定 Susan真的挺恨自己 几乎不用仔细思考她 就能想到Susan的动机 若在三年前 事情肯定就像女人的 恶意想象般进行 温馨颜肯定第一时间 选江城周 甚至 如果江城周拒绝温馨颜 温馨颜还可能当众发疯 温馨颜下意识看了一眼江城周 发现男人琥珀色的眸 一直直看着她 眼中带着她无法分辨的情绪 几乎是瞬间 温馨颜别开目光 在众人的注视下站起身 抬手拉了Alex的领带俯身 文艺轩见状扬眉吹了声口哨 抬头看江城周 见男人眼中仿佛脆了寒冰 面色森冷 Alex见状不自觉咽了下口水 脑子一片空白 在反应过来时 温馨颜已经俯身到面前 犹如蜻蜓点水般 亲吻了下她的脸侧 蛋香营绕鼻尖 动作轻柔似水浮过心肩 Alex反应过来时 脸已经烧得通红 脸颊上留了一个红色口红印 想到方才发生了什么 她的脸由红转白 脑瓜子飞速转动 结巴道 吓 下一轮 Susan见状差一万分 文艺轩和她的金发女友 则笑闹起哄 指温馨颜旁边的人 面色冰冷 放在酒杯上的手指节发白 琥珀色眼眸中 酝酿着狂风暴雨 温馨颜没想到 江城周这小助理 意外的纯情 见状也没在调笑她 看了一眼对面的Susan 完成说 有一只吻 下一轮吧 你们先玩 我去上个卫生间 她说起身 朝餐厅卫生间走去 还没离开几步 身后又响起了 众人的哄闹笑声 卫生间空旷安静 温馨颜在里面 给阮莫威打电话 得知温卷卷在画画写作业 放下心来 重新走回室外 她意外发现 自己身旁位置空了 江城周不知道去了哪里 文艺轩还在转酒瓶 金发女友和Susan 有说有笑 不知道在谈什么 Alex面上还戴着个口红印 脑子不济世 已经再次跟着玩了起来 温馨颜没多想坐回座位 浑然不知 手放在酒瓶上的文艺轩余光 正在看她 她只觉口渴 拿了桌上自己的杯子 仰头喝了一大口 跟着浑身一浆 后之后绝杯中装的是酒 而且度数还不低 谁换了我的汽水 趁着人还清醒 温馨颜放下杯子你没问 一边文艺轩金发女友 文艺惊讶眼唇 不好意思 好像是我不小心 拿错了你的汽水 你喝的是姜总的 温馨颜文艺面色一领 转头看文艺轩 眸中带着质问 我发誓跟我无关 文艺轩耸肩为心说 温姐姐 你别这么看着我 好兄 人家害怕 女人声音焦点说 乖乖 不怕不怕 文艺轩搂着她说 一边Alex见状皱眉 说 温秘书就一口酒 没多大关系吧 江承舟呢 温馨颜抬手柔眉心 问 我在这里 怎么 方才消失的江承舟的声音 适时响起 语气不变喜目 温馨颜转头见男人 站在几步开外 脑子中范上一阵阵晕眩 开始无力开口 周 他刚悟喝了你的酒 文艺轩说 江承舟文言 周身泛冷 竹子道 你说什么 话刚说完 男人快步向前 俯身拉起温馨颜 最后冷冷看了文艺轩一眼 带着人转身离开 身后金发女人摇了摇头 俯身在文艺轩耳边低声道 老公 江总刚才的眼神 像是要杀了你 文艺轩文言弯唇 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说 有时候 为了他人爱情修成正果 死也无妨 谁让我信奉月老呢 女人文言 在抬手吹她胸口 说 讨厌 一边Alex和Susan面面相去 夜晚 市中心顶好小区锦华府 电梯在顶层豪宅停下 这是哪儿 一杯倒的温馨颜 被横抱在街市的怀抱中 保留一丝清醒问 江成舟抱着人跨不出电梯 桃花眼中喜怒不变 视线在女人烟红的唇上停留 没有回复 在门口输入指纹 门应声而开 江成舟抱着温馨颜进门 抬手开了灯 屋内柔和灯光亮起 映出风格简约 颇具格调的室内装饰 这是哪儿 我要回家 温馨颜喃喃道 这里就是你的家 江成舟喉结滑动一瞬 抱着温馨颜 静止往洗漱间走 将人放在宽大的洗漱台边缘坐下 做什么 温馨颜皱眉看男人漫条丝里 挽起衬衫袖子 开了水龙头 似乎再是水温 跟着拿了毛巾 再在水龙头下浸尸 这是哪儿 我要回家 温馨颜重复喃喃道 你不认识这里 江成舟关了水龙头 守称在温馨颜身侧的水台上 高大身躯 还住了面露迷茫的娇小的人 俯身靠近 声音中带着不易察觉的危险 你以前在这里抱我亲我 说这辈子只能爱我一个人 你都忘了 温馨颜文言 眉头拧成一个穿字 闻到男人身上浓重的烟草味 往后缩了缩说 不记得了 你是谁 我是谁 江成舟文言吃笑一声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说 温馨颜 你从前喝醉了 只认我一个人 抱着我不肯松手 像疯子一样 对我又肯又咬 现在你问我我是谁 觉察到男人身上危险的暴动分子 温馨颜听言 再次往后挪了下 周梅说 你猜疯子 我不认识你 谁知还没挪后两寸 下巴突然一痛 被男人的大掌牢牢牵住 被逼迫着与他对视 男人的眼眸中 酝酿着狂风暴雨 濒临爆发界点 疯子 放手 温馨颜醉意上头大声说 谁知还没开始发痕 下一刻 面颊上突然一热 眼前一黑 温热柔软的毛巾被贴上脸 乖 不动 男人的低沉声音 在耳边响起 带着蛊惑意味 温馨颜完全不吃这套 温颜充耳不闻 手扑腾地打人 将成舟被打了也不松手 一手捏着温馨颜下巴 另一手拿着毛巾 给醉鬼擦脸 相比言语 他的动作要轻柔上许多 温热的毛巾擦抚温馨颜脸侧 温暖浅全 擦到嘴唇处 男人明显暴躁了些 拿着毛巾一脚 在温馨颜嘴唇处反复擦拭 直到温馨颜吃痛皱眉 将成舟才停下 擦去厚重的口红 看着他白皙素敬的小脸 满意弯唇 男人俯身将人抱下洗漱台 牵着人手腕往客厅走 毛巾温度合适 温馨颜老实了些 看见沙发 他扶着额头要往上躺 被男人捞进怀中 江成舟抱着娇小的人 在沙发上坐下 在他面前比了个舞 问温馨颜 这是几 温馨颜文言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说 二 江成舟满意弯唇 问 这三年你待在哪里 拉斯维加斯 原来在这 江成舟 眼眸注视着双眸无光的温馨颜 跟着沉默一瞬 似乎是想到什么 眸色暗淡问 谈了几个男朋友 温馨颜文言似乎是听不懂 皱眉摇了摇头 江成舟见他迷茫 再次抬手捏住他的下巴 有些霸道说 之前见面不是说谈了几个洋帅哥 温馨颜 你不是说 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 温馨颜文言推他胸口 发现推不动 再次重申说 你是谁 我不认识 我没说过 江成舟文言眼眸微暗 拇指碾上女人柔软的唇 跟着问 温馨颜 你恨我当初和你离婚是吗 所以才装着对我冷漠 为了激怒我 你今天故意在餐桌上亲Alex 温馨颜唇上痴痛 面上带着厌恶 却无法挣脱前置 突然崩溃大声道 疯子 我真的不认识你 你谁啊 走开 不认识我 江成舟轻而易举 将女人挣扎的双手 抓在手中压在沙发上 俯身靠近女人耳边 语气中带着浑说 那你应该也不认识这里了 让我提醒你一下 以前你还在这沙发上 使劲浑身解数 求我干你 男人语气浅犬 灼热气息打在温馨颜耳侧 温馨颜文言心头火起 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挣脱了江成舟的前置 抬手往男人的脸上砸去 干你个堆 嗯 江成舟没有防备 文言一顿 被女人一个不轻不重的拳头 正正砸在了一侧眼睛上 松开温馨颜 捂着一边眼睛 靠在沙发上 温馨颜 你要谋杀亲父是吗 几乎是脱口而出 江成舟胸口轻微起伏 缓了一会 耳边只剩安静 他皱眉 手挡着一边眼睛 朝沙发看去 发现醉酒打完人的人 已经在沙发上 彻底睡了过去 温馨颜连睡觉的时候 脸都是臭的 唇角敏直 皱着眉把自己抱成一团 仿佛准备随时 给这个世界来上一巴掌 江成舟倚靠在沙发上 看了他许久 一边眼睛眼皮 还隐隐作痛 最后却对作案者无奈一笑 起身将人轻而易举 捞进怀中 王主卧走去 不许碰我 感受到动静 温馨颜在江成舟怀中 闭着眼睛喃喃道 江成舟文言轻笑出声 胸腔震动 把人抱紧了些 俯身抵住温馨颜温热的额头 有些混说就碰你 你要怎样 我要 江成舟垂谋仔细听他说话 不料温馨颜话说一半 再次睡了过去 星号 第二天清晨 温馨颜在宽阔柔软的大床上 头疼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是江成舟帅 却不太协调的睡眼 男人脸侧白皙 看不见瑕疵 鼻梁高挺 睫毛纤长 在脸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细看之下 可以发现 一侧眼睛带着些清黑 有些浮肿 昨晚喝完酒后的事情一片空白 温馨颜骤然睁大双眼 呼吸一致 三年滴酒未沾 看眼前情形 温馨颜怀疑最久的自己做了 和从前一样的事情 再次对江成舟霸王硬上弓 不敢直接问人 他放轻呼吸 捏手捏脚起身 再转头一看周围环境 再次顿住 他现在睡的房间 和自己三年前住的 一般无二 低头一看 连盖在身上的米白色被子 都和从前一样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当初和江成舟离婚后 他就把房子卖了 现在这情形 又是怎么回事 正思考着 耳边突然响起男人微哑的声音 嗯 江成舟睁眼 看见坐在床上受惊的人 抬手将人拉进怀中 抬腕放在额头上 问 大早上的 你不多睡会 温馨颜见状 眼睛骤然睁大 带着不可置信 眼前情景 人物 与从前和江成舟共眠 第二天起床 一般无二 下一刻 他猛地推开人 缩在床头大声震惊道 我穿越了 你昨晚误合我的酒后醉了 我问你地址 你不肯说 我就把你带回来了 江成舟发觉 一边眼睛眨眼有些吃力 看着温馨颜面不改色说 结果到了这边 你像以前一样酒后乱性 抱着我不肯松手 本着绅士的教养 我只好由着你闹 被你抱着睡了一觉 What 什么 温馨颜文言不可思议下床 站在床边看着床上的男人 江成舟跟着起身 俯身逼近温馨颜 看到我眼上的伤了吗 你打的 停 温馨颜朝凑近的男人抬手 见那桃花眼眼上淤青 略移皱眉 语气带着公事公办说 江总 事出意外 赔税费 医药费 一共多少 我可以赔你 江成舟文言谋色发了 抬手抓住女人手腕 温馨颜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温馨颜手被掐疼 皱眉抿唇 心头火莫名大 正要再说一遍 谁知下一刻 江成舟放在床头的手机 突然开始震动 男人伸手拿起手机 不耐道 怎么了 BOSS 林云浩提前来A市选合作方了 Alex的声音通过手机听筒 在房中响起 声音不大不小 正好让两人听到 临时地产 最近新买了快不小的地 地理位置优越 准备做旅游开发区 被多方看好 最近 该集团正在寻找地块建设合作方 由继承人林云浩 带人亲自到不同友谊参与合作的公司 查看方案 最终将确定唯一合作方 江成舟很看好这个项目 为此 公司各方案小组 已经策划好了各种应对方案 昨天确定了林云浩来看方案时 由Alex汇报 Boss 昨天开的会分配的任务 没时间完成了 Alex说 我现在过去公司 江成舟开口打断 看了一眼温馨岩 说 通知各高层重新开会 新号 半小时后 江市集团总部电梯上 温馨岩穿着一身质感上层的黑色 无袖丝绸连衣裙 裁剪尺寸得当 勾勒出完美的曲线身材 将本就白净的皮肤 衬得更白皙 脚踩相配的黑色高跟鞋 身侧 穿着一身定制西装 肩宽腿长的男人 双手暴毙 唇脚带着不明缘由的笑意 温馨岩看见电梯 倒映出来的自己的身影 还有对面俊美 却一边眼睛 戴上淤青的男人的脸 满意弯唇 由衷夸道 江总最近谈的情人品味不错 事出紧急 到了上班时间 身为秘书 温馨岩不得不 由于乌龙事件 睡了一晚的老板来上班 离开前 重度洁癖的温馨岩 想要洗澡 但苦于没有衣服换 一旁江城州文言 直接取了一套女人衣服给她 不止连衣裙 还有全新的女士内衣裤 温馨岩想也不想接过 洗完澡换上了 时间匆匆 换完衣服出了门 就被男人带下楼上了商务车过来 此时站在电梯上 温馨岩才得空思考 江城州原本就是个女人堆里 游刃有余的浪子 家里随时能找出一套女人衣服 也不奇怪 温馨岩不用想 都能猜出那是江城州情人的 穿没有洗过的 和穿前腹线女友干净的 温馨岩直接选择了后者 奇怪的是 这衣服出气的和身 并且符合她的审美 一边 江城州看着电梯倒映出的女人 温岩唇角笑意凝固 眉头皱起 问 你到底忘了多少 温馨岩 下一刻 电梯到达顶层 门骤然开启 江城州伸手按电梯 语气不耐道 出去 温馨岩颇绝莫名其妙 踩着高跟鞋往外走 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江城州 跟着善解人一说 我回去洗好了 会尽快还的 不会让你情人等太久 江城州闻言 黑着脸出了电梯 与等在外面的 温馨岩擦身而过 快步往前走 江总 温馨岩在男人身后艰难跟上 心中骂着狗男人 一边助理 Alex蹲守多时 看见江城州 快步赢了上来 Alex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 但对工作事务态度认真 作为被任命为给灵氏集团做方案汇报的人 原本应该两天后 才到的人突然通知下午到场 打乱了原有的进度 江城州昨天开会吩咐的完善方案计划 没有时间照常举行 需要他再给众人下达新的指示 Boss Alex面上焦急上前 各高层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 江城州闻言调转脚步 朝会议室走去 最后转头 看了一眼 身后跟了两部气喘吁吁的温馨岩 去吃早餐 我不希望我的秘书在工作时候晕倒 你应该在我出门前就这么说的 被溜了一圈的温馨岩 抬手扶住腰 看着快步离开的老板和助理背影转身说 最后 温馨岩回了总裁办公室 用手机外卖点了面包和冰咖啡 考虑到江城州上次让他上班 不许喝冰咖啡 他特意多点了一份用作贿赂 点完外卖放下手机 温馨岩发现 昨天的文件和事物已经处理完 等外卖时 闲来无视点开了 要给灵氏集团看的几个方案文件 一边看方案 一边顺手挑毛病 没成想 这外卖来得极慢 看完几个方案 毛病挑了一堆 早餐还没送到 另一边江城州和Alex去开会 也迟迟未归 温馨岩饿着肚子 转了两圈椅子 门口突然想起敲门上 静 温馨岩将椅子转回正面 十分自然道 本以为是找江城州的高层 没想到下一刻 门口进来两个面熟的黑衣人 温馨岩健壮 面容一冷 其中一个黑衣人 朝温馨岩点头微笑道 温小姐 好久不见 江夫人有请 十分钟后 大厦楼下一层格调不俗的咖啡厅中 温馨岩面色冷着脸往里走 身后两名黑衣人一步一驱 不远处 容貌美艳的中年妇人 坐在窗边 周身衣着写着贵气 正垂眸喝咖啡 举止优雅从容 温馨岩看过去时 中年妇人正好看过来 看见温馨岩的瞬间 妇人眸色微亮 抬手朝温馨岩招手 手上的翡翠绿石戒指 有鸽子弹大 温馨岩脚步一顿 下意识不想过去 眼前贵气逼人的女人 正是江成舟的母亲 她的前婆婆陈婉 婚后 江成舟和她 没有和父母一起居住 她和陈婉这个婆婆之间的关系 谈不上疏远 也谈不上情景 陈婉从前找她 要么就是因为听到江成舟 和其他女人的绯闻 过来数落她抓不住男人心 要么就是因为好友抱上了孙子 过来责怪她肚子不争气 总之就是围绕相夫生子 两件事情死抓不放 温馨岩从前心里只有江成舟 被陈婉的数落 大都忍让荡耳旁风 现在见了女人 温馨岩感觉从前那些魔鹰 绕耳又缠了上来 脚步不自觉放慢 言言 好久不见 那边女人等不住 直接站起身 走过来热络地抱住了温馨岩 一切都像从前一般无二 江成舟这个母亲 十分矛盾 虽然思想陈旧 但偏偏生了一张笑脸 她说那些让温馨岩不舒服的话 并非想让她难堪 而是真心觉得自己的思想 是为了后代好 这也是让温馨岩最头疼的地方 要是陈婉是个十足的恶婆婆 以温馨岩的性子 那些年早就已恶制恶了 偏偏她是思想守旧 心里还是盼着温馨岩一点好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温馨岩也不和她计较 同时 也不想和她过多相处 温馨岩被女人紧紧搂在怀中 有些喘不过气 提醒道 伯母 手上却仍拉着她的手 引她在同一侧坐下 炎炎 你和以前一样漂亮 陈婉手牵着温馨岩 单凤岩仔细端向着三年未见的儿媳 温馨岩坐在中年女人身侧 手背握着 有些不自在说 伯母 你也是 突然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陈婉文言皱眉说 炎炎 你以前都叫我妈 如今怎么变身份了 你应该清楚 我和成州已经离婚三年多了 再那么称呼 不太合适 温馨岩抽回自己的手说 陈婉文言面色一凝 说 炎炎 你知道的 你们当初离婚我是不同意的 当初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您找我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吗 温馨岩见妇人面色纠结 咒眉问 炎炎 其实我本来不应该来打扰你的 陈婉再次去拉温馨岩手 面上带了几分忧愁 说 但是作为成州母亲 我能看出来 你离开的这几年 成州过得不开心 温馨岩文言仿佛听到了什么无稽之谈 忍不住打断 您在开什么玩笑 他当初有多厌烦我 您难道不知道吗 炎炎 其实事情不是像你看到的那样 这些年 他父亲给他介绍其他家的女儿 都被他拒绝了 陈婉神色犹豫说 够了 伯母 温馨岩再次抽回自己的手 文言冷声道 不管事情是怎么样 江成州当初厌恶我这件事情没有假 恨不得甩了我也是真 我和他早就是过去事了 坦白说 现在的我 对他没有一分男女之情 现在最多不过世上下击罢了 而且 我只在国内停留一阵子 过段时间我就回去了 中年妇人文言丹凤眼目然争大 乖炎炎 你听我说 陈舟他 陈婉正迫切想要解释 谁知下一刻 不远处骤然想起男人冰冷的声音 他怎么 温馨岩寻声望去 看见了本应该还在开会的江成州 男人眸色深沉 下恶线紧绷 面色冰冷走来 看向陈婉 周梅说 妈 你不是要去旅游吗 来这里做什么 陈婉听见熟悉的声音 面色一僵 话头生生杀住 转头看向亲儿子 跟着骤然一惊 说 周儿 你的眼睛怎么回事 怎么肿了 被妈挠了 江成州面无表情说 话刚说完 温馨岩眼唇打了个喷嚏 陈婉听言更惊 说 哎呀呀 奶来的妈 有打疫苗吗 我看看 中年妇人文言撸起袖子 就要上前 捧起亲儿子的脸 仔细查看 江成州不耐偏过头 说 没多大事 温馨岩见状眼面偷笑 眸中的脚侠笑意 正对上江成州 琥珀色眸子中的不悦 微微一顿 几乎是瞬间 男人转头看向旁边 站着的两名黑衣男人 对陈婉说 妈 你该回去了 回去我让Alex给你订机票 下午你就能上飞机 不是 成州 妍妍 你们听我说 陈婉见状交集的 下一刻 江成州俯身 牵起温馨岩的手 将人拉起 男人戾气 带着不由分说的霸道 带着人往外走 把自己喋喋不休的亲妈 就在身后 温馨岩默契配合 被人拉走的间隙 还不忘回头和身后的女人 和两个黑衣保镖 摆了白手道别 星号 十分钟后 温馨岩被江成州 再次带回了顶层总裁办公室 上班时间善离职守 温秘书 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江成州双手抱毙 靠在办公桌前 透过那开得正旺的香槟玫瑰 垂眸看着 没有得到批准 自顾自回了自己座位的下级 江总 您母亲的保镖 都到这里来亲自押送我了 你说 我能拒绝吗 温馨岩坐在自己的特赦座位上 看见同事帮拿进来 放在桌角的外卖 伸手拿出冰咖啡 打开仰头灌了一口 跟着拿出另一杯 朝江成州递出 喝吗 Boss 江成州见状皱眉 看见女人朝自己递出的咖啡 跨步走近 伸手一摸杯侧冰凉 结果说 我不是说过 不许刚上班喝这东西吗 他说着 另一边手就要去拿温馨岩 正在喝的那杯 被女人敏捷躲过 别丢 我给你150 咖啡饮犯了的温馨岩偏身说 我是老板 我规定了 不行 江成州说着 上前去夺 宽大手掌 附在温馨岩冰凉的手上 来人静大 温馨岩为了咖啡 也不肯松手 终于忍不住说 江成州 你怎么这么耍 等下肠胃岩犯了 要送医院 就知道谁事了 江成州说一不二 开始掰温馨岩 抓牢杯子的手指 管你啥事 温馨岩手疼皱眉道 管我啥事 江成州温岩 伸手抓住他另一只手腕 俯身压住人 我是你的老板 你是我的秘书 你搬上一半送医院去了 谁给我安排事务 整个集团事务安排由上至下 因为你一个人影响所有事务 你担得起吗 江成州 你有病吧 温馨岩文岩瞪人 双手被抓着 却还在誓死捍卫自己的咖啡 你这么大一个集团 因为我要喝一杯咖啡 还能倒闭了 那可说不定 男人接话面不改色 直接让温馨岩火大了三分 手上力气加大 两人互不相让争抢着 战况堪称激烈 下一刻 办公室门突然被推开 Alex一脸焦急冲进来 一看江成州办公桌 没人 再一转头 整个人浑身一僵 只见眼前场面劲爆 自己的上级江成州 压着秘书温馨岩 男人一向一丝不苟 头发和衣着都微乱 而女人则面颊发红 气喘不云 几乎是瞬间 Alex心如雷鼓转身道 Boss 我什么都没看到 跟着像近来时一样 朝外面冲了出去 温馨岩 他怎么了 江成州 以为我在白日宣吟吧 下午 总裁办公室门口 Alex脚步匆匆走至门前 似乎是想到什么 站定抬手敲了敲门 静 男人低沉不带情绪的声音传来 Alex侧而仔细辨认 确定没有异样 放心推开了办公室门 吓了一跳 办公室中 江成州坐在办公椅上 身上白色衬衫衬衫剪切得当 隐约衬出常年坚持锻炼的完美身材 男人后背依靠在椅背上 头微微厚仰 面无表情的脸直直看过来 琥珀色的眸子腻着人 尽管一边眼睛上 有一片诡异的清黑 却丝毫不影响 他对下级的震慑气场 从前进门 江成州不是垂谋签署文件 就是在看电脑 很少这么直接看过来 而且面容还十分严肃 Alex见状腿软 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 差点就给人跪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他张嘴 想要先开口认错 谁知话还没说出口 下一刻 面前江成州不耐皱眉 抬手竖起食指在唇边 指了指旁边 Alex瞬间把话咽了回去 转头去看旁边 跟着恍然大悟 另一边 米白色办公桌边 温馨妍正趴着睡觉 女人身上盖着黑色西装外套 遮住了大半个身子 几乎是瞬间 Alex非礼物事般 快速转回头 朝江成州压低声音说 Boss 林云浩来了 带了好几个人 轩哥也来了 他们现在在接待室里聊得正欢 江成州文言 手指指节放在桌上敲了两下 心中盘算着合作商谈的事 林氏集团的项目是快香饱饱 他看上了并且势在必得 原本还有三天时间 让下集完善修改方案 没想到林氏继承人提前过来了 方案获胜率因此下跌 林氏集团继承人林云浩 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为人浪荡 无心公事 前段时间 刚被他父亲赶鸭子上架 送进了自家公司 本不值得江成州去费神谨慎应对 但他父亲是个老狐狸 给他安排的下集 都是资历深的顶级精英 林云浩多少要看他们点面子 为了求稳 江成州让人去请了自己好友文艺轩过来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林云浩爱玩 文艺轩会玩 到时候 就算今天方案反馈不理想 过后让人把他带夜店里 酒一喝 温香软玉在怀 这项目也算是成了 江成州弯唇起身 最后看了一眼温馨岩睡得正香的后脑勺 漫条丝里将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上 他没有叫醒 本应一起过去的秘书 跨步走了出去 Alex看他老板面上 带着不达眼底的笑 知道又有人要背影 感觉后背渗得慌 忙跟了上去 星号 接待是门口 Alex跟在江成州身后 还没进门 就听到里面浪荡子弟 一拍即合的欢笑谈话声 文艺轩的声音响亮传来 弟弟 我跟你说 A市的夜店我最熟 哪里的妞儿多 花样多 能耍得多 哥都知道 今晚跟我去耍 保管你来 是玩得开心 紧跟着林云浩的声音传来 行啊 哥 还是得跟杭家玩 才有门道 两个花花公子 在会议室里大声说着 要去哪了 听起来还挺合拍 江成州走在前面 满意弯唇推开门 看到了会议桌前 称兄道弟的两人 以及旁边一众闽唇不语 面色各异的精英 一众精英看到近来的 气度不凡的男人 全都收敛了神色 为首的中年男人 眉头紧锁 Boss 那老的是 林氏集团的老资历陈领 林云浩很大程度 要听他的意见 估计最不好对付的就是他 Alex在江成州耳边低声说 江成州闻言 看了面容严肃的陈领一眼 直接忽略了他 走向了林云浩 身是身手 林公子 百闻不如一剑 文艺轩搂着的人闻言 转过头来 微微一顿 跟着露出邪气十足的笑 站起身 伸手回握江成州 挑眉道 江总 江成州微微眯眼 看着眼前这个 从未见过的花花公子 眼前人穿着一身 与其他人格格不入的黑色皮衣 耳钉打了好几个 眉毛还是断眉 俨然一副不良青年模样 奈何模样生的俊 不然和地痞流氓 几乎没差了 江成州垂眸 看向自己 被握紧的手 不知何以挑眉 看向林云浩 一旁文艺轩转过来 凑近江成州耳侧 低声说 周儿 这人不会是弯的吧 江成州闻言谋色一领 江成州的方案汇报 有我的助理 Alex来 手上一空 林云浩听身后父亲 安排的得力干将 陈领干咳一声 率先接话 江总说的有道理 林云浩文言耸间 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语调漫不经心说 我无所谓 毕竟我只是个摆设 具体还是得听摄政王的 陈领文言面色一江 一众精英表情精彩分成 才这么一出 就能看出 林氏集团的内部势力 有多精彩 江成州当没看见没听见 直接在主位上坐下 弯纯朝 Alex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直接开始吧 Alex听言收敛了神色 整了整西装领带 面容严肃 走到大屏幕前方 拿了操作遥控 大家好 我是Alex 江总的助理 本次方案详情 由我来向林氏集团 做简要介绍 Alex说完 开始直接进入主题讲方案 调理思路清晰 举止谈吐 落落大方 江成州姿态放松 坐在主位上 看林氏众人反应 林大少爷林云浩 昏昏欲睡 以陈领为代表的 一众精英则听得入神 过程中轻轻点头 面上流露夸赞 本次方案 主要需要取得林云浩 还有以陈领为代表的 下属的同意 江成州目前对林云浩 这个不良青年 没多上心 文艺轩已经取得了 他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 陈领等人对江氏集团 给出方案的亲爱 照目前来看 连陈领这个老资历 也对Alex的汇报方案 流露赞许神色 江成州心中盘算着 这项目算是 已经拿下了七分 满意弯纯 眸光扫之后方 江成州目然一顿 看到了不知道 什么时候进来 站在后面双手暴毙 听得入神的女人 温兴颜刚睡醒 溜进来不久 穿着一袭和尘的黑裙 认真神色疏离而清理 听了一会 他大致知晓讲到哪了 挪开视线去找人 正好对上了江成州 看来的目光 男人闲视坐在主位 唇角带着算计的笑 朝自己伸手 仿佛斗宠物般 绅士优雅地勾了勾手指 温兴颜 温兴颜见状装作没看到 没有理人 将视线挪回了 大屏幕的方案上 江成州唇角笑意一宁 看着女人 清冷乌波乌兰的漂亮眉眼 心头仿佛被挠了一下 微微发痒 眸光流入危险意味 一边温兴颜 对此全然毫无察觉 只一心看着 大屏幕上的掩饰 眉头皱起 三十分钟后 Alex终于讲完了方案 期间 林氏以陈领为首的精英等人 还中途提过几个疑问 被Alex巧妙答复 而一边的林云浩 早已坐在位置上 双手抱毙睡了过去 方案讲完 将成州视线 从温兴颜身上移开 回到了林氏等人身上 事情发展 出奇地顺利 陈领等人对方案很是满意 纷纷点头赞许 温兴颜听着 颇觉索然无畏 眸光随意一扫 跟着在一边睡着的男人身上 木然停住 椅子上睡着的那人 小麦色皮肤健康阳光 生了一张俊脸 通身透着邪气 连睡着了 都透着几分眼 与这办公室隔隔不入 那人应该就是 林氏集团的继承人 林云浩 不知怎变 温兴颜总觉得 他看起来很眼熟 但想了一下 又发现对此人的记忆 一片空白 淡漠地转过了脸 一边陈领正对方案赞不绝口 Alex站在一边听着夸赞 嘴角快裂到后脑勺去了 与此同时 睡了一觉的林云浩 悠悠转醒 直接随意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陈灵等人的脸色 瞬间黑了两个肚 动静颇大 一旁文艺轩健壮扑斥一笑 台币搂住林云浩 说 哥们真是随性洒脱 过奖了歌 林云浩说着 眼皮微仙 看向对面的江成舟 江成舟正好弯纯看过来 笑意不达眼底说 林公子 你们陈总对我方方案挺满意的 你怎么看 询问林云浩 原本只是走个过场 谁知下一刻 睡了一觉的林云浩 突然笑着站起身 台步走向大屏幕 我觉得你们的方案有些问题 林氏集团等人 已经去了几个公司看过方案 期间林云浩 一直都是从头睡到尾的状态 陈灵等人见自家公司大少爷 仿佛回光返照的行为 都大吃一惊 谁知更让人大吃一惊的 还在后头 这里 表达过于模糊 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这里 设计聊胜于无 表达理念牵强 林云浩拿过屏幕遥控 开始逐针逐话说问题 神色严肃 与方才吊朗当模样 完全判若两人 而且说的问题 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些问题 本来应该是最后两天 发现完善修改的 但因为林氏集团的人的提前到来 没能及时补救 Alex见状 方才面上的笑都没了 看着站在自己旁边 穿着皮衣奖方案问题的林大少爷 感觉自己被踢管了 原本这些方案存在的问题 也不算特别重大 过后逐步即可 但林云浩抓着每一个漏洞 细细分析 最后 Alex看着旁边的大少爷 恍然大悟 这林公子 原来不是来睡觉 是来砸场子的 哥们 这小子 扮猪吃老虎啊 我看他 对你好像有点敌意 文一轩凑到江城州耳边低声说 江城州见状眸色发冷 心中想着应对策略 下一刻 肩上突然被人轻轻一拍 鼻尖萦绕熟悉的女人香 转头看去 温兴颜站在了身侧 正看着自己 江城州挑眉 不冷不但看了下旁边的文一轩 文一轩见状一笑 实眼色走开 怎么 江城州收回目光看屏幕 没有看温兴颜 方才叫你你不来 现在来干什么 你叫我了吗 温兴颜扬装不解 俯身凑近江城州耳侧 低声问 BOSS 等一下我有点事 能不能早点下班 刚才林云浩讲话间隙 阮莫微发信息过来 说温眷眷发烧 从学校接回他家去了 每次温眷眷生病了 都哼哼唧唧要找他 温兴颜牵挂着自家的小崽子 不得不过来找江城州 温热的呼吸打在耳侧 鼻尖都是熟悉的淡香 女人干净利落的几肩短发 扫过脸侧 与旁边的人相隔指尺距离 江城州文言喉尖微哑 问 去约会 差不多 温兴颜糊弄道 几乎是瞬间 江城州眸色 一冷答道 不行 今天这方案黄了 你们都留下来加班 不是 温兴颜脑中飞速转动 心里编着借口 不料下一刻 江城州直接打断 没得商量 行 江城州 你真行 温兴颜看着男人冷峻的侧脸 气得牙痒痒 本以为刚拒绝了温兴颜的请求 人会安静待在自己身边老实些 不料下一刻 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的女人 直接站起身 脚步生风 快步穿过众人 走到了屏幕前 温兴颜自己拿了话筒 面上换上颇具迷惑性的官方笑容 美而轻力大方 林云浩看见突然走至跟前的短发女人 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 眸中闪过一瞬的惊艳与错愕 其余众人见状都面露不解 大家好 林总你好 我是江总的助理温兴颜 对于你对方案中问题的困惑 我可以现在一一给你我们的后续解决方向 温兴颜弯纯说 清冷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响起 江澄州视线紧紧盯着无所畏惧的温兴颜 眸光流入危险 以前的温兴颜张牙胡爪 但都是应激后的偏激反应 人现在打大了不少 而且也冷静了不少 本事大了 女人冷静端方的正经模样 让江澄州猴头发紧 很想把人困起来 藏到人后 好好收拾一顿 哥们 你这娘们真得劲 温兴颜再次凑过来 欠走低声 江澄州文言 给了温兴颜一个不冷不淡的眼神 再多嘴 我让上次看上你的鸭子上了你 温兴颜文言菊花一锦 知道江澄州这语气不是说笑 信信闪一边去了 另一边 林云浩听了眼前女人的话 最后将温兴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弯纯说 愿闻其详 温兴颜文言满意弯纯 开始讲述方案问题的解决方向 分析有理有据 参考性颇大 江澄州听了一会 谋中开始流露出赞许之色 温兴颜提供的解决方案 是这眨眼间 其他人无法提供 且切实有效的 这三年 他当真变了许多 温兴颜把林云浩说的问题 还有自己之前 发现的问题 都补充说明了一顿 并且提供了简要的口头修改方向 讲到最后 他微笑 看向林云浩 说 林总觉得怎么样 一边林云浩协议在办公桌边 单凤眼直直看着他 唇角笑意深深 却沉默不做出回答 江澄州面色不冷不热 只看得见林云浩的背影 看不到男人盯着温兴颜的表情 在沉默中 实质有节奏的清点桌面 其余人则都提着一口气 全都拿捏不好 林云浩这个花花公子的心思 男人毫无顾忌地打量着自己 温兴颜毫无畏惧地迎上那目光 再次弯唇提醒 林总 你觉得 我们的方案怎么样 林云浩文言朝温兴缓缓走近 男人身材高大 朝自己走来 压迫感见增 温兴颜却十分淡定 江澄州见状 桃花眼微微眯起 正欲起身 不要下一刻 林云浩走至温兴颜面前 伸出了自己的手 与其友好道 你们的方案很优秀 合作愉快 温兴颜有些意外 跟着满一弯唇 准备伸出手回握 谁知有人抢先在了自己面前 坐在主位上的江澄州 起身快步而来 直接替温兴颜握住了林云浩的手 林公子 合作愉快 就在林云浩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牵上了男人的手时 温一轩已经十分及时地凑了过来 勾住了林云浩的肩膀 哥们 公事谈完了 我们谈晚上出去浪的事了 我跟你说 A事业店就属北疆那一片的最带劲 温一轩在林云浩耳边开始洗脑 另一边 Alex生怕人变卦 让人拿了提前你好的合同 直接拿上来 开始和陈领谈 林云浩 还有他手下的人都赞成方案 事情基本敲定 温兴颜是最后的关键功臣 Alex一边看人签合同 一边转过头 给温兴颜比了的大拇指 用口型说 姐 你真棒 温兴颜微笑回应 大方帝给了他一记飞吻 直接让人回忆起昨天的事情 羞红了脸转回头 一边江成舟看着温兴颜在自己面前 毫无顾忌地调戏自己的助理 脸黑了大半 只看人说 去给我倒杯茶 温密书 温兴颜听言无语 看了江成舟一眼 退到一边 江成舟以为他出去了 气顺了一些 看向被温义轩缠着的林云浩 蛮唇笑意不达眼底说 林公子 北江那边的SK夜店不错 今晚让温大少爷带你去玩玩 非用我全包了 林云浩听言挑眉 神色恢复了浪荡公子模样 笑容皮里皮气说 既然如此 那我可得好好玩 不辜负江总的款待了 客套完 温义轩得了江成舟眼色 拉着林云浩往外走 温兴颜站在门口还未走 对这一通收买 看了个拳 鼻翼地摇了摇头 林云浩被拉着 最后看了停留在办公室门边的女人一眼 朝女人挑了下眉 跟着文艺宣出了门 温兴颜把花花公子的暗送秋波 装作空气 见人离开 转身走回去 拉了江成舟出门 手腕突然被女人温热柔软的手牵上 江成舟心头微动 但司机刚才温兴颜调戏 Alex的那一出 配合着往外走时 语气不耐 不是让你去倒茶 茶呢 温兴颜把没好气的人 拉到外面空框处 放软了语气说 江总 事情已经谈妥了 我真有事要提前走 你的集团少了我下班前工作的这一小时 应该还是能运行下去的 集团可以 我不行 江成舟出口打断道 温兴颜文言皱眉看他 你什么意思 下一刻 江成舟无赖道 你不在 谁给我端茶倒水 温兴颜听言 拳头应了几分 说 得 直说你 就是不肯让我提前下班 是 江成舟直接承认 温兴颜没料到 江成舟脸皮比三年前厚了这么多 听言气得牙痒痒 松开江成舟的手腕 江成舟最喜欢看他乍毛 却拿自己没办法的模样 双手暴毙 姿态坦荡 迎接温兴颜 看向自己的能够杀人的眼神 下一刻 手机突然开始震动 江成舟垂眸一看 是文艺轩打来的 随手滑动接听 听那边问 刚才和林云浩说的是哪个夜店 江成舟皱眉不耐道 SK夜店 在北江片区南边 晚上九点开门 去了和那里总管报我名字 说完不等人回答 他直接挂了电话 抬眸正对上温兴颜眼中的玩味 泽泽 温兴颜笑着摇了摇头 调侃说 江总不愧是夜店常客 那都是以前的事 江成舟文言挑了下眉 想起什么 跟着皮笑若不笑说 温秘书现在才是真的多情大爱 不仅上班调戏同事 还要提前下班去约会 你爱咋说就咋说 温兴颜听言无所谓耸间 最后淡淡看了他一眼 转身就走 几乎是瞬间 江成舟条件反射 拉住他手腕问 语气中带了不自觉的紧张问 去哪 泡茶 十分钟 红色超跑从大厦停车场开出 说了去泡茶的温兴颜 坐在驾驶位上 把车开上主车道 一脚踩下油门 车跟着飞尸而出 放在副驾驶座位的手机亮起 屏幕上显示 江 来电 温兴颜瞥了一眼 不做理会转回视线 对着空气诞声道 早知道就早点溜出来 让姓江的黄了生意 没了秘书 温兴颜回到阮莫威家时 已是傍晚 天边尚存一息 太阳余晖 烟霞满天 无形欣赏美景 温兴颜将车停好 拿了依旧亮着的手机 快速下了车往别墅走 刚一开门 听见动静的阮莫威 从里间抱着哼哼唧唧的小娃娃走出来 姑奶奶 你可算来了 颜颜 温卷卷发稍稍的迷糊 听见动静眯着眼睛 奶里奶气叫人 宝贝 辛苦你了 温兴颜对阮莫威说 伸手将温卷卷 结果抱进怀中 抬手摸他额头 发现依旧烫得吓人 刚去医院开了发烧 要喂下去了 但还烧着呢 阮莫威皱眉眉说 颜颜 我的头好痛 温卷卷把头埋在温兴颜 驳梗虚弱说 乖宝宝 抱一会就不痛了 温兴颜抱着温卷卷 低声轻哄 阮莫威把人拉到客厅坐下 说 你先哄着 我去煮个粥 莫威 温兴颜文言叫主人 说 麻烦你了 不许和我说这话 颜颜 别忘了我说过 我永远是你背后的女人 阮莫威柔声说 在拉斯维加斯那两年 你一个人带小不点 肯定比 现在还要辛苦很多 没能陪你 我已经够愧疚的 别说了 是我好面子 不许你过去看我的 温兴颜笑着说 怎么突然上脸上了 我们以后会有好长时间 待在一起的 到时候 你可别嫌我烦 女人 得 我不矫情了 阮莫威文言 瞬间换上了笑脸 说 煮粥去了 可不能饿着我的两个宝贝 女人说着 转身朝厨房而去 不多时 厨房里响起了 伸手下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五分钟后 作为温兴颜背后的 女人的阮莫威 再次归来 灰头土脸归来 捂着手指说 要不我还是点外卖吧 点白粥小不点能喝 温兴颜点头 抱着娃起身 要去给她看守 皱眉问 切到哪了 没多大事 软末威飞速一躲 跑边上贴窗 可贴点外卖去了 温兴颜无奈抱着娃坐下 对温眷眷说 你依依真可爱 妈妈真幸运 能有这么好的朋友 温眷眷迷糊中坚持回应 严严 我也可爱 温兴颜哭笑不得 俯身轻了一下 她通红的小脸 半小时后 桌上的手机 依旧不停震动着 显示来电人 僵 软末威点的外卖恰好到了 女人手指贴着窗壳贴 灵活打开外卖袋子 拿出里面最紧要的白粥 先为小不点吧 软末威说着 打开白粥盖子 拿出勺子 你抱着 我来喂 温兴颜点头 抬手轻拍了拍睡着的温眷眷通红的脸 起床吃饭了 乖宝宝 温眷眷闻言 迷糊着配合张开嘴 软末威咬了粥 吹了好几下 送到温眷眷嘴边 卷卷乖乖吃饭 吃完病就好了 温眷眷闻言 乖巧地配合合下 卫粥过程出奇地顺利 15分钟后 两人成功给小病号 喂下半碗粥 温兴颜松了口气 把温眷卷放在沙发上靠坐着 盖上毛绒小毯 跟着拿起手机 软末威打开其他外卖盒子 看见温兴颜看手机 说 别忙活了 吃饭了 温兴颜原本打算只看一眼 谁知这一眼 直接让他面色一灵 忽略了好几通未接来电显示 他看见最新的信息显示 二哥 打你电话不接 你是不是逃班了 你前夫上司追到家里来了 我去打个工作电话 几乎是片刻 温兴颜拿着手机起身 冷着脸走到偏听 随便点了个未接来电回播 不多时 电话被接通 对面人似乎也没想到 打通了 一阵沉默后 江成舟的声音传来 语调低沉发了 你在哪 温兴颜没有回答 江成舟 你去我家了 是 未经我的同意 提前下班离开 温秘书 你是第一个在我手下这么干的 江成舟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 你们江家欠的钱 江成舟 温兴颜文言声调提高 就这么一个小时 你怎么这么小度机长 那边人听完沉默一瞬 跟着说 怎么 有能耐逃班去约会 没能耐承担责任了 我是你老板 我想怎么做 怎么惩罚 是我的自由 温兴颜背弃的太阳穴突突跳 扶着额头正要回应 谁知下一刻 隔壁的软木 微抱着娃冲了过来 焦急道 颜颜 宝宝吐了 温兴颜文言 面色一冷去抱娃 耳边江成舟突然拔高的声音传来 什么宝宝 你旁边女的 你没在约会 谁说我没在约会 江总不知道吗 我现在兴趣相变了 温兴颜最后冷冷说 江成舟听言一阵沉默 似乎是对这个情况无法理解 在对面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间里 温兴颜直接挂了电话 伸手抱过了娃 伸手一摸温卷卷额头 温度比刚才还烫些 小娃娃眯着眼睛睡得昏沉 温兴颜抿唇一瞬 说得再去一趟医院 星号 深夜 A是私人医院 两个穿着连衣裙和平底运动鞋 风格极不协调的女人 走在医院大厅 正准备回家 其中 阮莫威抱着包在小辈子里的温卷卷 温兴颜则拿着刚刚拿到手的 要仔细检查 找出退烧贴 一边给小脸通红的温卷卷贴上 两人注意力全在小孩身上 走了几步 突然听到周围脚步匆匆 耳边跟着 响起一道男人的声音 温大小姐 阮家小妹 好巧 你们怎么在这 温兴颜皱眉抬头 跟着微微一愣 温一轩站在不远处看过来 头上正在秘密流血 脸上难得没有那欠奏的笑容 他旁边站着下午一起带走的 林大少爷林云浩 正挑眉看来 男人伤势好一些 只唇边带血 添了几分病态 他们身后 跟了好几个看起来伤势不清 互相扶着的大少爷 眼前景象 和黑社会血拼后 没什么差别 温兴颜不用想就知道 他们今晚的夜店 为非作歹生活 遇到其他刺头 豪巧 文公子 林总 文一轩 你压打仗去了 一边软茉威见状皱眉问 文一轩文言干咳两声 看向软茉威 捂着头皱眉说 你抱的是小孩吗 几乎是瞬间 软茉威文言看了一眼温兴颜 跟着把温卷卷抱紧了些 反应急快说 我小姑的仔 这两天突我寄养 发烧过来拿点药 文一轩文言皱眉 虚弱说 我没记错的话 你小姑那仔 不是八年前生的 这TM是八岁 你记个蛋 他这两年又生了一胎 软茉威听言快速回答 末了话重点忽悠道 私生的 一般人不告诉 哦 文一轩文言恍然大悟 还要说什么 下一刻被女人不耐直接打断 你赶紧去包扎吧 我看你这情况 脑子快坏掉了 软茉威说 文一轩被提醒 见四周无人 也不纠缠了 问急诊怎么走 古奶奶 得 软茉威抱着温卷卷转身 给温兴颜使了个眼色 暗示人先走 说 妍妍 你先把 我小姑的儿子带回去 我带温大少爷去急诊 文一轩和江城周熟 温兴颜怕自己藏着的小宰子被发现 朝软茉威点了下头 说 好 跟着接过了温卷卷 刚一抱过 原本还昏睡的温卷卷 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小脸埋在温兴颜肩头 奶生奶气都难 炎炎抱抱 一边文一轩还没走 见状皱眉朝软茉威说 你这小姑的私生子 和温大小姐感情还挺好的 软茉威文言直接上前 粗暴地拉住人手 扯着人往急诊处走 文大少爷 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 为首地被拉走 文一轩身后的其他花花公子 赶紧跟上 只一人留在了原地 双手弯唇插兜 看着温兴颜 林大少爷 你还有事吗 温兴颜抬眸 看着站在原地的林云浩问 当然 男人唇边带血 听言扯了个笑 眼神异味不明 说 温兴颜 看来 你真忘了我了 温兴颜文言抬眸望去 仔细看林云浩的脸 男人身为一双好看的单凤眼 高鼻薄唇 浓密的剑眉被截断 透出浓浓的邪气 温兴颜觉得自己 怎么也不会认识 这么个不良青年 谁知下一刻 男人说的话 让他不自觉瞳孔一缩 温大小姐 怎么会有人连初恋都忘了 林云浩湾纯走进温兴颜 你高中的时候 被你父亲送到C室读书 我们可是谈了一周的恋爱 温兴颜抱着温卷卷 面上写满惊诧 再仔细看男人的脸 终于从上面 看出了一丝熟悉的往昔 他确实认识眼前的人 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人确实是他的初恋 之所以忘记了他 是因为他们之间 从相识到分开 仅仅只有一周 而他与他的短暂相识 是因为 他自小就喜欢上的人 江成舟 他和江成舟之间的纠缠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定下 星号 十年前 温兴颜刚上高三 因为打了季妹陈温婉一巴掌 被父亲温芳远 送到了C室读书 寄养在姑母家 这件事情对温兴颜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自己追着跑的江成舟 早已因为学业成绩优异 出国深造 两个哥哥也在其他城市读书 关心的人都在其他地方 在A室还是在C室生活 对温兴颜来说 没什么大关系 直到有一天夜晚 洗漱完毕的温兴颜趴在床上 黑漆漆的眼睛 虔诚地看着 放在枕头上的手机界面 屏幕亮着 显示正在拨打电话 这是他今晚第十次 打给远在国外的江成舟 不多时 电话无人接听超时 被自动挂断 温兴颜失落地 把头埋进被窝中 胡乱伸手 再次点了下屏幕 正好按在按键上 显示重新拨通 手机拨通铃声 再次响了起来 一如之前的平带机械 仿佛永远都不会有回音 距离江成舟 已经出国一年了 温兴颜从小就喜欢黏着他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自己 年幼时迷路走丢 他第一个找到他 也可能是因为他教会自己 要学会以牙还牙 不要任人欺负 可是 明明最爱欺负自己的就是他 但温兴颜还是忍不住 想黏着他 看见别的人对他示好 心里就会极度的发疯 他把这一切归结为他 已经习惯了 有江成舟的生活 并且他希望自己以后的生活 也一直有他 可惜天不遂人意 一年前 江成舟出国留学去了 走的时候还不告诉他 温兴颜过后 要撒气都找不到人 这一年多来 江成舟也是常常不接电话 不回信息 几乎处于失联状态 少女心事苦涩难言 温兴颜脸埋在柔软的被子上 心头感到一阵委屈 江成舟 你个混蛋 他闷闷的 谁知下一刻 耳边突然响起 熟悉有些魂的声音 偷偷骂我呢 温兴颜 电话不知什么时候接通 江成舟低沉的声音传来 江成舟 温兴颜不可置信抬头 你又抽烟了 没大没小 小哥哥 电话那头江成舟没有回答问题 说 打电话给我 有什么事 温 温兴颜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听见消息了 那边江成舟温言一顿 说 我过几天就回国 温兴颜文言猛地坐起身 心跳加速 说 真的假的 放假回几天 还会走 江成舟提醒说 温兴颜听言面上却少了些 但声音中依旧带上了期待 放软了声音问 你可以来找我玩吗 我被我爸外放到C室了 江成舟 哥哥 那边 人听言沉默一瞬 声音微雅 温 温兴颜 你叫我什么 温兴颜紧张得脸通红 结巴说 没 没什么 你听错了 江成舟听言再次沉默 过了一会 他的音调带上漫不经心的笑意 说 好啊 我到时候去找你 和我女朋友一起 男人说完 温兴颜捧着手机的手一僵 笑容僵在了脸上 明白自己听到什么后 他的心脏开始一抽一抽的疼 你 你谈恋爱了 是 听见男人肯定的回答后 温兴颜的心彻底冷了 不管厚颜 抬手挂断了电话 当晚 温兴颜挂了江成舟的电话 跑出了姑母家 刚满十八岁不久 他第一次进了酒吧 坐在高角桌边 点了一桌子乱七八糟的果汁 一边喝 一边骂江成舟 正发泄情绪的他 浑然不知 有一群不良少年正盯着他 不远处 不良少年中间 坐着一个容貌极好的英俊少年 皮肤白皙 单凤眼漂亮 但这少年面带英质 眉头紧锁 再加上穿着打扮 脾里脾气 看上去不好接近 因为被父亲没收跑车的林云浩 心情不佳 坐在角落里灌酒 一边好兄弟突然开口说 兄弟们 看高角桌边的妞 特纯 林云浩没有理人 耳边跟着响起 其他人此起彼伏的 夸赞声和议润声 走 我咋觉得这妞儿有点眼熟 特别像我们学校新转过来 就把笑话比下去的 那个叫什么 温 温新年对吧 我也觉得像 不过我记得 她好像是个乖乖女来着 怎么会来这里 应该是不是她 就是她 她手上那块红色手表 画成灰我都认得出 好几个哥们和她表白送情书 都是被她那只 带着手表的手退回的 哟 你挺熟哈 你是不是也去了 还真是 哈哈哈哈 这星啸花特难追 也不知道谁入得了她的眼 她很有名吗 林云浩文言 眯眼抬起头 看见了不远处 灯光下漂亮精致的人 心头微微一动 带着一身醉意站起了身 好友几番看见 林云浩站起 再看了一眼温新年 说 浩尔 从脸上来说 你们挺配的 要不你也去试试 咱们来赌一把 怎么赌 林云浩挑眉问 我爸刚给我买了一辆超跑 是你看中的那款 你刚被你爸没收了一辆 要是成功了 哥们把车给你 几番说 林云浩文言 没有问失败了如何 因为他的容貌和家世 他的人生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被女孩拒绝过 并且他觉得 以后也不会有 再加一条 林云浩弯唇说 只在一起一周 一周后就甩了他 几番和周遭众人听了 瞬间来劲 林大少爷 还是你会玩 女神被甩的戏码 一定会很精彩 几番说 林云浩文言转身 因为喝了太多 脚步不稳 走向了坐在高脚桌边的温兴颜 身后众人紧张注视着 谁知下一刻 原本在他们眼中 是猎物的温兴颜突然起身 转身看向了林云浩 林云浩看温兴颜突然看过来 微微一愣 愣神的期间 温兴颜已经冷着脸 朝自己走来 林云浩还没来得及搭讪 温兴颜已经走到了面前 开口仿佛捏着鼻子问 你要不要跟我谈恋爱 林云浩 还没开口 一辆跑车已经到手 林云浩觉得自己真的喝多了 不然面前的画面 怎么会如此离谱和不协调 女孩面上写满了嫌弃 却问自己要不要谈恋爱 她怀疑自己幻听了 转头去看自己身后的兄弟们 健身后竖起了一大排诡异的大拇指 几凡扯了个笑 心疼自己送出去的跑车 肉痛又佩服说 哥 你是我的神 林云浩 星浩 温兴颜人生中第一段短暂 到自己以后都记不起来的恋爱 就这么开始了 江城州谈了女朋友 她也不肯落后 所以 她在酒吧里 随便找了个看的还过去的男的当男朋友 准备到时候 江城州和她介绍女朋友时 让她知道 她温兴颜也不是吃定了她 只是人生中的第一段恋爱 没有感情基础 温兴颜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谈 她只想尽力维持到江城州来找她 向她显摆完后就结束 于是维持恋爱这件事情 一度在江城州到来前 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温兴颜做事情 要求尽善尽美 没有感情基础的恋爱 也要谈得像真的 她每天定时定点去林云浩家找人 带着人出去看山看海看星星 比小女生的男朋友还殷勤 她也渐渐发现 自己教的这个小男友 外表看起来也得很 真实的一面其实很呆 牵个手都能红了脸 另一边 林云浩觉得自己对温兴颜这种冷面美人 不会有任何兴趣 不过是为了赌约勉强应付 一开始 她对温兴颜霸道的定时定点 约会要求苦不堪言 她晚睡晚起 温兴颜则大早上要带她去爬山看日出 第一天 因为给温兴颜当垫背的 还摔瘸了腿 过后 她捂着腿 像个小女生一样 被温兴颜拉上了自行车后座 人生中第一次谈恋爱 坐在女生的座位上 温兴颜骑自行车 载着她一个刚成年不久的男性 都十分敏捷 脚下生风 一边不忘冷冰冰安慰她 很快就到了 男朋友 天知道林云浩有多崩溃 接下来的一周 她瘸着腿 温兴颜依旧没有放过她 每天骑自行车 在她去看山看海 林云浩也算是人生中 第一次体会到了 当女朋友的感觉 心里焦急盼望着 一周快点结束 早点甩了这个冷冰冰的 奇怪女孩 盼望着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天 一周后 温兴颜再次来找了林云浩 这一次 她和以往有很大不同 眼睛红红的 像是刚哭过 冰美人哭 确实别有一番韵味 林云浩心中不由的意软 不料下一刻 被人拉着手 以一个壁冬的姿势 毫无防备推到墙上 温兴颜点起脚 闭上眼睛缓缓靠近 面容肃静而漂亮 林云浩咽了下口水 薄唇紧敏 心中竟感到一阵紧张 就在女孩即将吻上自己时 她抬手一推 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被动下去了 将人反推到墙上 正准备化被动为主动 展示自己强硬的一面时 面前的女孩冷冷开口 说 我们分手吧 我不想骗她了 你说什么 林云浩错愕一瞬 下一刻 被人再次猝不及防推开 温兴颜转身就走 说 抱歉 林云浩看着女孩的背影 心头涌上复杂的感觉 想要追上去 扭到前几天的摔伤处 脚下一通摔倒 大声道 温兴颜 你耍我呢 温兴颜大步离开 没有回头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场自以为是 想要报复江成洲的计划 在自己主动取消之后 会在十年后 得到十年前她想要的效果 只不过 她早就不想要了 在江成洲即将过来 找自己的前一天 温兴颜原本还准备 继续和林云浩好好维持感情 第二天 带着人到江成洲面前显摆 然而 就在她即将出发去找林云浩时 手机突然震动一下 弹出新闻头条 她垂眸一看 看清内容后 瞳孔皱缩 锦浩将故将联姨 江市继承人 回国与故事千金订婚 锦浩 温兴颜打电话给江成洲 没得到回应 不明具体情况 去和林云浩分手后 她在C市傻等了一天 等江成洲过来找她 然而 来人最终还是没有 按照约定过来 当天 温兴颜买了飞往A市的机票 准备去找江成洲 把话说清楚 给她的过去一个了结 当时的她已经准备好 去和新上人做最后的告别 不料事事多变 自那之后 是更加漫长的羁绊纠缠 型号 A市 夜晚 江市山庄别墅大厅 穿着一身西装 谈吐举止绅士 容貌出众的男人站在上手 与旁边同样相配的女人并排站着 替自己父母宣告订婚宴会结束 众人鼓掌 敬完最后的酒 再次感叹一次俊男靓女的相配后 纷纷拿了东西 准备离席 等众人走得差不多 江成洲也转身欲走 被旁边的女人叫住 喝一杯再走吧 未婚夫 未婚妻顾情生了一张漂亮的芙蓉面 竹唇倾起 语调勾人 江成洲看着眼前美得有些过于标准的未婚妻 心中颇觉无趣 江市与顾氏 为了利益而联姻 双方父母大照天下 江成洲一向擅长权衡利弊 为了确保自己的私生弟弟 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继承权 她同意了这场利益联姻 至于为什么是顾情 是因为眼前的女人和自己一样 野心勃勃 利益至上 不知为何 今夜的她面上平静 心绪却颇不安宁 故意忽略那一点异样 江成洲湾纯对上面浅浅女人的视线 拿起酒杯与她的酒杯亲碰 男人浑然不知里面被下了东西 仰头喝了一口 晚安 未婚妻 江成洲湾纯放下酒杯 不再多看顾情一眼 转身就走 身后女人视线牢牢定在 在江成洲离去的背影上 满意湾纯 拿了江成洲放下的酒杯 垂眸在高脚杯上 印上红色唇印 她这个未婚夫 什么都好 就是不喜欢她 并且不知道她喜欢她 以为她都是为了那所谓的利益 所以 今晚顾情谋划了一通 准备把生米煮成熟饭 此时机关算尽的女人还浑然不知 自己本来将会拥有的契约婚姻 因为自己急于求成的阴谋 将阴差阳错间毁于一旦 顾情此时心情还算不错 估摸着时间还没到 先回来给自己安排的房间喜悦 而另一边 宴会结束 席间江成洲被各位老总拉着 喝了不少酒 被庸人扶进了房间 烦躁地扯松领带 男人在床上躺下 感觉胸口闷热 头昏脑胀 没注意到庸人走时没有关上门 过了一会 江成洲体内燥热 越发觉得不对劲 坐起身跟着听见门吱压一声被推开 谁 几乎是瞬间 他冷声道 门口回应自己的事一阵沉默 等了一会 终于听到门再次关上 屋内传来脚步声 带人走至床边 江成洲看清了来人 呼吸跟着一顿 抬手揉了揉眉心 你怎么来了 不是在C市吗 他烦躁挪开视线问 温兴颜背着小书包 穿着一身小白裙 面容稚嫩 经过半天奔波的头发凌乱 站在江成洲床前 冷声问 江成洲 我在C市等了你一天 你为什么不来 相别一年 男人的外貌 依旧具有蛊惑人心的魅力 身上多了几分成熟 更多了几分算计 你不是很清楚吗 江成洲闭上眼睛说 今天我订婚 温兴颜看他躺在床上 一副无所谓模样 对于失约毫无愧疚意思 气急直接俯身 扑到人身上 红着眼睛骂道 混蛋 江成洲讹脚冒汗 翻身将情绪失控的女孩 压在身下 烦躁问 温兴颜 你到底在闹什么 温兴颜被钳制住双手 咬了下唇 问 你为什么 要和顾清订婚 因为他家和我家 门当户对 江成洲说 你还小 现在还不懂这些 等再过几年 你到了失婚年龄 就明白 温兴颜文言出声打断 几乎是脱口出说 温家也和你们江家门当户对 江成洲文言微微一愣 沉默一瞬 他说 这不一样 那不一样 温兴颜躺在床上 泪水从眼角滑落 江成洲手搭上温兴颜侧脸 拇指轻轻为他失去脸侧的泪水 激进残酷说 不一样 顾清不喜欢我 只有这样 我们的契约婚姻 才够纯粹 温兴颜文言 胸口快速起伏 急速地呼吸一瞬 过了一会平复下来 委屈的泪水 不受控制地流了满面 江成洲 你个混蛋 原来你都知道 所以这一年来 你故意冷落我 不接我电话 不回我信息 是吗 温兴颜抬手去打江成洲胸口 被男人轻而易举抓住 不闹了 江成洲一开目光 没有看温兴颜 说 你该走了 这么说着 头再次犯上一阵炫痕 江成洲话说一半 体内燥热再次加重 看向枯成泪人的温兴颜 皱眉问 你给我的酒加料了 你说什么 温兴颜来不及解释 身上的男人 已经开始失去神志 俯身贴上来一片炽热 方才说着 让自己走的男人的大掌斧上 温兴颜的腰 头埋在温兴颜窝处 鼻子灼热烫人 江成洲 我要走了 温兴颜不识人士 心中害怕 浑身一江南南说 谁知身上的人戾气霸道 不仅不起身 还伸手扯了他的衣服 斯拉一声 白色衣服硬生而裂 温兴颜肩头一凉 跟着被江成洲烫人的掌心握住 行号 第二天 温兴颜浑身酸痛 在江成洲怀中苏醒 对昨晚失控 发生的一切心中清明 最后看了一眼男人安稳的睡颜 他艰难 拿开江成洲搭在自己腰上的手 坐起身穿好衣服 准备翘无声息离开 谁知刚起身 手腕突然被人拉住 来人哑得不成样子的声音响起 去哪 我 我要走了 温兴颜敏纯说 江成洲坐起身 翻身压住人 凑到温兴颜耳侧说 下了要睡了我 收拾好就要走了 温兴颜文言推人起身 站在床前说 江成洲 你个混蛋 我没做那事 他说着朝门走去 江成洲坐在床头双手抱毙 结实得胸膛裸露 谁知下一刻 温兴颜拉开门 跟着呼吸一致 门口 站满了被设计好了 来看情况的人 其中 江成洲父母站在门口 看着屋内混乱的一切 气得差点晕倒 设计了一切 却错失良机的始作俑者顾情 姗姗来迟 站在门口不知所措 江成洲母亲陈婉 颤抖着手 指着温兴颜问 颜颜 你怎么在这里 温兴颜惊诧局促转头 江成洲围着玉袍走出来 对自己的父母说 爸 妈 很抱歉 像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和顾小姐的婚约 无法做数了 江成洲父亲 江问寻见状面色阴沉 转身朝管家道 去叫顾家和温家家主过来 别看了 都跟我去大厅 中年男人说着快步离开 众人见状 纷纷跟着离开 指顾情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江成洲的私生弟弟 江成熙 最后看了一眼 自己的兄长 和不该出现在这里的温兴颜 伸手拉住顾情手腕 说 阿晴 走吧 顾情死死盯着江成洲 被男人拉着 脚步机械麻木地离开 作为失败者的他 此时还不知道 他的周密计划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错误 不明白自己昨晚怎么会回房 因为疲劳睡过头 更不知道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身旁拉着自己走的江成熙 就是始作俑者 作为私生子 江成熙和自己兄长的感情不好 同时 他还暗恋着好友顾情 在得知顾情的计划后 他设计了顾情 让他昨晚喝了酒回房间洗漱后 就昏沉睡了过去 早上则按计划通知众人 江成洲房间有小偷 让众人来看 原本他昨晚安排了 其他身份不明不白的女人过来 谁知此时一看 女人变成了 本应该远在C市的温家大小姐 温家势力财力在A市不容小觑 甚至比顾家更强 转了一圈 江成熙只挽回了自己喜欢的人 对兄长江成洲的权力 构不成任何威胁 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他的地位 江成熙拉着顾情 心怀不甘离开 温兴炎站在原地 手无措地紧揪着衣角 对着一切不知所措 眸中流入迷茫 身旁江成洲见状挑眉 将他搂进怀中 凑近耳边低声警告 这一年来 你手段便高明了不少 现在一切如你所愿了 也好 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 以后待在我身边 不许再耍这种小把戏 知道了吗 未婚妻 温兴炎文言眼眸睁大 明白了已经发生的 和即将发生的一切 闽纯沉默一瞬 现在所有人已经默认了 他和江成洲的苟且 为了生育 顾家人会要求退婚 而自己的父亲温芳远 肯定会要求江成洲娶自己 明明曾经自己所求的一切 在一夜成真 可是温兴炎的心中 却充满了难言的苦涩 又恨又恼 他知道对误会 他的江成洲解释无用 抬手抓住江成洲的手 发泄式的狠狠咬了上去 四 你属狗的吗 温兴炎 江成洲私生抽气 想要推开人 结果下一刻 温热的泪水 再次趴搭 打在手背上 温兴炎哭得伤心 江成洲正愣片刻 没有伸手推人 过了许久 温兴炎终于平复了哭泣 松开江成洲 敏唇抬手 自己抹了脸上的泪水 转身离开 那是时他第一次明白 不被爱原来是永久绑定的契约 都无法抚平的刺痛 那时的温兴炎 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时间 去舔尸伤口 江成洲站在原地 看着温兴炎离去的背影 心中生起难言的烦躁滋味 却没有上前追人 因为他知道 等温兴炎平复好了 他还会再次回到他身边 后来也果真如他所想 父亲江问寻 掩盖了今天发生的 所有不光彩的事情 江古两家的婚约不了了之 江家和温家签订秘密契约 温兴炎几年后 追着江成洲结了婚 信号 回忆结束 现实只过了片刻 温兴炎抱着温卷卷站在原地 发现自己在看那些 曾经折磨自己的回忆时 已经无波无澜 甚至觉得有些好笑和幼稚 温大小姐 想起来了 林云浩垂眸看着他婚纯说 当初你招惹了 我又甩了我 留下不明不白的一句话 趁我瘸了腿跑路 消失在了C室 最后和我重逢还认不出我 真是令人伤心啊 曾经有过一周感情 差点被自己抢稳的林云浩 双手插都站在面前 细数着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 温兴炎想起那些幼稚的往事 扑斥笑出声 朝曾经的受害者婚纯说 林公子 当初是我不对 我现在还有点事 得空请你吃饭 得空是什么时候 林云浩不依不饶问 这周末吧 温兴炎也不扭捏 直接给了个时间 林云浩文言弯唇 说 我想去看山 看海看天空 温小姐到时候会来接我吗 得 别取笑我了 现在身体素质跟不上了 再不聊你了 温兴炎文言忍俊不惊 直白说 对了 林公子 你下午的发言挺有魅力的 和你的外表反差挺大 我更喜欢成熟严肃些的男人 行 下次约会我换身衣服 也不带着专门器 我爸的中二钉了 林云浩快速会议 十分上道回答 那 先白白了 温兴炎说 我送你 林云浩问 不用了 温兴炎报警问卷卷 说 我开车来的 你先去看看伤口吧 也行 再晚一点都要愈合了 林云浩文言 抬手摸自己唇边的伤口 思量一刻后说 如果我说我现在的花花少爷身份 是故意伪装的 你信我吗 行了 还是让时间来鉴定吧 再见 林公子 温兴炎弯唇和他挥了挥手 转身抱着娃离开 再见 身后男人站在原地弯唇说 谋色深沉 目送他离开 第二天 工作日星期三 温卷卷生病 温兴炎没有回温家别墅住 待在了软茉威家 大清早 温兴炎心有牵挂自然醒来 放轻动作起身 没有惊动一旁熟睡的软茉威 走出房间去了隔壁儿童房 还没进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温卷卷的咳嗽声 温兴炎面色一宁 快步进了画了各种卡通装饰的小房间 将床上闭着眼睛 一边咳嗽 一边哼哼唧唧的小不点抱起 炎炎早安 温卷卷迷糊睁眼 感受到熟悉的怀抱 搂住温兴炎脖子说 温兴炎轻拍了下他的屁股 柔声说 早安 乖宝宝 抬手一摸温卷卷额头 温度已经退下去了 温兴炎一手抱着娃走出房间 到客厅单手熟练冲了奶粉 给温卷卷喝 奶瓶凑到嘴边 温卷卷嫌弃得直皱脸 奶里奶气虚弱说 炎炎 我已经长大了 不喝奶 说完又咳了几声 温兴炎又好笑又心疼 抬手拍了拍他的背 哄道 乖 你昨晚没吃饭 先喝一点牛奶 我去厨房煮粥给你喝 温卷卷听言妥协 好吧 那我先喝一点 谁家的宝宝这么乖啊 温兴炎捏了下他的鼻子 把小娃娃放沙发上 递了奶瓶 让他自己拿着喝 温卷卷小脸红扑扑 老老实实接过坐在沙发上喝奶 喝了一口跟着问 炎炎 今天我不上学 你能在家里陪我吗 今天微微一一不用上班 他陪你好不好 温兴炎摸温卷卷的小胖脸说 温卷卷闻炎撅嘴 失落说 好吧 真乖 温兴炎摸摸他的小卷发 无比庆幸自己生了个乖娃娃 放心地走去厨房洗米煮饭 谁知还没将洗好的米放进锅 就听见客厅里温卷卷哇的一声吐了 温兴炎面色一凝 快速放下手头东西 快步回了客厅 客厅中 温卷卷刚喝下去的奶吐了一声 委屈巴巴说 炎炎 我好难受 你今天陪我好不好 星号 清晨 顶好小区警华府顶层主卧一片漆黑 刚进入深度睡眠的男人躺在床上 呼吸绵长而均匀 容貌堪称上上乘 斯文而禁语 睡相与容貌相衬 端正手举 与之相反的 肩宽腿长的身躯衣不解带 定制西装外套穿在身上 定制黑色皮鞋仍未脱下 同样凌乱的 还有周遭的环境 床头柜上扔满了烟头 地上堆满了胡乱堆放的空酒瓶 黑暗的周遭一片寂静 就在这一片寂静中 手机铃声突然毫无预兆响起 响了许久 沉睡中的江成舟被成功吵醒 不耐则声摸起床头手机 睁眼眸色 微冷看向屏幕 跟着微微一顿 下一刻 江成舟倾壳一声 清了下嗓子 抬手将额前散乱的头发顺起 露出轮廓分明的五官 骨节分明的指尖滑动接听键 接通电话 早上好啊 江总 不多时 那边女人清冷而悦耳的声音传来 客气而疏离 逃班约会 挂了自己电话的人 若无其事向自己问好 江成舟闻言轻轻一审 宿醉醒来口干 舔了下唇角 嗓音发哑弯唇问 来认错 那边温馨言听言一阵沉默 无声胜有声 江成舟不用想 也知道 他正在心里骂他 不是 江总 我想请一天假 片刻后温馨言说 江成舟闻言坐起身 声调发冷 靠在床头说 昨天的事情还没跟你算账 怎么今天又要请假 你女朋友怀孕了 对面温馨言文言再次陷入沉默 显然没想到 江成舟真的信了自己说的兴趣向变了的事 而且大清早脾气还这么大 另一边江成舟拿着手机 听对面温馨言沉默两久后 还真是这样 江成舟 还没来得及接话 手机里跟着传来小孩子奶里奶气的声音 言言 我要抱抱 江成舟拿着手机 听言面上浮现一瞬的诧异 上条的言尾轻轻一抽 哪来的小孩声音 别跟我说已经生下来了 男人一向漫不经心的语气 带了几分急切 对面温馨言听言笑了一声 语气毫无下级地恳求说 还真是 江总 您大人有大量 就让我休一天假吧 不行 几乎是瞬间江成舟给出回答 温馨言 我不管你那边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 今天上班时间 我必须在我的办公室里看到你 话刚说完 电话那边再次响起小孩子的咳嗽声和拍腐声 听起来很是严重 持续好一会 才终于停下 跟着陷入沉默 似乎有什么情绪在酝酿 你 江成舟眉头皱起 张纯欲语 下一刻被对面突然再次响起的女人声音打断 行 温馨言悦耳的声音发冷 声音中带着隐隐的怒火 那江总好好等着 女人挑衅说完 毫无畏惧直接挂了电话 挂断声传来 江成舟微微讶异一瞬 对温馨言挂自己电话这件事情 一时无法理解 反应过来后 他恨不能去把人抓过来好好教训一顿 却发现自己连女人住在哪 说的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身边有什么人都无从知晓 末了 江成舟烦躁将手机丢至一边 最后看了一眼床脚凌乱的酒瓶 抬手扯开领带 脱下外套丢在床头 起身去洗浴间洗漱 准备今天提前去公司 他不信 温馨言真的不来 另一边 阮莫威别墅 温馨言和江成舟请假 温卷卷在一边咳嗽咳得厉害 拍拂了 好久的背都没好 电话对面男人说话既浑蛋又黑心 想到自己生病的仔 还是那人的肿 温馨言火大 直接挂了电话 反正温江江家借款协议已经签好 江成舟也不能真的做得太过分 神奇的是 挂完电话后 刚在沙发上涂奶咳嗽的温卷卷 神奇般的恢复安静下来 被温馨言抱在怀中 温卷卷奶声奶气认真问 妍妍 你不用上班了 能不能带我出去玩 我想见外公 温馨言文言 皱眉看温卷卷小红脸上笑出来的酒窝 用力拍了一下他的屁股 气道 温卷卷 你刚刚是不是演的 温卷卷刚才听温馨言请假 知道把自己带大的人的性格 笃定温馨言 今天肯定不会去上班了 傻笑两声直接招供 用小胖脸去蹭温馨言的手 我想你陪我出去玩吗 温馨言电话里刚被大的气完 又被小的骗 一个追着自己去上班 一个搂着自己要抱抱要出去玩 听言他撸起袖子 就要打温卷卷屁股 好挖温卷卷 人小鬼大 才两岁多就敢骗我 温卷卷见状不妙 抬起自己戴着儿童电话手表的手 在上面灵活滑动 拨通了外公的电话 温馨言见他着急班救兵 有些哭笑不得 面上依旧十分严肃 不急不徐 准备抬手去挂断他拨打的电话 温卷卷的外公 自己的父亲温方远刚恢复 出院不久 又一头扎进了公司事务里 整天日理万机 温馨言知道 他没那么快会接电话 而且老头年纪大脾气臭 不用想也知道没耐心哄小孩 然而就在他的手 即将触碰到温卷卷手表时 本该挂断的电话被接通 不多时那边传来自己父亲的声音 喂乖宝 怎么这么早打点外公 中年男人声音轻柔带着宠溺 和自己印象中 父亲一贯的强硬完全联系不上 温馨言听言微微一愣 正愣瞬间 温卷卷已经护住了自己的手表 小言嗓说 外公 言言说 下午要带我去找你玩 臭小子 温馨言听言出声 说 爸 他自己乱说的 小孩正生病 不适合出去 怎么会生病 言不言重 电话那头 温方远听见自家女儿疏离的声音 与其带了些交集说 言言 可以的话 让我见一下我的宝贝大孙子一面吧 温馨言回来后 还没让温卷卷见过温方远 一方面是因为温方远事务繁忙 更重要的方面是 温馨言和他关系不好 通话对面父亲一贯强硬的声音 带上几分请求 温馨言听言沉默片刻 再看一眼活泼乱跳的温卷卷 单声说 好 型号 傍晚 A是一处高档酒楼前 红色超跑在门前一众豪车中间停下 温馨言穿着一身休闲舒适的白涕牛仔裤 下了车打开后座 把儿童专用座椅上的 戴着口罩的温卷卷单手抱下车 除了外公舅舅 不许和任何人说我是你妈妈 知道吗 温馨言拍了下温卷卷屁股说 温卷卷手上拿着棉花糖 眼睛笑成了小月牙 乖巧点头说 我知道了 妍言真啰嗦 温馨言交代完毕 放心抱着小孩转身 向酒楼走去 父亲温方远今晚叫了他和温卷卷 还有自己的两个哥哥温馨玉 和温馨媛过来酒楼吃饭 没有继母刘兹和继妹刘温婉 一定程度上 这算是温馨言回家以后的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宴 今天早上挂完江成舟电话后 他就一直待在软茉微家中 陪着温卷卷画画写字 和德贤的闺蜜聊天做甜品 神奇般的 江成舟自那之后 也没有再打电话过来催促 一切风平浪静 但温馨言敏锐的直觉 让他总觉得 平静之下 似乎有什么正在酝酿 温馨言正想着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男人的轻患 让他脚步步由自主一顿 馨言 是你吗 男人声音清朗而熟悉 温馨言转过头去 看清男人面容 后面上浮上喜色 男人面容是少有英俊 身材高大 气质成熟 森宇哥 好久不见 温馨言弯纯说 眼前男人正是自己 曾经给予自己帮助的 顾家继承人顾森宇 也是温馨言的好友 温馨言这些年只联系软茉微 回来时本也准备找他 见一面聊一聊 但听说他出差去了 所以一直搁置到了现在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人 突然偶遇昔日好友 有些惊喜 也有些惊讶 男人面容有几分疲倦 一向极其光洁的下巴上 冒了许多没来的极瓜的胡茶 眼下有些清黑 但看着温馨言的目光 却是欣喜的 馨言 好久不见 我刚出差回来 听到你回国了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这几年 你出楼得更漂亮了 男人似乎也有亚异 目光落到温馨言抱着的小人时 微微皱眉 温馨言反应过来 不自觉抱紧温卷卷 介绍说 这是莫为小姑的孩子 我帮她代代 孙宇哥 你这几年 过得还好吗 顾孙宇文言微微一愣 抬头摸了摸温卷卷的脸被躲开 无奈摇了摇头说 顾家的生意不太好 我前不久被合作伙伴摆了一道 损失了几十亿 温馨言听言皱眉问 哪个合作伙伴 顾孙宇沉默一瞬 带着几分怒意眸字 对上温馨言说 江成舟 她中途截胡了我的合作对象 温馨言把温卷卷抱得再紧了些 冷声说 她却真尿性 顾孙宇听见温馨言骂江成舟 有些诧异 跟着说 妍妍 你对她 温馨言听言直接打断 我和她早就断了 好 顾孙宇弯唇 七非的眸 看着温馨言烟红的唇 不知在思考什么 跟着问 你来这边吃饭 温馨言点头 说 和我爸我哥聚一下 你呢 我和几个客户过来应酬 顾孙宇说 话刚说完 有男人匆匆走来 到顾孙宇身边催促说 顾总 陈总他们到了 你有事先忙去吧 我们过几天有空再约 温馨言说 行 有空再约 顾孙宇点头回应 那先再见咯 温馨言摆摆手 得了顾孙宇同样的回应后 抱着温卷卷转身快步走向酒楼 路上走远了 温卷卷抬手扯下口罩 说 颜言 我没有说你是我妈妈 你真乖 温馨言走着敷衍夸道 抬手把他口罩重新拉上 加快了脚步 身后 高大的男人仍站在原地 眸光紧随着温馨言的背影 仿佛是下了什么决定般 他转头对自己的下属说 去查一下温家家宴的包厢号 让人盯着 结束了叫我 入夜天色全黑 平时到了下班时间 就清场的江市集团总部大厦 灯火通明 大大小小的办公室中 人人面色严肃 半小时前突然接到加班通知 正在火急火燎的赶工 今天又公司接手了几个重大项目 加上和临时合作项目的后续工作量 分到各个办公室的工作量 一时骤增 总裁江成州大手一挥 给足了加班费 也给足了压力 办公大楼内一时气氛紧张 秘书Susan 假计安排好江成州最近的 所有的重大应酬和会议安排 准备把文件送到总裁办公室 女人最后拿起桌上的镜子 补了一下粉底和口红 上衣身V设计勾勒出丰满的事业线 下身短裙配上黑丝 一切都十分完美 女人弯唇拿上日程表 踩着高跟鞋往总裁办公室走去 Susan一边走 心中还一边盘算着 事情发展不出他所料 温馨颜 这个曾经对江成州死缠烂打的恶女 再次归来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竟然敢来和自己争抢当秘书职位 果真是恶女有恶报 今天温馨颜这个贱人没来上班 她不用想都知道 她被江成州开除了 昨天温馨颜在会议上及时就场 Susan原本还想着对她另眼相看 没想到 这人今天就被开走了 想想真是可笑 跳梁小丑来要舞扬威了两天后 就下场当炮灰了 不过 Susan还是觉得 温馨颜的短暂到来 还是有些作用的 因为 她让她敢重新去肖想江成州 连那么一个臭名昭著的万人贤务女 都敢丢人死缠烂打 为什么她不行呢 女人想着走到总裁办公室前 唇角带着笑意 站定抬手敲了敲门 等了一会 冷淡悦耳的声音传来 静 Susan不知为何 心中带上了一瞬的紧张 推开门 一眼看到了站在落地窗边的高大男人的背影 女人心头不自觉悸动一刻 江成州穿着白色衬衫 下摆收束在西装裤中 衬出宽肩窄腰长腿 一边手上修长纸洁 夹着抽了一半的烟 正垂眸俯看楼下车水马龙的夜景 Susan心头微动 不知怎地从男人那让人心动的勾人背影中 读出几分落寞 干咳一声后说 江总 这是我整理好的日程 女人说完 空气沉默一刻 过了一会 男人才开口 是你啊 江成州听言没有转身 语气淡漠中似乎有些失落 抬手抽了一口烟吐出 说 放我桌上 出去吧 Susan文言微微一愣 打扮一通 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 甚至男人连看他一眼都没有 心有不甘 末了Susan眸光网江成州桌上一扫 看到了他喝水一直在用的白色陶瓷杯 女人心一横 敏纯把文件放到桌上 跟着一扫 瓷气碎裂声在办公室毫无征兆响起 对不起 江总 我不小心打碎了你的水杯 Susan敏眉 做出我见油帘的神色 正垂眸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男人 听到声响后 身形一顿 鹅角轻筋微微一跳 跟着转身 看到了地上的水杯碎片 那是三年前 温馨颜送他的生日礼物 别人都是送车送表送雕 只有他送了他一个白色水杯 他说是他亲手做的 还写了一堆傻里傻气的话 塞进信封中 一起送给他 最后 信被他随手丢进垃圾桶里 只剩了一个看起来有些寒沉的 纯白陶瓷杯子被留下 这两天 他一直用着水杯喝水 还让温馨颜拿着去给自己泡茶 温馨颜当初写了那么多肉麻的话 在这里工作两天 看见这东西 却完全没有反应 江城周思及此忍不住吃笑一声 眸色发冷 看着地上的碎片 甚至没有看一眼打碎杯子的女人 雨掉冷得让人心惊 滚出去 男人眼中仿佛催了寒冰 Susan听言 唇脚下的发抖 面色发白 喃喃了一声 对不起 红着眼眶 几乎是小跑着 出了办公室门 门口 Alex脚步匆匆 原本拿着文件要进办公室 谁知迎面正撞上 红着眼眶跑出来的Susan 姐 女人低着头推开她 快步朝自己工位走去 拿了抽纸 开始擦眼泪 最后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开始抽气 Alex眼皮微跳 在总裁办公室门口 事实停住了脚步 转了个头 安慰Susan去了 她算是发现了 目前情况看 进去办公室 肯定没什么好下场 今天温秘书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没来 上司江城州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对劲 开会时一直在看手机 仿佛在等什么重要电话 眉间神色全是烦躁 Susan不识眼色 不知道是做了什么 触了眉头 Alex走到趴在桌子上 抽气的女人身边 逼声弱弱问 姐 Boss怎么你了 你哭成这样 Susan闻言 抽气会抬起头 红着眼眶说 我就打碎了她一个破杯子 她让我滚出来 啊 Alex听言面色一白 说 你说的破杯子 不会是她桌上那个吧 除了那个 还有哪个 Susan抽了一张纸巾 擦了下眼角说 Alex面色一僵 替Susan抽了张纸巾 递到她面前 说 姐 你自求多福吧 那杯子是Boss随身 一直带着的 她下班回去还要带上 你说她那么宝贝 能不发火吗 你咋这么不小心 话说我看这杯子 平时也不放桌眼啊 怎么会不小心打碎了 Susan闻眼脸色苍白 嘴唇捏如了两下 彻底抿唇不语了 另一边 酒楼高档包厢中 安静的落针可闻 家庭聚餐画面 犹如办公场所 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 坐在主位 桌上放着笔记本电脑 正在处理文件 温馨颜大哥温馨玉坐在一旁 气质成熟的男人 戴着迎边眼镜 正拿着平板看数据 有人工作 也有人摸鱼 二哥温馨员则拿着手机 放在桌下打游戏 温馨员游戏里的队友 又给给对面送了一个人头 温二少火气上来 忘了自己在哪 抬手猛拍了一下桌子 怒道 MD 砰的一声突然响起 桌上的几道餐前开胃菜 被阵底移了位 一边的保镖都跟着被吓了一跳 神色紧张 相比之下 父亲温方远和大哥温馨玉淡定得多 对温馨员的抽风都习以为常 中年男人按键盘的手停下 冷冷抬眸 看向自己的二世祖儿子 说温馨员 你又什么颠 温方远声音质地有声 温馨员文言脑子瞬间清醒了 放下手机 抬头信信看向温方远 单笑了两声说 爸 我的合作伙伴合作意识过于薄弱 我有点激动了 哈哈 温馨玉抬手摘下眼镜 垂眸一瞥 他放在桌下的手机界面 单声说 你的游戏要输了 颠攻 是吗 温馨员文言瞬间低头看手机 一边嘴欠说 哥 你少上点网 不要一学到网络热词就乱用 和上电脑 不耐皱眉就要训温馨员 谁之话还没出口 门口突然传来小孩的咯咯笑声 二舅舅是颠攻 面容严肃的中年 听了声音突然不知所措愣住 跟着抬头看见了 和自己关系疏远的女儿温馨颜 视线往下 温方远看到温馨颜手上 牵着了个漂亮的奶娃娃 酒窝浅浅 你是我外公吗 温卷卷眨着大眼睛问 小孩子纯真稚嫩的声音传入耳中 温方远嘴唇轻轻一颤 点了下头 面上带着不知所措的喜悦 蹲伸伸手道 乖乖 外公抱抱 温氏家主平日里话少脾气大 不苟言笑 此时突然慈祥一笑 包厢中的众人都同时看了过来 温卷卷见温方远要抱自己 面容和蔼可亲 转头看了下温馨颜 征询她的许可 大哥温馨玉和二哥温馨颜的目光同时投来 似乎都觉得温馨颜不大会同意 毕竟温方远当初妇女决裂时 给了温馨颜一个巴掌 还怒斥再没有她这个女儿 虽然温方远是一时气化 过后依旧给温馨颜所有的钱财地位 但两人的关系明显自那之后疏远了 因而每次见面 温馨颜温馨玉二人都为两人捏一把汗 女人沉默不语 过了许久 就在众人以为她要拒绝时 温馨颜抿唇 朝温卷卷点头 去吧 温卷卷得了允许 冲进了温方远怀中 抱住她亲了一下她的侧脸 温方远笑得开怀 将温馨卷卷抱起转了一圈 乖孙孙 怎么这么亲 一边温馨颜兄妹三人 看得目瞪口呆 从小到大没见过自己父亲这么高兴 以往温馨颜和温方远 父女俩见面 总是话不投羁绊居多 一言不合就吵架 分为令人煎熬男人 但今天气氛竟格外轻松 温方远对温馨卷这个孙子 可以说是爱不释手 抱着一个静叫乖孙 让温馨颜怀疑 她是不是被夺赦了 爷孙相认十分顺利 作为兄长的温馨玉 和温馨颜松了口气 张罗着让服务员上菜 谁知这口气还没送到底 没多久 突然再次踢了上去 菜上完 抱着孙子一见如故乐呵呵的温方远 突然看向得控和亲哥温馨玉聊天的女儿温馨颜 问 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 感情上有定下来吗 温卷卷被温方远抱在肩头 听言睁着大眼睛 眼巴巴地看着温馨颜 温馨玉和温馨颜听言也都看了过来 所有人的目光一时同时锁在了温馨颜身上 温馨颜颜颜无语 拿起筷子 加了到新送上来的苦瓜炒肉中 翠绿的苦瓜送进口中 半生说 我目前没考虑过这个 顺其自然 温方远听言瞬间明了 那就是说 现在没有男朋友 温馨颜无所谓点了下头 又加了一块更翠绿的苦瓜送进口中 一旁温馨颜听了来劲 放下手机信冲冲说 得 哥给你介绍两个呗 包你喜欢 温方远文言 瞪向温馨颜 怒道 就你那顽固模样 娇得一堆乱七八糟的狐朋狗友 插什么嘴 爸 话不能这么说 温馨颜文言距里力争 我的朋友 也有优质男青年的 一边去 温方远摆摆手 转头看开始慢条斯里吃饭的温馨颜 说 颜颜 我物色了几个人选 都是成熟稳重 事业有为的年轻人 你有空要不要见见 一边一向沉稳的温馨颜 看着父亲和弟弟两人 争着给小妹温馨颜介绍对象 有些哭笑不得 看向自顾自吃饭的温馨颜 跟着说 颜颜 你什么想法 温馨颜听言沉默许久 想了一下脑中 不知道为何描绘不出任何语人相守的模样 有些寡淡的咀嚼 咽下口中的苦瓜 说 问温馨卷卷 温馨卷卷希望我去我就去 众人一时转头看向眼巴巴的小不点 温馨卷卷文言大眼睛睁大一刻 有些受宠若惊 跟着奶声奶气说 我想要一个漂亮爸爸 温馨颜 我不够漂亮吗 温方远文言愣了一刻 跟着哈哈大笑 说 这小不点全都听懂了 他小脑瓜聪明得很 早上还装病骗我逃班 被我揍了一顿 温馨颜抬手掐温馨卷脸 一边温馨颜文言笑意凝固 问 颜颜 你今天也没去上班吗 没 都在陪你的大胖外甥 温馨颜说 怎么了 江城州昨天追到咱家里 面色不是很好 你这一天不去他没说什么 温馨颜皱眉问 温馨颜淡定的 再加了块苦瓜送进口中 说 安静得很 估计是把我开除了吧 晚上十点多 温家的家宴终于临近结束 服务生再添了酒 上来先给温馨颜的酒杯加了酒 被温馨颜抬手挥退 不用再加了 差不多要结束了 结账 温方远抱着温卷卷 还乐呵着 温馨颜在旁边 朝快三岁的小孩做鬼脸 温馨颜直乐 看上去有些乐不思数 温馨颜看了下手机消息 只有软莫微不久前 发来的一条信息 老公 你和宝宝什么时候回家 温馨颜弯唇回复娇妻 马上回 回复完后 温馨颜看了对面 其乐融融的三代同堂 手放到酒杯上喝了一口酒 浑然不知拿了账单 给温馨预结账的服务员 正偷偷瞧着这边 喝完酒拿了纸巾擦嘴 温馨颜拿起手机站起 说 时候不早了 他跟我一起睡 温馨颜跟着硬河说 你妈和妹妹旅游去了 要去一周 把卷卷带回家住几天 你也不用一边忙工作 一边照顾他 温馨颜听言 看向温馨颜 见他抱着温馨颜不松手 要和外公舅舅住 要他们陪我玩 温馨颜说 温馨颜乐得轻松 听说陈姿和陈文婉不在 放心说 那他交给你们了 我先回软软那里了 你不一起回去吗 温馨预皱眉问 不回去了 刘子和刘文婉不在 我没必要回去盯着 温馨颜说 话一出口 温馨颜变了脸色 说 你回家是为了 访你妈和你妹妹 我以为你清楚的 温馨颜面无表情说 爸 你天天锻炼早睡早起 身体健康情况 一直没问题 前阵子家里公司出事时候 你身体健康状况 跟着急转直下 还进了医院 私人医生过后说了 就算压力大 也不至于此 到底是什么情况 谁能清楚 温馨颜和温馨颜 听言都沉默不语 温方远文言 面色发白 嘴唇念如说 你怀疑你妈 她不是我妈 温馨颜最后一字一顿说 跟着转身 走了 明早记得送温卷卷上学 温馨颜说完 直接出了门 留着包厢里 沉默不言的众人 一场聚会 最后以不太和谐的气氛结束 温馨颜孤身一人走出酒楼 感觉脑子有点晕乎乎的 走到路边拿出手机叫代驾 等了好一会 都没有人接单 温馨颜抬手撑在一边的路灯灯杆上 抬手揉了揉眉心 感觉体内一阵诡异的燥热 明明她也没有多喝酒 就只最后抿了那么一口 虽然她的酒量很差 但温馨颜说她点的是低度酒 喝了味道也只比水浓些 根本不至于此 正思考着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熟悉的男人声音 馨颜 好巧 你也刚吃完饭吗 温馨颜皱眉看去 看到了晚饭进酒楼前遇到的顾森宇 强撑着扯了的笑 说 是 好巧 森宇哥又碰上了 说完脚步一软 温馨颜险些跌倒 被男人炽热的掌心扶住手腕 跟着一边尖头被搂住 馨颜 你没事吧 顾森宇关切地看着面露疑惑的温馨颜 唇角却扶上笑意 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你能送我回莫威家吗 温馨颜没顾得多想 感觉自己急切想要回去冲个冷水澡 当然可以 顾森宇回答 把她搂紧了先 说 我的车前面不远 我带你过去 温馨颜点点头 被顾森宇扶着走了一会 到了黑色的劳斯莱斯边 进去吧 顾森宇拉开后车门 又哄说 温馨颜揉着眉心不动 不知道觉察到什么 说 我坐副驾驶吧 乖 后座宽敞 你不舒服 可以躺着休息一会 顾森宇说着 推了下温馨颜肩头 温馨颜皱眉不准痕迹躲开 说 对了 我突然想起 我落了个重要的东西在酒楼里 我要回去取一下 是那个小孩吗 顾森宇笑着说 你说了是莫为家的小孩 却带去你家家宴 而且还没带回来 温馨颜文言皱眉 放在肩上的手上 力道加重 他强压下心头的怪异 跟着说 不是小孩 是我的包落下了 里面有些江氏集团的机密文件 有些重要 顾森宇文言皱眉 被转移注意力 问 江氏集团 是 你不知道吗 温馨颜说 我现在在江城州手下当秘书 顾森宇文言面色一冷 拿出手机 不知道在查什么 过了一会 他抬头看向温馨颜 说 你不舒服 在这里等我 我去帮你拿吧 在哪个包厢 温馨颜文言摇头 不行 我得亲自去拿 你还信不过我 顾森宇语气认真 跟着柔声说 乖 你现在不舒服 在这里等我一下 温馨颜听言犹豫一瞬 似乎是纠结后说 好吧 在顶层天字一号包厢 好 你等我 顾森宇文言眼眸流露喜色 快速转身 快步走向酒楼 身后温馨颜 用力喘了两口气 吐息灼热 最后深深看了一眼 男人远去的背影 他转身离开劳斯莱斯 走到路边抬手拦车 刚好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15分钟后 出租车没有到软末威家 而是到了A市上流圈层 经常光顾的高档会所 温馨颜一下车 就有穿西装打领带 模样清俊的服务生上来 扶住他的手腕 小姐 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温馨颜抹了一下鹅脚的汗 简单直接说 帮我找你们这里 技术最好的少爷 门口服务生听言面色一宁 跟着垂眸 将温馨颜从上到下打量一遍 女人衣着简单 但身上每一件衣服配饰 都是顶奢 气质容貌也出众 只说话过于直接粗暴 不像常来的那些 说惯了拐弯抹角行话的贵客 犹豫了一瞬 服务生看到温馨颜手上 那价值上百万的表 点了下头 说 您跟我来 星号 11点多 江市集团总部总裁办公室 江成舟带着金丝眼镜看数据 一边手上夹着抽了大半的烟 突然接到一通来自文艺轩的电话 只瞥了一眼手机屏幕 来人没有理睬 面无表情继续处理工作 谁知电话那边没得到回应 根本不停歇 打了一个结束后 又再次来电 江成舟不耐则声 将烟蒂丢进烟灰缸中 拿起手机接听 皱眉说 怎么了 招儿 你快来我哥开的会所 你老婆在这边点鸭子 文艺轩的声音激动传来 江成舟听言沉默一瞬 眼眸冷似冰潭 拿着手机的手指捏得发白 语调森冷 你说什么 深夜 高档会所隐私性极好的豪华套房房间中 嗯 一时混乱的女人闭眼躺在大床上 吐息灼热 温兴颜白皙面颊透红 额角渗出细密的汗 心胶而体热 他伸手想扯掉自己身上的白涕 却因手脚发软无力而无法做到 快一个钟了 点的少爷迟迟味道 男言的滋味让温兴颜百分百确定 自己被人下药了 温兴颜意识混乱 药效的持续作用让他快忘了自己 在哪 与此同时 骨节分明的男人的手握上门把手旋转 套房的门自外被打开 黑色定制皮鞋踩上灰色地毯 面色森冷 五官伶俐而优越的男人 慢条思理走进门 反手反锁上门走向了房间方向 房间门没关 还没进门 里面女人的悦耳声音便传了出来 江承舟动作优雅 将衬衫袖子挽起 进门一眼看到了床上意识不清的女人 似乎是觉察到声音 女人皱眉睁眼 反应了很久后 几乎是咬着牙说 总算来了 过来直接开始 快点 屋内燃着甜丝丝的香 轻而易举挑起人心中积压已久的情绪 让节制多时的人心头烦乱 江承舟听言面上一直维持的沉稳面具被击碎 大步走上前 俯身捏住了女人的下巴 沉声说 温兴颜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魏良的手突然俯上脸侧 浇灭了一小撮燥热 温兴颜眼前模糊 只看到隐约人影 顺着那手 直接抱住了男人的脖梗 几乎是焦躁地说 别墨迹 价钱随你开 话刚说完 捏在下巴的手力道 骤然加重 灼热的气息打在耳侧 女人胶软的身子 攀附上尖头 江承舟听言 被犹如被当头泼了一沉冷水 眸光发冷 看尽温兴颜的眼眸 发现女人眼中早已失了神志 只有那勾人心火的神态 江承舟侯杰滑动一瞬 在自控力崩溃的边缘 凑近失去神识的女人 带着警告异卫 逐字逐句说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 女人听言 突然轻笑一声 江承舟皱眉 跟着听她重复说 我都说了 别磨蹭 再莫及我自己来 钱你也别拿了 江承舟听言 额脚轻轻跳动一瞬 温兴颜身上衣物 被丢到了床脚 既然这样 那你接下来就好好受着 温兴颜漫不经心的语气 成功引起男人的怒火 男人的黑色皮带 跟着被不耐丢下床脚 温兴颜双手被男人单手抓住 江承舟丢下温兴颜衣物后 没有脱下身上的西装领带 面上戴着怒意 温兴颜不耐扭身 男人的大掌力道 骤然加重 你是不是 温兴颜不耐说 跟着突然睁大了眼 嗯 男人做好了准备 俯身下 穩住了温兴颜烟红的唇 与此同时 游下至上的快感 跟着袭击温兴颜脑门 男人带着怒火 温兴颜疼得皱眉 江承舟将他的双手压上头顶 身上的西装领带 仍旧一丝不苟 看着温兴颜狼狈的模样 湾纯说 我可都是听你的要求 温兴颜仰着头 视觉涣散 只发觉头顶的灯光晃动剧烈 眼角腾出泪 温兴颜低骂出声 混蛋 江承舟听那熟悉的骂声 低笑一声 稳住了温兴颜耳垂 嗓音哑的不成样子说 再多骂点 可以了 过了许久 温兴颜眼眶发红 偏头躲着男人的吻 被男人的掌 再次钳住下巴 晚了 江承舟追着再次吻上温兴颜的唇 不给他一丝后退的余地 比方才更加恶脸 男人身上的西装领带 依旧一丝不苟 温兴颜声线 却抖得更加厉害 许久过后 温兴颜眼皮沉重 虚弱说 行了 你走吧 江承舟听言低笑一声 抬手慢条思理脱西装外套 扯开领带 俯身凑近温兴颜耳侧 他带着混说 你是好了 我还没好 温兴颜听言皱眉 男男说 什么意思 话刚说完 温兴颜翻了个身 继续的意思 江承舟的眸光 在女人白皙的背上肆意流连 抬手将西装衣物 三下五除二丢下床 温兴颜低骂 混蛋 男人比刚才还要恶脸 头顶灯光晃得更加厉害 肌肤触感 让人头皮发麻 温兴颜发抖得厉害 江承舟一边欺负他 一边说着不堪入耳的话 三年了 你还是这么敏感 男人的话 温兴颜早已听不清 型号 凌晨三点 温兴颜终于被饶过 几乎失去意识 被男人抱进浴缸中洗浴 第二天早上 嗯 温兴颜从床上做噩梦醒来 身侧早已没了人 浑身酸痛不成样子 低头发现自己被子下的身体一丝不挂 只手上戴着的手表没有摘下 看着床上自己凌乱的衣物 他伸手拿过衣衣穿上 一边头疼里着思绪 他记得 昨晚他突然不舒服来到会所 意识到自己被下药点了个少爷 然后就跟着服务生进了房 等了许久 来了个男人 过后是模糊而畅快淋漓的一夜 温兴颜最后摇摇头 确定目前唯一重要的事 是查清给自己下药的对象 至于昨晚 完全不关紧要 他只记得那少爷技术 貌似还算可以 皱眉起身 他确认穿戴好衣服出门 到前台处截两账 多赚了五万 低头一看手表 距离平时上班时间 还有半小时 出了会所 温兴颜直接打了辆车 目的地是江氏集团 下药的对象 可以托人暗中查找 目前来看 还有更重要的是 要是今天在矿工 照温兴颜的了解 江城中那黑心肝的 不定真的跑到温家药寨 想了想 反正温眷卷也被父亲带着 放纵一夜后 他选择直接去了公司上班 早晨还未到上班时间 江氏集团总部员工 已经到齐 各自忙活准备着各自的事情 为今天可以遇见的忙碌 做好准备 总裁办公室 温兴颜坐在自己的桌子边上 吃早餐面包 百无聊赖 扫射了一圈偌大的办公室 拉起了自己的大衣领子 昨晚的混乱 简直不成样子 温兴颜的脖子上 都印上痕迹 温兴颜原本只穿白T 庆幸办公室放了件大衣 他遮掩着涂了点粉底 套上大衣 将昨夜那点放纵掩盖 还未入秋的晚下还有些热 他拿了空调遥控器 把温度调到最低 而后抽出纸巾擦嘴涂口红 中央办公桌空着 江成舟还没来 温兴颜没事情做 拿出手机找私家侦探 准备弄清楚昨晚的事 主要探查对象是顾森宇 几年未曾接触的林家兄长 似乎变了 昨晚的行为和语气都很可疑 让温兴颜不得不产生怀疑 正想着 手机突然震动一下 林云浩发来信息 明天晚上 江陵两家合作的晚会应酬 你来吗 温兴颜皱眉 对这个应酬完全不清楚 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 什么晚会 我不太清楚 昨天请假了 林云浩秒回 怎么请假 不舒服吗 昨天温卷卷装病 温兴颜逃班 白天陪温卷卷 晚上家宴把温卷卷给温芳远带 再然后就是 温兴颜想着抬手揉了揉眉心 有些头疼怎么回答 浑然不知办公室门自外被打开 江成洲清晨接到电话 家里有人又闹事 阵仗还不小 赶回去处理花了些时间 会所打来电话说 女人已经走了 江成洲直接回了公司 方一进门 办公室的冷气扑面来 江成洲跨步而入 看到了办公桌边 整个江市集团 唯一赶无故矿工的女人 女人正在看手机 似乎是在回信息 身上的大衣武的岩石 连脖子都全挡了 江成洲一眼明亮 四季昨夜 感觉背上的抓痕 还有些发扬 昨晚宣泄得畅快 同时她的心中 也不知为何没来由地烦躁 放轻脚步走至温兴颜身后 她垂眸看到了屏幕内容 冷不丁皱眉出声 你和林云浩很熟 温兴颜吓了一跳 转头看到了大早上 冷着个脸的男人 江成洲身上西装一丝不苟 头发向后疏 五官分明而凌厉 琥珀色眸子带着冷意 早上好啊 江总 温兴颜眉妨她突然出现 暗灭屏幕 扯了个不冷不热的笑 江成洲没回答 双手暴毙已靠在她桌边 突然问 今早起来会不舒服吗 什么 温兴颜听言皱眉 心头疑惑 江成洲怎么突然关心 她身体健康来了 江成洲文言微微一顿 跟着看向温兴颜 反应过来后 逐字逐句的 你不知道是谁 她所问的是昨晚的事 下一刻 温兴颜的眼神给了她回复 女人的眼中都是疑惑 江成洲心中烦躁的火被点燃 不顾温兴颜的诧异 转身大步走向办公室 今天多家五个小时班 补你昨天的矿工 温兴颜听到加班 心头火起 江成洲 你 话还没骂出口 男人出声冷冷打断 下次再赶以下饭上 温家欠江家的债你来还 还有问题吗 温密说 温兴颜听言面色一冷 沉默一瞬 几乎是咬牙说 没问题 江总 江成洲走回自己桌边 将手放在提前准备好的 一摞高高堆叠的文件上 说 自己过来拿 早上处理好这些 温兴颜看着那块 有自己一半高的文件 深呼吸一刻 起身忍着不适 走过去搬文件 腰腿出酸痛的厉害 她皱着眉 抿唇 将沉重的文件 抱进怀中 缓慢向着自己的位置走去 尽量不扯到痛处 可惜身上几乎挑不出 不痛的地方 温兴颜搬的文件 疼得嘶声抽气 好半赏才回了自己座位 江成舟看着女人 缓慢的动作 放在桌上的手指 指节发白 知道她不好受 可是心中没来由的怒火 却让她烦躁不已 按温兴颜 昨晚意识不清的情况 十有八九是被人下药了 如果不是文艺轩及时通知 昨晚去的人 便是别的男人 想到这里 江成舟心头烦躁难言 偏偏温兴颜 还完全不知道 昨晚的人是谁 而且面上 也丝毫未见情绪影响 仿佛昨晚的事情 再正常不过 和睡了一觉 没什么分别 这些年 她还有过别的男人吗 江成舟忍不住去想 心头的火再添一分 与此同时 桌上的手机 突然开始震动 江成舟几乎没有思索 便接听 她需要一些事情 去转移注意力 这通电话来得正好 可惜她不知道 内容不是她想听的 甚至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刚一接听 文艺轩的笑声便传来 吵得人心烦 周二 早啊 哈哈哈哈 有屁快放 江成舟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眉心 文艺轩干咳一声 问怎么样 昨晚 你这憋了三年 现在不会还没结束吧 挂了 江成舟不耐冷冷说 别别别 哥 有事 文艺轩说着 再次笑出声 温大小姐早上在会所前台结账 多赚了五万 说昨晚的少爷挺卖力 值得嘉奖 好哥哥 你昨晚可是整个会所最值钱的 文艺轩话还没说完 江成舟的脸已经全黑了 抬手挂断了电话 再一抬头看温新年 女人已经一本正经 开始处理文件 面容严肃认真 若是江成舟昨晚没去 完全没办法将那冷若冰霜的小脸 和昨晚的勾人心火 联系到一处 更没法想象 温新年大手一挥 多加了五大杯柳 给本应素不相识 有过一夜之情的男人 温家现在 还欠着江家两百亿 江成舟心头烦躁到达顶点 被气笑了 所以温新年 昨晚是拿了他的钱嫖了他 而且还不知道是他 绕到最后 自己竟然是被白嫖了 而且温新年也根本不在意 到底是谁 也就是说 谁都可以 江成舟骤然站起身 朝温新年大步走去 面色冰冷 一边温新年正处理文件 突然听见男人一声冷笑 莫名其妙 抬头看向江成舟 发现男人冷着脸 大步朝他走来 看面色深沉那样子 仿佛要亲手了结了他 温新年皱着眉笼紧的大衣 下一刻 男人走至跟前 冷着脸抬手 带出的掌风 让温新年面上一凉蜜眼 防备着那手落在自己身上 谁知猜想中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在一睁眼 桌上少了一样东西 江成舟匹手拿了 温新年桌上的空调遥控器 当着他的面把空调关了 冷声说 没收 第二天夜晚 江灵合作晚宴 在五星级酒店顶层餐厅举办 温新年顶着黑眼圈出席 身上穿着黑色连衣裙 抬不进餐厅 骤然想起 上次和江成舟借的 他情人的裙子还没还 昨天回公司后 江成舟这个黑心肝的上司 开始变本加厉 压榨他的劳动力 两天下来 他几乎连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一周工作好不容易熬到头 温新年不想周末再见江成舟 权衡之下 他准备下周一再把裙子还给他 反正他没有催促 顶层餐厅灯光微暗 小提琴手演奏的琴音 优雅而悦耳 趁得餐厅分为高雅 江成舟大手一挥包了下来餐厅 温新年踩着高跟鞋 刚进入就看到 一众穿着商务装的精英们 正拿着高脚杯谈笑应酬 一抹粉红色 在一众吊咽黑中脱颖而出 人群之中谈笑声最多之处 文艺轩穿着一套粉色西装 身旁搂着看起来成熟 却又带着几分脾气的男人 男人穿着深蓝色西装 容貌出众 温新年微微眯眼 认出了那是换了一身衣服风格的林云浩 他正笑着应付文艺轩的魂画 周围站着江家和林家的几名高层 温新年看见了Alex在一挪视线 跟着不出意料 看到了一身黑色西装的江成舟 男人单手拿着高脚杯 垂眸引了一口 举止都是优雅和风度 几人都生得扬眼 江成舟却比他们还要更生一筹 温新年滴滴说了声 人模狗样 骂完想要正要转身潜水 男人抬眸正好看了过来 江成舟看见一袭黑色高领裙子的温新年 抬手勾了勾手指 温新年微不可查地撇了下嘴 朝他走去 其余几人中 Alex最先看见他 笑着打招呼 姐 你怎么来这么晚 文艺轩和林云浩一同看了过来 前者看了看温新年 又看了看江成舟 意味深长地勾起唇角 后者看见一袭黑裙 气质清冷的温新年 眸中流露惊艳之色 不由自主地弯唇 去换了身衣服 温新年走近对Alex说 跟着扫了一眼 其他人扯了个礼貌的笑 几人脸上都带着笑 只有江成舟面沉似水 抬手将空酒杯递给温新年 使欢道 去给我倒杯威士忌 好的 江总 温新年好脾气地微笑接过 转身朝餐厅吧 抬走去 江成舟这两天没少难为她 温新年已经习惯了 倒酒这种杂事 现在对她来说 小菜一叠 文艺轩见江成舟 对温新年的态度 看女人还没来多久 就被使唤去倒酒的背影 一时拿捏不准两人的情况 照理说 两人前天刚经历了一番云语 此时应该是打得火热才对 她挑了下眉 壮若无意夸道 温大小姐 还挺漂亮的 江成舟听言拧眉看文艺轩 还没开口 一旁的林云浩先接了话 温小姐不止漂亮 能力也很出众 Alex听言完全没察觉气氛的微妙 连连认同 可不吗 我姐刚来了一周 就凭一己之力助力拿下大项目 简直是我的偶像 文艺轩没见江成舟反应 先得了林云浩 答复 酒精情场的她 敏锐地觉察出 林云浩的语气不太对劲 她跟着漫不经心 寻寻善诱说 这么出众的一位家人 不知道最终会被谁抱得美人归 温新年在不远处倒酒 鼻子突然一酸 湾纯打了个喷嚏 江成舟目光始终在她身上 听了文艺轩的话 冷冷转向她 眼眸中带着警告 林云浩听文艺轩的话 湾纯看向温新年 说 温小姐应该很难追吧 看入不入的她的眼奥 她这人挺认死里的 文艺轩摇了摇高脚杯中的酒说 林云浩文言挑眉 说 文大少爷很了解她 略知一二 文艺轩听言赶紧否认 她呀 认定了谁 根本不会等人追 主动得很 林公子想知道 可以看看三年前A市媒体给她写的文章 从前可是个痴情的主 可惜 爱的是负新郎 哥 别说了 Alex听言面色发白 对其中的来趣有一些知晓 鹅脚冒冷汗 看了一眼自己的上级 江成舟垂眸面色阴冷 视线回到了远处的温新年身上 林云浩听言 面色跟着一冷 扯了个笑说 温小姐从前情感不顺 如今看开了也好 正逢温新年到晚酒转身 刚好对上头来的四双视线 莫名其妙皱眉走回 看着文艺轩面上不怀好意的笑 问 你编排我呢 可 文艺轩抬手正欲喝酒 酒夜入了喉 听温新年走过来一语猜中 心虚着正好被呛了一口酒 温新年弯唇走到江成舟身边 江成满酒的高脚杯递到男人手边 抬眸正好对上男人眼眸中的复杂神色 怎么了 我脸上有东西吗 温新年低声问 跟着说 你的酒 江成舟垂眸看着近在咫尺的人 伸手握住酒杯上温新年的手 男人的手掌附上来 带着熟悉的温度 温新年下意识迅速抽手 高脚杯被带着倾斜倒出酒夜 酒夜正好倒在了温新年的裙脚 你没事吧 林云浩上前皱眉问 伸手欲抓温新年手腕 江成舟手中一空 只剩杯子 被温新年瞪了一眼 抬手挡住了林云浩的手 出声冷冷警示道 林公子 注意分寸 林云浩不愿皱眉 郑玉说什么 远处的下属突然拿着手机过来 说他父亲有事找他 要他回酒店开视频会议 有重要事情要谈 江成舟知道 林云浩父亲管控吉言 林家的小辈都害怕这个家主 朝林云浩说 我的秘书的事情不劳操心 林公子还是专心处理自己的事情去吧 别耽搁了 后果不堪设想 林云浩闻言面色一冷 权衡之下看向温新年 放轻声音 似乎有意无意说 那我先走了 温小姐别忘了我们周末的约会 话一出口 众人脸色都变了 文一轩嘴唇张成欧字 全然不知道 一直陪着玩的林云浩 什么时候有时间勾搭上的温新年 以为他在胡言乱语 Alex则睁大了眼睛 表情明智 看看温新年 又看看江成舟 再看看林云浩 江成舟眉头狠狠跳了一瞬 看向温新年 见他弯唇大大方方点了个头 说 好啊 明天见 抱歉各位 我有事不多奉陪了 林云浩说 要笑着朝众人道别 最后深深看了一眼江成舟 转身离开 江成舟拿着高脚杯 沉默不言语 Alex面色发白 文一轩沉默一瞬 率先开口 温大小姐 你跟林公子 怎么突然好上了 温新年听言拧眉 说 什么好上了 还没好上 文一轩掂量着江成舟的脸色 谨慎说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才见过两面吧 怎么都周末约会了 谁说 我跟他只见过两面 温新年垂眸仔细查看 自己被盗上酒夜的裙脚 语气毫无波澜陈述事实说 他是我初恋 蛤 Alex听言大声道 与此同时 耳边响起一声玻璃爆裂的声音 文一轩心筋肉跳看去 见江成舟手上的高脚杯被捏碎 血液顺着男人掌心低下 面色发白 扯了个难看的笑容 说 这餐厅的杯子质量不行啊 不是五星级吗 江成舟脸色黑得不能看 见女人后之后绝抬头看她手 面色毫无波澜 若是三年前 温新年早就满眼 心疼地贴上来 现在的她眼中 却不见一丝相似的情感 只有对待公事的不耐 周边众人纷纷看过来 温新年原本还在思索 怎么处理裙子 顶头上司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捏碎了杯子 弄了一手血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权衡之下 江成舟的情况似乎更紧急一些 她犹豫着 松开裙脚公事公办 去拉江成舟手腕 说 先去处理一下吧 几乎是同时 江成舟抬手挥开温新年的手 深深看了温新年一眼 阴沉着脸大步转身离去 周六早晨 艳阳高照 A市知名山区景点 人声鼎沸 山脚下来来往往的 都是周末得空出来闲逛的人 除此之外 还有各式各样卖零食 纪念品的小摊 温新年穿着一身简洁的运动鞋 脚踩运动鞋 头上戴着遮阳帽 站在卖冰淇淋的小摊前朝老板 点头露出友善笑容 伸手接过中年女人递过来的冰淇淋 谢谢 摊位上的中年女人 回以微笑 温新年拿着冰淇淋 温新年走到大草坪上坐下 一边看着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一边吃着冰淇淋 甜味在舌尖蔓延 温新年忙里得空 不用上班 也不用带娃 难得惬意 她的心情颇为舒适 轻轻哼着喜欢的曲调 口袋的手机突然震动 温新年拿出接听 发现是林云浩 男人的悦耳声音 从手机听筒传来 新年 抱歉可能要让你等一会 我有些紧急事务 临时需要处理 晚一些到 大待多久 温新年问 温新年也不难为她了 吃了口冰淇淋 说 没事 你先去处理 我等你 好 林云浩回答 嗓音低沉跟着说 先再见 嗯 温新年诞声说 跟着干净利落挂了电话 另一边林云浩住的酒店 英俊的男人穿着睡衣 下巴上冒出零星壶茶 面色不太好看 正坐在套房客厅 快速审核文件 一边同样忙了一晚的助理 面色憔悴 说 林总 这事也太蹊跷了 咱总部文件审核 从来做的滴水不漏 层层把关 怎么会昨天半晚突然出问题 林云浩熟练点了根烟 猛抽一口呼出 诞声说 这还不明显吗 咱公司里有内贼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着实蹊跷 这么多文件 总裁都让您处理 这得做到什么时候 助理说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耐不住性子上不了位 老头考验我呢 耐着性子做呗 林云浩抬手在烟灰缸上 轻敲一下 烟只剩半截 助理听烟犹豫说 有时候让女人多等一会 上钩率更高 林云浩带着混说 语调理早没了 在温馨颜面前的绅士 助理听烟诧异 说 我以为您挺喜欢温小姐的 何演员 小时候因为缘分 有过一桩过往纠葛 但谈不上喜欢 林云浩吐了口烟 坦诚说 我喜欢的 是他温家大小姐的身份 时尽中午 温馨颜脸上盖着遮阳帽 躺在景点的大草坪上睡觉 突然被恶醒 早上挑位置的时候 还没太阳 起身躲到树荫下 另一边 离草坪不远的山脚茶铺 宽大的露天休闲座位上 坐了一行 穿着黑色商务装的人 吸引了不少路人的注意 为首的男人戴着墨镜 都能看出来容貌出众 气质不俗 坐在茶桌边 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眸光落在远处 茶桌对面 坐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男人 头发稀疏 面上带笑 江总真是有幸 知道我这老人家 喜欢山山水水的地方 特意约我来这边 不过我们已经闲聊了好一会了 得谈一下合作的事情了 江城州听言面容冷峻 沉默着没有回应 中年男人的笑将在脸上 心中拿不准面前能力 加示出众的后生的态度 一旁占了不少保镖 和其他精英下级 Alex看着身为地产大王 被人追着恭维的中年男人 露出尴尬笑容 再看自家上司 戴着墨镜的高冷模样 忍不住抬手擦了擦汗 其实这汗从这场莫名其妙 急不搭掉的清晨应酬开始 他就忍不住留了 昨晚江城州突然通知他 安排今早的应酬 和H是一家独大的地产集团 一把手李静明谈合作 地点不是高档酒楼 而是山脚茶铺 应酬的过程 也根本不是李静明说的 他和江城州闲聊了好一会 分明是他一直在陶醉地 讲自己关于山水的见解 而江城州偶尔不错 嗯敷衍一声 反倒是Alex站在一边 一直打圆场 恭维李静明 就像现在李静明 讲了一早上的山水 终于想起来谈合作 而江城州根本不回应 Alex连忙解围打哈哈 说 李总 您谈的山水见解太有深度了 我们总裁都听入神了 我替您叫叫他 中年男人听言 瞬间松了口气 说 好好 Alex附身到江城州耳边 低声呼唤 老大 boss 听得到吗 话刚说完 原本没有反应的江城州 转头摘下墨镜 给了Alex一个冷冷的眼神 吓得Alex后背一僵 江城州转回头 将墨镜拿在手中 朝对面李静明弯唇 抱歉 听得入神了 李总请讲 对面年轻的后辈 笑容言谈绅士 李静明听言 真的以为江城州听他讲话 听得入了神 高兴地跟着说 好好好 既然江总这么热爱山水 我可以再跟江总分享一会 李静明被哄得上了头 再次津津有味说着 完全忘记了 要谈正事 江城州眸光在他面上扫了一眼 跟着定到他身后的不远处 原本还是琥珀色的眸子 还算平静无波 谁知过了一瞬 不知看到什么 瞳孔骤然一缩 江城州突然站起身 李静明吓了一跳 被打断 江总 怎么了 第一次看到江城州 面露紧张之色 一边一众精英和保镖 也纷纷警觉 有些不解其一朝四周望 江城州已经离了座位 眼睛看着远处 连眼神都没分给众人 陈生说 李总 接下来的事务 我的助理和你谈 失陪 在众人没来得及反应前 江城州说着 已经大不远去 众人纷纷面露疑惑 几名贴身保镖 快步跟着江城州离去 身为助理的Alex 瞠目结舌 跟着强迫自己稳住神色 干咳一声 坐在了江城州的位置上 对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李静明说 李总 江总突然有点 急事要处理 接下来 有我和你谈合作 睡了一觉醒来 林云浩那边 还是静悄悄的 温兴严坐在树荫下 心平气和 打了个电话给他 等了许久 电话才被接通 男人的声音传来 喂 兴严 不好意思太忙了 没注意看表 我可能下午才能过去 你吃了吗 没关系 温兴严叫睡得舒服 听言诞声说 不过我们下次别约了 另一头 酒店里坐在沙发上的林云浩 听言面色一僵 还没尝试过 被女人拒绝过 有些不太适应 兴严 抱歉 这次是我不好 话还没说完 温兴严已经挂了电话 林云浩笑容将在脸上 抬手揉了揉眉心 跟着轻笑出声 助理在一边看着 小心翼翼问 林总 温小姐不高兴吗 林云浩是个混迹情场 处处得意的浪子 往往他只需要投递一个信号 鱼就会自己上钩 他本以为温兴严也是如此 没想到女人处事这么干脆 倒是让他想要多上了几分心 倒是个有意思的主 林云浩说 跟着看向助理 说抓紧完成老头发的任务 我下午有事 温兴严如今对于失约者 以及潜在渣男的态度 已经堪称杀伐决断 原本他看林云浩前几天的会议上的发言 像是有两把刷子 和自己的过往也有些晕远 准备和他约着看看 现在看人家这反应 分明是吊着自己 虽然他只是小睡了一早上 心里没有任何期待和失落可言 但还是直接让林云浩出局了 挂完林云浩电话 温兴严慢条斯理 戴上遮阳帽 伸了个懒腰 仰头看四周视野开阔 景观颇具格调 人来人往 有吃东西的 还有喝茶的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温兴严竟然也绝不出饥饿 摸了摸肚子 正准备上山看看 谁知刚走两步 肚子骤然一痛 鹅脚瞬间渗出冷汗 早上瘫嘴 没吃早餐 买了个冰淇淋 吃完坐到草坪上休息 都没啥不良反应 身为慢性肠胃炎 多年患者的温兴严过后 心存侥幸 实在没想到 这反应延后到现在了 思 温兴严疼得面色煞白 想要走到店铺处缓一会 谁知刚走两步 脚下一软 整个人跪倒在了地上 他顺势再次坐在了草坪上 颤抖着手 拿出手机 准备叫人来帮忙 谁知下一刻 有人匆匆而来 有些眼熟的黑色皮鞋 停在面前 高大的身影笼罩在身上 温兴严疼得顾不上抬头 谁知下一刻 他整个人 以一个公主抱的姿势 被捞起 落入结实有力的怀抱 鼻尖萦绕清淡好闻 而熟悉的南乡 男人的大掌 护住自己的头 面颊紧贴他的胸膛 胃部抽筒的温兴严 看不到男人的模样 只知道 他抱着自己 快步步直往哪里走 尽管看不见人 温兴严凭着熟悉的感觉 一下子认出了来人 皱眉虚弱道 江成舟 你怎么会在这里 话刚说完 男人结实的胸腔微微震动 嗓音低声说 别说话 保存点体力 我送你去医院 话说到一半 江成舟胸口骤然一痛 没防备奄奄一息的温兴严 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打他 皱眉垂眸一看 女人苍白的小脸 眼睛冷冷瞪着他 放我下去 混蛋 温兴严打完人元气大伤 不愿地把人抱得更紧了些 冷声说 然后看你疼死在这里吗 跟你 无关 胃疼得更厉害 温兴严几乎是用了全身力气说出的话 说完直接晕了过去 刚好走到停车场 身后的保镖一步一驱 引得不少人看了过来 江成舟挡住温兴严的脸 把人抱上黑色麦凯伦后座 将钥匙抛给带头的保镖 沉声说 你来开 保镖接了钥匙也不废话 拉开驾驶卫门 发动车辆 不多时 黑色麦凯伦上了路 朝市私人医院位置 急迟而去 车上 江成舟将温兴严搂在肩头 黑色大衣盖在怀中人身上 谋色深沉 过了三年多 温兴严的胃病 看起来比以前还要严重些 昨晚文艺轩半夜一通电话和他说 林云浩和温兴严 要来这边爬山约会 被他冷着脸挂了 今早温兴严到时 他和李静明已经谈了有一会了 他本预料到 过来可能会遇见 没想这妖巧 温兴严在茶铺对面的大草坪上 等了一个早上的人 女人穿了一身运动服 出现在远处的瞬间 江成舟一眼便认出了他 温兴严整个早上的活动流程 就是两件事 吃冰淇淋和睡觉 吃冰淇淋的时候 江成舟全程猝着眉头 看他吃完精神状态依旧不错 他的神色才缓和了些 吃完温兴严往大草坪一躺 帽子摘下来一遮 整个人直接睡到了中午 江成舟就这么看了他一个早上 温兴严整个过程只翻了一个身 然后被阳光刺醒了 醒了之后 又打了一通面无表情的电话 跟着走了两步 突然摔倒 几乎是瞬间 江成舟便反应过来 温兴严肠胃病犯了 本以为他大清早敢喝冰咖啡 这些年情况应该好了些 经过早上这一出来看 应该是更严重了 江成舟看着温兴严苍白的小脸 抬手附在他脸侧 触感温热而柔软 和当年一样 醒着的温兴严 眉眼是冷冰冰的 连爱的时候都是别扭的 睡着了 眉目却十分柔和 乖得不成样子 男人拇指轻轻抚过他的唇 指尖浅全 低声带着偏执说 我知道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 两小时后 温兴严在医院的床上醒来 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江成舟 男人面容冷峻 侧对着他坐在床头 正从保温袋中拿出舟盒 附在上面的修长无名纸上的宿圈戒指 闪着荧光 温兴严扬眉 心道江成舟竟然会戴戒指 当初结婚他都未曾戴过 男人对于类似于承诺和禁锢的象征物 一向抵触 当初他定制的戒指 江成舟一眼都未曾看过 出口就是扔掉 现在 他竟然肯好好戴着 不知道是和哪个女人的戒指 温兴严心道 这人莫不是真遇到何欣义的人 上了年纪铁树开花了 一边占了好几个面无表情的高大保镖 江成舟试了下温度 垂眸将餐盒放回袋子中 一抬头琥珀色眸子 正好和温兴严黑漆漆的眼眸对上 你怎么会在凌晕山 温兴严皱眉问 还记得自己晕过去前 江成舟突然出现 强硬着将自己抱起 去谈生意 江成舟诞声说 江州河再次拿出来 去山脚谈生意 温兴严眉头更皱 江成舟没有回答 转而说 医生说你现在没大碍 开点要回去吃就好 但如果继续糟蹋身体 像什么大清早喝冰咖啡 吃冰淇淋之类的 没准下次来 就是胃溃疡和胃出血 他说完拿出勺子 打开粥盒 咬了一勺蔬菜粥 凑近送到温兴严唇边 轻扬了下眉 示意他张嘴 温兴严自是没有理他 别过头抓住重点说 冰淇淋 你怎么知道 我吃冰淇淋 江成舟早有预料 放下周晚 伸手抓过他下巴 趁温兴严说话 将勺子送进他口中 周温度合适 江成舟动作卡得刚好 没让人感到不是收回手 温兴严抿唇 将温热的蔬菜粥吞咽下去 怒瞪江成舟 我不想吃 混蛋 话说一半 江成舟学着刚才的招 又喂了一口 温兴严再次咽下 指着他鼻头骂 你是不是有 江成舟眸光看着他银润的唇 优雅地再次喂了温兴严一口 仰起唇脚 温兴严 治你 我还是有一套的 江成舟欠揍地说 抬手摸了下温兴严的头 过两天还要出差 温秘术能力出众 主郎拜年不安好心 现在知道了真相 捂着唇抬手 打开他的手 转身要下床 被男人轻而易举 拉住了手腕 去哪 马粥喝完再走 江成舟语气带着霸道说 温兴严正脱五国转身 指着门说 江总 我很感谢您今早的相助 现在谢过了 粥我也会喝 请您离开 正说着 还没把屋里的男人请出去 门口又来了的男人 林云浩穿着一身T恤牛仔裤 出现在门口 装扮简单 身上的邪气没那么重了 也没那么成熟 看起来像在大学校草 看到屋里的景象 男人面上错愕一瞬 跟着走至房中 忽略了江成舟 看着温兴严的眼中 带上几分交集说 兴严 你还好吗 怎么回事 没带 温兴严看着走进来的林云浩说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从文艺轩那知道的 林云浩说着 看向江成舟 说 江总怎么在这 温兴严然 先接了话 他不在这 你也不可能 知道我在这 因为文艺轩没地知道 江成舟听言皱眉 看着突然出现的林云浩 冷哼一声 说 我可没和文艺轩说 林云浩避开江成舟的目光 走上前 看清男人还抓着温兴严手腕 微微挑眉后 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 看向温兴严 早上是我不好 突然有事失约了 没想到你 突然不舒服 林云浩放轻声调说 看向温兴严的眼中 充满愧疚 江成舟眸色发冷 看着林云浩 温兴严 有点不太舒服 你能为我喝粥吗 江成舟听言面色一冷 转头看温兴严 眸中带着质问 似是不解温兴严的态度 好啊 林云浩心到还有机会 笑着端起桌上的粥 看着江成舟手中的勺子伸出手 江总给我吧 江成舟拿着勺子没有动 直直看着温兴严 说了手不舒服的温兴严 直接夺过他手中的勺子 递给林云浩 半生说 云浩可以照顾我 其他的不劳烦江总了 谢谢江总给我买的粥 多少钱我赚给你 比起林云浩 温兴严目前更不想和江成舟待在一处 话说完没有得到回应 不知怎变 温兴严好似从江成舟 那一向不险山露水的面上 看到了一瞬的无措 江成舟手指指节发白 空了的手上拇指 下意识转动无名指上的戒指 沉默许久 说 免了 要我走可以 我还有个问题 林云浩笑着旁观 颇绝有趣 温兴严和江成舟 这个杀伐决断的江氏集团 最高实权掌握者关系 并不如传闻中的难堪 他接过温兴严递过来的勺子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咬了粥 甚至贴心地吹了两口 送到了温兴严唇边 粥到嘴边 江成舟看着 温兴严弯唇 似乎是十分愉悦地喝下 看着他问 什么问题 江成舟按在无名指上的拇指 力道加重 看着林云浩 拿着勺子的手眸中 流露危险神色 冷声说 你们什么时候有过一腿的 温兴严自幼喜欢他 离了他就要生要死 他说林云浩是他的初恋 江成舟无法相信 男人说的话难听 听起来就像问 温兴严以前什么时候背着他偷情 温兴严眉头一皱 话还没出口 谁知旁边魏州的男人替他说了话 江总 请不要用这种说话 来形容纯洁无瑕的初恋 纯洁无瑕 江成舟听言冷冷吃笑一声 林公子流连夜场 身边女人就没停过 也有纯情的时候 江总这么说就不对了 林云浩面上还带着毫无破绽的笑 说话却加枪带棒 说 我听说江总也是个阅女无数的高手 我们两个谁到高一行还不一定 江总怎么讽刺起我来了 因为我没有自诩纯洁无瑕 江成舟反应极快诞声道 林云浩被堵得沉默一瞬 低笑一声说 江总上学的时候是进过辩论队吗 咄咄逼人的能力让在下佩服 你装成的本事也让我佩服 接下来的十分钟 两人进行了不紧不慢 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讽刺 就在江成舟伸手抓住林云浩衣领 要直接出手教训这个勾搭温馨炎的后背时 林云浩看着他身后突然愣住 说 温馨炎跑了 江成舟一愣将拳头收回 转头看去 床位已经空了 他们两人互相明朝暗讽期间 温馨炎被忽略在一边 淡定地端起粥 他一边听着两人充满火药味的兑现 一边喝完了粥 最后起身走到病房门口 朝个保镖一一点头致意 一众保镖看着自家老板 对人看得津津有味 无法自拔 注意力根本没在温馨炎身上 温馨炎微笑着走出了病房 根本没有人阻拦 直接去找护士拿了药 出了医院 医院病房中 江成舟一看 温馨炎床位空了 抬手揉了揉眉心站起身 最后冷冷看了一眼林云浩 朝门外走 林云浩弯唇站起身 单手插兜 在江成舟即将走出房门时开口 江总 昨天我和温小姐约定好今天约会 今天我家里集团刚好出事来不了 你说 怎么会有这要巧的事 我们的合作 还能继续吗 黑色皮鞋一顿 江成舟转身看着林云浩 重新走近 眼眸冷冷腻着他 他的身量比林云浩还要再高一些 湾纯说 我们的合作已经签了 能不能接着合作 应该是听身为江氏集团CEO的我 还有你父亲 林氏实际掌权者的意思 林公子还是管好自己比较好 还有一点 我没和文艺轩提温馨炎在医院 你派人查温馨炎 是吗 你 林云浩没想到自己的话 一一被讽刺回来 还被揭穿了自己的小动作 一时达不上来 你还是道行太浅 江成舟走进一步说 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 男人走至林云浩面前 迫使他不得不微微仰头 看着江成舟那不达眼底的冰冷笑意 江成舟身上带着天生的上位者气息 林云浩下意识后退一小步 声音地扯出一个笑 说 什么 黎文星言远一点 不然后果你无法承担 江成舟慢条思理说 男人的手随意插在西装裤袋中 看起来绅士而有风度 说话声调也是平静无波 林云浩却忍不住背后一冷 陷入沉默 等反应过来想要回答时 江成舟已经再次转身 拿上西装外套 带着一行保镖朝外走去 林云浩站在原地 等了一会 扯了个声音的笑道 有意思 星号 医院门口路边 温星言拿着手机 迟迟等不来车 准备抬手直接拦车 谁知刚一伸手 手腕突然被男人伸出来的握住 转头一看 原本应该还在病房 和林云浩辩论的江成舟 站在身侧 温星言皱眉 江成舟适时收回手 看着他问 一起走走 等不来车 温星言对江成舟近日来的反应 也有些疑惑 将手机收进口袋中点了下头 说 也行 江成舟的保镖被他遣走了 两人一同 步行到了最近的公园中 时至夏末 公园里绿树成荫 温星言垂眸踩着树影 漫无目的走着 江成舟跟在他旁边 温星言的手 有时会不小心碰到 男人有些冰凉的手背 而后收回 江成舟侯杰上下滑动一刻 看着温星言踩树影的模样 脑海中不自觉印出 当年稚嫩的女孩 穿着白裙 长发及腰的模样 还有她拉着她的手 和她分享自己 这个独特喜好时面上 难得的雀缘 当年的女孩 留着一头长卷发 容貌稚嫩像纯洁的天使 现在长卷发 早已变成了短发 江成舟也很少能看到 她当初的影子 只能通过这些小小的迹象 去看到往昔的她 江成舟 温星言百无聊赖 看着地上的树影 出声唤她 耳边响起的声音清冷 感情温度聊胜于无 和从前大不相同 江成舟嘀嘀 N了一声回复 温星言停住脚步 身边男人也跟着停下 她抬眸仔细看着江成舟 见她平滑的眼角皮肤 和没有瑕疵的面容 说 我没记错的话 你三十了吧 江成舟微微一顿 忍不住抬手摸了下脸侧 她这是嫌她老了的意思吗 沉默一顺 她再次恩了一声 说 两个月前刚过完三十岁生日 两个月前 那时候温星言还未回来 江成舟并没有过生日 那天应酬喝酒喝的昏天暗地 隔天才被文艺轩祝福着 想起了自己的生日 不知是想到什么 江成舟谋色灰暗 温星言将手插进口袋中 收回目光 说 如今想来 我们也认识挺长时间了 有件事情 我有点搞不太懂 什么 江成舟说 我觉得你好像变了 江成舟文言面容一宁 跟着扯了个没心没肺的笑 蛮唇问 哪变了 温星言认真道 脸皮变厚了 江成舟 开个玩笑 温星言见江成舟反应 笑着转身 看了下手上的表 半开玩笑说 我只是觉得 现在好像到哪都会遇到你 明明只有几天 感觉比我们以前结婚时的相处还要长 江成舟听言面色一致 第一次听言 温星言主动提及过往 沉默良久 说 巧合罢了 是吗 温星言点头 犹如恍然大悟说 那从前真是不巧 江成舟垂在身侧的手指微躯 低笑一声 仿佛默不在意道 是啊 男人的声音明明平静无波 温星言却好像从中听出什么 其他意味来 其实我也不太想浪费时间 接下来我直接问吧 我感觉你最近对我的关心 有点超过正常外人 或者前夫应该有的程度 像是对我有意思 江总 是我有什么剩余价值 让你想重新泡我吗 女人声音清冷 声调平静无波 仿佛在陈述什么平淡的日常 江成舟听言沉默一瞬 不知在想什么 跟着停住脚步 低笑一声 温星言 你还是这么自作多情 温星言皱眉看她 听言后 神色竟然变得轻松 说 是吗 要是我误会了 那真是太好了 江成舟看着她面上松了一口气 拇指再次下意识 转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深深看了她一眼 今天就到这里吧 为了防止你继续自作动情 再见 温秘书 似乎是为了提醒温星言自己的身份 男人最后几个音说的重了些 跟着转身 大步离开 温星言 她无语片刻 虽然为江成舟对自己没意思这件事松了口气 但过了三年得知 江成舟依旧对自己 谈及男女那点事 那么抗拒 气到天都聊不下去 中途跑路有些好笑 不过四级话说开了 江成舟为了避嫌 应该不会再阴魂不散 温星言满意弯唇 谁知还没高兴上一小会 父亲温方元打来电话 老头打电话来 每次都没什么好事 温星言仰起的唇角 跟着拉了下去 接听电话 跟着听那边温方元说 妍妍 你明天有空吗 前两天跟你说的相亲 我有何事人选安排 还没等温星言回复 温卷卷迫不及待 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 妍妍相亲 我要漂亮爸爸 深夜 A市南区生意最旺的夜店里 灯光暧昧迷离 躁动的古典震天 舞池里全是随着音乐扭动 衣着暴露的男男女女 年轻男女们目光肆意扫动 心中各自寻找着今晚的猎物 夜店角落卡座 原本应该最不起眼 却吸引了不少女人的目光和青睐 角落中做了三个男人 模样生得一个比个好 一名身材火辣的金发女人 率先出击 拿着酒杯 踩着恨天高走上前 选了中间穿着西装模样 最为好看的男人 送出了酒杯 帅哥 可以请你喝杯血腥玛丽吗 江城州正垂眸看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文言好似没有听到 不做回复 女人见了她无名纸上的戒指 挑眉带着胆子 直接坐在了江城州旁边的卡座上 抬头附在江城州骨节分明的手上 帅哥 出来玩就 不要想老婆了 我替你先摘下吧 一旁文艺轩放下酒杯 看得心惊肉跳 直接伸手 扯开那金发油雾 搂进怀中 带着魂说 乖乖 你招他干什么 他现在浑身上下 只有嘴嘴硬 哥哥陪你 金发女人不知道 突然打断自己的文艺轩 差不多是救了他的命 推开文艺轩说 虽然你也长得很帅 但我还是更喜欢他 江城州没有抬头 视线依旧在自己的手上戒指上 织眸色因刚才女人的触碰 而微微发浪 就在此时 卡座上的一直旁观的斯文男人 终于开口 笑着说 不考虑一下我吗 金发女人转头 看清了说话男人的面容 那斯文男人穿着白色衬衫 金丝眼镜戴在优越的脸上 禁欲而蛊惑人心 笑意浅全 要是平时 金发女人遇到这等男人 早就扑了上去 但线下不同 由于片刻 他坚定地转回了头 看着垂眸始终一言不发的江城州说 我还是要他 姑奶奶 你还真以为让你选啊 一向腾欺天下所有妙龄女郎的文艺轩开口 抽空看了下被女人拒绝的斯文男人 说 傅思远 你不行啊 傅思远微笑贪手 风度翩翩 输给江大少爷 我甘拜下风 江大少爷是江城州以前的狐朋狗友 对他的调笑称呼 傅思远这几年在国外进修医学 刚回来一时还改不了口 行啊你 不愧是读书人 文艺轩笑着倒了杯酒 搂紧了金发女郎 接着调侃傅思远说 说话文周周的 听得我一声鸡皮疙瘩 傅思远笑着抢过他的酒 说 今天是欢迎我回国 你这顽固子弟少点调笑我 得 文艺轩说着 再给自己倒了杯酒 金发女郎在他怀中还不死心 对着江城州说 帅哥 你看看我呗 江城州看着戒指 耳边吵得厉害 终于抬眸看向文艺轩 语气森寒道 让他滚 女人听言面色一僵 吓得一缩 有些不知所措 求助着看向文艺轩 文艺轩面露惋惜 垂眸再看了一眼 女人凹凸有致的漂亮曲线 伸手拍了下女人的屁股 说 抱歉了 只能说我们有缘无分 女人恼羞成怒 穿着高跟鞋剁了一下脚 从文艺轩怀中起身 拿了桌上自己带来的酒杯 傅思远以为他要拿回去 谁知女人视线一一扫过三人 最后泼在了文艺轩脸上 文艺轩 傅思远扑斥一声笑出声 江城州视线又回到了手上的戒指上 没有反应 女人碰了臂 破完文艺轩后甩了下头发 挺起傲人的胸 准备转身离开 谁知还没走 她的手就被突然上来的几个 镖形大汉抓住 女人见这架势不是闹着玩的 脸上终于浮上害怕 几名镖形大汉看向傅思远 为首地问 老板 怎么处置 傅思远弯船拿了包纸巾 扔向文艺轩 你说 文艺轩抽了几十张纸巾擦脸上的酒水 摆了摆手道 放她走 你还真是一如既往怜香西域 傅思远说着 摆了摆手 几名镖形大汉 得令松开女人 重新退到一边 金发女人被松开 猎切着转身狼狈离开 得 现在就咱得三了 谈谈呗 文艺轩掏了支烟点上姐们说 谈 傅思远收回目光 看向心不在焉的江城州说 周儿 你怎么回事 她呀 文艺轩抽了一大口烟 在烟灰当中敲落烟灰 接着说 欲求不满呗 傅思远听言皱眉 说 当初温心炎走了后 她不是早就出家了吗 怎么还有欲望这种东西 江城州听言抬眸 看着幸灾乐祸唱双簧的两人 冷冷说 疲痒了 文艺轩和傅思远时 和江城州约架 没少被揍 心里阴影直接流到了今天 听言纷纷挤背一通 收起了欠揍的笑容 哥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文艺轩狗腿道 你就说 从前温大小姐没回来 你跟没了魂一样 现在人回来了 你倒是推着人往外走 太奇怪了 傅思远今天刚回国 对许多事都不清楚 反应慢一拍 睁大眼眸看江城州 温大小姐回来了 江城州没有理会她的震惊 视线终于从戒指上移开 从随身公文包中 拿出几张纸 放到桌上 文艺轩不解其意 傅思远一眼看到 诊断证明几个字 拿起纸张垂眸 一一扫过纸上内容 原本正常脸色逐渐发白 似乎是回答文艺轩市的 诗神抬头看江城州说 我知道为什么了 文艺轩不解其意 傅思远一眼看到 诊断证明几个字 拿起纸张垂眸 一一扫过纸上内容 原本正常脸色逐渐发白 似乎是回答文艺轩市的 诗神抬头看江城州说 我知道为什么了 星号 周日傍晚 江市集团总部总裁办公室 Alex推门而入 说 Boss 东西都整理好了 弱大的办公室内 带着金丝眼镜的男人 坐在办公桌边 正在看电脑 听言摘下眼镜 抬眸看来 说 放温新年桌上 好嘞 Alex应道 拿着文件往温新年桌子走 便说 Boss 今晚还有个应酬酒会 和李静明那个老酒鬼喝 在那个老气横丘的老字号 天灵酒楼 江城州文言神色淡淡 对于应酬喝酒早已习惯 沉默一瞬问 林云浩今天什么动静 林公子今天一整天 待在酒店处理他爹给他家的任务 Alex听言黑黑一笑 说 Boss 你放心 江城州食指交叉放在桌上 看他眉飞色舞模样 眼皮微仙 我放心什么 Alex笑容一致 善笑两声 说 没什么 没什么 他心里其实是想要说 放心温小姐 不会被林云浩调走 昨天中午 江城州在山脚应酬突然离开 后来 Alex给他处理医院账单时发现 就医人是温新年 心头顿时明亮 三年前 Alex还没入职 还不认识温新年 但自家Boss和温大小姐那些事 这几年 Alex通过处理了相关的许多事物 已经看了的大概 他还记得他刚入职时 老板江城州 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买房 买的那套房 正好是他刚离婚的前妻温新年的 再后来 江城州让他海外找人 找的人 正好就是温新年 Alex虽然以前不认识温新年 但在自家上司和他重逢的那天 男人那从未显露人前失了魂的反应 就能看出 温新年对江城州来说 不一般 拿200亿替温家还债 签根本就是赔本的合同 最后的目的 却是让温家大小姐来集团工作 而且就安排在同一个屋檐下 背后的用意 昭然若揭 Alex以为温新年也是清楚的 所以接受入职 入职后 老板会逐步向他挽回这段关系 而温大小姐 可能因为当初离婚的事还有气 但传闻他对自家老板用情至深 最多也是闹别扭一段时间 最后重新接受 在他这个旁观者的构想中 温新年和江城州错过三年 最后将走向圆满结局时 并且用不了多久 毕竟他们都对对方有情 到后来 Alex发现他想错了 温大小姐温新年清冷疏离 似乎从未考虑过 江城州可能会喜欢上他的可能 而且看向他的眼神 也没有任何爱意 或者是旧日爱意可言 而自家老板江城州 也没看出来 要彻底追人的样子 整天不是让温大小姐加班 就是冷言冷语刺他 若不是 Alex在其中为江城州做事 亲眼看到 温大小姐不来上班时 上司烦躁 还有昨天突然应酬到一半 突然送人去医院的事 Alex真的看不出 男人曾经动用了所有权利联系 去找温新年 但是就算是现在 他也看不出 自家老板 有和温大小姐附和的预兆 司机此 Alex忍不住轻叹了口气 江城州看窗外天已经全黑了 再看 Alex垂眸一脸伤春悲秋的模样 起身拿了麦凯伦钥匙抛向他 拿上西装外套 朝外走去 跟上 去和李静明应酬的酒楼 今晚和昨天早上 在山脚下谈事情的地产大王谈合作 今晚轻松些 主要是娱乐应酬酒席 司机今晚还得和一群老头 公酬交错谈事情 听他们吹水 江城州赶到一阵头疼 今晚又将是像温新年 不在的三年中一样 无趣的酒会应酬 喝酒喝到烂醉 然后被助理扶回家 回到那个空荡的房子 星号 晚上 高档老字号酒楼 别出心裁的灯光 打在木楼的墙上 质感温暖 独具特色 天字二号房 位于顶层一号房对面 中间有古色古香的连郎相连 温新颜站在二号房前 为了显示对约会对象的尊重 抬手理了下头发 拿出镜子 确认无误后 推门而入 另一边 江城州黑色皮鞋 踏上木制楼梯最上街 一眼看见 穿着一身红色吊带裙的女人 微微眯眼 相隔有些距离 但他一眼认出了 那是昨天下午 在公园质问他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想要重新泡他接近他的女人 上司突然停下脚步 Alex走上前 说着他的目光看去 看到了一个身材曲线 恶嫩的短发美女 在定睛一看 突然道 WC那不是温秘书吗 好巧 说完 Alex突然失声 转头对上江城州 冷冷的视线 再一转头 温新颜已经进门消失了 Boss 你说温秘书来这里干什么 还穿那么好看 他本来就漂亮 再说话 你别干了 江城州皱眉收回视线 似乎毫不关心转身 跨步走向了天字一号房 Alex健壮 只能信心跟上 温新颜进了天字二号房 一眼看到了 坐在桌边等候的混血男人 男人眉眼深邃 容貌是一等一的英俊 蓝色的同眸 好似装了一池清水 挂在唇角的笑意 身世有礼 看见温新颜入门 男人站起身走向温新颜 率先伸出手 你好 温小姐 我是成鱼 你的相亲对象 温新颜回来的礼貌地笑 抬手虚握了下她的手指 跟着松开指向桌子道 我们坐下慢慢谈吧 温新颜一向言出必行 前几天答应了温芳远相亲的事 没想到老头动作这么快 昨天就安排好了 温眷眷吵着要个漂亮爸爸 温新颜一向很注重亲儿子的感受 如期画上装换上衣服 前来赴约 虽然曾经被感情伤过 并且付出的代价并不小 但温新颜从来没有抵触过 重新开始的可能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要么是她带着温眷眷太忙了没时间 要么是烂桃花纠缠 不怀好意的男人一张口 她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 所有的关系都在刚露出苗头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今天的相亲对象 第一眼看上去还不错 混血 英俊绅士有理 学历程度高 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的教授 年纪轻轻 成绩斐然 温新颜在成余拉开的椅子上坐下 率先拿了红酒倒上 递给男人 问 成先生 你介意对象离婚带娃吗 成余接过红酒 笑着抿了一口 听女人言语 突然一呛 咳了两声 说 温小姐 你很直接 温新颜微微一笑 见她反应 问 你不介意 我知道你好像是单身 没有结婚经历 我不知道自己介不介意 成余笑着放下酒杯 十分坦诚道 其实温先生告诉我的 关于你的情况 是和我一样的 温新颜听言皱眉 说 我爸没告诉你 我结过婚生过啊 没有 成余说着 再次拿起酒杯 趁着温新颜还没说话 抿了一口放下 所以我才会呛到 温新颜拿了酒杯 给自己倒了酒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吗 成余拿着酒杯 微摇了摇 沉默一瞬 蛮纯说 温小姐不介意的话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你的小孩的事的事情吗 我挺感兴趣 你这么漂亮 他应该也很可爱 温新颜喝了酒 嘴唇染上烟红 听言知道 约会还能继续 大大方方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相册 成先生 你应该清楚 我们今天的约会内容是保密的 成余招来 服务生拿菜单 点头道 你放心 温小姐 温新颜放心地将手机递给成余 起身走到成余旁边坐下 你看 这是我的小孩半岁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不能像现在一样闹 很可爱 女人身上的蛋香萦绕鼻尖 说起小孩来的声音 没有刚才那般清冷疏离 多了些生活气息 仔细观察 还能发现一些雀跃与满足 成余听温新颜 一边滑动手机照片 一边会声会色 讲着小孩的事情 微微弯起唇角 听得入神 他偶尔询问几声 比如 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当时是什么心情 温新颜都认真回忆 给出答复 两人就这么聊着 一晃过了半小时 才意识到菜还没点 成余叫了服务生 来给温新颜点了菜 没多久 色香味俱全的酒楼招牌菜 被端上来 成余给温新颜 咬了一碗色香极佳的三鲜汤 递给他 两人就着菜 再次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 聊完温新颜带娃的事情 温新颜开始问成余的工作生活 得知他平时生活惬意悠闲 工作压力不大 空余时间多在游山玩水 还说过半年他处理完工作 要去参加航海旅行一百天 温新颜一听 瞬间来了兴趣 转瞬间又想到 自己家欠着百亿债务 羡慕道 程先生说走就能走 真让我羡慕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像你这样洒脱 可惜啊 这需要资本 程余见他突然低落惆怅 再给他添了两勺汤 安抚道 事事多变 温小姐现在觉得繁忙 或许到时候 突然就空闲下来 一切现在困扰你的问题 迎刃而解 也不一定 到时候 我要出发时 一定提前联系你 如果你刚好有空 可以和我相伴同行 温新颜听言 谋色微善 入口鲜甜 满足眯眼 程余言谈皆是风度 接下来又给温新颜 分享了他四处旅游的经历 温新颜听个入神 偶尔询问地方特产 和闭逛景点 两人有来有回 就着佳肴 聊得不亦乐乎 房间里充满两人 悦耳爽朗的开怀笑声 与此同时 天字二号包厢 对面的天字一号包厢 气氛截然不同 一群喝醉了的老头 搂着带来的嫩魔 大声吹嘘新买的古董家珍 连昨天在山脚下 大潭山水之乐 淡泊明智的地产大王李静明 也不例外 江成舟冷着脸 坐在主位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垂眸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Alex被人灌酒灌得半清半醒 看自家Boss冷着脸 脚步半虚 走到江成舟面前 一不小心将心里话说出了口 Boss 你说 哥 温秘书打扮那么漂亮 是不是要去约会 对面现在 江成舟眼皮危先看了他一眼 拿着酒杯喝了口酒 但声说 与我何干 男人语调无波无澜 好似真的毫不关心 Alex酒精上头 话说一半 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眨眼已经是深夜 天字一号酒席终于结束 一行人走出了门 醉了一轮又醒来的 Alex清醒了不少 看对面包厢灯已经暗了 又看了一眼老板江成舟 毫不在意的眉眼 心头有些拿不清楚主意 江成舟没有看对面一眼 和李静明走在前面 一行人走下了木制楼梯 楼层不高 酒楼没装电梯 众人很快抵达楼下停车场 一众脚步不稳的老头 搂着年轻嫩磨上了 各自的豪车 各自赶往今晚的归宿 Alex被夜风吹得清醒 看着那些豪车离去 摇了摇头 叹道 真是宝腔未老啊 年纪这么大了 也不怕玩出事 江成舟酒喝得多 有些头疼 问 代价还有多久到 Alex刚酒醒不久 也不能开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扯了个僵硬的笑说 Boss 我叫得有点晚了 要等半个小时 江成舟冷冷看他一眼 掏出烟快速点上 拉开准备上车 你在外面好好等 别呀Boss 外头风大吹得头疼 Alex苦哈哈道 正说着 原本准备被丢在车外的 Alex见江成舟 突然动作一顿 眯眼看向远处 吐了口烟 他寻着视线看去 跟着眼角微微一跳 不远处路灯下 温兴颜和一个不认识的 高大混血男人 走得极近 身上披着宽大的西装外套 两人有说有笑相谈甚欢 Alex第一看到 温兴颜发自内心的真诚笑容 微微一愣 跟着似乎是察觉到 周围气压不对 僵硬着转过头 成渔的车停的比较偏 两人吃完饭 他说要送温兴颜回家 温兴颜现在住在软末威家 笑着硬下了 两人聊得很是投机 成渔是个很有生活格调的男人 他喜欢的许多事情 正好是温兴颜感兴趣的 夜深楼下风大 男人将西装外套递给温兴颜 温兴颜大大方方披上 轻快走在他身侧说 程老师 我还是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 男人声音低沉悦耳 你有钱有闲人长得又帅 照理说 身边应该不缺乏 同样优秀的追求者 为什么会来相亲呢 温兴颜将外套拉延实了些说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成渔听完低笑一声 解释说 我平日里除了工作 其他时间基本不社交 都是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连女性朋友都寥寥无几 根本没有谈对象的机会 温兴颜听言点头 跟着问 那你为什么突然来和我相亲啊 实不相瞒 成渔坦承道 年纪到了 我妈想要个儿媳妇 催得我受不了就来了 温兴颜了然点头 说 太巧了 我儿子想要个漂亮爹 所以我来了 成渔听言爽朗一笑 说 有机会的话 真想见见你的小孩 会的 温兴颜弯纯说 两人转眼间走到了黑色劳斯莱斯面前 成渔上前抬手拉开副驾驶车门 说 到了 女士优先 温兴颜再次微笑着拉下外套 低头准备上车 成渔贴心地将手虚放在他头顶 提醒说 小心 两人离得极近 温兴颜还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南式香水味 他近距离看着成渔深邃的眉眼 说了声谢谢 台步一边高跟鞋跨进了车里 将成渔的外套放在座位一侧 温兴颜拢了下裙脚 看着车内正准备坐下 谁知下一刻 手腕上突然传来一股距离 那力道似乎带着无边的怒意 温兴颜皱眉 怎么了 程老师 空气沉默一瞬 成渔没有回复 温兴颜疑回头 跟着面容一致 看清了握住自己的手的人 江成舟 你怎么在这 面容冷峻的男人握着自己的手腕 眼眸里酝酿着翻山倒海的情绪 闽唇不语 成渔有点摸不清头绪 看着突然出现的男人微微皱眉 Alex从一旁赶过来 看着面前的场景微微睁大了眼 方才还毫不在意的自家老板大长 正死死握着温兴颜的手不放 江成舟不放手也不说话 停留在自己脸上的目光 炽热而专注 握在手腕上的手冰凉 温兴颜皱眉看向Alex 问到底怎么回事 Alex脑子飞速旋转 解释说 Boss今晚喝多了 人不太清醒 话刚说完 不太清醒的江成舟突然开口 将温兴颜整个人拉至身边 和成渔拉开一段距离 说跟我走 江成舟力气大 温兴颜体重轻 被他轻而易举拉动 猎切着眨眼间到了男人身旁 江成舟 你发什么疯 温兴颜被扯痛了怒道 跟我走 江成舟自始至终 没有看成渔一眼 拉着温兴颜手腕说 放开我 温兴颜冷声道 神色皆是怒意 谁知他刚表达完立场 整个人突然被凌空抱起 吓了一跳 江成舟眸色微凉 看女人态度 直接抱起人就要转身 被身旁的男人拦住 成渔站在突然出现的男人面前 皱眉道 这位先生 请放开温小姐 男人这时候 说话都彬彬有礼 江成舟听言嗤笑一声 看向怀中挣扎的温兴颜 冷冷道 原来你现在喜欢这款的 神经病 温兴颜被他打横抱着 抬手锤打他胸口 男人纹丝未动 任他打骂 江成舟根本不把成渔看在眼里 转头看Alex吩咐 你对付他 Alex听言 上前挡在了成渔面前 开口说 放心boss 这老外我来对付 成渔听言皱眉 我是本地人 Alex关键时候派的上用处 江成舟满一弯唇 眸中带着病态的危险 看着怀中人说 温兴颜 这是你逼我的 他说着 不容反抗的大胯 不往自己的车走去 温兴颜闻到男人身上 浓重的酒气 恨恨道 滚蛋 你到底喝了多少 星号 深夜 电梯在顶层豪宅 直接入户 江成舟踢开门 将双手被领带绑着的女人 丢在沙发上 男人动作带着焦躁 温兴颜靠在沙发上 双手被绑着 抬腿高跟鞋 抵在男人胸口 江成舟 你到底在耍什么疯 看清楚了 我不是你的小情人 黑色高跟鞋抵在心口 江成舟眸色深沉 抬手扣住他脚腕 说 温兴颜 昨天你在公园问我是不是泡你 我现在可以给你答复 什么公园 我说过吗 温兴颜早忘了那当事 听言皱眉 江成舟抬手捏住他下巴 没有理会他的不上心 凑近了掐住他的腰 声音发哑说 这房子里的一切 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那都是三年前你留下来的 一样都没有换过 墙上挂的花是你花的 六个柜子里 五个是你的衣服 餐具都是你当年精心挑选的 还有这枚戒指 温兴颜听着男人的话 表情逐渐冰冷 江成舟说着 似乎是想起什么 突然起身 快步走向了屋内 温兴颜深呼吸两刻 看着男人的背影 深深皱起了眉 反应过来 手指用了力气 努力挣开领带 却始终无法挣脱 江成舟回来得很快 一出来就看见 他正在挣扎 快步上前抓住他的手 说别白费力气了 温兴颜 温兴颜垂眸 看他手上拿了个 有些眼熟的黑色丝绒材质盒子 问 那是什么 江成舟见他不挣扎了 松开他的手打开盒子 温兴颜垂眸 看到一枚束圈戒指 静静固定在其中 那圈刻着熟悉的字母 呼吸停滞了一刻 他有些意外 你没丢 那是当年他们结婚他 亲自去定制的戒指 当初早被他卖了 温兴颜不知道这东西 怎么又会到江成舟手上 更不知道 男人今晚的举动 为什么这么怪异 江成舟有些偏执地取出戒指 拉过温兴颜的手 温兴颜眨眨了眨眼 意识到他要做什么 挣扎着要收回手 却被男人死死握住 下一刻 戒指的冰凉碰上无名指 江成舟似乎是着了魔斑 将那戒指强硬套上 温兴颜修长白皙的指节 而后大掌将人搂进怀中 与人食指相扣 当年系了灰的一对肃圈戒指 瞬间紧紧相挨 温兴颜看着自己手指上 多出来的戒指 还有男人扣住自己手上的戒指 突然间明白了某些异样 男人的呼吸打在耳侧 像人味发怒的威胁猛兽 沉默一瞬 温兴颜冷冷的声音 在客厅中响起 江成舟 你到底什么意思 江成舟听言嘀嘀一笑 食指在温兴颜脸侧轻轻抚过 温兴颜 我后悔了 今晚看见那个男的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后悔什么 温兴颜 我不想泡你 我爱你 男人低沉带着雌性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话语珍重 温兴颜沉默一刻 像是听到了天下最可笑的笑话 吃笑出声 江成舟 Alex说的没错 你真的喝得挺多的 也许是吧 江成舟说 眸光看着温兴颜 白皙的脖子和耳后 微微发暗 温兴颜觉察不妙 紧跟着耳侧突然一热 眼眸不可控制争大 江成舟正在亲吻他的耳垂 男人鼻息灼热的不成样子 温兴颜偏头躲着 怒道 江成舟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江成舟闻颜 将躲开的人压在沙发上 不给温兴颜躲闪的机会 起身看着他道 怎么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我这样 前两天在会所里求我的时候 你可不是现在这个模样 温兴颜听言抬头 微微错愕 说 江成舟 你在说什么 会所里的男人 是你 江成舟眼眸染上怒意 抬手捏住他下巴 亲Alex 约会 初恋 和混血男人有说有笑 会所找鸭子 让男人围着你转 温兴颜 你现在是有多即可 你以前不是说 非我不可吗 男人话语中 带着难以平息的怒火 放在温兴颜下巴的手用力 温兴颜吃痛却无法挣脱 听着刚才说爱的男人 突然开始出言讽刺 你真的疯了 他闭眼说 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再会锁脸 脑海中那晚彻夜混乱的画面 在眼前一幕幕掠过 男人模糊的脸突然清晰 映出于此时一般无二的男人 愤怒而霸道的脸 温兴颜气得发抖 睁眼却不得动弹 我早就疯了 你逼我的 你说了这辈子只会爱我 现在朝气暮处的样子 是怎么回事 江成舟没有回答温兴颜问题 语调听起来像是无理取闹的孩童 温兴颜气笑了 我没记错的话 三年前 我们就离婚了 你的意思是 我要为你守活寡一辈子吗 江成舟听言微微一愣 似是有些不知所措 江先生 温兴颜调整呼吸换了称呼 耳垂的炽热触感还在 三年前 你逼迫我离婚 明确表达对我只是利用 现在又来闹这一出 你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在算计什么 算计 江成舟微微失控 你觉得我对你的感情是算计 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 我只知道 你绝对不可能爱我 三年前没有 现在更不可能 温兴颜竹子说 你放心 我现在对你没有一份爱慕 更不会相信 你说的任何鬼话 话还没说完 男人的手骤然收紧 不由分说 吻上了温兴颜的唇 将那些话统统堵住 吻热脸灼热 直到温兴颜快要缺氧 江成舟松开了他 抱住他偏执说 不管你信不信 你是我的 你永远是我的 温兴颜 我爱你 温兴颜被他紧紧抱着 瘫软在江成舟怀中 看着自己手腕上的手表 他想到那道伤疤 感到难言的心泪 这话如果你在三年前说 他应该会很开心 可惜 我不是他 你就是他 你每天贴身带着我 当年送你的表 难道不是因为还喜欢我吗 温兴颜听着他自相矛盾 方才说他不爱他 现在又说他还喜欢他 讽刺笑出声 被困在炽热的怀抱中 他感到难言的荒谬可笑 眸光落在了那手表上 他之所以终日戴着这手表 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曾经的过往 掩盖那段他一生中 最难熬的时光 型号 三年前 拉斯维加斯 温兴颜刚出国一个多月 在国外申请了学位的他 经常逃课 躲在房间里 终日过得昏昏沉沉 傍晚 窗外夕阳漫天 虽然美丽 看上去却让人无端的心情低落 头发散乱的女人 坐在昏暗的房间角落里 双手紧紧抱着自己曲折的腿 眸色空洞 离开江城州的痛向一场慢性病 逐渐侵蚀蚀的思绪 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幸福破碎 那离婚证书 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温兴颜彻底陷入麻木状态 桌上大马塑料袋装了许多瓶瓶罐罐 手机闹钟响起 温兴颜一惊 跟着反应过来 匆忙爬到矮桌边 拿了药出来 机械的一一打开倒出 最后几乎拿了满手心的药 温兴颜抖着手倒了水吞下 背靠桌边再次茫然地坐下 提不起兴趣做任何事情 刚吃完药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响了许久 温兴颜似乎是再次被惊醒 缓慢拿过手机 跟着整个人一将 面上全是不知所措 手机屏幕显示 将成周打来了电话 温兴颜怀疑自己 终于病入膏肓了 苦涩地扯了个笑 跟着滑动接听 如果这只是一个美妙的幻觉 那么他甘愿沉沦 只是他预料错了 确切来说 这应该是个梦眼 并且是真实的梦眼 电话接通 温兴颜没有出声 眼角的泪却已经滑落脸侧 颤抖着手捂着自己的唇 让自己没有哭出声 温兴颜将成周低沉的声音传来 温方远坏了我的一笔大声音 是你和他泄露的机密吗 男人的声音带着怒火 温兴颜反应迟钝 过了许久 声音颤抖企图挽回说 只要你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 我爸不会故意找江家的事的 温兴颜 你把我绑在身边这么多年 还不够吗 江成周冷声说 这么多年了 你还在耍这些花招 我打电话 只是为了告诉你 比起损失大笔收益 我更厌恶你的纠缠 江家和温家不会再合作了 你以后也没机会 在我这里耍花招了 求求你 不要这样 江成周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那么喜欢你 我好想你 温兴颜声线颤抖着说 而男人似乎是 急不耐防挂断了电话 根本不听他挽留 一个多月来 积累的泪水 接连不断打在手背上 温兴颜抖着手 重新回波 过了一会 电话铃声 显示他已经被拉黑 手机脱落 手心掉在地上 温兴颜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过往一幕幕划过脑海 他看到了往昔 无数个可笑而卑微的自己 尚且年少时等 心上人回国 结果得知 他订婚了时的迷惘无助 到后来多次变成了 苦苦等待给丈夫准备惊喜 却看到他陪 其他当红女艺人 明媛共进晚餐的消息 还有无数次跑到公司找人 却被男人冷声嘲讽 手脚不干净不配的时候 温兴颜眼眶通红 正正看着漆黑的房间 异国他乡 距离无限放大 他可悲地发现 就算到了现在 自己吃抗抑郁的药 吃到精神失常 刚刚还被男人打电话 冷嘲拉黑 想起一桩桩过往 他的心 却依旧爱着那个 伤害他的男人 他依旧无比的思念江城州 准确来说 是应该是思念年幼时 给我自己帮助的 那个清俊而温柔的少年 过了许久 他抬手抹干了眼泪 低声喃喃道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精神失常的女人 最后走进了厨房中 拿起了砧板上的刀 刀锋在手腕处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破口 血流了满地 执迷不悟的人 最后倒在了血泊中 昏迷前最后看到的 是少年心上人 看向年幼的自己 时的温柔笑脸 在那之前 他已经被抑郁症 折磨了快一年 本以为江城州 是自己的解药 没想到他是最后 让他知道自己 有多可笑的人 温馨颜那时候 以为自己的生命 已经走到了终点 没想到昏迷多日 再次醒来 是在医院 伤口已经包扎好 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 护士告诉他 过了许久 第一反应是 呼吸慢了好几拍 等明白过来 自己听到什么时 温馨颜的心跳 快了好几拍 仿若心生 许久后 他漂亮的唇角 缓缓牵起 低头轻轻摸上 自己的肚子 低声喃喃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宝宝 肚子里的孩子 给了女人生的希望 再后来 温卷卷到来了 虽然生他时 很是惊险 但温馨颜确切地知道 是这个突然降临的小生命 给了他生的希望 逐渐治愈他 他学着当一个好妈妈 虽然常常焦头烂额 忙不过来 但在那些手忙脚乱 和小崽子玩耍的日子里 他渐渐淡忘了那个男人 还有那些让他犯傻的沉痛过往 型号 沙发上 温馨颜眼神迷离 江城州抬手掐痛他的脸 握着他手腕上的表 反复妈撒 偏执说 温馨颜 你就是不敢承认 你还爱着我 温馨颜视线看着自己的手表出神 被江城州强硬掐着脸看他 男人的眼眶微红 眼中带着温馨颜 从未见过的癫狂 酝酿着狂风暴雨 温馨颜听言淡然一笑 说 江城州 你错了 我不爱你 话还没说完 江城州再次强硬地吻上他的唇 这一次的吻 带着浓浓的怒火 不多时 血腥味在唇间蔓延 男人的大手 紧紧攥着温馨颜的手腕 似乎抓着温馨颜 爱他的最后证据 他不给温馨颜说话的机会 灼热的掌心 撩起温馨颜群边 温馨颜骤然一将 用力咬了江城州的唇 血腥之气加浓 江城州吃痛松开他 与他额头相抵 温馨颜嘴唇咽红 感受到不老实的手 被制约着不能动弹 怒道 混蛋 你敢 江城州看着他发红的眼角 理智已经完全失控 他掐着他的腰 说 怎么 当初纠缠着我的时候 装可怜装委屈 现在有了其他新欢 忘记就爱了 既然这样 你当初就不该夸下海口 这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年轻时谁上头了 不说一点算不了数的山盟海誓 你真当了真 江城州 你都三十岁了 别告诉我 你突然变纯情了 温馨颜倾笑出声 既然许下承诺 完成不了 就要接受惩罚 江城州摸着温馨颜的脸 声线带着威胁 这就是我从不做承诺的原因 江城州 你最好现在给我滚下去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温馨颜冷声说 来人与他额头相抵 听言嘀嘀一笑 声音中似乎带着难以言明的痛意 我早就后悔了 我后悔没有在你回来的第一天 就把你关起来 关在这里 只有我和你 你永远是我的 只能爱我一个人 男人神色癫狂 那被造物主偏爱的俊美面孔上 带出苍白的癫狂 温馨颜心头浮现有不好的预感 下一刻 预感应验 腰上的手再次掐紧 男人拿起桌上的酒 仰头灌了一口 捏起温馨颜的下巴 又狠又凶地吻了上去 嗯 唇角酒水滑落 温馨颜鼻息间是浓烈的酒香 跟着感受到江澄洲的温 缓慢游离到唇角 脸侧 跟着是他最敏感的耳垂 男人呼吸灼热 死死扣住温馨颜的手 忘情地吻温馨颜 声音发雅依旧 不依不饶说 不许爱上其他人 你只能是我的 颜颜 江澄洲 你叫我什么 温馨颜听见男人对自己的称呼 浑身升起一阵恶寒 颜颜 江澄洲难难重复 似乎那名字在唇边 已经来回辗转过上千百回 用怀抱禁锢着温馨颜说 我的颜颜 够了 温馨颜面色冷到极点 被男人抱在怀中无动于衷 江澄洲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不可能结束 男人听言 突然激动低吼一声 近距离看着温馨颜的漂亮 而舒冷的眉眼 说 我们不会结束的 你欠我的 谁让你当初死缠烂打纠缠我 谁让你说了 这辈子只会爱我一个人 为什么 为什么你突然就变了 为什么以前说的话都做不得数了 江澄洲 你给我冷静一点 温馨颜声量跟着提高 冷眼看见男人琥珀色的眸子 逐字逐句说 你以为 我对你的感情 是突然就没的吗 江澄洲听言 突然察觉到什么似的 情绪冷静了些 不知在想什么 跟着倾笑出声 怎么 这三年 你出国遇到了其他男人 慢慢移情别恋 发现自己不是非我不可的了 你也不过如此 和那些水性洋花 想要泡我床的女人 没什么区别 所以 你现在一副欲求不满的模样 就是为了纠缠我这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温馨颜说 江澄洲 我不想跟你掰扯了 不知道你现在在犯什么病 我只问你一句 你今晚想睡我是吗 江澄洲听言微微一愣 垂眸细看怀中女人 温馨颜 黑裙吊带滑落肩头 白的黄眼 勾人的眉目 阴露一微红 简直就是蛊惑人心的游物 不知怎店 江澄洲突然站起身 松开温馨颜 声调嘲讽道 温馨颜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要一个脏了的女人 被男人骤然松开 温馨颜干净利落 将那早就松了的领带 丢在沙发上 抬手面无表情 拉起自己的黑色吊带 你前几天晚上不就要了吗 会所里的招牌少爷 我都不知道你现在还搞副业了 江澄洲背对得哑口无言 沉默扮上 身上衬衫和西装裤皱 皱得不成样子 温馨颜整理好自己的仪容站起身 抬手拿起自己的包 单声说 江总 希望我明天上班的时候 你精神状态已经恢复正常了 女人抬不往外走 江澄洲冷着站在原地 就在温馨颜与她擦肩而过的瞬间 江澄洲抬手拦住了人 身陷病态冰冷 你没听清楚吗 温馨颜 你不惯 我要把你关起来 女人听言面上毫无惧色 微微弯唇 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男人的手垂眸 开始慢条思理解自己手上的表 江澄洲皱眉看着她的动作 似是在看笑话说 怎么 要当场毁掉 当初你求我给你买的东西 来表明你的决心 温馨颜对她次人的言语毫无反应 不多时解下手表 手被朝上递到江澄洲面前 还你 江澄洲皱眉暴躁 推回她的手 我都说了 你不用 她说着突然停顿 呼吸突然一紧 只见温馨颜拿着手表的白皙手腕 突然向上一转 一道丑陋的疤痕 正正好印在那青涩血管之上 温馨颜骤然松手 手表掉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一声撞击声 她走进一步 看向男人眼中的复杂情绪 重复说 江澄洲 你以为 我是突然不爱你的吗 江澄洲高大的身影站在原地 表情正然 终于理解了温馨颜的话 声音不稳问 这些年 发生了什么 温馨颜没有回答 看着江澄洲面色发白的脸 说 酒终于醒了是吗 她说要转身快步走出 背影毫无留恋 最后站在玄关处 声调冰冷说 如果你能保证你 以后不发疯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不计较 如果你需要精神科医生 我也有好的 可以推荐给你 明天见 江总 江澄洲面色泛白 看着温馨颜单薄的背影 目光不可控制地 看着她的手腕处 隐约猜到了一部分真相 男人僵立在原地 感觉心脏一点点被撕裂开 疼痛男人 他到底经历过什么 江澄洲第一次发现 自己成了胆小鬼 忍不住去想 却又不敢往下探究 女人站立在玄关的背影 清冷疏离 仿佛再也抓不住 江澄洲反应过来脚步 猎切上前 想要拉住人 而温馨颜 早已快他一步走出了门 男人走到门前时 门口入户电梯 正好关上往下降落 江澄洲僵立在原地 看着那电梯门冰冷的金属光泽 真真正正感受到 有些东西的失去 而有些不可挽回的疼痛 已经发生 星号 两个小时后 电梯门再次打开 面容精致地混血男人 提着医药箱 直接推开了虚掩着的门 一进去就闻到了浓重的酒味 傅寺院单手插兜 江澄洲听到动静 微微睁眼出声 傅寺院看他一脸颓废模样 在对面沙发坐下 眼眸中带着冷意弯唇 江澄洲 喝成这样 你真不要命了 江澄洲听言翻了个身 看着天花板 声音沙哑不成样子 他不要我了 我活那么长做什么 傅寺院听言冷笑一声 说 江大少爷 你可真别扭 怎么 今晚是被人温馨颜伤到了 前段时间不是还冷漠地说 不会和他复婚吗 是 江澄洲直接承认 但是 看到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发现自己极度的发疯 你这可真是 傅思琳抽出烟点上 点评道 婊子立牌方 又当又立啊 江澄洲闻到二手烟 听他话语比俗 却无法反驳 周梅说 我都要死了 你TM能不能滚出去抽 我看你也不想活啊 身为医生的 傅思琳朝江澄洲抛了根烟 江澄洲抬手稳稳接住 坐起身拿起桌面 打火机熟练点上 傅思院见状哈哈一笑 跟着神色突然认真 我说 你要是真极度的不行 想要和人家在一起 那就好好对人家 不要一会冷一会热 江澄洲再次躺下 抽了口烟呼出 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伤疤 没有回答傅思院 而是说 你去帮我查点东西 深夜 软末微的小别墅 还亮着灯 温兴言亲手倾脚开了门 坐在悬棺处脱了高跟鞋 坐着发症 今天真是个魔幻的夜晚 江澄洲竟然说他爱自己 多么可笑 还有几天前在会所的那个夜晚 和自己颠倒一夜的男人 竟然也是他 温兴言抬手揉了一把脸 怀疑喝醉的人是自己 今晚的经历 就像一场不可能发生的魔幻的梦 那个黑心 无情 金鱼算计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爱上他 还是在离婚三年之后 他到底在算计什么 温兴言皱眉难难说 依旧不愿相信 江澄洲可能会爱上自己的可能 俗话说得好 男人三分罪 演到你流泪 可惜他现在 对他一点感觉也无 没有报警 已经是他最大的忍让 谁让他家还欠着他两百亿 温兴言正负匪着 突然耳边响起一声河东湿吼 跟着一阵风刮来 让他忍不住 抱住光洁的双臂 温兴言 好啊 信息也不回 知道现在多晚了吗 我还以为你第一天相亲 就要直接打泡不回来了 阮莫威敷着面膜 从客厅方向冲过来 身上穿着粉色卡通睡衣 抬手掐温兴言的脸 直接把人掐回了神 宝贝 饶了我吧 温兴言笑着出声求饶 阮莫威听他声音发虚 眼尾和鼻子红红的 在细看他耳后 竟然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红印子 簇眉关切地 伸手要去扒拉温兴言 说 你是不是不舒服 这耳朵后面怎么了 我看看 没什么 温兴言如临大敌站起身 正拖阮莫威的仔细检查 快步朝两人房间走去 说 我先去洗澡了 洗完澡再和你说 阮莫威手一空 看着女人快步走向房间 眯眼摇头道 可疑 着实可疑啊 二十分钟后 房间中 浴室水声哗啦不停 据洗澡的温兴言 始终不见要出来的迹象 床上摆着一个白色礼盒 上面扎着银色蝴蝶结 看起来简约又高级 那是阮莫威今天逛街 给温兴言买的礼物 作为母胎单身多年的阮莫威 坐在电脑桌前 在电脑浏览器中输入搜索内容 警号约会后 耳朵后面出现红印子 是什么情况 网速慢 画面转了一回 搜索内容都没出来 与此同时 浴室门咔哒一声响起 阮莫威吓得立马合上电脑 哟 背着我看什么呢 温兴言的声音 带着挪鱼的笑意响起 阮莫威转过头去 看到出来的女人 浴袍松松垮垮系在身上 正擦着半湿的头发 皮肤白的黄眼 看点儿童不移的东西 阮莫威顺着梯子往下爬 挡住了桌上电脑 温兴言微微眯眼 停下擦头发的动作 走向他 说 我不是儿童了 让我看看 别 阮莫威护住电脑 抬手指床上 说 看我今天逛街 给你买的礼物 怎么好端端的送我礼物 温兴言笑着转头 看到了床上的礼盒 看到觉得适合你 就给你买了 阮莫威起身走过去 率先拉开蝴蝶结 抬手打开礼盒 一边配音道 登登登登 温兴言垂眸一看 直接挑了下眉 礼盒里摆着一套 黑色蕾丝内衣 装饰豪华到有些夸张 看型号 应该不小 好家伙 他抬手直接摸了上去 感受了一下大小 笑着对阮莫威说 你等我去龙哥兄再送我吧 别呀姐姐 你对自己也太没信心了 阮莫威视线下仪 定在温兴言宽松的胸前浴袍上 说 相信我 你绝对可以的 宝贝 这可是我专门给你买的 阮莫威做出撒娇表情 温兴言乐不可知 心头的阴霾一笑而散 无奈接过礼盒 说 我去试试 两分钟后 温兴言从浴室再次出来 抬手解开浴袍 依靠在墙上 凹了个妖娆的造型 朝看直了眼的阮莫威 抛了个媚眼道 宝贝 谢谢你 看起来怎么样 他没想到 阮莫威挑的尺码真的正好 就是这内衣装饰过于豪华 温兴言觉得 能用上的场合 应该最低的是在马尔代夫度假 和情人大干一场的时候 要他用上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不过阮莫威难得来了兴致 穿着轰轰小闺蜜 也是可以 温兴言单纯是为了红软莫威 谁知道软莫威微微一笑 视线落在他耳朵处 暧昧一笑说 妍妍 你要迷死我了 我这内衣买的正是时候 看来不久就能用上 温兴言听言觉察到什么 龙起玉袍迷眼道 怎么这么说 软莫威抬手摸他耳后红印子 说 你这里 谁弄的 乖乖交代 温兴言见识不妙 抬手挡住 说 蚊子咬的 小孩子别乱猜 好挖你 软莫威抬手扯他玉袍 说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温兴言随他扯 叹了口气 仿佛无奈说 真是蚊子咬的 软莫威轻而易举 将他玉袍扯了 见他神似不像撒谎 有些动摇 就在此时 温兴言桌上的手机响了 温兴言朝软莫威摊了下手 朝闺蜜摆来的爱信不信的表情 转身去拿手机 与此同时 原本动摇了的软莫威 看见温兴言后背的光景 呼吸一致 跟着高声道 渣女 温兴言接了电话 转身皱眉 在唇边竖了食指 示意他先安静 软莫威吸了声 扑到床上 不理温兴言 电话是温兴言打来的 温兴言接听问 二哥 怎么了 可 温兴言的声音传来 沉默一瞬 声音不自然道 炎炎啊 晚饭吃得怎么样 温兴言几乎是瞬间就听出不正常 没回答问题开口道 温兴言 你又捅什么篓子了 不是我 温兴言没想到还没招供就被揭穿 由于片刻后说 是我的大外甥 温兴言听言面色严肃 皱眉问 温眷卷怎么了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温兴言的心不自觉提起来 谁知下一刻 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 炎炎炎炎 我很好 温眷卷 你做什么了 温兴言听见自家小宅子的声音 瞬间松了口气 炎炎 我想去参加小朋友话聚会 舅舅不让我去 温眷卷回答说 什么话就会 温兴言皱眉问 是他们学校举办的一个活动 有直播 在网上很火的 每年有很多小朋友 因为这个走红网络 温兴言回答说 温眷卷 你想当网红 温兴言听言问 网红是可以吃的东西吗 温眷卷在那边问答 声音至难 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参加了 我也要去 可是舅舅不让我去 温兴言跟着说 炎炎 这比赛太火了 万一让姓江的看到了 他和我抢外甥怎么办 炎炎 我要去吗 耳边声音嘈杂 温兴言揉了揉眉心 莫了残忍说 温卷卷 不许去 完了 炎炎 温兴言跟着回答 你说我为什么打给你 他已经报名好了 比赛进行几个周末 家长也要去在台下坐着 每年也有不少最美妈妈 最帅爸爸走红 你去 我觉得一定可以的 温兴言 温兴言沉默 温兴言听出了他的无奈 跟着说 没事 姓江的忙着生意算计 应该不上网吧 温兴言还没回答 温卷卷 奶声奶气的声音 再次传来 谁是新疆的 炎炎 你今晚相亲怎么样 温兴言 很好 耶 温卷卷高兴道 那我是不是要有漂亮爸爸了 温兴言听言跟着激动的 什么情况 老爸这么火速 给你安排好对象了 那我是不是要有媚婿了 温兴言 挂了 女人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把手机丢在床头 朝躺在床上的软末 威压去 烦死了 软软 怎么了 温兴言一想到工作日 要接着面对江城州 周末还要陪着温卷卷 去参加话剧会 而且还有 被江城州发现的可能 整个人都不好了起来 还能怎么样 明天周一 温兴言抱着他说 他见到你前夫啊 软末威挪鱼说 我说这江城州真奇怪 把你放办公室 他是不是想要跟你救秦复然 温兴言听言 耳朵后的印子突然疼了起来 两眼一臂翻了个身 不说了 睡觉了 明天还要做牛做马 软末威看着他的后背 眼睛微微一眯 把刚才憋着的话说出了口 言言 你后背上 好多牙印哦 温兴言听言认命闭上了眼 没想到男人会所那天啃的印子 还在 直接避开讨论道 睡了 晚安 不许睡 软末威伸手邋遢 脸上带着兴奋 快跟我说说 是谁干的 渣女 耳后的红印子 他不确定 这一后腰的牙印他 还能不懂吗 哎呀 不要睡嘛 你也太不坦诚了 是不是嫌弃我了 和我说下吗 软末威软磨硬泡 温兴言闭眼不回答 软末威坚持不懈晃他 莫了温兴言 受不了耳边蚊子似的 嗡嗡不停的声音 直接开口说出了真相 江承舟 你 他 软末威听言 犹如被雷劈了 哑口无言愣在了原地 温兴言成功获得清静 蒙上被子 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 温兴言被闹钟吵醒 一睁眼 正好对上软末威 安怨的黑眼圈 吓了一跳 姑奶奶 你大早上这么深情地看着我 我真顶不住 温兴言坐起身 一边换衣服一边说 软末威缓缓眨了下干涩的眼睛 虚弱说 温兴言 你昨晚一句雷 我一整晚没睡 早上才反应过来 我问你 你是不是又跟江扎男在一起了 女人虚弱的声音到后面突然拔高 温兴言抬手捂住耳朵 将衣服扣子扣好 想起昨晚最后的坦白 拿上手机一边走向洗漱间 一边解释 没在一起 耳根清静地刷牙 半眯着眼打开手机 发现有人发来了信息 定睛一看 是江扎舟 温兴言不知为何 太阳穴突突跳了两下 打开聊天界面 看见了男人冷冰冰的信息 昨晚我喝醉了 别当真 按你说的 当没发生过吧 温兴言毫不意外 也打下毫无感情的回复 表示已悦 行 江扎舟秒回 明天早上出差 提前准备下 温兴言 好 今天呢 江扎舟 办公 温兴言 好 江扎舟没再回复 两人的对话 和普通上下级 没什么区别 仿佛昨夜的互相讽刺 没有发生 末了温兴言熄灭屏幕 在化妆间里 飞速化了一个淡妆 静悄悄开了门 提上包往外冲 阮莫威追在他后面 大声道 温兴言 你跟我交代 话还没说完 温兴言已经跑出了门没了影 不多时 超跑引擎发动声 从屋子外传来 阮莫威不用想也知道 温兴言跑了 再过三年 温兴言这个恋爱脑的女人 又再次和江承舟好上了 阮莫威弄不清其中缘由 恨铁不成刚加痛心疾首 最后常常叹了口气 无力地顶着黑眼圈 回房间补觉 型号 傍晚 窗外晚霞满天 江市集团总裁办公室 温兴言做完最后的工作 伸了个懒腰 正好看见抱着文件进来的Alex 姐 Alex打了声招呼 把文件放在空着的总裁办公桌 犹豫着 看向温兴言 说 BOSS好像生病了 今天一整天没来 哦 温兴言微笑说 Alex看着温兴言面上满足地笑 以为温兴言没听清楚 重复道 BOSS生病了 温兴言微笑点头 我没龙 那 你怎么这么高兴 Alex问 你不高兴吗 温兴言看时钟接近下班时间 疑惑问 他不来 大家都不用加班 再过半小时就能回家 不是挺好的 温兴言微笑点头 我没龙 那 你怎么这么高兴 Alex问 你不高兴吗 温兴言看时钟接近下班时间 疑惑问 他不来 大家都不用加班 再过半小时就能回家 不是挺好的 啊 Alex挠挠头 想了一下 说 好像是哦 不对 行了 温兴言出声打断 坐起身 提上刀 走到Alex面前 Alex 你被他驯化了 要懂得反抗 做人呢 要学会对自己好一点 说完他朝外走 Alex反应过来时 温兴言已经走到了门口 转身问 姐 你去哪 老板不在 提前下班 温兴言回头朝Alex微微一笑 谁知下一刻 正好撞进一个结实的怀中 一转头 正好对上了江成舟的 不冷不热目光 他微微一愣 男人今天难得没穿商务西装 身上穿着白涕牛仔裤 他的头发 还没有像平常那般 全往后梳起 露出精致舒朗的五官 而是闲散地 垂在单薄的眼皮上 把成熟气质压下去了几分 看起来很是慵懒惬意 温兴言微微眯眼 才注意到江成舟的头发这么长 提前下班被抓包 扯了个笑 老板 早 不早了 江成舟看着他道 男人面色又恢复了往日的生冷 只那琥珀色眸子中的情绪 没那么淡了 但温兴言 依旧无法和昨晚那个失控的人 联系到一处 Alex跟着走出来 看到站在外面的两人 微微一愣 周梅问 那个 帅哥你谁 他没记错的话 办公室顶层 不让实习生进来吧 虽然这实习生 长得有点过于帅了 而且有点像他的顶头上似 但是他确信 自己没在顶层看见过这个人 正想着 那穿着白T的男人转过头来 冷淡看了一眼 只那一眼 Alex虎去一阵 开口道 WC 老大 Alex第一次见江成舟穿休闲装 差点认不出人 最后是靠着上级 给自己的那一记熟悉的冷眼认出来的 老大 你别误会 温秘书不是想要早退 Alex看站在一起的两人 气氛不太对 老妈子似的上前调解 温兴言不自觉将胯包拉紧了些 瞪了Alex一眼 他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温兴言善笑两声 说 老板 我做完工作了 背着包出来 溜两圈活动活动筋骨 江成舟淡淡看了他一眼 说 我都听到了 听到什么 温兴言问 江成舟将自己在门口听到的话 复述了一遍 说 老板不在 提前下班 温兴言 江成舟见他无话辩驳 抬步向他走近一步 温兴言立马向后退了一步 你很怕我 江成舟垂眸 看着他线长的眼睫毛问 当然怕了 你是我老板 温兴言眼中 不带一丝惧怕之意笑着说 怕你突然发疯了 怕你向我追债 人在屋檐下 欠了两百亿 谁能不低头 远处秘书斯森 坐在办公桌边 偷偷瞧着这边情况 他心中 恨不能江成舟 多给温兴言一点难堪 好让他对自己前两天 打碎杯子 被江成舟骂滚的 经历好受些 就他隐隐约约听到的对话 上次江成舟 言语无波无澜 内容却都是问责 他感觉自己期待的事情 应该马上就要发生了 苏森看着站在江成舟面前 跨着包的温兴言 依旧不知害怕的脸 心中生起来病态的迫切 希望上级快点给他难堪 最好直接让他滚 Alex在一旁站着 面色也太好 感觉自己的上级 又要责难温兴言了 谁知等了一会 江成舟看了一眼温兴言 沉默一瞬后 并没有向往常量为难他 而是说 为了给你道歉 今晚和我吃饭 远处啪嗒一声响 Susan用手折断了一支笔 面上带着不可置信 江成舟没有问责就算了 竟然要请那个 曾经对他死缠烂打的 温家恶女吃饭 而且还说 是为了跟他道歉 Susan在江市集团工作了六年 第一次在江成舟的用词里 听到了道歉这个词汇 过往那些被阴恶的合作伙伴 找上门时 自己的老板 可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 Alex听言也睁大了眼 意识到什么 实相地说 Boss 温秘书 你们继续聊 我工作去了 原来上司是在给温小姐道歉 我才是那个 要加班 还要操心他们感情状态的小丑 Alex心中哀嚎一声 转身要往自己公卫走 谁知正好对上Susan 那恶毒的目光 吓得愣在了原地 身为原秘书的Susan和助理 Alex心中各自存着小心思 都想着温新颜 要跟江成舟去吃饭了 谁知温新颜再退了一步 看着江成舟 语气不太好地模仿他说 江总 请人吃饭不是用这种语气的 为了让我接受你的道歉 现在就让我走 这就是你说话的语气 请人吃饭都跟下达命令一样 江成舟听言皱眉 眸光流露不减 闽唇不语 而Susan和Alex听了温新颜的话 瞬间都面色发白 工作这么多年 他们第一次听江成舟说 要和人道歉 也第一次听见别人 敢出口嘲讽他 温新颜见高大的男人 站在自己面前陷入沉默 一想到自己腰上 还有好几个牙印 心中火大 在一看新买的手表上的时间 拉扯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 江总 真到点了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温新颜跨着包 话还没说完 直接与江成舟擦身而过 谁知还没走开 手腕突然被拉住 跟着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 温新颜 为了给你道歉 今晚我请你吃晚饭 可以吗 温新颜 话一出口 全场陷入沉默 连同这周边办公的所有高级员工 全都目瞪口呆 顶层在场的 都是跟着江成舟 最少工作了好几年的精英 他们都没想到 在自己随时可能被炒了的 有限工作年头里 能听到上级江成舟用这种低声下气的语气求人 而且还是对着那个传闻风停 极差的女人 Alex 犹如被雷劈了 转头一看 在场的人也没好到哪去 除了温新颜 温新颜听了江成舟的话 夹着胯包双手抱毙 仰头审视了一下眼前男人那精致的眉眼 从他那漂亮的桃花眼中 惊诧地看到了一丝紧张 皱眉勉强道 行吧 Alex 远处又啪哒一声响起 Susan又折断了一支笔 江市集团楼下 不远处并肩走在一起 容貌极为相配的男女 微微挑了下眉 拿起副驾驶上的资料 开口道 这时又好了 不远处 面容精致 气质越发成熟的温新颜 走在单手插多的江成舟旁边 两人挨得挺近 江成舟让傅思远去查事情 今天他忙了一整天 终于查到了一点头绪 只是结果 他估计江成舟应该不会愿意看到 资料机密 现在他过来 就是为了把东西亲自交给江成舟 只不过现在看着情况 傅思远感觉情况不太合适 想了想他把资料重新放到副驾驶上 手摸上车钥匙 想要重新发动引擎离开 谁知目光落到远处 突然微微一顿 不远处 自己对面的一辆白色小轿车上 坐着一个戴着黑色帽子口罩 捂得严严实实的人 那人正拿着手机 对准江成舟和温新颜背影的方向 不知弄了什么 手机背部闪光灯跟着一闪 傅思远皱着眉看着那人 被那闪光灯晃了一眼 直接将车钥匙拔下 下了车 国内的狗仔 现在都这么蠢了吗 男人将车门甩上 长腿一脉 大胯部朝那白色小轿车走去 那个萌得严严实实的可疑的家伙 注意力全在江成舟和温新颜身上 傅思远隔高腿长 三步并坐两步 不多时就走到了白色轿车车门边 指节分明的手指微曲 抬手在那车窗上敲了两下 简洁道 下来 车内的人正看着手机 被抓包抓了个正正 听见声音 整个人颤了一下 出声道 WC 傅思远听声音微微皱眉 女的 车内黑衣人条件反射 吓得低头 趴在方向盘上 不肯下车 傅思远见状 弯唇双手暴毙 冷冷威胁道 要我带你去警察局 说你侵犯个人隐私 还是下来思量 你决定 车上的人听了男人的话 沉默一瞬 跟着抬手按下了车窗案件开关 依旧趴在方向盘上 不敢抬头 车窗缓缓降落 傅思远眼睛微微一眯 跟着看清了 那趴在方向盘上 黑衣人的体型 看样子 是个体型娇小的女性 傅思远在心中判断道 跟着看着 那戴着帽子 不肯露脸的后脑勺 开口说 有胆子偷拍别人 没胆子承受后果 抬起头来 把手机交给我 告诉我 谁派你来的 软茉威趴在方向盘上 心中奔腾而过 一万只草泥马 他今天工作一整天 心不在焉 心里都在担心 温馨颜跟江城州跑了 那渣男三年前 把他伤成什么样 除了温馨颜本人 软茉威是最清楚的那个 温馨颜闪烁其词 没有告诉自己实际情况 他最后实在是放心不过 过来蹲温馨颜的情况 没想到刚到不久 就正好蹲到 他跟江城州一起出现 两人走得挺近 像是要一起去吃饭 温馨颜和自己狡辩说 没和江城州重新在一起 软茉威既痛心疾首 又火大拿出手机 拍下温馨颜的作案证据 谁知刚拍完不久 半路突然杀出来一个程咬金 敲着车窗让他下车 他早就听说过 江城州心狠手辣黑白通吃 以为是他的保镖还是打手 吓得一动不敢动 你在装死我 让你来把你拖走了 傅司令双手抱毙说 语气全然没有了平时的绅士有理 开始倒计时道 三二一 好汉饶命 阮茉威听言 两眼一闭 豁出去般抬头 帽子和口罩仍旧伍得严实 他这副尊容照理说 应该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谁知傅司令看着突然抬起头来的人 眼睛微微一瞇 透出冷意 开口逐字逐句道 阮茉威 阮茉威被男人语掉的冷意吓得一颤 睁开眼 看到男人深邃的眉眼 跟着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缓了好一会 才强迫自己 扯了个笑出来 说 傅司令 好久不见 傅司令听着女人机械的两声干笑 冷笑一声 说 是挺久的 要是你不躲着我 或许你前两天就能跟我说这句话 阮茉威听言大笑两声 抬手摸了摸鼻子 说 啊 你有在找我吗 傅司令眼眸 冷冷看着多年未见的人 敲了敲车窗说 下来慢慢谈 还有你为什么跟踪偷拍温兴颜和江城州 等下一期老实交代 阮茉威死死护住车门 仿佛外面的男人要吃了他 挤了的笑 酒窝浅浅说 不要吧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傅司令看着女人如今漂亮的有些过分的眉眼 还有那上面抗拒的神态 根本不给他机会 长臂伸进车窗 直接从里面开了车门 下来 阮茉威心中哀嚎 不情不愿下了车 站在傅司令身边 跟着手腕上一紧 直接被人牵着走 心中不禁惨叫一声 这都是孽元啊 林下化现林天杀的 怎么让他出门干坏事 还能遇上傅司令这个家伙 他还没想好 怎么面对他 型号 温兴颜被江城州带到火锅店吃火锅 刚点了菜还没上来 温兴颜和江城州一时大眼瞪小眼 谁也没有要先说话的意思 江城州吃个火锅 还要单独开个包厢 偌大的房间内 气氛一时沉寂 江城州不说话 温兴颜也没有要先开口的意思 直接拿起手机出来玩 谁知对面那人不说话 也不玩手机 就那么慵懒地靠坐在他对面 视线全程落在他这边 火锅店装修不错 桌椅用具风格 古色古香 夜晚天黑了大半 江城州和温兴颜 两人一屋一桌坐在窗边 往下能望到商业街 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 男人就那么坐在那里 视线在温兴颜身上徘徊 最后落在了温兴颜新买的手表上 定定看着 不知在想什么 江城州不说话 温兴颜也不理他 自顾自看手机 购物分享软件里的美甲 自制帖子内容 排版 精致吸引人 温兴颜看得入神 又看了下自己没有光罗的指甲 心中盘算着 回去买些指甲油 和软茉微倒腾着玩 江城州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姿态一如既往的优雅闲适 眼睛一眨不眨 看着温兴颜 她看他垂眸看手机 看得认真 蜜儿长的眼睫毛 像扑闪的蝴蝶 颇觉有趣 又看温兴颜视线 落在自己手上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神色认真 温兴颜正想着闺蜜 手机忽然叮咚一声 软莫微发来信息 颜颜 我要疯了 我遇见傅思远了 温兴颜微微挑眉 抬头看江城州 正好对上男人的视线 问傅思远回来了 江城州没想到 温兴颜主动和自己说话 试问自己好友的情况 周梅说 对 怎么了 她还喜欢软莫微 温兴颜头去八卦的眼神问 江城州的好友傅思远 温兴颜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人帅还是个大学霸 家世也好 有礼貌又深情 从高中时候 就一直喜欢软莫微 一直在喜欢 一直被拒绝 这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认定了软莫微 而软莫微也认定了 她脑子摔坏了 一直在拒绝她 后来傅思远出国去了 临走前 似乎是伤心万分 删掉了软莫微的所有联系方式 这一出国 就是八年 温兴颜真心觉得 傅思远这人还算可以 比起江城州 简直就是难得代表 现在回来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 和自己的小闺蜜软莫微 再续前缘 温兴颜想着 想身为傅思远好友的江城州 问出了声 与此同时 服务生端了备好的菜和酱料进来 开始布上桌子 桌子中间的鸳鸯锅 也冒起了热气 江城州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菜 将肉推到温兴颜那一边 听言皱眉说 他喜欢他 大哥 温兴颜颇为无语 打起筷子说 你的好兄弟 高中追得要生要死 他没和你提起过 江城州涮了块肉放他碗里 听言仔细回忆了下 说 他闷骚得很 从来不跟我说这些 温兴颜听言扬了下眉 垂眸见男人 夹着筷子伸过来的手上无名指 还戴着那戒指 脑海中瞬间浮现 昨晚两人大掌贴小掌 两枚戒指紧紧相贴的画面 虽然最后 戒指被他出门时拔出来 扔在了那房子的玄关处 温兴颜还是不自觉干咳了一声 江城州察觉敏锐 问 怎么了 其实 今晚答应跟你吃饭 我还有事跟你说 温兴颜加了江城州涮的肉 送进口中说 什么事 江城州目光落到 他被烫得发红的唇上 温兴颜昨夜没醉 确信自己看到了 那戒指中刻着的字 知道那戒指是曾经自己定制的 他说 江城州 今天你应该是清醒了 我想和你说一下昨晚的事 虽然我不清楚你的真正目的 但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对我做超越上级 对下级应有的关心的事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再喜欢上你 男人听言 眼眸沉如深潭 沉默许久 眸中带了些病态弯唇 再次拿筷子 给温兴颜涮了块肉 送到他唇边 说 上级对下级应有的关心 是什么程度 放进你的碗里可以 那味道你嘴边可以吗 温兴颜看着男人 夹着的肉的腾腾热气 瞬间明白 江城州又到了被激怒的边缘 看模样 像是要发作了 他直接抬手挡开男人的手 直接站起身要拿包 说 江总 我突然不太舒服 要先回去了 今天的饭还是算了吧 江城州面色不是很好看 眸中似压抑着什么 但女人动作间 他又看到温兴颜手腕上的崭新的表 犹如被当头破了一盆冷水 江城州突然仿佛害怕失去什么 抬手拉住温兴颜的手 我答应你 温兴颜被拉住 转头抬头仔细看江城州的苍白神色 知道人是老实了 于是抬手扒开了他的手 坐了回去 江城州见他肯重新坐回座位 心中的烦躁简淡了 思索了一会要跟温兴颜说什么 却发现话到唇边所剩无几 一时哑然 在看温兴颜那淡淡神色里的客气疏离 他突然很想抽烟 手摸到口袋里的烟盒 却末地停住 傅斯林那丝 昨晚抛给了他烟 最后却神色认真说 那是最后一根 他说 他突然决定戒烟了 没想到 我们还能有机会一起吃火锅 温兴颜加了菜心 放进冒着红油和辣椒的那一边锅里 对刚才的不快翻片的极快 主动开口问 上一次一起吃火锅 是什么时候来着 你上大学的时候 江城州市几乎不假思索达到 似乎是想到什么 眼眸中流露出笑意 说 印象挺深刻的 温兴颜加了肉 抬眸 看清江城州眼眸中的笑 眼睛一眯 微微一顿 也想到了那顿火锅 那是他和江城州 为数不多和谐相处的日子 冬天 下出雪的日子 刚回国不久 接手家族部分事务的江城州 终于在国外毕业回国 那天雪下得正好 穿着一身商务西装的男人成熟了许多 主动到他的学校 找他 江城州带他去吃了火锅 最后还开了房 温兴颜带着高速作业去的 江城州理科极好 他求他教他 最后写着写着到了床上 咳 干咳一声 温兴颜将乱七八糟的画面 清除出脑子 抬头 正对上江城州 眼底笑意正浓 他瞬间明白了 那人在想什么 没好气地 把熟了的菜丢他碗里 江城州完全夹了菜吃了 心情颇为愉悦 问 明早去C市出差 你东西都准备好了 话说一半 温兴颜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开始震动 屏幕亮起 江城州眸光落至温兴颜手机处 突然停住 温兴颜原本看着他 手机突然响起 他疑惑看去 看到亮着的屏幕上的内容 乖宝宝 来电 小崽子突然来电 来电显示 还被他亲爹盯着 温兴颜心中警铃大作 抬手快速拿了手机 跟着听到了男人嘀嘀的冷笑声 温兴颜挂了电话 疑惑地朝江城州望去 见男人苍白的面上 皮笑肉不笑 新男友 备注这么亲密 江城州纸节泛白 从烟盒中拿出烟 放在纸间 反复来回碾着 温兴颜没想到 江城州的脑补能力这么强 他只关心温卷卷 会不会被他发现 顺着江城州的话点头 说 对 我回去再回复 我们先吃饭吧 江城州却仍旧一眨不眨看着他 问 是昨天晚上那个 江总 温兴颜听他追问 学着他皮笑肉不笑说 这是我这个小员工的私人生活 您还是少操心 江城州放在口袋里的手 将烟碾断 面上泛着冷 看着温兴颜沉默两久 垂眸拿起筷子 温兴颜见他又老实了 满意地夹了块肉 丢他碗里 江城州一言不发 夹了吃了 晚上九点 红色超跑在软茉微的小别墅门口 甩尾停下 温兴颜风风火火从车上下来 进了房子 全然没注意到 远处跟了一辆黑色劳斯莱斯 江城州坐在劳斯莱斯驾驶位上 目光粘在下车的温兴颜身上 跟着贱女人进了房子 眸光放到了那房子上 那是一栋有些老旧的独栋别墅 门口院子绿化做得不错 看得出主人的精心照料 吃完饭温兴颜坚持要自己回家 最后却没有回温家别墅 而是回了这里 他回来后一直住在这里吗 江城州眸色深沉 看向那依稀看得清楚的门牌号 跟着调转了车头 像是怕看到别墅中 在出现什么人似的 冷着脸朝来的方向开了回去 型号 温兴颜一进门就看见客厅中 在沙发上窝成一团的人 微微一笑 换上拖鞋朝他走去 软茉微 见到老乡好了 感觉怎么样 温兴颜走进客厅 双手抱毙开口道 WC 温兴颜脚步轻 软茉微脑子里 故着想七想八 没听到 他的脚步声 惊得突然坐起身 姑奶奶 你真吓死我了 温兴颜看他一惊一炸 走过去坐在软茉微 旁边的位置上 抬手搂住人肩膀 问 快说说 你和傅思远遇见了 然后发生了什么 别提了 软茉微在温兴颜怀中无力说 我躲了他好几天 都是因为你才被他碰上的 温兴颜听言 眉烧一扬 关我什么事 软茉微伸长手 拿了沙发上的手机 滑动了好一会 递到温兴颜面前 说 好姐姐 你自己看看 这是什么 温兴颜看到 软茉微手机照片上 走在一起的一男一女 抬手掐软茉微的脸 眼睛一眯 说 姑奶奶家你本事大了 竟然敢跟踪我 谁让你对我不坦诚的 软茉微说 你昨晚承认 和江城周上床了 早上又说 跟他没什么 结果我傍晚去江市集团 正正好就看到你和江渣男 有说有笑 你弄我弄的 走在一起 我能不急吗 温兴颜深呼吸一口气 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你晚饭和谁吃的 软茉微问 江城周 温兴颜说 我们只是普通上下级 一起吃顿饭 霸道总裁 和纯玉女秘书吗 软茉微根本不信他 跟着追问 你们两个怎么擦枪走火的 从时招来 温兴颜听言微微一种 说 你先跟我说 你跟傅思远重逢的事 我再和你说 你刚刚不是还说 是因为我才被他找到的吗 原来你早就知道 人家回国了 渣女 软茉微听温兴颜说话 一下子被带偏了 还不是因为 你对我不坦诚 我去蹲你跟江城周 正好被傅思远抓到了 温兴颜听他形容 仿佛江城周 和他是去偷情 而软茉微是去捉奸的 他颇为好笑的 再次抬手掐他的脸 问 然后呢 然后 软茉微听言 眼神突然一空 不知道在想什么 说 他跟我求婚了 什么东西 温兴颜惊到 他拉着我去买钻戒 软茉微面上 带着未削减的后怕说 八年不见 他比以前还恐怖了 温兴颜反应过来乐不可知 说 傅思远人还不错 A是多少大小姐排队 想要嫁给他 你为啥就是不肯 给人家一个机会 这都多少年了 你看看 把人给逼成什么样子了 软茉微头痛地 重新看在沙发上 沉默一刻 说 我跟他 真不合适 然后呢 温兴颜接着问 你拒绝他了 我说我要去上厕所了 然后跑了 软茉微有气无力说 期待你们的后续 温兴颜哭笑不得 抬步走向房间 没有后续 软茉微抬手说 等等 你去哪了 你还没说 你是怎么和江城州擦枪走火的 女人 等一下再跟你说 我要收拾行李 温兴颜白手道 软茉微 收啥行李 温兴颜 明天出差 软茉微 跟谁去 温兴颜 江城州 什么 温兴颜 你真的拿好了 软茉微高声道 温兴颜抬手堵住耳朵 呼吸一口气 说 真的是公事 他背对着站在镜子前 抬手掀起后背上的衣服 扭着头 看那镜中 只见自己那白得吓人的腰上 还留着几个淡粉色的牙印 客厅沙发上的软茉微还在嚎着 温兴颜觉得 这事全是解释不清楚了 总不能说他去嫖 而且还嫖到前夫了吧 电视里都不敢这么言 看了一会那牙印 没了温兴颜美好气地拉上衣服 有些困倦地躺到大床上 躺了一会 手中的手机 跟着再次震动起来 垂眸一看 是自家小崽子温卷卷 再次打来了视频电话 温兴颜直接翻了个身 滑动接听 撑着脸看手机屏幕 突然出现的奶娃娃的脸 问 怎么了 一直在打我电话 温卷卷眨巴着大眼睛 反应迟钝了一会 似乎是那边信号慢了些 过了一会 他眼睛里露出亮光 似乎是才看到温兴颜 开口奶声奶气说 颜颜 我好想你 我也想你 温兴颜拿进手机 朝镜头亲了一下 温卷卷立马把小圆脸 贴向屏幕 温兴颜亲完了 把手机拿远 对面小娃娃 还傻傻地贴着手机 只看得见温卷卷 胖嘟嘟的侧脸 他有些哭笑不得问 外公和舅舅呢 舅舅还没回来 外公在旁边 温卷卷回答着 把镜头对向了 正在看报的温方圆 温方圆听到动静 朝镜头点了下头 温兴颜叫了声 不冷不热的把 两人算是打了个 象征和平的招呼 你外公在看报纸 你在干嘛 温兴颜重新问温卷卷道 我刚要和你说呢 颜颜 温卷卷重新把镜头 拉回自己身上 将手机放在茶几上 转身哒哒哒跑远了些 温兴颜这才看清楚 温卷卷身上的装扮 小不点大的娃娃 穿着胖乎乎的 蜜蜂娃娃服 还带着小翅膀 看起来跟个 随时要飞起来的 黄色小胖球似的 温卷卷哒哒哒 在亮堂堂的地板上转圈 说 颜颜 看 我是一只漂亮的小蜜蜂 温兴颜撑着脑袋 看手机里乐呵的亲儿子 唇角也不自觉弯起来 行了 快停下来 等一下别摔了 温兴颜看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出声提醒 谁知刚说完 温卷卷哀压一声 圆圆的蜜蜂屁股 摔坐到了地上 温方远见妆面色一变 放下报纸 神色紧张 就要过来抱他起来 温卷卷摸着屁股拒绝说 外公别来 我自己就能起来 温方远见他重新站起身 捂着屁股 朝手机哒哒哒跑回去 不太放心地坐回了沙发上 谁知温卷卷一走到手机边 方才还跟自己说了 没事的声音 瞬间带上委屈 对着手机说 颜颜 我的屁屁好痛 温方远摇了摇头 哭笑不得地拿起报纸 这小子 不要他这个外公抱 原来是想要亲妈疼 另一边 温馨颜亲眼看着 皮尺小崽子摔了一跤 又蹦蹦哒哒跑回来求安慰 笑着哄到 乖乖不通 温卷卷抱着手机笑得 酒窝浅浅 跟着问 颜颜 我的小蜜蜂 衣服好看吗 特别好看 温馨颜说 那我像小蜜蜂吗 温卷卷问 温馨颜看他的小胖脸 柔声说 真的蜜蜂来了 都没有你这么想 真的吗 温卷卷听言高兴地蹦答了一下 说 那我周末 演出你一定要来哦 温馨颜听言笑容一致 才想起来 温卷卷学校 还有周末 话剧会这一出 温馨颜说 这话剧会火到 甚至还有网上直播 不定会被江城州看到 小崽子已经报名参加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温馨颜现在只能表示支持 但是昨天傍晚 他没问江城州出差 要到什么时候 这周末不一定回得来 思索了一会 他神色认真说 乖乖 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 我不确定 周末有没有空 对面小孩方才还雀跃的表情 听了 瞬间变得委屈起来 读着嘴说 为什么 炎炎周末要干嘛 我要去出差 温馨颜解释说 什么是出差 温馨颜眨眨巴着大眼睛问 温馨颜思索了一会儿 说 就是工作上班的意思 温馨颜听言反应极快 问 小孩子周末不用上学 大人周末不用上班 为什么炎炎周末要去出差 温馨颜心说 给江城州打工的话 可不一定周末能清闲 思索一瞬说 因为我的老板是个坏蛋 他会让我周末上班 温馨颜听言恍然大悟般点了点头 说 炎炎 我去和坏蛋说 让你周末不用出差 温馨颜哭笑不得 看他一脸认真模样 说 你要怎么和坏蛋说 温馨颜听言挠了挠头顶的小卷发 圆眼睛转了转 说 我说 大坏蛋 你不给炎炎放假的话 我就打包你的头 温馨颜绘灰色说 温馨颜听言差点喷了 嘴角抽出问 你上哪学的话 还要打包坏蛋的头 温馨颜想了想 温馨颜这小不点大的身高 应该还没到江城州大腿高 温馨颜听温馨颜问他 突然腼腆一笑 温馨颜眼睛一眯 说 你突然害羞什么 幼儿园里我喜欢的女孩子教我的 温馨颜抬手捂着脸说 温馨颜听言沉默一瞬 看温馨颜害羞的模样 说 而大不中流啊 温馨颜 你才两岁多 就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温馨颜摸着脸露出眼睛 语出惊人说 我想让他当我的女朋友 谁教你关于女朋友 这个词汇的使用的 温馨颜嘴角抽出说 别人家的娃十二三岁 想谈恋爱说早熟 他倒好 他的小崽子还没三岁 就想找找女朋友了 二舅舅告诉我的 温馨颜把手放下神色认真说 二舅舅有好多个女朋友啊 温馨颜 原来是他 温馨颜眯颜了然道 等我出差回来 就接你回来你 微微移移这边 他可不能再让自家 那私生活混乱的二哥带娃了 不定过两天 温馨颜要打电话过来 给他看他的小女朋友 好爷 温馨颜听说温馨颜要接他回去 开心地蹦了一下 行了 别又摔了 温馨颜哭笑不得 跟我说说 你喜欢的那个幼儿园的女生叫什么 尽管惊讶 但温馨颜第一次当妈 一向力求好好了解 自己的娃的感情生活 和她多多分享沟通 谁知不问还好 一问温馨颜的回答 直接让她愣了一下 她叫江果果 温馨颜乐呵呵分享道 今天我和她说 我的妈妈叫温馨颜 然后她跟我说 她的妈妈叫江灵州 什么 温馨颜听言 面色突然一变 她没记错的话 江城州的清姐 好像也是叫这个名 应该不会这要巧吧 第二天清晨 A市国G幼儿园门口 黑色麦巴赫缓缓停下 老大 到了 Alex转头看后座说 坐在后座上的男人 今日没穿休闲装 换上了一身剪裁得当的 定制深蓝色西装 俊美的面上戴着墨镜 单手扶额 神色不耐朝身边后 座位上的另一个人开口 江国果 到了 下车 Alex目光一转 只见男人旁边坐了个没多大 白白嫩嫩小女孩 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 穿着背带裤 生得极为漂亮 正撅嘴抱着Switch玩游戏 对自家上司的话充耳不闻 江城州伸手 直接拿走小女孩手上的Switch 开了车门再次重申 下车 江国果被抢Switch 眼神哀怨地抬起头 怒瞪江城州 那是我的 是你的 江城州弯纯承认 双手暴毙 带着点无赖说 但是我没收了 江国果气得拳头捏紧 抬手要去抢 大声说 还给我 你去上学 放学了我就还给你 江城州见 小孩扑过来 直接抬手 单手放在江国果头上 不让他扑腾过来 跟着说 不然 他就是我的了 江国果手短 离江城州还差了一大截 气得大喊 爸 我跟你拼了 还丢我 Alex在前面 看得瞠目结舌 从来不知道 自家大boss管教孩子 这么有办法 他今天算是受教了 对付一个熊孩子 最好的办法 就是比他更无赖 这小女孩 是江城州 清解江林的孩子 今年刚满三岁 小孩从小 被江家家主 捧在掌心里呵护着 生生养成了个混世魔王 Alex有幸 被江城州指派 去接过两次江国果 一次被人拿颜料 喷了一头 一次被骗着半岛 摔进草丛里 他算是亲身体验过 混世魔王的可怕 今天是他第三次见江国果 江城州的清解 临时有事 他顺路捎带上江国果过来上学 而Alex 最近既当助理 又当司机 成功得到了 再次见到这小魔王的机会 小孩子尖叫声刺耳 江城州太阳穴微调 说 江国果 你再不下去 我就亲手领你进去 让整个幼儿园 都看见你的糗样 江国果最好面子 听言立马停止了扑腾 哀怨地 看着江城州手中的游戏机 说 说好了放学 就还给我 别耍赖 江城州拿上他的小书包 塞他怀中 说 放心 下去吧 哼 江国果马上书包 转身从车上蹦了下去 一句道别的话 也没说 Alex 看小孩终于下去了 松了口气 看车上江城州眨眼间 垂眸玩起了switch 说 boss 咱等下就飞C式了 你跟小公主说的放学 不会是下周放学的时候吧 这不是在骗小孩吗 少点玩游戏对他好 江城州熟练地 按着游戏机按键 诞声说 Alex 见江城州认真玩这游戏 扯了扯嘴角 睁眼说瞎话拍马屁说 还是宁叫海友方 江城州没有鸟榻 Alex 自觉无趣地回了头 重新发动车子引擎 原本他正准备重新发动车辆 随意扫了下 四周观察有没有车辆过来 结果视线定到某处 他眼睛微微一眯 漠然顿住 WC Boss 江小公主再欺负小男孩 江城州闻言 手上动作突然一顿 簇眉抬手向窗外望去 只见不远处幼儿园门口 站了不少小不点 小不点们 中间站着两个小孩 江国果站在中央 旁边还有一个看不清模样 背着黄色书包的小男孩 江国果插着腰 站在男孩面前 不知道说着什么 突然伸出手 把那小男孩推到了地上 江城州眉梢一跳 将Switch丢在座位上 面容冷峻 开了车门下车 大胯步朝那边走去 Alex见状 连忙拔了钥匙 跟着江城州下了车 一下车 细看到幼儿园门口 他突然伸出一股 莫名的熟悉感来 江城州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一群小不点中间 抬手直接拎起人 冷声喝道 江国果 你做什么 江国果没防备 他最害怕的亲舅舅还在 吓了一大跳 紧张扑腾地说 你听我解释 我没有打他 周围围观的小不点 见大人来了 纷纷四散跑开 被江国果推倒的小男孩 还坐在地上 你在狡辩 江城州给了江国果 一记威吓的眼神 江国果立马吓地停止了扑腾 像安唇一样缩起来 江城州见他老实了 垂眸去看地上的小男孩 坐在地上的小男孩 一头小卷毛 看起来有些眼熟 胖嘟嘟的脸上上带着委屈 他手上拿着一盒牛奶 坐在地上看着地板画圈圈 憋着嘴一言不发 江城州醋眉 认出了小孩 几乎是同时 他放下来江国果 走过去将那小男孩拉起来 说 卷卷 温卷卷刚被喜欢的人推倒 太过伤心 坐在地上发呆 正在走神 突然有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过来 弯身将他抱起 跟着熟悉的大人声音在耳边响起 再叫他的名字 温卷卷反应迟钝的转头 原本正委屈着 看见男人的脸后 圆圆的眼睛突然一亮 漂亮叔叔 是我 江城州抱着他弯唇硬道 我们真有缘分 又见到了 一边江国果刚被亲舅舅嫌弃地丢到一边 看着江城州和温卷卷两个人的亲近 握起拳头跺了下脚 江城州和温卷卷的目光 瞬间回到他身上 你为什么推他 江城州看着江国果问道 这混是小魔王不跺脚还好 一跺脚 直接把人注意力吸引回钢饭了 错还浑然不觉自己身上 江国果听言不回答江城州的问题 大声指着江城州怀中的温卷卷 说 你为什么抱着他 小女孩印象中 自己凶巴巴的亲舅舅 从来没抱过自己 看见他抱温卷卷 心里有些愤愤不平 回答我的问题 江国果 江城州冷声重复说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把人推到地上 老大 会不会太凶了 Alex出声提醒说 他方才看见温卷卷 算是想了起来 这个幼儿园为什么眼熟了 上次路边捡到 这小屁孩 把人好生送回来的幼儿园 就是这儿 最后 他还被江城州指派进去 给幼儿园的管理者协调了一番 让他们以后管好小孩 别让人再跑出去了 那时候 和这幼儿园的老师们协调 他可以算是舍战群雄 费了好一番功夫 这能不眼熟吗 他着实没想到 情况这妖巧 江小公主江国果 刚转来没几天的新学校 就是这个幼儿园 之所以转校 就是因为在上一个幼儿园里太顽皮 欺负同学 被劝退了 这小公主 不愧是混世小魔王 这才来了新学校几天 就开始欺负小男孩 Alex叹了口气 心道 现在的熊孩子 真难管教 下一刻 就听江国果 再次用力跺了一下脚 抬手指着江城州说 我要和爷爷告状 你欺负我 江国果说完就转身 气冲冲就要跑进幼儿园 这小魔王惊得很 现在没人给他撑腰 他知道 江城州也不会偏心他 对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无师自通 只高气昂 挑衅完就要跑 谁知刚跑了两步 后衣领子突然被拉住 江城州面无表情 将人拉了回来 迪赫道 话没说完 别想跑 给我站好 男人声音带着威吓 江国果逃跑失败 凭声音知道自己的亲舅舅 真的生气了 他整个吓得一江 老老实实在原地站的笔直 Alex则则称奇 抬手摸了摸江国果的头 说 江小公主 你今天算是碰上硬钉子了 漂亮叔叔 不要骂国果 温卷卷奶声奶气说 小烟嗓还带着刚才的哭腔 我没骂他 江城州一本正经纠正说 我在凶他 Alex嘴角抽搐一下 给江国果递了一个可怜他的眼神 江城州垂眸看江国果老实了 弯腰把温卷卷放到地上 两个小孩一时面对面站着 女孩比卷发男孩高了半个头 江国果看见小男孩 刚怒了气的神态 又变得趾高气昂起来 双手插着腰别过头 小卷毛的双手 拿着一盒牛奶 站在江国果面前 小手指不知所措地挠了挠盒子 说 果果 你别生我的气了 好不好 江城州双手抱臂垂眸看着两个小孩 问 说吧 江国果 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再问一遍 你为什么推他 江国果撅着嘴 还撅着民警嘴巴不说话 江国果 江城州深呼吸一口气 屈膝蹲身 跟两个小孩平视 漂亮叔叔 你别凶果果 温卷卷走到江城州身边 肉乎乎的手 去拉他的胳膊 是我先烦他的 Alex看江城州面色越来越差 对着小女孩劝道 江小公主 你还是快招供吧 江国果站在原地倔着 抬眸看了一眼清舅舅的眼神 吓了一跳 指着温卷卷手上的牛奶盒 终于招供 是他硬要给我牛奶喝 我说了不要 他还硬要跟着我 江城州听言 抬手掐他脸 算是知道了实情 说 我还真是没冤枉你 你不要牛奶 至于把人推倒吗 我就是轻轻碰了他一下 江国果急到 谁知道他连路都走不稳 一碰就到 你还有理了 江城州喝道 把江国果拉到小卷毛面前 说 给人道歉 不然今天的事没完 我不要 江国果脸被掐疼了 大声喊道 爷爷说了 我是小公主 小公主不用给人道歉 小女孩声音刺耳 Alex和温卷卷不约而同地 抬手捂住耳朵 江城州耳膜被刺得有些疼 太阳穴突突跳 抬手捂住江国果的嘴 直接手动消音 女孩的尖叫声随之停止 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江城州的手机铃声跟着响起 以为是工作事务 他不耐地皱眉 单手掏出手机 谁知垂眸一看被注 男人方才还冷着的脸面上 突然缓和了些 沉默一瞬 他干咳一声 弯唇站起身接了电话 说 怎么了 江国果对自家亲舅舅的 眨眼间的变脸 看得目瞪口呆 跟着反应到 自己有了逃跑机会 再次转身要跑 谁知这次还没开跑 后衣领子 就被江城州的大掌单手拎住 江城州早有预料 在电的女人的声音 Alex和温卷卷 站在旁边看着她 一个面色了然 一个迷糊着 摸不清状况 Alex不用想就知道 是谁来的电话 让男人的面色 突然由音转情 而温卷卷 则是因为年龄太小 看不太懂大人的情绪变化 江城州 你们在哪 我和Susan到机场了 温兴颜 无波无澜的声音 从手机听筒流出 江城州听言垂眸 看了一眼背对着自己 被抓着死不认错的亲外生女 还有旁边的漂亮的小卷毛 说半小时后到 行 女人简洁理论到 跟着说 挂了 手机挂断音跟着传来 江城州方才还弯着的唇角 瞬间拉了下来 收了手机对江国国冷声道 现在 道歉 我没空等你 倒数五个数后 你还不开口 后果自负 江国国撅着嘴 眼神哀怨 转头看江城州 不明白他为什么挂完电话 突然又凶了起来 还没来得及思考 亲舅舅冰冷无情的声音 已经开始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对不起 就在江城州念叨一的同时 江国国轻道 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响起 大点声 对着人说 江城州皱眉说 江国国性自倔 能道歉 已经是迫于威压最大的让步 眼看着亲舅舅和亲外甥女两人 又要吵起来 温卷卷自己哒哒哒跑到江国国面前 把自己那自认为罪魁祸首的牛奶 藏到身后 小烟嗓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说 国贯 我接受你的道歉 哼 骄宗惯了的江国国 下意识傲娇的再次别过头 不拿正眼乔温卷卷 江城州见状面上冒着冷气 但司机飞机起飞时间迫近 松开了江国国 说 我今天没空 下次再收拾你 江国国见状立马就跑 这一次 没有人拎他后领子 把他抓回来 他跑到幼儿园大门口转身 见江城州离得远远的 又壮了胆 抬手做了个挑衅的鬼脸 转身跑进了幼儿园 Alex转头 看江城州冷得能结冰的脸 嘴角抽出两下 蹲身去瞧 拿着牛奶有些委屈的奶娃娃 几日不见 这叫眷眷的小娃娃 看起来胖乎了些 可爱得紧 Alex见他伤心 这次没有故意吓他 伸手说 混是小魔王不要牛奶 那可以给叔叔吗 他本意想安慰小孩子 让他知道 其实很想要他送的牛奶 谁知小奶娃娃摇了摇头 说 不能给你 这是给喜欢的人的 Alex嘴角抽出两下 看他认真的神色 说 你说的喜欢 是小男孩喜欢小女孩的那种 嗯 温眷眷点了点头 小言嗓说 我想要果冠当我的旅朋友 Alex听言 他说都说不准 哭笑不得摸他的头 对现在小屁孩的心智发展 很是好奇 说 就算他喜欢欺负人 还推倒你 你还喜欢他 温眷眷点了点头 说 果冠他其实很好的 你们都不了解他 你们才认识多少天啊 Alex出声问 江城周双手抱臂在旁边听着 听了小卷毛的话 心说 会不会是自己 和外甥女相处太少了 小孩可能其实没有 他看到的那么顽皮 谁知下一刻 抱着牛奶的奶娃娃 看了下自己的儿童智能手表 接着说 我跟果果 认识三天八个小时 二十四分钟啊 Alex 江城周 Alex沉默一瞬 反应过来后 发出一声爆名般的大笑 HHHH Boss 现在的小屁孩 为什么这么逗啊 江城周被吵得头疼 看了下时间 最后像吃行的小奶娃娃问 你怎么算得这么清楚 还这么确定呢 温卷卷拿着牛奶 认真说 从见到果果的第一课 我就知道 我喜欢上他了 所以我立马就看手表 记下了那个重要的时间 Alex 最后 Alex笑得蹲在地上 就岔拍地板 江城周的唇角 可疑地抽出了两下 五分钟后 有公务在身的两人 因为时间有限 挥手和痴情的小娃娃道别 要离开前 温卷卷抬手 抓住了江城周的手 把牛奶小心翼翼地 递到他面前 说 漂亮叔叔 你要喝牛奶吗 不是说 要给喜欢的人吗 江城周弯唇接过 垂眸一看 看那蓝色牛奶盒子上 还画了一只 你人画笑着的卡通奶牛形象 盒子上的字都是外文 他颇为愉悦地蹲身收下 还不着痕迹 看了一眼没讨到牛奶的 Alex Alex唇角抽搐两下 怀疑自家BOSS的眼神中 带着炫耀 却无法从一本正经的男人脸上 找到证据 温卷卷突然走上前 抱了一下江城周的脖子 说 谢谢你 漂亮叔叔 小奶娃娃虽然痴情 却知道眼前的大人 方才是 在为自己出气 自己的妈妈经常告诉自己 要知恩图报 温卷卷牢记亲妈的教导 和江城周到了谢送了礼 松开了人 背上小书包 哒哒哒哒往回跑 他回头朝 两人回头 挥着小胖手说 再见 好笑叔叔 和漂亮叔叔 Alex哭笑不得 BOSS 漂亮叔叔是你 好笑叔叔是谁 江城周心情颇为愉悦 见小不点跑进了幼儿园大门 转身悠悠留下一句 你说呢 跟着大跨步 朝迈巴赫走去 Alex在身后连忙跟上 二十分钟后 机场贵宾等候室 温兴言坐在几名江市集团精英中间 正拿着手机 认真看项目内容 这次江城周出差 要谈合作的项目不小 随行有好几个集团的老资历精英 做正事的有了 还缺少打杂的 分到他这个新人头上的任务不多 主要是负责给江城周安排提醒日程 还有随时准备 给他端茶倒水 随行伺候 随行的人中 温兴言在江市集团资历最低 任务最少 理所当然充当了那个打杂的人 温兴言 昨晚睡得晚 精神起得早 看了一回项目 眼睛有点泛酸 抬眸放空休息一下 正好对上沙发对面 Susan的目光 女人除了工作次要 几乎不怎么主动和她 却总喜欢看着她 表情冷漠 还带着点陈年积攒的怨恨 有些撇得慌 温兴言好几次不经意间转头转身 就看见Susan就那么定定站在那里 直直看着她 心中不知在盘算什么 温兴言在Susan那不太对劲的打量中 挑了下眉 就在她以为她又要一言不发 就那么盯着她时 女人主动开了口 温密说 温兴言 听说这次的项目挺大的 江总出差谈项目 脾气总是大些 你负责给江总安排日程 要小心仔细着些 Susan皮笑肉不笑说 温兴言听言常常 窝了一声 扯了的笑不欲多言说 谢谢啊 她当然听出来 女人不是在提醒她 而是先发了钱话 等着到时候 江城州真发火了 来看她笑话 顺便查言查语 补上一句 我当时不是提醒过你 对面Susan 见她反应忌惮 完全不见慌张 拿出口红 一边对着镜子补涂 一边悠悠说 江总发火 可不是一般小女人 能承受的了的 你别太不放在心上 这样 温兴言听言神色淡淡 没事 我是大女人 不怕她 你 Susan本是为了给温兴言添堵 谁料她根本不在意 倒是让她先急了 女人放下口红 就要接着出口讽刺 谁知话说一半 贵宾室里 响起好几声问候声 江总 Boss 转头看向门口 Susan微微愣了愣 心脏加速跳动了两下 神色淡淡的男人 穿着一身深蓝色 从外走进来 正打着电话 一身剪裁得当的定制西装 衬得原本就金贵金玉的气质 更蛊惑人心 Susan直接看直了眼 忘记接着讽刺温兴言 贵宾室里 其他人纷纷向江城舟出声问候 男人拿着手机 淡淡点头回应 朝着贵宾室的空出来的守卫 极为自然走去 与Susan和温兴言的位置擦肩而过 Susan闻到独特的男性香水味 心跳跟着漏了一拍 视线紧随着路过的男人 温兴言看着江城舟 打着电话走过去 一个眼神也没分过来 再看对面 Susan那花痴的模样 她微微眯眼 自己在江城舟手下工作 两个多星期 感觉快疯了 她着实没想到 Susan在江城舟手下 打了这么多年功 竟然还能对她心怀不轨 泽泽 最后温兴言摇了摇头 垂眸准备接着看手机 谁知一低头 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只 拿着牛奶盒子的大掌 那手带着常年 身处办公室的白皙 直接修长分明 轻轻微微凸起 很是好看 温兴言原本一手拿手机 一手悠闲地放在桌上 手心突然一热 多了一瓶 看起来有些熟悉的 蓝色卡通牛奶 还是温热的 她疑惑抬头望去 见方才打电话 走过去的男人 去而复返 正看着自己 给你的 大女儿 江城舟嗓音低沉 收回了手留下一句话 再次转身走了回去 温兴言拿着牛奶 一脸莫名其妙 转头再次对上 Susan的眼神 吓了一跳 女人的面色难看得吓人 眼神比原来阴沉了好几倍 那对温兴言的厌恶 已经呼之欲出 温兴言扯了下嘴角 把牛奶递出去 问 你喝吗 话说完 对面女人的脸 又黑了几分 没有回答 站起身直接走了出去 温兴言看着 对面空了的位置 很是无语 垂眸看手上的牛奶盒子 突然眉头一皱 熟悉的外闻 和卡通奶牛形象 这不是温卷卷 最爱喝的那款牛奶吗 这是国外的牌子 温兴言带着娃 在国外生活时 一直买这个 给温卷卷喝 温卷卷前些天 突然想起来 打视频电话 吵着要喝 国内没有经销商售卖 他前段时候 刚海购了两箱 寄到他父亲温芳远那边 看到这牛奶盒子 温兴言才想起 估摸着 应该自己买的 应该差不多送到了 打开手机一看 果然快递前两天 就显示签收了 温兴言的目光 从手机上 又回到那牛奶盒子上 不知道江成舟 突然给他这牛奶 什么意思 转头一看 江成舟 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打工作电话 长腿交叠 手撑着额头 面色看起来不太好 Susan方才说的话 还是有几分对的 江成舟处理工作的时候 脾气确实很差 虽然平时也不好 正想着 一声充满活力的 男性声音响起 早啊 姐 Susan呢 Alex从外头走进来 和温兴言打招呼 笑得开朗 他出去了 温兴言不知道 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到底哪来源源不断的 活力气息 在江成舟手下工作 时常被打击 但是两秒 就能满血复活 永远保持那活力 十足的笑容和嗓音 温兴言觉得他 不仅能当助理 还能当顶层 那些精英的精神指导 那些高智商 高学历 高资历的精英 亦失误犯错 被江成舟会议上 不留情面指出 一般都要像安纯似的 低落上好几天 而江成舟 几乎天天都在会议上 批人 不仅毒舌 还精准踩中 每个人的痛点 有时候 一场会议下来 要批上好几个人 这就导致了整个顶层 一直都是压抑低迷的氛围 而Alex 则是那永远开朗 打不死的小强般的存在 也不知是他天生心大 还是反射胡慢 想到这里 在台谋一看 Alex那阳光开朗的笑脸 唇角忍不住抽出了两下 就见他笑着笑着 突然眼睛一瞇 像是发现了什么 温兴言收了笑 问 怎么了 Alex的视线 顶到温兴言手上的牛奶盒子上 像是明白了什么 突然眉飞色舞 神秘兮兮道 姐 牛奶记得趁热喝 你怎么知道他是热的 温兴言皱眉 Alex见温兴言一脸迷茫 叹了口气 笑着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温兴言 你没事吧 温兴言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他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没事 姐 Alex的视线 还留在温兴言手上的牛奶上 抬手一指 悠悠说 这牛奶是我热的 我能不知道吗 哦 温兴言反应过来 看他反应极大 把牛奶拿起 猜测说 是你热的 所以你看见他 很亲切 哎呦 我的姐 Alex抬手拍了一下脑门 对温兴言情感上的迟钝很是无奈 说 这个牛奶 是刚才来的路上 Boss特意叮嘱我去热的 这个热牛奶过程 还不是特别简单 他原本还不知道 江城州 为什么突然要专门半路 找店铺热一下 问了好一会 才找到一家卖热银 有加热柜的小店 几乎是硬着头皮 Alex把自带的牛奶 递给饮品店老板 说自己不买饮品 但是要加热 重点强调 是他老板要求的 连饮品店热牛奶的老板 都对这要求 有些摸不清头脑 看傻子似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在他拍下200元后 一言不发 夺过牛奶去热了 热好牛奶来机场的路上 自家拿着牛奶的老板 还让他开快些 Alex 原本看时间充足 有些不知所以 现在进了门 看到了温兴颜和这牛奶 算是明白了 本以为提醒到这里 温兴颜应该明白 一些微妙 谁知女人听了话后 语气带着些不平 把牛奶放在桌上 动作不清 说 你的业务竟然还包括 半路帮他热牛奶 也太没人性了 Alex听言 嘴角抽搐两下 跟着直接把话说清楚道 Boss让我热牛奶 就是为了给你 姐 你能get到什么吗 温兴颜 她突然不想喝了 姑奶奶 Alex心泪说 是 与此同时 男人磁性声音响起 江成舟正双手抱毙 垂眸看着这边 面上喜怒不变 眉头微微醋着 温兴颜清楚听到 男人方才对自己设想的肯定 耸了下肩 毫不意外对Alex说 你看 我说中了 江成舟心里 还带着昨晚吃火锅时 女人要和自己 画清楚上下级关系的烦躁 深深看了一眼温兴颜 她没有理会两人 朝外走去 走了 登机时间破镜 其余人纷纷跟着江成舟出去 温兴颜在后面 最后看着桌上的牛奶 纠结了一会带上 跟着快步朝外走了 Alex站在后头 再次心累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跟了上去 夜晚 C市 飞机在深夜抵达 高级商务车 接送一行人到了酒店 个人领了房卡 夜深了 各自去安排的房间洗漱 温兴颜拉着行李箱 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 刷了两下房卡都没刷上 身后突然响起一声 熟悉的女人声音 你不是负责给江总贴身 安排提醒日程 怎么没和他住一层楼 温兴颜转头看去 毫不意外看到了 阴阳怪气的Susan 江城州住在顶层套房 方才到了不久 人就上了贵宾电梯上楼了 没有招呼他 说起来 那人今天除了上午那会 一整天都没怎么和自己说过话 温兴颜此时听言 双手抱毙看Susan 说 照你这么说 我和他住一间房 岂不是更好 你当然想 Susan朝温兴颜走近 声音带着挑衅 不过就是得不到罢了 这话还是说给你自己听吧 温兴颜听言弯唇 双手抱毙 面色如常 Susan听言面色突然煞白 看着温兴颜 瞪着温兴颜说 你和我都一样 得不到他的喜欢 温兴颜听言笑出了声 走近Susan 近距离看着女人 那因爱而不得而扭曲的面目 一字一句说 这话你在三年前说 或许我会认同 但是现在 我不屑于他的喜欢 怎么可能 你别说笑了温兴颜 三年前 你为了追他有多疯 整个A时的人都知道 Susan不认输地仰起头 却还是因为 女人过于淡然的眉眼露了窃 声音有些不稳 Susan 你知道吗 你很可怜 温兴颜残忍地说 女人听言 唇脚颤了颤 你说什么 温兴颜 我说你很可怜 温兴颜重复说 就和三年前的我一样 Susan听言神色微正 似乎是不懂他 到底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现在还喜欢江城州 温兴颜诞生说 但是 我要声明 我没有要跟你争的意思 请你放心 呵 Susan听言讽刺一笑 说 你还不够格 温兴颜见他还是那副模样 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再次把卡刷到门锁上 单声说 随便你吧 毕竟换我来 应该也劝不动当年的我 正说着 门低一声开了 温兴颜转动门锁 将行李箱拉进门 站在门边看着 还站在外面盯着他的Susan 最后双手抱毙接着说 但是如果你硬是要把你那得不到回应的怒火 撒到我这边 并且触碰到我的底线的话 后果希望你可以承担 等等 温兴颜 Susan听言像是还要说什么狠话 温兴颜微笑白白手 直接关上了门 将女人的声音隔绝在外 耳根得了清静 温兴颜随手打开行李箱 简单取出洗漱用品和衣物 起身准备去洗漱 路过落地窗 他朝外淡淡瞥了一眼 C是市中心的夜景灯光 比A是要少许多 这是一座颇具文化底蕴 重视保护传统建筑街区的古城 相比摩天大楼 要更多些韵味 也少了些炫目的灯光 温兴颜对这座城市说不上熟悉 也说不上陌生 高中时期 他便是被父亲放逐到这里来的 在这里的日子 他过得并不算开心 一二没有瞧上多久 温兴颜便拉上窗帘 哼着小调朝浴室而去 星号 门外 Susan来给温兴颜放狠话 最后没有成功刺激到他 反倒是因为 听了温兴颜的话后 对自己产生质疑 女人有些失神地 往自己在同一层的房间方向走 走到拐弯处 一双黑色皮鞋突然闯入眼中 Susan微微一愣 抬眸望去 跟着失神 心跳漏了一拍 酒店走廊灯光微暗 突然出现的男人禁欲 而金贵的脸 让周遭氛围都变得暧昧起来 略异失神后 Susan眼眸中流露喜色 江总 你怎么在这 本应该在顶层休息的江城洲 突然出现在眼前 男人脱了西装外套 穿着单薄的衬衫 衬衫袖口随意地挽到小臂上 依惜能看出 长眠锻炼的漂亮肌肉线条 Susan看得一时失神 下一刻被男人的声音换回了神 有点事 江城洲被女人挡了去路 连看都没看 Susan一眼 直接抬步绕过她 静止往前走 男人毫不在意地忽略敷衍 让Susan眼中的喜色 转瞬间破灭 回过头 江城洲正单手插头大胯步往前走 她愣神的片刻 眨眼间 男人已经离了很远 Susan看着江城洲高大的背影 略意咬牙 放轻脚步 快步跟了上去 走了一会 却没有回头的意思 Susan也跟着方慢脚步 皱了下眉 发现跟着江城洲走的路线 有些熟悉 正想着 男人的脚步突然停住 站在一个房间门口 有些犹疑地抬手 看动作像是要敲门 却突然停住 收回了那骨节分明的手 双手暴毙 被靠在了门口走廊墙上 江城洲斜靠在墙边的侧檐 宛如被造物主偏爱的褶 周身带着看不出的低沉情绪 Susan远远看着 面色开始发白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男人刚刚抬手犹豫要敲的 是温馨岩的房间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江城洲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女人手撑在了墙上 突然有些站不稳 心中有了一个 他以前从来不会有的荒谬想法 第二天清晨 温馨岩被闹钟吵醒 昨夜睡得早 一而他没有赖床关了闹钟 直接下了床洗漱收拾了东西 因为下飞机来不及周转 他们只在这市中心酒店 暂时待一晚上 今早要出发去目的地 一个大型郊区旅游度假开发区 行李收得很快 温馨岩早有准备 把灵星几件护肤用品丢进行李箱 关上箱子 拍拍手坐到床上 距离出发还有点时间 他坐到床上 开始查看给江城洲的日程安排 本次出差 主要是和C市的地产大王李静明 谈具体商务合作 之前 江城洲已经跟他在A市敲定了大致方向 虽然作为秘书的温馨岩 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 李静明现在住在自己开发的旅游度假区 并邀请了江市集团一行人过去参观 顺便洽谈商务合作 他这度假区口碑还不错 还在招合作商 江城洲对此也有些意思 准备过去考察一番 看具体有没有投资吸引力 温馨岩一边想着 一边拿着笔 在自己的随身笔记本上涂涂写写 江城洲今天的日程安排 主要是到达那边之后 和李静明吃午饭 今晚还有一场那边专门的迎宾酒会 为了表达对江城洲这位 家财万贯的投资人和合作人的欢迎 温馨岩正想着什么时候 提醒江城洲什么事 自己放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他把本子放腿上 随手拿过手机没看一眼就接听 另一只手还在本子上写着 怕断了思路 下一刻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 哪声哪气 嗡声嗡气的妈妈 这声音直接让温馨岩比肩一顿 听了笔说 妈妈在 你怎么了 他一听就听出来 这是亲儿子的声音 而且会给他打电话的人也不多 接听的时候 他就知道八成是温眷眷 只是声音听着不太对 小崽子像是哭了 而且 这小子从来都是叫他严严 很少会叫他妈 很是反常 温馨岩捏着笔皱眉 下一刻听见电话那头 传来两声醒鼻涕的声音 跟着听温眷卷小烟嗓说 我失恋了 温馨岩 温馨岩沉默一瞬 突然有些头疼 问 怎么个失恋法 你前几天说的 女娃娃拒绝你了 你跟人家表白了 不是 温卷卷那边又抽搭了两声 跟着嗡声嗡气说 他跟班上另一个人在一起了 他说 他是他的男朋友 温馨岩听到男朋友 嘴角抽搐两下 一时沉默 内心掀起一阵波澜 天 现在的小屁孩 也太早熟了吧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娃还没三岁 他就要 给他做情感指导 他以为那都是青春期的事情 温馨卷卷 现在还离得很远 早知道 他就提前多看几本《月儿经》了 妍妍 温馨卷卷没有得到温馨岩回复 哭得有些大舌头说 你说 我要怎么办 我好拦过 温馨岩揉着太阳穴 说 我听出来了 宝贝 妈妈思考一下 怎么跟你说何事 温馨卷卷又抽了两下鼻子 跟着说 好吧 温馨岩思考着 怎么想也想不出 该怎么和一个还没三岁的小屁孩谈 怎么面对人生第一次失恋 正想着 门口突然传来两声不轻不重的敲门声 温馨岩捂上手机收音筒 朝外道 谁 是我 男人熟悉的低沉声音传来 温馨岩没烧一跳 一看手表时间 到点要即刻出发了 妍妍 你说 我要怎么办 温馨卷卷跟着问 今天我们还要排练话剧 他们演老公老婆 我演一个小电灯 温秘书 该出发了 屋外老板的提醒跟着传来 男人又敲了两下门 说 听到了吗 手机里和门外两重声音 直接让温馨岩脑子荡机 反应了一瞬 温馨岩拿着手机放低声音 松开收音筒 对温馨卷说 乖宝宝 我现在还有事 今天你们演话剧 你要是不开心 可以今晚再打电话 和我仔细说 到时候 我再具体告诉你 怎么办 可是妍妍 我现在就不太开心 温馨卷卷跟着说 温馨岩 你醒了吗 门口江城州的声音 跟着传来 声调带了些急躁 敲门声变得大了些 门口声音响着 温馨岩头疼地拿着手机 郑纠结 怎么在照顾失恋的 温馨卷卷的情况下 结束通话 她忽然听电话那边 传来救兵的声音 阮莫威在那边 突然大声道 温馨卷回复软莫威说 不得 我要去上班了 快点出来 不然我打你屁股 软莫威说 温卷卷害怕发脾气的 软莫威 听言对电话里的温馨岩说 妈妈 那我先去上学了 你去忙吧 今晚一定要接我电话哦 拜拜 闺蜜替自己当了恶人 温馨岩松了口气弯唇 跟着说 拜拜 宝贝 说完电话还没挂断 温馨卷还在那边 恋恋不舍说 言言再见 温馨卷 出来 软莫威不耐的大嗓门 跟着传来 我来了 哼 温卷卷气愤道 跟着挂了电话 电话挂断 温馨岩有些好笑 收起手机 快步朝门外走 我来了 老板 本应该上去顶层 给江成舟提醒日程的温馨岩 在闷声不吭好衣裳后 终于给自家老板开了门 江成舟沉着脸双手暴毙 琥珀色眸子 仔细将温馨岩从上到下扫了一遍 看他没什么异常 还神采奕奕 皱眉说 怎么这么久 男人早已换好了一身 裁剪得当的商务西装 看起来是都准备好药下去了 温馨岩抬手摸了下鼻子 看江成舟 一脸看他要怎么扯的表情 干咳一声 面不改色道 便密了 江成舟 听起来还挺合理 30分钟后 宽敞的黑色商务车上 江成舟带着助理 Alex和两个秘书温馨岩和Susan坐一车 后座很是宽敞 温馨岩 Alex和Susan 都默契地和江成舟保持一定距离 温馨岩是下意识不想和他靠太近 Alex和Susan则是清楚 江成舟不喜欢别人靠太近 车内气氛安静 平时过躁的Alex 正拿着平板在看项目 处理工作时 表情很是严肃 没有时间活跃气氛 Susan也在看垂谋拿手机项目概况 只是眼神空泛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成舟拿着手机还在打电话 话很少 偶尔说一声行 很恩 温馨岩抬眸看了他一眼 见男人正漫无目地看着窗外风景 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手拿着一根没点的烟 放在唇鼻尖 江成舟看起来像是烟饮饭了 没有空监督他开小差 他放心地拿起自己的平板 偏向自己 把屏幕上的项目书页面切换到浏览器 快速在搜索栏 输入搜索内容 孩子失恋了 家长怎么安慰 温馨岩点下搜索案件 网络有些慢 屏幕上的反应标志 赚了好一会 反应间隙 温馨岩做贼心虚 再次抬头看了一眼江成舟 正好对上男人看过来的琥珀色眸子 江成舟正在和亲姐将领打电话 看着车外单一的沿路风光 有些审美疲劳 皱眉拿着手机转头 正好对上温馨岩看过来的目光 温馨岩朝他扯了个笑 避开视线 垂眸把屏幕竖直了些 皱着眉撞四认真地看平板 江成舟挑了下眉 觉察到他不太对劲 眸光没有移开 留在温馨岩的脸上 装作认真工作 看项目书的间隙 屏幕上的搜索结果 终于谈了出来 温馨岩一时神色更加认真 坐直了几倍 认真看那谈出来的 如何开导失恋孩子的内容 一 可以讲一些 妈妈年轻时失恋的事 开导孩子 让孩子知道 失恋是很正常的事 失恋不代表人生失败 温馨岩皱着眉抬手摸下巴 竹子反复越读品位 越看眉头越皱 失恋经历确实有 失恋对象还坐在一辆车上 但是 他怕温卷卷那十万个 为什么刨根问底的习惯 最后摇了摇头 淘汰了第一条 江成舟看他反应 谋中多了性慰 拿着烟的手 放进西装口袋中 一边还应付些电话 那头清洁的询问 温馨岩将屏幕往下滑动 看到了下面的内容 二 告诉孩子 恋爱是互相吸引的过程 女孩拒绝你 就像你拒绝 自己不喜欢的女孩一样正常 这是她的权利 你不该抱怨 也不该自责 更加不能自卑 温馨岩再次将新的内容 反复品位阅读 最后认同队点了点头 将这条建议 复制到自己的名为 《育儿经》的笔记中 纳入了考虑范围 江成舟弯唇看着他 眼中的欣慰更浓 耳边手机里 清洁不厌其烦的唠叨声 还喋喋不休着 温馨岩解决了一桩烦恼 关掉屏幕 台谋再次对上江成舟的目光 心下轻松 他难得真诚 朝他弯唇笑了一下 江成舟拿着手机微微一愣 眸色闪过一丝不可置信 接着似乎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应对 垂眸避开了目光 温馨岩挑了下眉 垂眸重新看平板 将屏幕切换回项目书页面 撑着额头打了个哈欠 半个小时后 温馨岩打着盹 突然身上一凉 睁开眼睛 车上全空了 他半睁着眼 疑惑转头转头 车门开着 只见车下面 站了乌泱泱一行人 十几双眼睛一同看着他 温馨岩 早啊大家 往外一看背景 一片绿水青山和度假小别野 温馨岩后之后 觉到了目的地 在众人的目光中 硬着头皮微微一笑 下了车 姐 睡得挺香哈 Alex上前调侃说 哪壶不开提哪壶 Susan双手抱毙站在一边 语气不约道 让所有人一起等你 你是睡得挺舒坦 温馨岩没有鸟他 看向Alex 说 到了怎么不顺便提醒下我 Boss 不让我叫你 Alex说 这么好 温馨岩皱眉 朝四周看了一圈 没看到江城洲 说 为啥不顺便关了车门 差点射死 还好你的截我脸皮厚 姐 你那叫见过大场面 Alex拍马屁道 温馨岩朝他听言 朝他竖了的大拇指 说 不愧是你 我算是懂了 你是怎么在江城洲手下存活下来的 过讲过讲 Alex颇为受用笑着说 所以 为啥不关门 温馨岩悠悠说 他虽然脸皮厚 但是一睡醒 被十几个人盯着 还是有头皮发麻 Boss最后下车没关的 我很难不怀疑 是他要设计我 温馨岩说 不是 他突然接了个电话 脚步匆匆走到前头去了 他一走 其他人下了车都看见你了 我也来不及关了 Alex解释说 温馨岩半信半疑 跟着Alex往前走 前方是一片风格统一的别墅区 绿荫环绕 到处是虫鸣鸟叫 Alex带路 众人跟着往前走 温馨岩走了一会 果然看到了走在前方的江城洲 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 站在树荫下 面色不太好看 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手上加着点燃的烟 旁边站了一行等候的人 为首的人脸上 带着凤城的笑脸 看模样 应该是李静明那边 派来迎接的人 WC Boss不是要接烟吗 Alex眼间 大老远看见江城洲 抬手能抽了一口 没少猛一跳动 说 看这情况 Boss像是因为什么事火大了 姐 咱等下都小心点 温馨岩正在看风景 毫不在意地点了下头 Alex转头看见Susan 十分积极地 给他分享自己的生存法则 你也是Susan姐 刚听到了吗 Susan目光正瞻 在远处的江城洲身上 听言诞声说 听到了 这风景度假区 开发得不错 温馨岩当作散步 心情颇为愉悦地 走到江城洲那边 男人正打着电话 声音越来越清晰 什么玩意 不多时 江城洲有些魂的声音 传入温馨岩耳中 温馨岩挑了下眉 回神看他 见他毫不理会等候迎兵的人 站在树荫下一边冷着脸 一边吞云吐雾抽着烟 温馨岩极少见他这么说话 好奇地竖着耳朵走近 其余熟悉江城洲的人 都吓得不敢上前 只有温馨岩毫不畏惧走过去 然后清晰地听到 男人接下来的话 你说他早恋 江城洲猛抽一口烟 吐出抬手 揉着跳动的太阳穴 跟着说 他才三岁 温馨岩 他算是知道人 为什么这么暴躁了 十分钟后 众人随着接待的人 到了装饰华丽的山庄别墅大堂 江城洲走在前面 神色已经恢复如常 走在地毯上的黑色皮鞋 步伐有条不紊 优雅而风度翩翩 然而 跟在他身后的 一行随行下属 却都战战兢兢 面色严肃 对方才男人发火的模样 心有余悸 只有温馨岩悠闲地 跟在众人后方 打量着这别墅的别致装修 上了年纪的地产大王李静明 早已等候在大唐中央 旁边站着一名同样上了年纪 穿着华丽的富人 一旁站了两排保镖 看见江城洲 李静明连忙笑容满面 带着富人迎了上前 贵客啊 江总 李静明笑得满脸皱纹都献了出来 李老 好久不见 江城洲颇有风度道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李静明复合说 跟着抬手介绍身边的富人 这是我富人苏醒珍 江城洲听言 朝富人淡淡点了下头 李静明夫人苏醒珍眼唇一笑 说 江总摆闻不如一见 真是青年才俊 李夫人 客气了 江城洲回道 温馨岩站在后面 打量李静明和苏醒珍夫妇 俩人看起来 年岁和自己父亲差不多 前者面相带着老江湖的油滑 后者则带着精明 看上去都不像是好惹的 正想着 就听那地产大王李静明妻子突然说 江总带了这么多青年才俊 到时候谈合作总要认识 不如先为我们介绍一二 好让我们先熟悉熟悉 是啊是啊 江总先为我们引荐一下 您放心 老头我不会敲你们江氏集团抢脚的 李静明是个七管炎 听炎附和 跟着突然抬手指向 站在江城洲后方的Alex说 那个小伙子我认识 上次在A市 他替江总和我聊了一会 叫什么 压力山大 Alex 啊 啊 对对 是我 李总 不过 我叫Alex 是江总的助理 温馨岩站在后面 听炎嘴角抽出了两下 他肚子有些饿 本想着他们客套寒暄完了 接下来要到丰盛的午饭环节了 没成想 还有破冰环节 真氧气啊 现在的小伙子 李静明听炎就要上前拉Alex 被身边的妻子苏醒珍拉住 除了这位助理 江总还有哪位随行的副手 向我们引见吗 苏醒珍维持着不紧不慢的语气说 江城洲听炎神色淡淡 倒是他身后的一群精英下属 听炎面色紧张 他们随行十多人 每个人都是江市集团经过筛选 各顶各的精英 能力都很是出众 并且互相之间没有高下之分 李静明夫人苏醒珍这一问很是巧妙 像是硬要江城洲 从中挑出两三个最好的来 江城洲挑了的话 没被提到的下属难免寒心 他要是含糊不回答的话 又好似在敷衍对方 并且让人觉得 江市集团方好似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人才 温兴炎站在后方暴毙看戏 觉得自己没看错 这里夫人苏醒珍是个会来世的主 江城洲看起来表情依旧没什么变化 只是悠哉悠哉的弯唇沉默 似在心中挑选 相反一众下属 随着他的沉默神色愈发紧张 等了一会 江城洲转身 琥珀色眸子一一掠过身后神色严肃的众人 本想随便叫两个上来 谁知看了一周 没看到某个应该紧随他身后的人 突然皱眉 闻秘书呢 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众人互相对望一眼神色各异 跟着纷纷朝四向转头 寻找温兴炎的身影 温兴炎原本在后面看戏 没听清江城洲说了什么 走近了些 前方突然一阵明亮 挡在自己前方的人墙向两边散开 众人纷纷朝他望来 给他让出了一条通路 李静明和苏醒珍夫妇看了过来 江城洲见他站在后面 抬手道 过来 温兴炎 犹豫一刻 他扯了个专业假笑的走到江城洲身边 以为江城洲竟然这么重视 他这个新来的 要向李静明和苏醒珍介绍他 温兴炎大大方方上前 笑容带着应酬的官方 谁知刚走到男人身侧 手腕就被男人冰凉地掌握住 拉到身后 别乱走 江城洲朝温兴炎说 侧身正好挡住李静明和苏醒珍的视线 男人跟着随手随意指向 Susan不冷不热介绍说 这是我的秘书 在我手下工作了五年 业务能力不错 本次项目主要由他跟李总的人介绍大致状况 Susan听言 原本阴沉的脸突然面露喜色 走了上前 李静明不明状况地 把目光从江城洲身后的温兴炎 转到Susan身上 一惑一刻 朝Susan说 好好好 Susan秘书 幸会 李总好 Susan笑得十分得意说 末了还瞥了一眼温兴炎 李静明这个老江湖 应酬反应快 虽然没明白 江城洲方才为什么突然叫了个女人上前来 却没有做介绍 但她并没有细究 很快转移向了江城洲引导的注意方向 倒是她的夫人苏醒珍 皱眉看着江城洲身后的方向 不知在想什么 温兴炎双手暴毙 站在江城洲身后 抬眸看了一眼挡在自己身前的江城洲 双手暴毙悠悠开口 我还以为你要向他们隆重介绍一下 我突出的工作能力 原来是嫌我美景跟在你身后替你使唤 倒是我自作多情了 李静明和Susan在讲场面话 江城洲得了空 转头看了一眼身后漂亮的眉眼 还带着一丝不爽的女人 唇角不自觉带了些笑意 挑眉说 你最近看《红楼梦》吗 说话怎么跟林黛玉一样 江城洲最后只向李静明介绍了 Alex和Susan两人便没再多言 总的来说 他们两人勉强算是业绩能力最突出 其余下属都没提出什么意义 李静明寒暄客气完 张罗着让人到餐厅吃中饭 餐厅在另一栋独立的别墅中 需要路过紧致宜人的连郎 走去餐厅的路上 李静明和江城洲走在前方 两人闲谈一些商界行业内的事情 温兴言一步一驱 蹬在江城洲身后 手腕突然再次被人拉住 江城洲和走在前面 李静明正走在前面侃侃而谈 排除了是他的可能 温兴言疑惑转头 只见李静明的妻子苏醒珍 拉住他的手腕 眉目比起方才多了些柔和 说你是温家女儿 我认识你母亲 地产大王李静明的郊外度假区 开发得不错 连餐厅的风格都十分奢华精致 却不显庸俗 颇具格调 吃饭的时候 温兴言坐在餐桌边 手放在酒杯上 心不在焉的看远处 正在招呼着上菜的苏醒珍 妇人方才在路上 只和他说了一句话 没等他回答 便被李静明叫着上前 没空和他再聊下去 温兴言对自己母亲的记忆 只停留在小时候 并且和他见面的时间也很少 母亲常常离家 偶尔回家一趟 也一直在栽花种草 几乎不和父亲温方远交流 再后来 父亲告诉自己 他再也不回来了 温兴言自那之后 再也没见过他 温家也从来没有和他母亲 娘家的人来往过 温方远从不跟他们三兄妹提他 有一次 温兴言还因为多言 被温方远痛打了一顿 关于常常离家的母亲的话题 自此在他们家成为禁区 温兴言对他的母亲的事情 支支甚少 因此在餐桌上严重走神 坐着不动酒了 大脑迫切想要活动 温兴言的手 不知不觉拿着酒杯机械抬手 送到唇边 正准备仰头喝下杯中的液体 手腕突然被人 微凉地掌拉住 男人低语的声音 跟着在耳边响起 在想什么 温兴言猛一回神 转头看见了身旁 江成舟静在咫尺的脸 有些迷糊道 嗯 男人眉头微皱 一手握着他手腕 放在桌下的另一只手 拿着手机 你手上的是酒 江成舟凑劲与道 男人的鼻子扫过耳尖 温兴言反应过来 猛地将酒杯放回桌上 酒精对他来说 就是沾不得的毒药 喝了酒要发什么 封他自己都不能保证 目光重新回到酒桌上 温兴言在一扫桌上的其余人 李静明带了两三个副手 和江成舟做一桌 他们这边除了温兴言 固定的还有Alex和Susan 温兴言一看对面 Susan正垂眸夹着饭菜 而Alex则上到地 和李静明聊天聊的 李老 您对山水的了解 真是让我佩服 Alex恭维的声音感情十足 说着举着酒杯站起身了 对着李静明道 我敬明一杯 温兴言放下酒杯 江成舟不着痕迹 将他那酒杯挪到自己手边 跟着似乎是有什么事 再次垂眸 看向自己手上的手机 温兴言看着大中午 就在敬酒的Alex 眉梢微调 手在桌下轻推了一下江成舟手腕 说 大boss 你这应酬够清闲 都让你助理替你应付了 江成舟被女人轻推了一下 没烧一扬 地狱说 我刚才和那老头说的够多了 温兴言听他明年叫人李总 背后不耐烦叫人老头 有些好笑地拿筷子加了下菜 朝江成舟极为自然地问道 有果汁吗 江成舟滑动手机的手跟着停下 转头看温兴言说 使唤我挺顺手 你倒是像我老板 得 是我以下饭上了 温兴言淡淡道 正要转头自己去服务生 江成舟已经抬手招来了人 要一杯橙汁 温兴言心满意足 结果服务生递过来的橙汁 喝了一口 果汁清甜 转头见刚换了人来的江成舟 又在低头看手机 眉头皱得死紧 看起来像是在看合同款项 温兴言咬着吸管 一边猜测 那合同数目后面应该最少八个数 江成舟和李静明介绍了 Alex和Susan 李静明那边的人也是会聊 实眼色的 拉着两人聊得开心 桌上谈笑的内容 除了生意就是吹牛 实在无聊 温兴言微微眯眼 在心中猜了个数 喝着果汁缓慢凑近旁边的人 垂眸视线定在那人 那养尊处优的手上面的手机屏幕上 想要看上集到底在看多大的款项 人平时随便播个 几千万都不带眨眼 现在竟然皱着眉头看了这么久 很是反常 江成舟今天喷的难是香水 是清淡微凉的薄荷味 凑近了才闻得到 温兴言缓慢靠近 鼻尖的香水味逐渐变得浅全 就在他立马要看到屏幕上的内容时 江成舟手一偏 抬眸看着快要凑到他肩头的温兴言 杨眉说 不是要跟我保持上下级距离吗 怎么酒桌上公然开始给我头怀送抱了 幸亏我是柳夏慧 坐怀不乱 温兴言看他那偏了的手机 才知道人早有警觉 心下 好奇更重 看着男人手上手机还亮着 温兴言灵机一动 突然眉头一皱 拉住江成舟 拿着手机的手虚弱道 我肠胃炎好像突然犯了 柳夏慧 没带 温兴言在桌上半趴下说 手上用了力 眼睛定在那手机上 说 你让我牵一会 我缓缓就好了 江成舟听言 心头仿佛被什么东西扫过 连带着手上到心头的感觉 都有些微微发痒 说 再过五分钟 你要是还没好 就去医院 没事 最快一分钟就能好 温兴言装着虚弱说 就是我现在有些痛 掐痛你的手了 就和我说 江成舟眸色发紧 看着温兴言发顶 侯杰上下滑动一瞬 说 温兴言说着 猛的用力 一拉江成舟手 头低的更低 江成舟注意力 被转移的所剩无几 已经全然无心 看自己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倒是温兴言 在一番坑蒙拐骗后 成功将那即将吸屏的手机点亮 看到了那手机上的内容 跟着一口气上来 差点呛到 猛咳了几声 只见江成舟那亮起的屏幕上 显示在浏览器页面 温兴言微微眯眼 跟着眼睛骤然睁大 只见那逐渐清晰的光亮显示 小孩早恋 怎么教训 温兴言一口气上来 猛咳一声 再一抬头看身边男人的表情 男人眉头微皱 琥珀色毛子 带着一丝急躁 还有方才看手机时的一本正经 感觉怎么样了 江成舟见温兴言一脸诧异 松开他的手 眉头更皱凑近了些问 男人的脸近在咫尺 连他漂亮的桃花眼上 纤长睫毛 也看得根根分明 毛色带了些急躁 温兴言要不是看了屏幕 连同刚到时 江成舟在外面打电话的内容 结合温眷眷说的 幼儿园喜欢的女孩的妈妈 恰好和江成舟清解同名 温兴言心中拼凑出了的大概 突然神色一宁站起身 要去医院 江成舟皱眉跟着站起身 比温兴言好了一个多头 垂眸见他神色有些着急 突然站起的两人 一时间吸引了桌上谈笑的众人的注意 众人的目光同时投来 Alex拿着酒杯 有些晕呼看过来 Susan的目光早就注意到了 低声而语许久的江成舟和温兴言 面色严肃 李静明已经和Alex喝了好几杯 红着脸说 发生什么了江总 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 江成舟看着温兴言 没有回答 试一看他答复 众人的目光 亦是集中到温兴言脸上 温兴言无奈 朝众人扯了个十分官方的笑 点脚到江成舟耳边 江成舟正看着温兴言 见他突然凑近 微微一震 女人凑到自己耳侧 熟悉的淡淡花香 瞬间萦绕鼻尖 江成舟心头微动 跟着耳边一热 温兴言悦耳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的时候 江成舟还在微微失神的状态 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 注意力全往别处去了 带到温兴言说 但笑着重新离远 江成舟看清了温兴言眼中的清明 和无波无澜 才回过神 反应过来 温兴言方才在耳边说了什么 男人瞬间不太自然干咳了一声 众人不明所以地 看着两人耳语 等温兴言在江成舟耳边 是发生了什么吗 李静明神色严肃了些 皱眉再次问江成舟 江成舟手握拳放在唇间 深深看了温兴言一眼 重新坐回桌边 对李静明说 没什么事 我的秘书有事要去处理一下 适配一下各位 我去谈点事情 温兴言朝众人微笑道 跟着转身 颇有风度地离开了 众人看着温兴言离去 疑惑片刻没多久 就又恢复了谈笑 对着小插曲没甚在意 江成舟看一眼旁边空了的座位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垂眸一看自己手机屏幕亮着 他眸色一身 转头看一眼快步消失在转角的人影 眼眸一眯 瞬间明白自己 方才被人耍了 再次站起了身 李静明看江成舟刚坐下 又起身欲走 出声说 江总 又有什么事吗 江成舟顺着温兴言离开的方向 诞生道 我也去谈点事情 你们先聊 星号 别墅度假区 设置了许多颇具格调的休息停留区 温兴言走出餐厅 就进寻了一个无人的室外开放休息区 座位坐下 拿出手机快速拨通电话放在耳边 视线漫无目的地停留在周边的绿植上 白皙手指在桌面有些焦急地快速敲着 温兴言等了好一会 都没等到人接听 拨话铃声响了好一会 最后因为太久 无人接听自动挂断 温兴言看着手机上软茉微的备注 疑惑皱眉 第二次拨通电话 这一次的拨话 依旧等了许久 就在温兴言以为 电话又要被自动挂断时 铃声骤然一停 变成一阵沉默和呼吸声 温兴言疑惑出口 问 软软 听得到吗 咳 话刚说完 电话那头传来软茉微的一声干咳 和嘻嘻嘻嘻的声音 紧跟着 女人有些哑的嗓音 不自然响起 听得到 怎么了 妍妍 温兴言敏锐地察觉到某些异样 开口审问道 你那边怎么听起来有点诡异 你现在在干嘛 啊 啊 我 我没干嘛啊 我睡觉呢 软茉微结巴说 现在是工作日大中午 你在睡觉 温兴言 眉头更皱纹 啊对 软茉微沉默一瞬后 跟着顺着温兴言的话说 我今早起来 突然喉咙不舒服 请了个假 咳 这样啊 温兴言听着女人 一听便知是假的腔调 说 早上温卷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听你声音还挺正常的 还叫她上学来着 嗓门可大 说着 手机那边再次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音 等了一会 只听软茉微干笑两声 说 姑奶奶 病来如山倒啊 我早上的时候 明明还好好的 没成想去到公司以后 工作了一小会 突然咳嗽气短 嗓子就开始不舒服了 真假 温兴言半信半疑问 本还想接着 对软茉微的反常 问出个所以然 但话到嘴边 突然想起 自己找她 还有更为急迫的目的 说 那你多喝点热水 好嘞 软茉微回答说 跟着赶紧转移话题说 妍妍 你突然找我什么事 温兴言面色严肃 捏着手机 说 有件事要麻烦你 事出紧急 帮我给眷眷申请一下转学 好端端 得怎么突然要转学啊 软茉微声调突然拔高 说 她在学校被欺负了 还是欺负同学 被老师劝退了 这小仔子心里有话也不跟我说 只跟你最亲近 不是 她在学校还 温兴言说到此处 突然想起温眷眷失恋的事 干咳一声 跟着道 她在学校过得还不错 是有其他事情 什么事情 她跟江陵女儿同班 温兴言思索一瞬后 面色严肃说 还喜欢上了她女儿 你让我捋一捋哈 软茉微听言沉默一刻 跟着突然声调拔高 大声说 什么玩意 这也太巧了 是 温兴言手捏着手机 跟着重复 所以让你给她半转学 事出紧急 回去我再跟你细说 温兴言原本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但她着实没想到 江城州这个看起来黑心的 竟然这么关注外甥女的生活 看她打电话 和看手机的反应 时有八九在挂心的 就是江陵女儿的事 江氏家主 明面上有三个儿女 江城州和江陵 是发妻所生 自然关系亲近 温兴言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应该在温卷卷提到 同学母亲是江陵的时候 就采取措施 不应该心怀侥幸 以为江城州日理万机 不会去挂心清洁小孩的事 这么想着 温兴言听那边软茉微沉默一阵 很是怪异 再次问 软软 听得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软茉微像是反应过来 跟着问 可是这一时间要转学 下家学校也还没找好 没事 温兴言说 你先帮我处理一下手续问题 要是不请我回去在街上 学校的话 我速战速决挑一个 晚上发给你 好 没问题 软茉微说 就是小屁孩 不知道会不会不情愿 温兴言想了一下 发现现在劝温卷卷转学 离开他喜欢的小女孩 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当下他只能心下庆幸 那小女孩谈恋爱的对象 不是自家小宅子 说 他的问题我来处理 先麻烦你 快刀斩乱麻 帮我处理下手续问题 跟我客气啥 软茉微回答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好 谢谢你 软软 温兴言再次说 得 你还跟我客气 软茉微嗓音带着无奈说 不说了 拜拜 拜拜 宝贝 温兴言说完 听软茉微那头 有些焦急地挂了电话 眉头皱起 楠楠说 奇怪 奇怪什么 悦耳低沉的男生突然想起 温兴言声声吓了一跳 转头看见江城周双手暴毙 依靠在旁边桌子边 俊脸上带着对自己 浓浓的怀疑猜测 差点被吓出心脏病 老板 你怎么在这 温兴言强迫自己稳定心绪 站起身扯了个笑吻 江城周不言语 台步缓缓走近他 温兴言面上的笑堪堪 维持到江城周走到他面前 听男人悠悠开口 你不是说不是肠胃炎 是吃多了去上大号 怎么跑这来了 江城周垂眸 看着温兴言面色冷峻 跟着一字一句问 你套路我 温兴言听言嘴角抽搐 着实没想到 能从江城周 那不识人煎烟火的表面 绅士口中 听到上大号三字 其实自己方才在餐桌边 跟他耳语 还要再通俗些 男人这还是换了个用词的 温兴言思及此 嘴角又抽搐的厉害了些 强迫自己稳住声色招供 我只是 好奇你那么严肃 在看什么内容 江城周眸中 带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 跟着说 看完我的手机 你突然忽悠我 跑出来打电话做什么 这是两码事 温兴言面不改色的撒谎 说 我就是突然想起点重要的事情 多重要 江城周眼睛一眯 赶温兴言又走近了一步 跟着说 我是不是很好骗 温兴言 其实还行 温兴言毫无愧疚之色回答说 骗的时候很好骗 但是反应 时间太快了 他在心中评价说 跟着听男人问 你方才和谁打电话 说什么快刀斩乱麻 和手续问题 温兴言没想到他听到了些 眼皮一跳 往后退了一步回答说 江总 这是我的个人私事 咱不是说好了 要保持上下级应该有的距离 现在是上班时间 江城周见他眸光躲闪 台步又走了上前 不给温兴言留空间 跟着说 你上班骗上级 不该给个解释吗 温兴言听言善笑两声 灵机一动 突然面色一变 再次拉江城周的手 江城周看他突然面色不对 第一反应抓住他手臂 说 你怎么了 胃痛 温兴言面不改色说 强调道 这是真疼 江城周眸色戴上紧张 跟着突然熄面 抬手捏住温兴言下巴 温兴言 你溜我呢 哈哈 开个玩笑 温兴言下巴被捏着 脸被强迫面向江城周 抬手拉江城周的手 boss 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了我吧 江城周看他从头到尾 就没有过一丝惧色和后悔 附身贴近温兴言耳侧 声音刚好后 传入他耳中 说 你要是那么喜欢保持上下级关系 我可以给你来一点上下级见的调教 男人嗓音低沉 温兴言听见最后的词 眉梢狠狠一跳 抬手推江城周胸膛 婉拒道 不用了 江总 温兴言男的人态度软了些 江城周喜欢看他这模样 显然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正要接着开口 谁知口袋中的手机 突然开始震动起来 他拿出垂眸一看 见是有事相托的傅思远 淡淡看了温兴言一眼 松开他下巴 等下再收拾你 温兴言见男人打电话转过身 放轻了脚步转身要走 就听见背对自己接电话的江城周 仿佛背后长了眼睛道 你走的话 后果自负 江城周听见后方的人瞬间没了声 没有离开 满意接了电话 朝那边傅思远问 怎么了 心情好 找你聊天 傅思远声音暗雅 语调中还带着惬意的愉悦 江城周一听就知道人刚做了什么 不耐烦道 有时说 没事滚 瞧你这暴躁镜 人憋多了 就是容易心理情绪出问题 傅思远不知死活欠揍说 我跟你说 我刚刚 滚 江城周抬手揉眉心 就要挂电话 别别别 周二 真有事 你要的查温心炎的资料我 让人送你家了 你看到了吗 傅思远语调终于带了些正经说 江城周听言动作一顿 江城周拿着手机的手指节泛白 喉结上下滑动一刻后出声 语气带着不自然问 查到什么了 你还没看到 对面傅思远沉默一瞬 似乎是不知道怎么说 语调不再漫不经心 说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吧 周 到底怎么回事 江城周语气带了不耐问 情况估计不是你想看到的 傅思远说 温大小姐在国外的第一年过得不是很好 具体什么情况 你自己看资料吧 江城周听言不自觉从上衣口袋中掏出烟河 身影定住 没有转身去看身后的人 沉默一瞬后说 我在出差 我发你电子文件了 傅思远说 哥们 你还是等出差完再看吧 别等下生意谈杂了 电话里男人声音说一半 江城周已经挂了电话 面色冷得有些苍白 站在原地垂眸看着烟河 温心炎坐在休息桌边 单手支着额头 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男人高大的身形定在那边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听他打电话 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 感觉还挺紧急的 江城周不知在想什么 等了一会 将手中的烟河放回了口袋中 拿起手机打开聊天软件傅思远的聊天框 一小时前 傅思远发来了一份名为温的文件 江城周修长食指在那屏幕刚点下 文件开始下载 然而就在即将下载完成的时候 他又再次点了下屏幕 文件下载随之暂停 温心炎的声音同时在耳边响起 谈好了吗 我饿了 要回去继续吃饭 江城周眸中闪过无数思绪 最后熄灭了手机屏幕 男人转身去看温心炎时 眼眸不自觉定在温心炎纤细手腕的心表上 走过去 大掌附在上面 极为自然地将他拉起 说 走吧 不和我算账了 温心炎被他拉着挑眉说 有些奇怪他态度的转变 刚才不还说我骗了你吗 江城周闽唇不语 手紧紧拉着温心炎 还在牵挂其他事情 对比毫无察觉 被人拉着重新往餐厅去 型号 另一边 A室 风格简约统一灰白色调的高级平层住宅客厅中 穿着浴袍的俊美男人刚打完电话 悠悠叹了口气 跟着唇角弯起 拿着干毛巾走向卧室 还没迈进卧室门 就听见里面啪哒一声 手机丢到桌面的响声 傅思远双手暴毙站在门口 看见了自己床上的被子 鼓了个一动不动的大包 滴滴笑了一声 说别躲了 缩头乌龟 出来帮我擦下头发 话说完 里面的人依旧一动不动不回应 这么无情吗 傅思远走上来 抬手放在那被子上 说 你现在把我吃干抹尽了 以后可得对我负责 软软 住口 被自己的软磨微欲哭无泪 裹着被子滚了一圈 躲开傅思远的手 傅思远 虽然我睡了你 但是别想我对你负责 傅思远走过去 拍拍他头顶的被子 颇有些厚颜无耻说 你拿走了我的真操 却不对我负责 你让我以后怎么结婚 这是我的第一次 对我来说 可是和嫁妆差不多 我呸 被子里的软磨微听言 瞬间从里面钻了出来 白滑滑的手臂 打掉傅思远的手 看着人面上发自身心的愉悦 说 你那叫第一次 那你可真是无视自通的天才 傅思远成功把人积了出来 抬手修长指节 附上软磨微光滑白皙的脸 说 我就当你在夸我好了 不过谁说 我是无视自通的 软磨微偏头躲开 听言成功被转移注意力 这我没问 你们财阀家族的子弟 还有人叫人似的 我怎么没听言言说过 傅思远听言微微一愣 嘴角抽搐一下 抬手给了软磨微一个脑瓜崩 带着不可思议说 你这脑袋瓜到底是怎么长的 教人是这种封建社会的糟粕 你都能想出来 别碰我 软磨微又闪了个身 裹着被子的脸 闷得微红 目光落到傅思远的宽松玉袍前巾上 我现在有点小钱了 虽然知道 你这公子哥中的香伯伯 价格肯定不低 但是倾家荡产 买你一次肯定是 傅思远听着女人的话 眸光逐渐流入危险 最后直接坐到床上 抓着人手 堵住了她淡粉的唇 这吻浅犬而温柔 直到怀中的女人 逐渐软了身子 靠在自己肩头时 傅思远才看看松手 看着脸红得不像样的阮莫微说 声音带着蛊惑说 买我一次 可是很贵的 不要脸 阮莫微开口骂道 傅思远 你个 女人烟红的唇一张一合 傅思远附身 再次吻上那柔软 堵住了阮莫微 即将骂出口的话 这吻依旧温柔 却不容拒绝 再过了一阵 傅思远垂眸松开怀中的人 原本浅色的薄唇 也跟着戴上了烟红 阮莫微这次聪明了 红着脸看着她紧紧抿唇 心中一阵哀吼 老天爷 喝酒误人啊 要怪都怪她的坑人公司 好端端的大早上 突然说要吵了她 直接停了她的职 气得她在大马路上哭 刚好被傅思远捡到 她急切需要一个思绪宣泄出口 稀里糊涂 跟着傅思远回了家 再然后 傅思远从酒柜里拿了酒 再然后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人就滚到一起 再然后 她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 就是凌乱的事后现场 男人没了踪影 阮莫微坐在床上欲哭无泪 跟着接到了温馨妍的电话 让自己帮温卷卷转学 她应付着印象了 刚挂断不久 外头传来傅思远的声音 吓得她立马钻进了被子中 然后就是现在的斩步断裂 还乱的烂摊子 傅思远看着嘴唇紧敏的 阮莫微的脸 滴滴笑了一声 手摸上她耳垂 又附身清了下她的唇角 在她耳边说 你好可爱 我亲你不是因为你说话 不说话 我也想见 你变态吧 傅思远 阮莫微听言起了一声鸡皮疙瘩 拼命往后仰头 远离傅思远说 快点给我开个假 让我知道你到底多贵 傅思远搂着缩成一团的人 说 既然这样 我的第一次 用你一辈子来买吧 软莫微 滚 C是 夜晚 度假区豪华会所 装潢奢华 面积宽阔的KTV歌坊中 上了年纪的李静明 拿着话筒 正在唱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 听上去和朗读声差不多 十分催眠 一众精英坐在沙发上 面上带着恭维的笑容 轮流拍着马屁 Alex排着对端九上前 说 李总真是文武双全 不仅会做生意 格竟然还唱得这么动人 李静明笑得脸胀红 当了针 趁着伴奏间隙道 大家过奖啊 过奖了 话筒声音和伴奏声音震天 温馨颜坐在沙发上 听着那歌声 有些昏昏欲睡 单手撑着额头 感受到有一道目光 一直定在自己脸上 转过头去 坐在身边的男人 长腿舒适的交叠 眸光正直直看着他这边 温馨颜摸了下脸 问 我脸上有东西吗 灯光微暗 江城州听言干咳一声 不自然挪开视线 说 没有 温馨颜奇怪地看他一眼 说 你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 江城州端起桌上酒杯 放在唇边动作一顿说 不知道 温馨颜诞声说 看着江城州的脸 眉头更皱 不过好像也正常 从我回来之后 你就一直怪怪的 江城州听言垂眸喝了一口酒 没有言语 温馨颜有些无聊 Alex在拍马屁 Susan端着酒在社交 没有给他聊天挑事姐们 只有既不用拍马屁 又不用敬酒的老板江城州 坐在旁边 人从中午到现在 就一直在走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温馨颜看见他没有聊天欲望 无趣地转过头看前方 地产大王李静明 站在大屏幕前 一曲完毕 众人鼓掌欢呼声起 温馨颜跟着拍了两下手 见他突然笑着朝这边走来 不自觉挑了下眉 李静明面上带着恭维笑容 走到江城州面前 说 江总 本来今晚要开迎宾晚会欢迎你们的 但是我的特邀嘉宾飞机延误了 要到明晚才能到 希望你见谅 江城州听言身世弯唇 皮笑容不笑 轻举了下酒杯 诞声说 无妨 李总今天的款贷已经很周到了 不用太费心 更重要的是合同事务 哎 哪里哪里 李静明说 工作和娱乐都要兼顾吗 李总说的有理 江城州应付说 李静明难得听江城州的认同话语 听言面色更是丈红 说 江总 除了唱歌 还有压轴的娱乐项目 李总有心了 什么项目 江城州顺着李静明的话问 其余人都认真听着两人对话 李静明听完江城州的话后 神秘兮兮的抬手拍了两下掌 歌房的大门跟着开启 温兴颜撑着额头看他们虚伪的应酬 听了李静明的话 随着众人一同眯眼看向门口 跟着眼睛睁大了一瞬 只见那雕刻奢华的黑色檀幕门口 走出一个个穿着清凉的年轻俊男靓女 排着队犹如走秀般走进来 站在众人的面前 男女的表情都带着点妹 容貌都是上城 朝坐着的众人按送秋波 李静明的夫人苏醒真今晚没来 老头笑着上前 搂住了一名看起来身材火辣的年轻女孩 拿着话筒说 俗话说得好 实色 性也 今晚我找了一些懂事的男孩女孩 陪着诸位肆意喝酒玩闹 大家喜欢哪个 直接挑就行 我话说在前头 挑选不限人数 大家中意几个选几个 众人听言面色各异 有的应酬惯了 什么都见过的老油条面露期待 而一些年纪上轻的人则明显被震撼到 瞠目接舌看着面前的场面 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 江成舟 见状神色淡淡 接着垂眸喝酒 听见旁边温兴颜悠悠说了一句话 没想到这李老头 还是个老色鬼 女人话中带着笔 江成舟听言嘴角抽搐一下 跟着听李静明 突然再次朝自己开枪 说江总 你先选吧 温兴颜的目光 瞬间从李静明那边转到江成舟身上 江成舟抬眸正好和他对上眼神 清楚地看到了温兴颜面上一视同仁的鄙 动作一顿皱起眉头放下酒杯 带着不可置信脱口而出道 你觉得我跟他一样色 温兴颜拿了酒杯喝果汁 听言差点喷出来 在江成舟问责的眸光低声说 冤枉啊 老板 你哪看出来 我那么想你了 你的眼神 江成舟没有理会站在那边等他回复的李静明 一字一顿说 你太敏感了 温兴颜无语道 江成舟眼眸微眯 是吗 李静明没有得到江成舟回复 尬笑两声 再次问 江总 你一下如何啊 江成舟听言深深看了温兴颜一眼 跟着转头 说 你们玩 我不参与 李静明是个人精 听言垂眸看了一眼江成舟手上闪着亮光的戒指 善笑两声 说 既然江总都这么说了 那其他人开始选吧 有人想先来吗 众人听言陷入沉默 有的人跃跃欲试 却碍于面子和默认的地位排名不敢出声 大家不要客气啊 李静明搂着女人说 众人听言面面相去 表情堪称精彩 却始终没有人先开口 江成舟说完话 又再次垂眸拿起了酒杯 对这玩闹没有兴趣 重新陷入自己的思绪中 谁知等了一会 身旁一道清冷的女声突然响起 我 江成舟拿着酒杯的手一顿 确认声音来源是身边的人后 眉梢狠狠跳了一下 眸中带了冷意 放下酒杯转头看去 温兴炎手上拿着瓜子站起身 大放一笑 抬手一指 站成一排的俊男量女中 最高最帅的男人 说 李总 我选他 被温兴炎点了的 那个男人个高腿 长留着中长发 面容精致漂亮 有种雌雄不变的美 被选中的男人 听了温兴炎的话看过来 眸光扫了一会 不知道定在他身边哪处 突然耳尖一红 似是有些不知所措 好好 李静明见终于有人不客气了 很是高兴 朝那中长发男人抬手 过去吧 男人听言 脚步犹豫 带着些局促 往温兴炎处走 俊男量女各个养眼 有了温兴炎的带头 其余人都不再假意推脱 纷纷上前挑选 温兴炎拿了酒杯喝果汁 一边看着缓步 朝自己走过来的 那好看的男人 听到耳边一声 男人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温兴炎 到底谁色 温兴炎听言差脸喷了 转头神色正惊 看了旁边黑着脸的江城周一眼 说 我就叫他来陪我聊聊天 你在想什么 不能和我聊吗 江城周问 不要 你很无趣 温兴炎直言说 江城周听言陷入沉默 黑着脸双手暴毙 不知在想什么 垂眸一看 方才被温兴炎点了的 那不男不女的男人 做做的走了好一会 终于走到了跟前 江城周抬眸扫了那男人一眼 看那男人眼中带着畏缩 面色微红 跟着转头 毫不避认问温兴炎 你现在喜欢这种娘里娘气类型呢 人跟你一样 有钱比你还阳刚 你坐过去点 温兴炎抬头看了面前的美人一眼 转头把江城周往一边挤 给人空出了个位置 拍拍自己旁边空位 对那男人道 你做这吧 那长发男人听言微笑着 在温兴炎旁边坐下 声音清澈说 谢谢 我的代号是小九 这位小姐 可以这么称呼我 温兴炎听她谈吐斯文儒雅 眼神没有其他人那么魅 但这些清澈的懵懂 颇有些好感 她刚要答话 谁知自己另一边的男人 突然冷笑一声 好怪异的名字 怎么不干脆出一三换个名字 听起来还更大众些 江城周隔着温兴炎 语气不善 朝他身旁的人说 温兴炎转头瞪了一眼 阴阳怪气的江城周 跟着听那代号小九的美人 态度极好 认真回答道 先生 小三这里已经有人叫了 江城周听言 犹如一拳头在打棉花上 一时失语 温兴炎见她没话说了 直接转过头和小九开始聊天 男人脾气极好 有问必答 说话条理清晰 通过聊天 他上大学家里破产 为了供自己读书没办法 才来这里工作的 年龄比自己小了快十岁 温兴炎听得很是惋惜 经不住抬手放在他肩头 安慰性地拍了拍 叹道 世事多变 你别太难过 话刚说完 又听另一边男人冷笑一声 这故事的版本 我听了上百遍了 你们什么时候能变通一下 面容精致的男人 听言眉头一簇 眸中四有些受伤 先生 我的故事没有一丝作假 温兴炎听言 微笑抬手往旁边一放 精准地朝男人大腿上 用力一掐 江成舟却好似没有神经知觉 毫无痛觉反应 掠过温兴炎 跟着对那小九道 你段位挺高的 先生 我听不懂 中长发男人说着看温兴炎 醋没问 温小姐能告诉我一下 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吗 温兴炎面露犹豫 跟着听江成舟开口硬话 我说 你挺能装的 先生 我没有装什么 小九探手微笑说 你厉害 江成舟感觉自己 遇上了个高级绿茶 次次出招都打在了棉花上 沉默一瞬后 突然拉着温兴炎的手腕站起身 回去了 江成舟说 好端端的 温兴炎有些困 本意也想回去了 碍于应酬礼貌没有提 但听言还是有些不解 江成舟怎么回事 看他也没有困意 相反还很精神 问 怎么突然想回去了 还有公事要处理 哦 温兴炎被他拉着 坐在座位上沉默一瞬 见他不松手 问 你怎么还不走 你跟我一起 江成舟逐字逐句说 不要 大老板 你回房还得我随行伺候啊 温兴炎婉拒 准备和江成舟分两拨走 等他走了再开溜 温小姐 再玩一会吧 小九 在温兴炎身侧说 劝他留下 江成舟听言 深深看了男人一眼 重复的语调 带着不容抗拒 对温兴炎道 跟我回去 还有项目书需要你处理下 现在 温兴炎皱眉 对 江成舟面不改色说 明早就要给李静明看 要多久 看情况 温兴炎听言打了个哈欠 思考一瞬 借着江成舟的手 站起身 说 行吧 江成舟满意弯唇 琥珀色眸子 不懈地看向他身边的男人 跟着转身往外走 对温兴炎道 跟上 温兴炎转头 跟面容精致的男人道别 说 小九 谢谢你今晚陪我姐们 有缘再会 另一边 江成舟走了两步 突然被眼尖的李静明拦住 江总 这么早就要回去了吗 不多玩一回 还有点公事要处理 你们玩 江成舟诞声说 好吧 李静明听言点了下头 原本面对江成舟 眸光却突然被他身后 什么画面吸引 说 江总 那是你的秘书吗 现在的女孩挺主动的呀 江成舟皱眉转头看去 跟着面色突然一冷 只见不远处 本应跟上自己的女人 和那小九两人贴得极近 那娘里娘气的男人 突然低头 亲了温兴炎脸侧一下 温兴炎被亲了 没有任何反抗 面不改色 抬手挑逗似的 摸了下男人的喉结 淡淡一笑 他跟着不知道说了声什么 笑着起身朝这边走来 留下那男人坐在沙发上 意犹未尽 皱眉看过来 这小姑娘真行啊 这花钱请的少爷 看起来都像是方兴安许了 李静明看着走过来的温兴炎说 跟着转头 看见眸色犹如深潭中的寒冰的江成舟 狠狠吓了一跳 江总 你没事吧 问完话没有人回答 李静明见男人冷着脸 突然大步往回走 有些不明所以 温兴炎道别的时候 美人突然亲了下他的脸 他大大方方 收下道别文起身 想要跟上江成舟 谁知下一刻 突然一阵风袭来 手腕被拉住 还没来得及看亲人 整个人就被带着往外走去 两小时后 连排别墅奢华的度假套房中 面色冰冷的男人 坐在玄关处 一手夹着烟 吞云吐雾 江成舟另一手解了领带 随手丢到鞋柜上 微仰着头靠在墙上 眼睛漫无目地看着天花板 他从回来就一直坐在这里 本想着静坐稳定情绪 没成想越做 心中焦躁越浓 脑海里一直重复回放温兴颜 方才和那男人的亲近模样 说好了的保持上下级距离 他不知道他还能忍多久 为什么温兴颜周围 总有那么多让他烦心的男人 轮流一个接着一个 挑战他的理性界限 江成舟不知道 自己回来的路上 花费了多少忍耐控制力 才没有失控像上次那样对待他 心中叫嚣着 想要把他关起来 藏起来 想要惩罚他 让他再也不敢去招惹其他男人 只能像以前一样爱着他 江成舟本以为 自己的度议会逐渐平复 没想到坐在这的两小时 却是逐渐累积 比方才还要催人心骄 他突然有些后悔 方才他就不应该放温兴颜回去 回休息处 路上下了小雨 因为没提前准备雨伞 江成舟把外套给人挡雨 但人还是淋到了险 到门口时 温兴颜突然开始打喷嚏 说要回去洗漱 再回来看项目 这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 人也不见回来 江成舟无奈嘀笑一声 看着天花板抽了口烟吐出 左右他现在本事大了 他越来越拿他没办法 他也根本不怕他 就在江成舟思绪飘忽 以为温兴颜又要矿工 想着要不要去登门抓人时 门口突然不轻不中 响起两声敲门声 女人的声音跟着响起 江成舟 几乎是同时 江成舟抬手吸了烟 丢进垃圾桶里 快步走过去开了门 久等了哈 门口 温兴颜抱着平板 刚洗完澡 皮肤透亮白皙 吹干不久 长长了些的头发有些膨 在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甜香 夜里下了雨 他身上穿着宽松的淡粉色长袖睡衣 脚上还穿着自己戴的卡通米色拖鞋 整个人看起来肃静又轻利 江成舟手放在门把手上 微微失神片刻 反应过来时 快速挪开目光 冷着脸转了身 说 进来 把门带上 温兴颜关上门 跟着他往里走 看见无人的客厅 咒没问 救我们俩 他以为江成舟说 处理紧急项目 应该还会叫其他人来 你还想有谁 江成舟在沙发上坐下 双手抱毙 看着温兴颜说 温兴颜不明 所以在他对面沙发上坐下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打开了平板 拿出小键盘 直接进入工作状态 说 项目文件发我吧 江成舟听言沉默许久 不知道想到什么 手指焦躁地敲击着手肘 没有答复 温兴颜疑抬头看他 见人走神 不知道在想什么 重复道 发我项目文件 boss 话刚说完 江成舟突兀开口 问 他刚刚为什么要亲你 什么他 哪个他亲我 温兴颜刚泡了个长长的澡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丢到脑后去了 一时没想起应酬时候的事 那个叫小三乘以三的 江成舟有些混合无赖道 温兴颜听言瞬间想起来 瞪了他一眼 说 你是小学生吧 干嘛对小九敌意那么大 江成舟没有回答 重复问 你走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亲你 宋别吻啊 这有什么 温兴颜有些莫名其妙说 那你为什么要摸他喉茧 江成舟跟着追问 谋色再次戴上了焦躁 啊 我有吗 温兴颜仿佛扎女 早就忘了 抬手顺了下刚洗完 因为有些干尔打劫的头发 说 可能是因为他太漂亮了 情难自控 江成舟看女人 顶着一张肃静乖巧的漂亮脸蛋 说着没心没肺的话 突然感觉气有些不顺 深呼吸两口气 问 你现在喜欢这款的 还好吧 温兴颜思索一下回答 不喜欢 为什么要调戏他 江成舟见他神色淡淡 跟着问 搁着搁着呢 不就摸一下他的喉结吗 我自己都忘了 温兴颜脱了拖鞋 窝在沙发上 换了个舒适的坐姿 打了个哈欠 催促说 快说正事 发我文件 我弄完要回去睡觉了 江成舟原本还要再继续追问 见女人突然抬手打了个哈欠 洗完澡 手腕上没有戴手表 血管上的疤痕清晰可见 心头犹如被什么紧钻了一下 墨地一疼 江成舟整个人冷静了下来 垂眸拿起手机 无人注意处 直接有些发抖 温兴颜发困强撑精神看着平板 等了一会 将终于发来了项目文件 他正准备抬手点进去 又一个文件发过来 在愣神片刻 又有新的文件弹出来 最后 温兴颜看着满屏的文件项目 不可置信抬头看对面 脱口而出道 江成舟 你这到底多少工作量 还让不让我回去睡觉 话说一半 目光落到对面时 温兴颜后知后觉 对面沙发已经空了微微一愣 下一刻 男人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做完了才能回去 温兴颜听言瞬间转头 只见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 瞬移到了自己的沙发旁附身 桃花眼正近距离看着自己 灯光下的纤长睫毛 在棱角分明的面上 头下一小片阴影 愣神瞬间 男人骤然贴近 下一刻 温兴颜脸侧腹上一瞬的柔软 跟着转瞬即逝 直接让他眼睛睁大了一瞬 江成舟站起身 看着温兴颜的正然 眼眸中带着笑意转身 温兴颜后知后觉发生了什么 抬手摸脸怒道 江成舟 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江成舟心情愉悦地转身 学着温兴颜语气道 一个送别吻而已 激动什么 我去浴室洗澡 暂别一下 半小时后 浴室中水雾缭绕 男人清津微秃而苍白的漂亮手上 带着水滴 抬手关掉了反着亮光的淋浴阀门 窗外雨声渐大 拍打在玻璃窗上 走到浴室洗漱台前 抬手将有些长的头发顺到脑后 醋眉朝洗漱台镜子中的人看了一会 确认没有皱纹后 他目光又朝洗漱台上扫了一会 因为是短暂入住 上面没放什么东西 只有他每天早上要用的剃须刀和男士香水 抬手摸了一下下巴 冒出的胡茶微微扎手 暂时还没有到需要刮的程度 但他还是拿起了那剃须刀 熟练地将下巴刮的光洁 清洗放下剃须刀后 他的目光又一到了桌上淡蓝色的定制男士香水上 没有过多思考后 男人修长纸节拿起那香水 朝脖子处喷了两下 雪从香水清裂 浓淡恰到好处 最后 为了不显得那么刻意 将成舟抬手拿毛巾随意擦了下头发 让自己从上到下 显得没有那么的紧紧有条 而后满意弯唇朝浴室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处 男人突然停下 后知后觉 自己今天洗漱后的反常行为 轻轻择了声 醋眉自言自语道 我有毛病吧 套房装修和精致的家装没什么区别 走廊过道上 还挂着一排价格不菲的画作 地面上手工编织的地毯 让脚步声削了音 江成舟走马观花地掠过那些画作 走到客厅处 看见坐在沙发上神色严肃的人 不自觉抬手干咳了一声 温兴颜看文件入了神 一进入工作状态就清醒了些 在沙发上坐的笔直 在文件上快速做着批注 男人的一声干咳 让他回了神 温兴颜抬眸瞥了一眼 让他待在这里的始作俑者 见人喜悦后 穿着睡袍 姿态很是慵懒 头发全顺到后面露出精致的五官 唇角带着笑意 说不出的轻松悠闲 看了一眼 他两眼毫无波澜 重新看回平板 随口道 挺惬意的啊 还行 江成舟诞声说 走到温兴颜身后 看了一下他在平板上的批注 蹴了下眉 俯身抬手指 了上面的红色批注 说 这里不用强调 哦 温兴颜听言拿电容笔 快速把那批注擦除 擦了一半动作一顿 闻到袋轻裂的香水味 皱眉转头 看向近在咫尺的江成舟 问 你喷香水了 江成舟听言动作一顿 起身朝冰箱走去 声音不太自然道 没有 奇怪 温兴颜朝那肩宽腿长的背影 看了一会 注意力一转移 困意上来 打了个哈欠 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转而问道 处理好的文件我发你了 还剩下一些 我看的应该不太紧急 明早 我再处理K步 江成舟听言脚步一顿 抬手拿出手机 面容严肃沉默 看了一回温兴颜发过来的文件 等了一会后 逐字逐句道 不行 剩下那几个文件跟合同 明天我要用 你前两天说了 最近用不上的 温兴颜脚踩上拖鞋说 江成舟双手抱毙看他 不容推辞诞声道 前两天是前两天 今天是今天 行 你轻到你了不起 温兴颜忍住想揍人的冲动 咬牙切齿道 江成舟去拿了可乐 打开喝了两口 满一弯唇坐到隔壁沙发上 递到温兴颜面前 问 喝吗 温兴颜垂眸 看见他手上与他气质 很不搭的肥宅快乐水 没好气地抬手推开 我工作别打扰我 这么凶 江成舟挑了下没收回手 仰头又灌了两口 心情颇为愉悦地 坐到他隔壁沙发上 长腿交叠姿态庸辣 温兴颜说着 再次低下头看文件 努力凝神却发现 注意力被分散后 很难再投入 正经力调整着 突然听耳边 传来一声游戏音效 台谋一看 面前大夜精品电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 显示正在游戏夹在页面 大喇喇坐在沙发上的男人头 仰靠在沙发上 手上拿着连击的游戏机 熟练地操纵着夜精屏幕界面 游戏音效动感十足 温兴颜见状黑着脸 抬手放下平板 朝隔壁道 江成舟 你应该懂 吃毒食的都知道 不能扒鸡嘴 江成舟直接开始竞速游戏 简明厄要说 我是你上级 你清好你了不起 温兴颜再次咬牙切齿道 转头一间大屏幕上 有些眼熟的竞速游戏界面 微微眯眼回忆起来厚道 这都快十年了 这游戏竟然还在 没记错的话 上大学那会 江成舟找他出去注食 闭玩这游戏 你竟然还记得 江成舟听言点了暂停 伸手递到温兴颜面前 问 我记得 你玩得不错 玩吗 不要 这都多老的游戏了 温兴颜嫌弃叹道 上了年纪的人 总是在一些奇怪的方面 表现出异常的钟情和练就 而且我从来都没对这游戏感兴趣过 江成舟听言 鹅脚轻轻跳了两下 努力忽略温兴颜 对上年纪的人的吐槽 问 不感兴趣 你以前怎么玩得那么熟练 还能怎么样 为了讨好呗 温兴颜说话语调淡淡 仿佛在陈述他人的事 江成舟听言微微一顿 沉默一瞬后说 那现在怎么不肯玩了 你说呢 温兴颜听言不嫌不淡撇了 江成舟一眼 懒得和他多言 垂眸重新看平板 身边人听言不言语了 温兴颜没有工作状态 困意上来 一垂眸 看见文件困上加困 就这么看了一会 眼皮开始打架 最后直接窝在沙发上毙了起来 温兴颜 其实 江成舟垂眸不知思考了一瞬什么 话说一半抬头看去 温兴颜已经窝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女人漂亮的睡颜 仿佛童话中的睡美人 刚睡过去没多久 身上就被盖上了宝毯 跟着整个人 被蓄谋已久的人捞进怀中 江成舟抬手关了客厅灯 把呼吸绵长而均匀的人 抱进了卧室中 动作极轻地将怀中人放在床上 他坐上床与人共枕 长臂一身 关了床头灯 只留下一盏暖光小灯 洒在睡颜甜静的女人面容上 江成舟的眸光 潜泉而贪恋地 一一扫过温兴颜鲜长的睫毛 小巧而精致高挺的鼻 还有那饱满的淡粉色唇瓣 心中有无限的欲念 却不敢有任何过分的动作 只抬手将人搂进怀中 不久后 男人的呼吸也渐渐趋于绵长 陷入曾经让他习以为常 现在却让他无法企及的睡梦中 型号 睡梦中 江成舟回到了七年前 江市集团总部大楼顶层大会议室里 做了一众身着商务装 面容严肃不苟言笑的高层 众人垂眸 似是神色认真的 反复看着两份方案 掌管大权的江市家主江问寻 坐在主位上 杀伐决断的中年男人 面色严肃 气场强大 让人不敢直视 江问寻此时那宝金风霜的犀利眼眸 正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两个儿子 小儿子江成熙容貌随自己 而大儿子江成舟则 更多随他母亲 容貌气质皆是上乘 两人坐在自己面前 神色各异 等待着众人对各自方案的选择 江成熙微笑看着众人 而江成舟则漫不经心看着窗外 手上还拿着一支美点的烟 悠闲转着 自年少起的那幅目中无人的混养 依稀可见人未消失 江成熙目前已经在集团工作了小一年 从头到尾没犯不什么过失 行事风格保守 江成舟刚留学回国一个月 一个月内却帮集团拿下了重大项目 行事手段说一不二 江问寻看了两人一会 抬手干咳一声 问方案都考完了吧 现在给我一个定夺选择 众人听言都面面相去一阵 跟着转头看向了 坐在主位对面的大少爷和二少爷 二少爷江成熙 已经在集团历练了快一年 为人亲和 讲乏分明 与之相反 大少爷江成舟才回来一个月 名字就以残暴的手段 在集团内如雷贯耳 对犯了错的下属不留情面 已经来开了不少人 手上两个方案 分别出自江成舟和江成熙之手 江问寻身体抱恙 需要休息一阵 今天要在两个儿子间 选出一个 见众人保持沉默 江问寻再次出声道 行了 别犹豫了 选一个接下来给你们带头的 当然我也不是死了 重大事物 决策 还是会经过我的手 要是你们选的人做得不行 我不会让他待在力不能及的位置上的 江成熙听言 笑意凝至一刻 转头看自己身边的人 见男人手上 依旧吊锒铛转着烟 面上毫无巨色 江问寻见没人敢开头 直接抬手指向了自己的手下 第一得力助手 不容托辞道 你先选 那上了年纪的人 听言面色差异一刻 心中早有定夺 沉默一刻后说 我选承熙 他在集团有些工作经验 做事稳妥协 承舟还是过于急功冒进 有些决策过于冒险了 身边资历大的老人 听言也跟着硬核 说 我也是这么觉得 承舟刚回来不久 工作经验还是有些少 形势过于武断了些 江问寻面色严肃地听着 心中自有衡量 有了人开口 其余人心中也早有定夺 纷纷随口硬核 众人立场一时明了 众人都选了江承熙 行 不用多说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 代理CEO就定江承熙 江问寻话中有话 看了一眼江承舟 直接做了决策 江承熙听言 唇角 扬起意料之中的笑意 跟着就听旁边的人悠悠道 好一个得人心者得天下 是我属于培养势力了 江承舟拿着烟的手 在桌上敲了两下 直接站起身 脱了西装扯了领带 丢椅子上朝外走 你去哪 江问寻看着 目中无人的大儿子 跟着起身走过 拦住了人 江承舟看了 拦在自己面前的 中年男人一眼 跟着脚步一顿 绕了个弯往外走 一边漫不经心道 这里还有我的事吗 不思悔改 江问寻抬手 拉住人手腕 冷声道 回去制止你的狗脾气 放手 老头 江承舟有些不耐道 转头看着自己 有些陌生的父亲 到底是我急功冒进 还是集团势力勾结 你心里清楚得很 江问寻听言动作一顿 低声喝道 勾结也是一种团结 你这混小子 脑子怎么一根筋 这是哪门子歪裂 彼时年轻气盛的江承舟 听言冷笑一声 抬手甩开自己父亲的手 大胯步走出了会议室门 会议室门随着离开的人 走出喷一声关上 留下沉默 却如了意的众人面面相望 眸中都带着算计得来的 胜利的喜色 一小时后 私立大学寝室 临近期末 疲于应付考试的温馨岩 正拿着笔 在自己密密麻麻的草稿纸上 快速推算着 算了好久 终于得出一个结果 抬手抽出答案 怎么又错了 一看答案结果 又错了 温馨岩泄气般 套到座椅椅背上 抬手拿答案册子 拍了两下自己的脸 自言自语道 万恶的理工科 真要客死我了 正头疼着 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 温馨岩皱着没拿起 一看屏幕星跳漏了两拍 快速滑动接听 颖纯等着对面 难得主动打给自己的人先开口 等了一会 男人低沉悦耳的声音 通过电话听筒传来 温馨岩 出来 我在你学校门口 温馨岩听言顿了一下 唇角已经上扬 嘴上却还矜持地问 你最近不是一直在忙集团的事 怎么有空来找我 想你就有空了 江成舟漫不经心 一真一假的语调 带着混传来 跟着道 带几套衣服出来 这几天跟我一起住 温馨岩听言 耳间有些发热 被哄得心花怒放 跟着放软了声音问 真的假的 你别骗我 江成舟听言不耐 在应付小女孩的懵懂情思 直接道 想要见我的话 就快点出来 我没空等太久 说完 男人直接挂了电话 校门口人多 江成舟把车寻了个 勉强算人流稀疏的地方停下 双手抱毙 已在车门等温馨岩 大冷天里 男人只穿着单薄衬衫 再加上容貌身高出众 吸引了过路不少女生的注意 走在一起关系好的女孩 互相交投接耳 低声谈论着 哎 你说她是不是学校表演班的 这些会不会新来的教授 不可能吧 要真是教授我 天天去蹲她的课 WC 真的好帅啊啊啊 有没有人上去要个微信 看她样子像是在等人 会不会是在等女朋友 不管了 上了 江成舟对这些目光和讨论 全然没有不知 垂谋 还在想刚才在江市集团 总部会议室的事 心中思量着 接下来如何处事 刚回国不久 她在江市集团 根基不稳 过去一个月来 本以为把精力投入到 争取项目干实事上 没想到 因为过于强硬 反倒让那些老狐狸应激 全都跑到投靠到江成熙那边 父亲江问询的态度 模棱两可 接下来 江成熙接任临时CEO 她在江市集团树敌过多 情况只会更加举步维艰 回国第一场对决 江成熙胜 她这敌长子 倒是混得不如私生子了 似此 江成舟心中颇绝可笑 回国第一个月日夜操劳 就这么打了水漂 还落了得得不偿失的局面 看来接下来 对付那些老狐狸得换个招了 烦躁难言 另一边 温兴颜出校门 第一眼就看到了江成舟 男人的身边围着一群女生 正要和他要联系方式 温兴颜见状面色一宁 抬手将羽绒服袖子艰难地撸起 走过去冷着脸拉了人手 把江成舟拉出了女生包围圈 江成舟原本正想着公司的事 突然围过来一群小女生要联系方式 还没来得及回应间 手腕突然被温热的掌心拉住 垂眸一看 穿着雪白羽绒服 戴着毛线帽围巾和口罩的温兴颜 全身上下裹的岩石 女人背后还背着个紫色大书包 上面挂着毛绒挂件 羽绒服袖子掀起 露出白皙的小臂 手紧紧拉着自己手腕 一言不发往前走 江成舟由他拉着走了一会 转头一看 方才那些围着自己的女孩都散了 抬手把人往回拉 温兴颜猝不及防 没他力气大 裂借着往回撞进人结实的怀中 江成舟直接抬手扯了人口罩 看见挡得岩石的围巾上 苍白的小脸上嘴唇紧紧抿着 吃醋了 怎么光拉着我走不说话 江成舟抬手掐温兴颜脸 将人搂着往回走 温兴颜被带着走了两步 抬手打开江成舟的手 吃味道 怎么 你还要回去给美人发一个联系方式吗 江成舟听言随手从口袋里 掏出一小碟名片 递到人面前 你别说 我现在还真有东西发 温兴颜看江成舟手上 江氏集团副总的名片 抬手直接一把抢过 放进自己兜里 转身拉着人 又要往原来方向走 姑奶奶 江成舟再次把人拉回 不再逗她了 指着远处的黑色劳斯莱斯道 我的车就在那 你要带着我往哪去 温兴颜听言才反应过来 方才江成舟为什么要站在那里 看见漂亮的车身流线 他看着人道 你心患的 江成舟带着人大步往劳斯莱斯走 拉开副驾驶门说 一回来就买了 哦 温兴颜听言闷闷道 拿下背包 顺势抱着坐进了副驾驶 他才想起来 江成舟从回来以后 就没来找过他 都是他主动找到公司去 这几天他忙着考试复习 好几天没去找他了 江成舟附身给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温兴颜 拉上安全带 关上副驾驶车门上的主驾驶 插上要是动作赶紧利落的发动车辆 不多时 黑色劳斯莱斯行驶在了宽大马路上 天色已经接近黄昏 到了吃完饭的时候 温兴颜放在书包上的指甲 有些局促地在书包布面上刮了刮 问 去哪儿 江成舟余光看见他的小动作 伸手把他书包拿了丢后坐上 皱眉道 你都放了什么 这么重 作业 温兴颜腿上一倾 拉上衣袖 把手放于绒服口袋里说 江成舟听言弯唇 这么乖啊 跟我出来还带作业 乖个呆 温兴颜没好记到 不写的话要多读一年了 江成舟听言诧异一瞬 跟着滴滴笑了两声 说 多读一年不好吗 学校里多好玩 回去继承家业 可就没那么自由了 温兴颜听言没有言语 不知在想什么 再次紧紧抿着唇 江成舟反应了一会 才像是想起来 手指敲着方向盘 语调漫不经心 哦 想起来了 你毕业 我们就要结婚了 温兴颜听到结婚两字 转头认真看着江成舟一眼 男人唇角一如既往扬着 神色散漫 谈论这事 就跟聊晚上吃饭 没什么分别 想到这里 温兴颜干咳一声 开口问 要去哪 要去 江成舟听言 故意脱长语调 跟着说 酒店吧 温兴颜听言 放在兜里的手 又不自觉抓衣都不撂 强迫自己放屏语气说 不先去吃饭吗 江成舟听言 似乎是思考了下 说 不去了 酒店点外卖吧 哦 温兴颜简短回答 心里却想起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事 自从江成舟一年多前 回国订婚上的意外 直到今天 他们虽然中间见过许多面 大多是温兴颜去找江成舟 却始终没有再同处一试过 因而 今天江成舟约他出来的时候 说要一起 住几天的时候 他开心之余 又有些许紧张 转头再看了江成舟一眼 他思索了一瞬后 似乎是下定决心说 等下开房的时候 我要和你住一间 可 江成舟听言 差点被他语不惊人 死不休地掖住 转头一看 温兴颜那白皙肃静的脸 和小鹿眼里的清澈 突然感觉有些割裂 姑奶奶 谁教你那么说话的 怎么了 温兴颜对自己话里的 引人瑕疵 毫无察觉 这我没问 江成舟看他澄澈的眼眸 突然觉得 可能是自己思想龌龊了 不自然地收回目光 干渴到 没 冬天天黑得快 半小时后 酒店落地窗外天已全黑 温兴颜全身 狗得严严实实 坐在套房沙发上 对找水喝的江成舟说 我饿了 江成舟拿了手机 打开外卖页面 递给温兴颜 点吧 我都随你 温兴颜接过他的手机 随手点了粥水和菜 点好饭菜后 他犹豫了一瞬 不自然偏身 思索 一瞬退出外卖软件 要去点江成舟手机的相册 刚点到图标的瞬间 手上突然一空 江成舟反应急快抽回手机 迷眼看了温兴颜一瞬 看着人面上的无措 开口道 老实点 你心虚了 温兴颜反应了一会 看着男人反咬一口道 江成舟没有回答温兴颜问题 直接收回手机 屋内有暖气 他穿着单薄衬衫都有些热 看着女人发红的耳尖 抬手动作不算温柔 去拉温兴颜围巾 防贼呢 别闷坏了 温兴颜没好气打开他的手 跟着拿了书包 取出试题作业和笔 趴在沙发靠背上 开始做作业 江成舟拿窝在沙发上 包成粽子的人没办法 镜子取了衣服 进林浴室 回来后 他一直住在江家别墅 还没有空出时间 置办自己的独居住所 下午刚和江问寻 江成心闹了不快 这几天 他不打算回家 去看他们父子情深 一而过来时 他早有准备 多带了几套衣服 浴室里响起流水淋浴声 温兴颜做题时 一直在走神 一道题等到浴室门 啪哒一声重新打开时 还没有写出来 江成舟披着浴袍 擦着头发走近 从他后面看了一眼 他只上选择题 每个选项旁边密密麻麻的推算 开口道 选C 温兴颜感受到身后男人的靠近 闻到沐浴露清新的薄荷香 心跳不自觉快了两拍 但面上还强装着冷静 拿出答案一看 真的是 C 皱眉问 你怎么能这么快选出来的 猜的 温兴颜沉默一刻 见江成舟坐到他旁边沙发上 不知道从哪拿出了个游戏机 开始连接电视大屏 不许玩 温兴颜挡住人 把试题送到人面前 你帮我认真看一下 江成舟 没大没小 江成舟皱眉接过他的本子 都说了叫哥 我比你大五岁 温兴颜见他神色认真了些 把笔塞进他手中 写详细一点 等等 江成舟看了一会 拿出手机 说 我处理一下信息 温兴颜看他把手机防贼似的 背对着自己快速点着 心里好奇心更重 江成舟处理完信息 目光重新回到温兴颜的本子上 把手机随手放在沙发上 温兴颜垂眸一看 人手机屏幕还亮着 江成舟里刻一向很好 看得很是认真 就是唇角还带着那难以分辨情绪的笑意 温兴颜等了一会 挪了一下 不准痕迹挡住了江成舟手机 抬头看江成舟仍旧写着 他紧张敏唇 在人手机屏幕上滑了两下 跟着不忘初衷地点了他的手机 相册图标 这一次 没有人抢手机 屏幕快速一变 温兴颜看见了满屏的照片 眼眸睁大 倒出了一口气 红着脸把人手机按了吸屏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自己方才看到的是 男人不着一物的各种上身 露露照 照片肌肉线条流畅 下方截止到腰身处 上方截止到男人的下巴处 通过那漂亮的下额线 可以辨认出是江成舟本人 好奇心害死猫 温兴颜突然有些后悔 怎么也想不到 江成舟那毫不在意外表的性格 竟然还会拍这么闷骚的私房照 他越想脸越热 心跳得不正常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漂亮的肌肉上还带着水珠 温兴颜脑子里的七七八八的想法越来越多 突然听旁边男人低沉的声音道 温兴颜 这人应激式的红着脸站起身 一锤眸 正好和江成舟眼眸中的坏笑对上 反应了许久后 他看看沙发上的手机 再看看江成舟唇角那阴谋得逞的笑 直接扑他身上 抬手去挠他脸 江成舟 你耍我 偷看我手机 你还有理了 男人抬手扶住身上发脾气的人 伸手掐了一下温兴颜的腰 笑着道 不闹了 快点做你的作业 别等下真的要多读一年 温兴颜听到多读一年 脑子清醒了些 最后抬手拍了一下江成舟胸口 从人身上下来 夺过自己的本子 一看试题 除了他方才做的选择题 整张都均匀分布着男人 苍劲有力的笔记 才没多久功夫 江成舟就将他整张卷子的详细 做题思路和答案列了出来 温兴颜不可置信 拿了自己的答案册子来对 发现全部相差无几 怎么样 江成舟神色淡淡 取回了自己沙发上的手机 悠闲地靠到沙发上 温兴颜头痛地看着江成舟 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试题 向空气问 为什么人和人的大脑构造不一样 这不公平 江成舟听言嘀嘀 笑了两声 题目你不会做 我写的注解你 应该能看懂吧 我是不会做 不是文盲 温兴颜说着 把目光重新投入到试题上 江成舟笑着收回目光 拿着手机快速滑了几下 温兴颜手机跟着震动了两下 他疑惑地拿起 见江成舟眨眼间 发来了二十多条信息 抬眸正对上人眼中的笑意 什么东西 他疑惑点开 跟着清清楚楚看到了 方才自己在人的手机上 看到的私人图片 脸跟着一红 像烫手山芋似的丢开手机 怒道 江成舟 二十多个角度 我刚才洗完澡特意拍的 可不能浪费了 江成舟心情愉悦地放下手机 拿起桌上的游戏机 抬手把人揽进怀中 长臂还过温兴颜单薄的肩 无赖道 为了表示感谢 给我垫手吧 两小时后 套房宽大的卧室中 温兴颜成功实现 把作业从客厅沙发 搬到房间床上 看着江成舟的住姐 磕磕绊绊 写了两个多钟 终于写到了最后一题 温兴颜坐在床头 看着作业压轴体 神色十分严肃 穿着睡衣的男人 姿态慵懒地躺在他身侧 打了个哈欠 单手支着额头看他 欠揍道 还没好啊 别说话 温兴颜心里还记得 他方才在客厅的戏弄 没好气道 正说着 身侧男人突然起身 骤然贴近看了一会 抬手指着他刚写下的公示道 这树带错了 改过来 结果就出来了 看了半天没找到的错误 就这么被江成舟 轻而易举找出 温兴颜一言不发 有些自闭地做了修改 五分钟后 他成功算出了 压轴体的正确答案 长长松了一口气后 温兴颜把试题和笔 丢到了床头柜上 整个人往床上一滑 直直摊在了床上 江成舟见状挑眉 翻身两手撑在他身侧 几乎与温兴颜鼻尖贴鼻尖 说 作业做好了 要玩点其他的吗 温兴颜见状浑身僵直 近距离看着江成舟好看的眉眼 心跳得有些快 江应道 等 等一下 我去洗个澡 江成舟看见人害怕的说话都结巴了 抬手摸了下他的耳朵 慢悠悠说 你耳朵好红 温兴颜见状仿佛触电般肩膀一缩 偏身逃出江成舟的笼罩 慌慌张张下了床 拿了自己的大书包 朝浴室处走 江成舟见他兔子受惊世的模样 心中觉得很是有趣 但转眸一顿 想到一年前那个意外的夜晚 他的眸色又转了冷 不知道眼前的人是真的害怕 还是欲擒故纵 在女人即将踏入浴室时开口道 别害怕 我今晚不碰你 温兴颜听言背影一顿 站在原地停了一会 不知道在想什么 江成舟就那么坐在床头看着他 心中同样在猜测 他的所思所想 等了一会 温兴颜似乎是做了什么决定 敏纯重新抬不进了浴室 半小时后 温兴颜披着浴袍走出浴室的时候 江成舟正在床头抽烟 皱着眉拿着手机 不知道在看什么 看起来心情不大好 温兴颜走上前去 把人手里的烟抽走 走回卫生间 放水龙头下吸了 随手丢进垃圾桶里 重新走回床前 仰着头双手抱毙 看着床上醋眉的人 说 烟抽多了短命 你什么时候见了 温兴颜动作很快 江成舟注意力被他转移 手上一空 抬眸见人 穿着宽大的浴袍 双手抱毙盯着自己 语气霸道 江成舟听言低笑一声 语调漫不惊心说 重新拿烟盒抽了根烟出来 夹在手上 还没结婚 就开始管我了呀 对 温兴颜上前坐江成舟腿上 把还没点燃的烟抽走 精准呜呜地丢进垃圾桶里 一板一眼道 别抽了 还有其他事 江成舟双手抱毙弯唇 见人坐自己腿上 细看之下 还能看出温兴颜面上的 僵硬和紧张 唇色苍白 我都说了 今天不碰你 江成舟抬手一手掐人腰 一手拿了手机 垂眸说 我还要看一下合同 你下去先睡吧 话刚说完 耳边啪哒一声 温兴颜抿唇伸手关了灯 江成舟眼前突然一黑 眉梢狠狠一跳 抬眸见微弱的手机光线中 身上的女人开始解浴袍 温兴颜 下去 我现在没兴致 是吗 温兴颜开口道 扯下浴袍袋子 丢床头柜上 你这衣服从哪弄的 江成舟在微弱光线 看清眼前光景 眼眸微微睁大 侯杰滑动一瞬 声音带上了明显的哑 抬手将人衣服拢好 开口道 下去 你在狱情故纵吗 温兴颜根本不听他的 温热掌心腹上 男人放在浴袍上的手背 笨住的妈撒了下 腹身在江成舟耳侧 开口自顾自问 我们到时候结婚后 我是不是要叫你 老公 犹如一声惊雷在耳边炸起 被返江一军后 江成舟心头生起难言的割裂感 听江印笨拙的人 说着调情的话 修长指节不自觉 在那浴袍上收紧 在黑暗沉默一瞬后 声音哑得不成样子说 你刚才说什么 温兴颜 温兴颜心跳得厉害 却装着镇定 凑在近了些 吻上了男人的耳朵 开口滴滴 重复了一句方才的话 嗯 话刚说完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温兴颜背后吃痛 反应过来时 人已经身处下位 以上为江成舟回忆的梦 到此结束 关于江温 两人的情感 发展后面会捋清 七年前的江是事业脑 找温兴颜 是因为事业受挫 找他姐妹 这个时段 他对温兴颜 更多是漫不经心 把人当解决需求的床扮 因为接受不了别人 但同时 他还带着对当初订婚之夜 被下药的偏见 又有些拧巴的抗拒 总之没明白 自己感情的江 就是又狗又渣 第二天清晨 温兴颜是在沙发上醒来的 位置 还和昨晚不小心睡着时没差 一睁开眼 就看见坐在对面 仰头灌冰水的江成舟 温兴颜揉了揉眼睛 皱眉道 几点了 不小心睡过去了 江成舟昨夜搂着人 做了个回忆的梦 画面过于疑泥 此时 一口降火的冰水喝下去 他看着温兴颜 无情无欲的脸 完全没办法和主动的梦中人 联系到一处 心头一阵升起难言的落差感 不自然挪开目光道 早上了 哈 温兴颜听言快速下了沙发 脚下一闪 差点摔了 江成舟眼几手快 上前辅助人送回沙发上 皱眉道 急什么 你怎么不叫我 温兴颜皱眉道 我叫了 你睡得太沉了 江成舟扯谎不带眨眼 看见温兴颜白皙的脖梗 干咳一声 不准痕迹挪开视线 起身道 今天我要回夜市一趟 处理点急事 明天回来 你带他们 什么东西 带谁 温兴颜皱眉 你 代替我做决策 江成舟逐自加重道 你没事吧 今天是重要关头 让我一个新人 带你手下那些人 人家能服我吗 温兴颜问 看你的本事了 江成舟完全没有任命下级的鼓励话语 跟着说 生活太无聊了 偶尔赌一把 也挺有趣的 温兴颜颇为无语 推开人 重新下地道 拿上意的项目赌 你自己玩吧 树南从命 江成舟被人推开 面上怅然若失 看着拿上平板要走的人 悠悠道 你不敢吗 温兴颜 星号 傍晚 度假区开发者专门开设的大会议室中 一眼望去 全是穿黑色商务西装的精英 坐在主位上的李静明 面色严肃 拧眉 正看着坐在自己对面 正认真看合同的温兴颜 到目前为止 江成舟并没有和他正式介绍过他 不久前 他才通过女人的自我介绍 得知了他的名字 由于昨晚 女人和会所请的人举止亲密 江成舟冷着脸把人拉走了 再加上女人贴身密疏的身份 李静明一贯是个不老实的 平时暗箱操作 背着夫人苏醒针养了不少女人 其中也不乏密疏 他当下以为 江成舟这是把金丝雀花瓶养在了身边 不便介绍 因而之前也没有多问 直到今天下午 江成舟突然说 有事没来参加会议 反倒是女人领了一众江成舟的手下精英过来 让他心中疑惑顿声 今天这会议至关重要 关系到后面的所有合作进程 李静明看着坐在对面面色严肃 正在看合同的年轻漂亮女人 在看江成舟和自己引荐过的 Alex和Susan站在一边像是下属 让他心中疑惑从生 他寻思江成舟平日里手段老辣 心思沉稳 不像是会被女人迷惑得昏头的小年轻 照理说 按他的心性 怎么会这么儿戏 把这么大的生意摊子 给一个养在身边的花瓶来接手 李静明正想着 突然间站在温馨岩身侧的Alex 突然毕恭毕竟附身到他耳边 不知道是说了一句什么 他心想 应该是女人看不懂合同 江成舟助理在一旁提醒着 温馨岩原本还在仔细对合同 突然听Alex凑近在耳边问 姐 Boss去哪了呀 不知道 温馨岩诞生说 把合同递给他和另一侧的Susan 十分自然说 你们再仔细检查一遍 有没有问题 Susan看温馨岩当上位者的姿态 十分自然 心中很是不爽 但由于江成舟离开前有话在先 他不敢做什么小动作 老老实实接过了合同 温馨岩把合同给了身边两人 抬手拿起桌上的咖啡 戳饮了一口 抬眸正好和对面的李静明 对上视线 老头面上带着假笑 看过来的眼中 带着从他过来时 就一直存在的轻视 温馨岩回忆淡淡一笑 丝毫不放心上 喝咖啡时 心情颇为愉悦 本以为江成舟手下 那些自负傲慢的精英 看起来最是棘手 男人把烂摊子丢给他 他会很难办 但没想到 是他低估了江成舟 对他那一众下属的威慑里 今天男人走前 对一众下属 留下两句轻飘飘 不轻不重的话 大致意思是 他不在温馨岩代替他做主 为者后果自负 直接让一群人 服服贴贴到了现在 早上江成舟走后 温馨岩就领着本方的人 做了的合作策略 下午刚过来 和李静明在会议室 谈了没多久 这场会议最重要的就是 签订双方合同利益分成 以及初步规划 后续合作进程 一切顺利的话 一小时后 他就能够完成今天的K派 然后每每下班 回休息处休息 没有江成舟管着的日子 温馨岩过得颇为顺心 心中开始盘算长远的事情 正想着 桌上手机突然亮起来 静音显示有电话打进来 说曹操曹操到 温馨岩一看是江成舟 直接抬手按了锡屏 直接忽略 把手机反扣在桌上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A室 幼儿园门口下学时间吵闹 男人坐在黑色超跑中打着电话 拨打铃声响了好一阵 都没有人接听 江成舟皱着眉眸光 落在幼儿园门口 突然间门口走出来 两个手拉着手的小男孩 和小女孩 耳边电话跟着 因为拨打时常过久 而自动挂断 江成舟抬手将手机丢附驾驶上 直接开了车门 快步朝手拉手的两个小孩走去 扎着两个小辫子的江国国 拉着心交的正在读小班的小男友 笑得开心 走在路上一蹦一跳 正高兴着 耳边突然响起了熟悉的 吓了一跳 转头朝后方望去 看到熟悉的人后 他整个下得赶紧松开了旁边小男友的手 抬脚就要逃跑 奈何腿短 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前 就被江成舟提了起来 江成舟黑着脸大胯步走过去 将江国国整个人拎起来 垂眸看着一旁比他还小只的小男孩 开口问 你就是他心交的男朋友 小男孩生得白白净净 听言抬手拉着书包带 话说得不太力索紧张道 叔叔你在说什么 快放开国国 我是他舅舅 江成舟直接道 小男孩听言愣了一下 似乎是放了心 说着转身 既然这样 那我先走了 江成舟站住 还有什么事吗 叔叔 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就这么走了 放心吗 我说 我是他舅舅 你就信了 江成舟抬手拉住小男孩书包道 我们不是朋友 小男孩被拉着走不了 看了下被高大的男人护在身后的江国国 声音带上委屈道 是国国追着我不放 他还到处乱说 江成舟听言 额脚轻轻跳了跳 转头看身后的江国国 开口道 他说的是真的假的 江国国听言 低着头撅着嘴不回答 手被江成舟拉着跑不了 他一心虚 就是这个反应 江成舟见状 脸色瞬间黑了三分 好一处早恋 他本以为是爱棒打鸳鸯的 着实没想到 最后事实 变成外甥女霸凌男同学 刚给上一张加更了一千多字 昨天 还有今天 1点11白天追更的BB 可以往前翻一下 下了学的幼儿园门口喧闹 江成舟黑着脸 看着白白净净的小男孩 抬手松开他的小书包 摸了那男孩的头 放清了声音 你先回家去吧 江国国我会好好教训 明天他就不会再缠着你了 小男孩听言 看了下江成舟 又看了下江国国 低声都难道 没有用的 叔叔 到学校里 明天果果还是会去找我的 江成舟看见人吓成这模样 朝身后的江国国冷声问 江国国 我问你 你明天还去缠着人吗 身后江国国趁江成舟和男孩说话间 小手偷偷挣脱了江成舟的大掌 听言霸道的上前 抱住了那白白净净的小男孩 和突然杀出来的亲舅舅唱反调道 我现在就要缠着他 叔叔就往 小男孩被比自己高了一截的江国国 用力抱住 正脱不开委屈的要哭 江成舟见江国国 突然跑到前面 一把重新抱住人 感觉气得偏头痛 有些要发作 正要上前抬手分开两人 突然听身后 响起一声熟悉的声音 周二 你怎么在这 江成舟听言霸梢一跳 转头看去 只见不远处穿着骚包的文艺轩 搂着一个金发女人站在车边 似乎是刚下车 正皱着梅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几乎同时 江成舟开口问 来接我姐小孩放学啊 文艺轩看着面前的画面面露茫然 摘下面上的墨镜 皱眉跟着道 你呢 你姐还有小孩 江成舟从未听文艺轩提起过 听言皱眉 我看你平时也不感兴趣啊 小孩 这不刚回国不久 话还说得不太利索 还没来得及跟你引见 文艺轩说着 搂着金发女人上前 眸光看到江成舟拎着的两个小孩 皱眉眉眼一阵后 看着江果果怀中的小男孩开口道 等等 这小孩我怎么瞅着下 救救 快来 救我 我要 被他勒死了 几乎是同时 江果果怀中的小男孩开口激动道 文艺轩见状松开身边的金发女人 神色紧张 快一步走上前 看清了小女孩和小男孩 她抬眸朝江成舟开口道 这都什么回事 周二 你的大外甥女 怎么搂着我的乖外甥不放 她是你外甥 江成舟见状鹅脚青筋再次狠狠一跳 没想到自己的亲外甥女 霸凌的正正好就是自己好友的外甥 附身一把将江果果拉过来 拎上尖头 朝文艺轩面色严肃道 谈谈 文艺轩摸不清 所以抱起自己的乖外甥 看着江成舟道 好 来往人越来越多 江成舟问 去哪 文艺轩 酒吧 江成舟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文艺轩抱娃疑惑 啊 那去哪 江成舟面无表情 你决定 死 一边金发女人 实眼色没开口 沉默间 众人耳边突然再次响起一声 奶声奶气的声音 果果儿 文小乐 还有漂亮叔叔 你们在干嘛 众人一起转头望去 只见不远处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不点 正疑惑看着这边 犹豫着小心翼翼开口问 你们要去玩能带我一起去吗 另一边 傍晚 会议室中 温馨岩起身 把文件放桌上对整齐 朝对面李静明微笑道 李总 合作愉快 刚过了一个多钟 李静明面上早就 没了方才的轻视 起身伸出手 面上带着赞赏道 江总身边果然都是能人 温秘书才能不凡 很高兴 今天有你带江总来和我谈合同 合作愉快 方才一个多小时内 温馨岩先替江氏集团 拿到了利益最大化的合同 过后又谈方案 实施策略时 又能言善变 将李静明那一方的人提供的策略 一一否了 最重要的是 以他为代表的江氏集团提供的方案 确实是最优选择 言之有误 温馨岩全程神色自若掌控全局 比李静明手下工作时常最近的下属 还要更能言善变 且谈方案 更轻车熟路 俨然上位者的姿态 相比江城州 还不让三分 李静明输得心服口服 最后还得知 温馨岩提供的方案策略 是他早上临时带人赶出来的 一时间更是忍不住惊叹连连 他本以为温馨岩 只是个江城州养在身边的花瓶 没想到 人是真的能力出众 让人惊叹 所谓人不可貌相 即便如此 李静明方的人 除了身处尚未稀才的他 其余人都被温馨岩阵的神色样样 兴致不高拉着脸 反观温馨岩这边 江城州一众下属 都对温馨岩刮目相看 原本他们都是迫于对江城州的威压 不得不服从他的安排 现在领略到了人的手腕和才干 全都心服口服 今天这一遭 每个人年终奖金后面 估计都能再加一个零 众人洗上心头 看着比预期多出两个亿的合作合同 乐开了花 笑着跑外边给顶头上司打电话 温馨岩对自己顿时扭转的风评毫不知情 看李静明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朝自己伸出手 任务已经完成 他没心思多加猜测 极为官方的客气一下 抬手意思了一下 再要碰到李静明的首饰收回 温馨岩眼唇干咳一声道 李总 事情已经谈完 我先带人回去休息了 哎 温秘书忘了吗 李静明开口 昨天就说好了 今晚组织给江市集团的诸位开欢迎会 我还特别邀请了特别来宾 美酒香槟佳肴都已经在餐厅备好了 特别来宾 温馨岩皱眉 对 我夫人和来宾已经在餐厅等候了 诸位现在请随我一同前往 李静明说 温馨岩听到李静明提到他的夫人 想起女人 昨天拉着说认识他母亲的事 微微一顿 朝李静明微笑道 李总费心了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5分钟后 温馨岩穿着一身没有更换干净利落的商务西装 在餐厅中 看见容貌俊美的男人时 微微诧异 开口皱眉道 林云浩 林云浩身边 挽着穿着晚礼服的女人 正侧身拿着香槟 和李静明夫人苏醒珍谈话 馨岩 真巧 林云浩今天穿了一身正常的西装 没有往常邪气重 气质沉稳了些 看见走在众人前方 正朝自己的温馨岩 男人微微挑眉 手轻轻晃着手上高脚背 低声轻唤了一身身边的女人 她来了 女人听言微笑着侧身 停止了和苏醒珍的对话 朝来人看去 眉目明艳而张扬 温馨岩走近 在看清林云浩身边女人的那一刻 脚步一顿 微微诧异后开口 顾情 女人听言红唇仰起 松开挽着林云浩的手 缓步走到温馨岩面前 开口道 成舟呢 怎么没看见她来 我等好久了 温馨岩原本还不太确定 眼前人是不是故人 直到听见女人开口 便是江承舟 她确定自己并没有叫错 眼前人 便是江承舟曾经的未婚妻 顾是曾经的大小姐 现在的掌权者顾情 你们认识 李静明看见温馨岩上前轮流 和两人打过招呼 很是惊奇 林云浩是C氏赫赫有名的林家的公子 他听说林家正在和江氏集团合作项目 因而今晚特别邀请了他过来做客 他想着他和江承舟年纪相近 又在合作期间 比起他这个老头子 一时的顾氏的女儿顾情 顾氏后来生意逐渐转到海外 举家搬迁国外 在国际上生意越做越大 作为女儿的顾情 能力野心更是突出 去年直接越过了他的两名兄长 成功接了他父亲的担子 现在已经是顾氏的实际掌权者 但除了顾家掌权者的身份 女人还有一个更为微妙的身份 那就是 是江氏集团CEO江承舟曾经的未婚妻 当年江顾联姻的传闻可谓热烈 李静明作为旁观者 甚至都收到了江家的内部邀请 最后却不知因为什么得知订婚宴取消 一切不了了之 李静明一向是个商业场上的老狐狸 从来不会做冒险的事 顾情和江承舟两人微妙的关系 注定了让他不会让女人出现在这里 顾情明显不在他的特邀宾客之列 然而却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夫人苏醒珍态度强硬 要让人来的 由于对苏醒珍的忌惮 加上江承舟今天不在 李静明最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意了苏醒珍的要求 不过 现在还有一件让他更为惊讶的事情 就是 温兴严竟然同时认识林云浩和顾情 这两位全是滔天的权贵子女 他常年混迹商业场 交际广泛 和各大家族的关系都不错 对他们各自的年轻一代继承人 也都十分了解 李静明思索一番 确信温兴严不在这些权贵子女之列 否则第一眼见到温兴严时 他便能认出她来 不至于到下午才知道她的名字 虽然他承认 他常年远在国外的顾情认识她 就有些怪异了 李静明这么想着 突然见面前江城州的前未婚妻顾情 眼唇笑了一声 开口说 李叔 温大小姐当年在A时的名声可是很大的 就算他不认识我 我也认识他 不过显然 他现在还记得我 女人说着 转头看向温兴严 微弯的眼眸里满是冷漠 却是在一张笑脸上 一边Alex见面前这场面 对江城州当年的订婚颇有耳闻 此时见眼前顾情这一看 就是蛇蝎美人的模样 有些担心地 凑到温兴严耳侧低声道 姐 他看起来不太好惹的样子 感觉要挑逝 江总不在 咱人生地不熟 他要是挑衅的话 咱悠着点 温兴严手插在西装口袋中 没有回Alex 看女人投过来的不怀好意的眼神 神色淡淡道 顾小姐过欲了 另一头李静明听了顾情的话 神色微微一顿 反应了好意会 跟着转头细看温兴严 跟着眉头一皱 开口时 神色中突然带上了些莫名的怒意 问 你是温芳远的女儿 温兴严见状皱眉 开口问 是 怎么了李总 李静明脸色突然变黑 众人都吓了一跳 他的夫人苏醒珍早有准备 见状上前拉住了人 开口朝众人道 我先上他突然有些不舒服 我带他去休息一下 诸位先随服务员引导到 安排好的座位上就餐 失陪一下 苏醒珍说着 扯了扯李静明 中年男人面色异常 降了一会 跟着终于挪动脚步 跟着他走了 李静明突然的变脸 还有离开 让众人都经不住交头接耳 低声嘶语 温兴严促眉看了一会 他们夫妻二人离去的方向 跟着转身 朝身后正摇耳朵谈论的 一群精英开口道 散了 都到你们各自的座位去吧 玩得开心 服务生跟着上来 他说着 和人报了自己的名字 带着Susan和Alex 直接忽略面前的林云浩和顾晴 跟着服务生 往自己被安排的座位走 走了两步 不出所料 林云浩和顾晴跟了上来 一分钟后 几人在同一张豪华的谈幕桌上停下 谈幕桌上的钢化玻璃 反射着顶上奢华吊灯的光 有些黄眼睛 温兴严看见了桌上放着的名牌 走了一圈 毫不意外看见了林云浩 顾晴 还有方才离开的苏醒珍 李静明夫妇 以及自己和Alex Susan 还有没来的江城州 今晚的局面 不出意外的很蹊跷 很微妙 温兴严转头看跟上来的顾晴 和林云浩二人 不嫌不但开口道 真巧 是挺巧 顾晴面上还带着始终不变的笑 走进温兴严时 比他还要高出许多 动作优雅地 率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单手撑着脸朝几人道 大家不坐下吗 Alex被顾晴那面 落桃花的脸的笑 勾得心跳有些加速 不自然自己挪开视线 凑到温兴严耳边再次开口 姐 玉姐的杀伤力 真的好大 这么喜欢 你跟我换下位置 温兴严看了自己 放在顾晴旁边的名牌道 别啊 我就随口说说 他可是 Alex说到一半 突然吸了声 跟着想到什么 说 对了姐 我刚才和Boss打电话说了 我们下午成功谈了合同的事 Boss让你得空接他电话 温兴严想起手机里 江城州的好几通电话 有些烦咒没到 他有什么事吗 刚怎么不让你转答 他说 你要是这么说 就跟你说 他有事也要亲口 和你本人通话 不要 转答 Alex低声说 他一眼坐在餐桌边 正看着他们的顾晴 温兴严 沉默一刻后 他不再理会 Alex走过去 坐在了顾晴旁边的位置上 其余人见状 也都纷纷上前 林云浩是跟顾晴一起来的 位置 在顾晴另一边 走过去坐到座位上没多久 便开了酒瓶起身 给众人倒酒 林公子 我来吧 Alex忙说 没事我来 林云浩说着 抬手制止了要起身的Alex 拿着酒瓶走到温兴严身边 弯腰给他的酒杯倒酒 谢了 温兴严手放酒杯杯壁上 稳住杯身 淡淡到了声谢 林云浩的酒 故意倒得很慢 人站在温兴严旁边 离得极尽开口问 你回来 C氏怎么不和我说 让我好好敬下地主之意 男人言语用字很是巧妙 他说的是 回来 而不是过来 语调很是暧昧 顾晴听了 端起桌上的酒杯轻晃了下 开口道 兴严妹妹跟云浩很熟吗 温兴严听言不嫌不淡 神色淡淡 颇有些碰了冷钉子的感觉 笑意凝固在了唇角 林云浩收回手 离开了让温兴严感到不适的近身范围 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顾晴 回答他的问题道 林公子最近在和江氏集团合作项目 自然与我有些联系 哦 仅仅如此吗 顾晴拿酒杯饮了口酒 跟着慢悠悠说 我听说兴严妹妹当初高中和云浩 是在C氏读的一所学校 你们应该早些时候就认识了吧 是 温兴严简短硬道 心中猜测 眼前女人如今莫不是爱上林云浩这浪荡子弟了 服务生端了龙虾上来 他给人让了下尾 跟着听顾晴再次开口 话说兴严 你当年好端端的被你父亲送到C氏来读书 一定过得很不开心吧 顾晴开口问 女人话一出口 桌上几人纷纷看向温兴严 Alex和Susan对这些温家的豪门内情不太清楚 前者听言眼中写满了好奇 后者则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和八卦 林云浩在温兴严旁边碰了臂 给几人倒了酒后 坐回自己位置上端起酒杯垂眸饮了一口 眸中带上了一贯的旁观者 看好戏的打量 被问了话的温兴严 一直很是淡定的神情听言 也出现了一丝迟疑 等了一会 他恢复正常看顾晴 弯唇时 笑意不达眼底 顾小姐 我不喜欢回忆我的过去 哦 是吗 顾晴听言装作惊讶 看着温兴严 但你还是专门从C市跑过去 参加我们的订婚宴 真是 咳 一边 Alex原本在喝酒 听言猛咳了一声 开口说 顾小姐 江总不在 名甚言 顾晴话说一半被打断 皱眉看 Alex 开口毫无顾忌问 你是他后来的助理 挺会控场的 不愧是他选的人 顾小姐过奖 Alex说着不自然挪开视线 顾晴越南无数 看眼前人的反应 知道人也被自己的皮囊迷惑到 笑着 没有跟打断他话的Alex计较 重新看向温新妍 他见温新妍 神情明显没有 方才提到他父亲送他过来 C事实的恶然 有些好奇 跟着毫无顾忌问 新妍 你跟成州现在是什么情况 怎么当起他的手下秘书来了 好歹你也是追了他这么些年 照理来说 现在江市集团怎么说也有一半 可 知晓温新妍是 江成州前妻的Alex听言 再次猛咳一声 温新妍完全没反应 自顾自拿筷子 夹了块龙虾送进口中 诗相优雅 反倒是Susan手放在西装裙上紧紧搅着 凌云浩听得兴致盎然 不知内情的两人听得认真 突然再次被知晓内情的Alex打断 顾青这一次没有上一次好脾气 抬手把自己的酒杯放到桌上 发出不小一声响 双手抱毙看Alex 皱眉道 你怎么回事 Alex看蛇蟹美人面露不耐 微微有些发怵 一时间脑子空白没答上话 脑子里飞速想着 怎么高情商应对的话 正想着 突然听旁边一声筷子 放到餐碟的声音 跟着一声熟悉的女声响起 顾青 你能不能闭下嘴 温馨颜抬手拿了勺子 听方才上菜的服务生的介绍 在女人不可置信的迟疑中 咬了一勺菜 放进顾青面前的碗中 蛮唇说 别光说话不吃菜 这是猪脑 你多吃吃 补一下 顾青听温馨颜 骂人不带脏子字字朱击 听言猛地站起身 指着温馨颜的鼻子 直接骂出声 温馨颜 你还敢顶嘴 当初要不是你这个小贱人 我和成州早就结婚了 都是你的错 顾青这一起身 音量比方才大了不少 周遭的人听言纷纷看过来 表情堪称劲爆 其中 江成州的一众下属 就坐在周遭 方才知道 被邀请的人 是自己老板曾经的未婚妻后 都忍不住打量 对当年将顾两家联姻 突然取消的事情 有所耳闻 此时突然听顾青激动地站起身 开口直责温馨颜 纷纷竖起耳朵 忍不住往这边望 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各自都嗅到了重大八卦的味道 Alex吓得面色苍白 Susan则睁大了眼睛 林云后坐在顾青旁边 见状没有安抚情绪失控的顾青 反倒是端着酒杯 兴慰盎然 看着对面的温馨颜 众人的目光 一时都集中到了温馨颜的身上 等着他给出一个答复 谁也没想到 所有人目光中心的温馨颜 见状慢条斯里地站起身 抬手端起桌上酒杯 直接把泼在了顾青 那化了浓妆的脸上 弯唇朝面上 愕然正滴着酒液的顾青开口道 清醒点了吗 顾青脸上的酒液 顺着面颊往下滴 整个人陷入不可思议的正愣状态 全场道抽一口冷气 凭住呼吸看着他们这边 陷入诡异的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沉默中突然一声 中年妇人的声音响起 发生了什么 李静明夫人苏醒珍 带着庸人自外头走入 一进中央餐厅 就发现了现场沉默诡异的气氛 快步走到满脸 挂着水滴的顾青面前 看着面露紧张道 这是怎么了 温馨颜双手暴毙 冷冷看着尚在反应中的顾青 带苏醒珍让人抽了抽纸 要给顾青擦面上的酒水时 顾青突然抬手一挡 静止就朝温馨颜扬起了手 见人 你找死 Alex见状紧张着 要上前帮拦 没想到温馨颜手一抬 直接抓住了顾青扬起的手腕 把人往后一推 顾青猎借着往后 穿着高跟鞋 脚步不稳 被站起身的凌云号扶住 温馨颜缓步上前 抬手摸上顾青的脸 蛮唇开口道 顾小姐 挑衅别人前先掂量一下自己的本事 不然骂不过也打不赢 闹笑话的是自己 很高兴今晚能有你来做特别来宾 可惜你期待的人不在这里 顾青越听面色越僵 脑子快速衡量着局面 方才女人抓着自己时的力道 让她几乎泄了力 周边的人明显都保持中立 真打起来 她不一定能赢 顾青此时突然很后悔 自己没多带几个打手过来 让温馨颜占了上风 同时 她更加惊讶 当初那个表面张牙虎爪 实际上就是直老虎 战战兢兢的温馨颜 现在竟然变得如此强势和淡定 正思考着 温馨颜收回了自己的手 最后在众人的目光中转身 朝旁边李静明夫人苏醒 真不冷不淡道 李夫人 能借一步到外面说话吗 苏醒真一顿 看了一下顾青 开口道 可以温小姐 我也有话想要和你说 不过要等我 让人收拾处理一下 现在的局面后 你可以先到外面休息去等我 有劳了 温馨颜说完 冷着脸 转身朝外走去 剩下苏醒真站在原地 招呼着人 上来给顾青整理面容和礼服 对还没反应过来的众人开口道 看来发生了些小插曲 但是已经平复下来了 大家接着尽兴喝酒吃饭聊天吧 我让人再上校好酒 Alex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次Susan先反应过来 开口和苏醒真客气道 喝了一杯酒的顾青还站着 方才说的温馨颜 让江古联姻破裂的原因 也没说出来 众人心头的疑惑 和八卦之心更浓 有些人直接交头接耳 猜测温馨颜是当年江古联姻的第三者 众人对自家顶头上司 突然特聘的温秘书的评价 一天之中再次反转 原本因为白天时突出的工作能力 让众人心服口服的温馨颜 在现在又变成了豪门绯闻中的小三 让众人回忆起了 当年A是盛传的 对他身为恶女无理取闹的 各种让人大跌眼镜的描述 纷纷猜测那些传闻的真实性 苏醒珍看着顾晴 游一一会后 目光带着些可怜照顾佣人道 顾小姐 还是让我的佣人带你到休息处 换身干爽的衣服吧 很抱歉 是我今晚安排座位不当 让你和温小姐发生了冲突 希望你能不计前嫌 再在我们这里待两天 顾晴被林云浩扶着 此时情绪已经稳定了些 看向苏醒珍问 成州什么时候会来 这 苏醒珍面露迟疑 说 江先生是来谈生意的 主要是跟我家老头谈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好 顾晴听言拿着自己的包 对旁边佣人道 带我去休息处吧 苏醒珍见他要走 再次出声问 顾小姐 你能留多久 顾晴听言蛮唇一笑 眸色带了些冷说 成州不来 我不会走的 Alex听得心惊胆战 见顾晴拿上包跟着佣人离开 林云浩只是跟顾晴结伴来 来人关系不冷不热 见状只是仿佛看完戏落幕时 打了个哈欠 抬手搂住Alex的肩膀 说 哥们 就剩咱俩了 一起喝一个 啊 好 不过先等我出去打个电话吧 林公子 有什么重要的事 这么经济啊 林云浩搂着Alex的肩膀 不让人走 眼眸中带着算计 与此同时 走出餐厅 坐在外面露天休息区的温星岩 正端着果汁 面无表情 喝着饮料 苏醒珍预计没那么快来 温星岩抬眸 注意到今天天上的月亮 很大很圆 突然想起什么事的 打开手机 垂眸想要给温眷卷打电话 谁知还没拨打出去 画面突然一闪 变成了漂亮的大眼睛女人 督着嘴卖萌的照片 显示阮莫威打来电话 她看见照片 忍不住弯船一笑 心情轻快了些 点下接听剑 把果汁杯子放到桌上 出声问 怎么了 对面人显然没有 预料到她这么快接听 听言沉默了好半声 跟着颤抖着声音 带着哭腔开口道 炎炎 眷眷不见了 温星岩听言 笑容僵在脸上 沉默了许久 跟着声音不自然道 你说什么软软 我在出差 好端端的 你不要开玩笑笑我 与此同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A室 西室快餐第二童区 金发女人坐在文艺轩旁边 了无声趣地 听着周围孩子吵闹声 扶着脸开口说 夜生活开始时间到 我想抽烟喝酒了 则 文艺轩听言皱眉 看了下旁边坐着的小孩 对女人道 你的私生活能不能健康一点 小孩子听不得这些 金发女人 就你那样也说我 闭嘴吧 什么叫我那样的 林青暖 你说清楚 文艺轩皱眉道 懒得说 名叫林青暖的女人 不想跟她争口舌之快 直接拿上自己的烟盒 抬手捏了一下 对面卷头发小孩的脸 跟着走了出去 文艺轩皱眉 去哪 酒店 房号等下发你 女人悠悠说着 毫不避讳音量大小 引来了不少周围不少 带娃的家长 侧目看来 文艺轩在众人的目光 微微一笑 丝毫不见任何不好意思 看女人背影曲线 恶魔勾人 微微有些心热 不自然干咳了一声 看向对面 正垂眸看手机的男人 江城周不知道在看什么 眉头皱得厉害 文艺轩犹豫一瞬出声道 周二 你叫我过来 到底要谈什么事 江城周正看着手机上 好几个没被接通的通话记录 面色发冷 被换回了神 抬眸看了周遭一眼 只见自己身侧 坐着两个小孩 叫眷眷的卷发小男孩面前 摆着儿童套餐 纹丝未动 放在桌上的两只小手叠在一起 大眼睛正一眨不眨 看着自己另一侧的江果果 而江果果动作 也跟眷眷出奇的一致 面前摆着的豪华儿童套餐 纹丝未动 圆圆的小路眼 正看着自己对面 正在大块朵移的文艺轩的外甥文小乐 整张桌子认真吃饭的 只有文小乐一个人 眼前正上演着一出迷你版 他爱她 他爱她的戏码 文艺轩对此毫无察觉 江成舟皱眉问 你没看出什么吗 文艺轩听言 顺着江成舟的视线 看同舟的小孩 打量了一会 思索许久后 抬手摸了摸下巴 开口道 我知道了 我家文小乐不挑食 你带着两个小孩挑食 不爱吃汉堡薯条 来来来 不爱吃叔叔帮你们吃 垃圾食品最好吃了 文艺轩说着 拿着江果果套餐中的迷你汉堡 一口送进了口中吃了 吃完还长臂一身 就着温卷卷的可乐 把汉堡咽了下去 惬意一笑 靠在椅背上 江成舟 文艺轩这一通操作 直接让江成舟旁边的两个小孩 从犯傻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江果果看着自己面前消失的汉堡 气得瞪大了眼睛 跳下座位就要去打文艺轩 温卷卷反应慢些 转头看见自己的可乐空了半杯 还有突然跳下椅子的江果果 也跟着跳下了椅子 小烟嗓朝文艺轩道 坏人 果果 我来帮你打他 正顾着埋头吃的文小乐 满脸疑惑地抬起头 白白静静地圆脸上 还沾着一小片番茄酱 文艺轩看见小屁孩要来打自己 面上反而兴奋起来 开口道 你们能打到 我算我输 长面眼看着 就要乱成一团 江成舟鹅脚轻轻跳了跳 将左右两个小孩拉了回来 提上椅子 再抬手抽了张纸 将对面文小乐脸上的番茄酱擦掉 冷眼看着对面 看起来玩性正浓的文艺轩 文艺轩最喜欢欺负小孩 原本正要逗两个 要来打自己的小孩 抬眸对上江成舟 带着冷着的目光 男人唇角的笑意 瞬间凝固了 干笑了两声 理了李一领 坐直了严肃道 江总 带我来此机密之地 还有三个婴幼儿重要参会者 有什么指令 请下答 我一定遵照吩咐完成 江成舟最烦他这嘴 抬头给他肩头来了一下 不耐说 少平嘴 哥哥哥 文艺轩痴痛忙求饶 所以说到底有什么事 等等 我记得你不是说 要去C市出差一段时间吗 怎么还没走 刚回来 江成舟把手机收进大衣口袋中 也不跟他废话了 直接道 江国国缠着你家文小乐 天天和幼儿园里的人说 他是他的小男友 他们老是和我姐说 江国国早恋 我姐又找了我 合着这事 不都是你大外生女 一厢情愿吗 我家文小乐是受害者 我说怪不得 他最近回家都闷闷不乐的 文艺轩条理清楚道 跟着又沉默了一会儿 眼眸睁大看着江成舟 等等 你说 你刚回来 意思是你已经去C市了 所以 你是为了这小孩过家家的事 专门回来的 哥 和李静明那老头合作 可是以异为单位的事 你磨正了 C市那边有信得过的人 帮我做决策 不用担心 江成舟说 江林最近在忙着 和苏东霖的离婚官司 忙不过来 江国国拖在我家养着 不要提苏东霖的名字 旁边被江成舟 拉着书包带的江国国 听言气愤道 眼里是对亲爹的憎恨 好吧 文艺轩见状恍然大悟点了点头 跟着看了下几个小孩 眉头一皱 说 可是你说的这事 我也帮不上什么呀 我家文小乐乖的不行 你家江国国性格顽恋 而且还是他缠着文小乐 我总不能打文小乐一顿 怪他太吸引小女娃了吧 一边文小乐听不太明白 只听到文艺轩说要打他一顿 吃饭的手都停下了 圆圆的大眼睛带上委屈 眼泪打着转就要流下来 结巴道 舅舅 别打我 江成舟抬手抽了纸巾 把小娃娃的眼泪 擦了回去 对着文艺轩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用 我还要再去C市谈事情 我不在这段时间 你给他们充当情感调解员就好了 不止江国国 还有我旁边这个小孩 情感调解员 文艺轩又拿了温卷卷的可乐养头罐 听言差点喷出来 垂眸才把注意力放到江成舟另一边的小娃娃上 只见那白白嫩嫩的奶娃娃 顶着一头小卷发 看起来很是眼熟 皱眉对江成舟道 这是你们家哪个亲戚的娃 不是我家的 江成舟应道 跟着说 他喜欢江国国 你的任务就是 不要让江国国伤害到他 还要保护好你的外甥 哥 你干脆说 让我给你带江国国 防止其他小孩被他祸祸得了 文艺轩精辟的总结道 理解力不错 江成舟听言 满意弯唇放松的靠到一倍上 可以考虑来给我上班 工资肯定比你爸开得多 文艺轩听言 看着对面的江国国 瞬间心如死灰道 不用了 带你家江国国已经够呛了 你家保姆司机工资多少 加倍直接打钱给我吧 爸 钱可以打给你 江成舟听言笑骂 不过 我没你这儿子 文卷卷被江成舟拉回座位上后 又陷入了对江国国的 痴痴凝望中 直到餐点的卡通报时音响起 他整个人才 猛的一回神 抬手扯着江成舟的手 说 漂亮叔叔 我要打个电话 文卷卷在校门口时 为了能和江国国一起玩 和江成舟 说他的家长今天有点事 不会太早来接他 他不记得接送自己的司机的电话 现在时间过去了些 他才猛的想起 自己的司机叔叔 可能在门口等了他好一会了 忙叫了旁边的漂亮叔叔要电话 江成舟听言 直接把手机 调到播话界面递给了他 文卷卷两只手 接过手机放桌上 想了一会 在上面开始点号码 点了两下又停下 删掉重新磕磕巴巴 点了一串数字 然后犹豫着点了拨打按钮 不多时 手机进入拨打界面 周遭儿童玩闹声喧哗 周围的人听不见 文卷卷正拨打的 手机听筒传出的铃声 江成舟是几乎说完了 手放在桌上 漫无目的敲击着桌面 文艺轩看小孩打电话 闲来无事等着 问江成舟 什么时候走 今晚去喝一顿 不喝 江成舟直接拒绝 我还有点事 要回家一趟 无趣啊无趣啊 文艺轩贪手道 不是我说个 你赚那么多钱 活得像的和尚 有什么意思 江成舟对文艺轩这些话 毫无反应 垂眸看着身旁江果果 有些棘手的头疼 亲姐江灵和丈夫离婚官司 打得不可开交 江果果性格又顽脸难交 一时半会 应该都要他来带 长期在小孩面前 唱白脸当坏人 不是长期明智选择 久了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 江成舟想着 突然想起了温馨年 他如今处世舟道 好像没有什么事 是他解决不了 如果让他带小孩 他会是什么态度呢 正想着 江成舟耳边 突然想起一声刺耳的女人声音 刺得他感觉耳膜都震了两下 臭小子 你 在 那 里 垂眸一看 声音来源是他的手机 女人的愤怒 直接让手机听筒 变成了扬声筒 温卷卷听见软茉威的怒吼 小胖手堵住自己一边耳朵 开口小声道 依依 你小声一点 电话那头 软茉威根本不听温卷卷的 声音更大道 臭小子 要吓死我了知道不 快点说 你跑哪去了 我 我跟我同学出来吃汉堡包了 就在我们幼儿园旁边的店里 忘记先告诉你了 温卷卷说 旁边那家西市快餐店是吗 我现在杀过去 看我等下 打不打你屁股 软茉威说着 风风火火挂了电话 温义轩听手机里 女人火大的声音突然停住 皱着没摸了摸下巴 开口道 小屁孩你妈这脾气有够火爆的 而且听起来还有些耳熟 她不是我妈妈 她是我的姨姨 温卷卷拿着手机 早就被软茉威的火气 吓得蜷缩着脖子 转头看江城州 漂亮叔叔 你等下可以送我一下吗 我有点害怕 与此同时 C市机场 温馨严单手夸着包 快步在机场大厅走着 半醉半醒的Alex 连带着江城州其他几位下属 跟在后面追 Alex一边追一边在温馨严侧 低声哀嚎 姐 到底怎么了我的姐 好端端的 你怎么突然要回A市 Boss还没回来 这生意 没有人做总决策不行啊 温馨严走得极快 但神情依旧保持着冷静 一边走一边对Alex道 你很相信江城州是不是 啊 Alex被林荣豪灌了酒 反应有些迟钝 我当然相信Boss 他可是我顶头上司 既然你那么相信他 他认命了我 所以你 现在得听我的 温馨严心里挂着紧要的是 嘴上条理却依旧十分清晰 跟着说 我现在认命你在我和江城州不在的时候 做总决策人 能做到吗 啊 姐 我不能啊 Alex欲哭无泪 喝了酒的脑子还昏着 但却清清楚楚地明白一点 就是不能放温馨严走 要是Boss回来发现你不在 肯定不会饶了我的 温馨严听言没有理他 反而加快了脚步 兜里的手机跟着震动起来 温馨严皱眉拿出 一看是阮莫威来电 整个人脚步一顿 快速滑动 皆听见拿到耳边 阮莫威的声音 带着些急促和欣喜传来 严严找到眷眷了 不过 我还没见到他 温馨严听言心跳顿时快了两拍 话语像连珠炮似的问 是怎么回事 被人拐走了 绑匪现在要钱等着我们去熟人 不是不是 小子和小姑娘 跑去汉堡店吃汉堡去了 小屁孩 有了小女生忘了娘 让司机在那干等了好久 然后来找到我 温馨严没想到 温馨卷卷的单方面早恋 已经足够引起这么大的乌龙 听言整个人面色一黑 跟着走到一边 避开Alex能听到的范围问 软软 让你帮忙办的转学申请怎么样了 还不太行 软某为回答 我被这小子吓怕了 现在先去接他 再和你细说啊 等等 温馨严察觉到了某些怪异的巧合可能 跟着问 你要亲自去 夜晚 市中心国际幼儿园对面商业街边 人来人往 车辆喧闹 街边温馨卷卷 紧紧牵着江成舟的手 大眼睛转了转 犹豫一瞬后说 漂亮叔叔 要是等一下我医医要当街打我 你一定要救我啊 江成舟另一边手上 拉着江果果的书包袋子 不让人去抱抱拉拉旁边的文小乐 听了牵着的小娃娃害怕的话 感受到自己手上被紧紧攥着的紧张 江成舟正要回答 就听旁边一向跟小孩过不去的文艺轩 哈哈大笑 先开了口 你这小屁孩 说话还有模有样的 还当街打你哈哈 文艺轩看着没点大的小孩 心中颇绝有趣 温卷卷看文艺轩笑得十分快乐 自己却因为害怕软木 连还嘴骂他的心情都没有 小脸气得鼓鼓的 等了一会 憋出来一句温新年的口头禅 磕磕绊绊倒 人类的 悲剧并不相通 几乎是全场寂静一瞬之后 文艺轩开始了新一轮的爆笑 差点笑出眼泪 哈哈哈哈 谁叫你的小屁孩 话刚说完 文艺轩肩膀突然一痛 被江成舟直接来了一下 接着听男人冷酷无情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你无不无聊 文艺轩转眸 看见江成舟逆着自己的眼眸 唇角笑意凝固 人瞬间老实了 捂着自己的胳膊道 无聊 我太无聊了 舅舅 我给你揉揉 文小乐看见自家舅舅挨了一拳 虽然知道 肯定是他自己的原因 但还是不希望他疼 小棉袄似的 跳着就要给文艺轩揉胳膊 文艺轩不算温柔的 把人拍回地面上 开口简单粗暴道 别添乱 文小乐是个窝里横 平时在幼儿园里软糯可欺 在家里却腰板挺的笔直 听言小脸眉头一皱 照着胳膊还疼得文艺轩腿上 就来了一下 文艺轩痴痛火大 一把把人提起来 和文小乐面对面道 臭小子 你要造反是不是 谁让你先拍我头的 文小乐丝毫不怕他 别过脑袋 避开他的视线 我那叫拍你吗 明明就是轻轻地摸了一下你的头 文艺轩火大又无理道 江城州听文艺轩和小孩耍无赖 颇为无语 垂眸一看手上 牵着的小孩 还满脸神游天外的害怕 沉默一刻 他正想出言安抚 突然听被文艺轩提着的文小乐 突然开口 倦倦 你家的车车来了 江城州一顿 抬眸看一辆卡通外形的迷尼车 缓缓停靠在面前 身边的小娃娃 吓得哆哆嗦嗦 躲到自己身后 江城州俯身把人抱上肩头 温卷卷立马紧紧搂住人的脖子 感觉到江城州的大手 轻轻拍了拍他的背 没事不怕 文艺轩皱眉看着那改造的十分 憨态可居的车 见车窗降下来 中年男人坐在主驾驶上望出来 你就是来接小孩的司机 是的先生 车内其余座位空着 文艺轩指着江城州肩头的小孩 朝司机出声问道 他的阿姨呢 阮小姐临时有事无法过来 司机开口说 温卷卷听言眼睛一亮 整个人活了过来 从江城州身后探出头 看到车里确实没人 开口问 司机叔叔 依依真的没来吗 没有 快上车跟我回去了 再拖着 估计你回去 阮小姐要打你屁股了 司机看了一眼 抱着温卷卷面容金贵的男人 对着温卷卷威吓道 温卷卷听言 立马抬手拍拍抱着自己的人的手臂 说 漂亮叔叔 我得回家了 江城州看那司机面容关切 上前开了后座车门 将温卷卷放到了车内的儿童座位上 为他扣上安全带 轻摸了下他的头 记住我的号码了吗 无聊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都可以打给我 温卷卷看江城州神色认真 点了点头跟着 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突然扭头朝车下喊 果果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本以为分开前会听到小娃娃说 两声舍不得自己的江城州 听言一阵沉默 他没有电话 你打给我就好了 两分钟后 车辆临开前 江城州说完再见 准备关上车门时 突然被小娃娃抱着在脸上 巴唧沁了一大口 心头有一瞬松动 江城州反应不过来 顺着动作关上车门 在抬头看见 白白净净的小娃娃的笑脸时 已经是透过车窗 温卷卷挥着手笑着 心里在期待和众人的下一次见面 卡通装饰迷尼车跟着发动离开 江城州站在原地看着车辆十远 心头突然升起一种难言的感觉 不知怎店 他发现自己和这个叫眷眷的小孩 格外有缘分 并且随着每一次的见面 他对这个小孩的喜爱程度 都会多加一分 思及此 他突然开始期待起 下次见到他来 小孩子长得快 不知道下次见到这个 小不点会不会长高鲜 江城州想着唇角不自觉扬起 跟着突然想起什么垂谋 拿出手机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自己和这个现在觉得有缘分的小孩的此时 到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比料想中的长 并且下一次再见时 有一个重大的足以颠覆他的生活的秘密 等着他发现 此时的男人 只是皱眉看着自己手机上 多次未接自己电话的女人的号码 抬手正要按下再次拨通键 助理Alex的电话同时打了进来 与此同时 接对面戴着口罩的女人 了解完自己探寻的事情 面容严肃转身 阮莫微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 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温星岩 温星岩早就候着 快速接了电话 问 软软 怎么样 炎炎 我看见江城州了 他和眷眷 还有文艺轩 带着一个不认识的女孩 还有一个男孩在一起 软莫微声音 带着还未压下的心惊 跟着道 司机已经接上 眷眷回家了 对面听言 陷入一阵沉默中 过了许久 只听女人声音冷静 而决决道 软软 我现在一时半会回不去 眷眷转学前 都都不能去上学了 你帮我给他请个长假 我让我大哥去接他 这段时间 让他待那边 深夜 黑色迈巴赫后坐上 男人长腿交叠 神情烦躁姿态 却保持一贯的优雅 刚问完话 电话就被对面的女人挂断 方才 Alex打来电话说 温馨颜晚饭吃一半 不知道因为什么 突然跑去机场要回A室 线下好像事情平息 又老是待在C室了 江城州二话没说 再次拨打了电话给温馨颜 没想到这次女人接听了 只不过很快又挂断了 心头火大 他感觉额头隐隐作痛 却又拿女人无可奈何 末了把手机摔在了后座上 如今 只要离了温馨颜身边 几乎等于失联 这种失控感 让江城州烦躁难安 到底是因为 什么能让一个曾经满眼是你 又乖得不行的人 变得如此冷漠而任性 江城州想不到答案 正揉着恶心 突然听司机开口问 江总 接下来去哪里 市中心那套房子里 还有傅思源找的 关于温馨颜在国外的部分资料 江城州略意沉吟 猴杰上下滑动一刻 似乎是做了什么艰难的决定开口道 去我离江市集团最近的那套房子 同一时间 C市度假区奢华的连锁酒店套房浴室 男人责问的低沉声音 通过手机扬声器传来 在浴室中 响起有些微哑 温馨颜 你好端端的跑去机场做什么 告诉我原因 温馨颜不用想 也知道男人在责问他 为什么拿他的生意当游戏 无话可答 无话能答 所以 他直接抬手挂了电话 长长吐了口气 躺在浴缸中 闭眼揉着眉心 感觉额间是挥之不去的疲惫感 今天心神疲劳 一整天都没消停 早上带着人做决策方案 下午扯皮谈合同 晚饭被雇人恶心了一把 晚饭后 原本要找苏醒珍谈一下 结果阮莫威突然打来电话 说 温馨卷不见了 大晚上匆匆赶去机场 却听人说 娃找到了 是个人小女生跑了 温馨颜凭借直觉猜测 那便是江城州亲姐将临的女儿 考虑到江城州在A市 他不敢掉以轻心 让阮莫威过去 却不让他亲自接温馨卷 最后没想到 事实和他最不希望出现的预料 一般无二 方才倒腾了许久 费了好大一番力气 才把现有温馨卷转学 要用的辅助资料上传 还有一些要回A市跑一趟 也不知道 那人跟自己的外甥女 还有温馨卷待在一处 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 浴缸里的热水温度刚刚好 温馨颜眼皮沉重 无力思考 撑着额头打盹 手肘撑着越来越往下 A市 电梯在顶层住所直接入户 江城州单手抱着 已经进入梦乡的江果果 快步走出电梯 在门口按下指纹 他进门直接去了 给江果果安排的儿童房 把睡颜安然的人 放到小床上 转身要出门 手腕就被小手拉住 跟着听江果果的梦义声音响起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分开 我以后会乖乖的 女孩的声音 全然没有了白天式的交纵 只有小心翼翼和害怕 江城州脚步顿住 转身见人依旧闭着眼睛 抬手把江果果果的手拉下 放回去盖上被子 轻摸了下他的额头 乖 不怕 被重新盖上被子的江果果 感受到有安全感的安抚 皱着的小脸浮上微笑 江城州转身关了灯 走出房间到客厅 一进客厅 他便抬步走向了 方才他一进门 便看到的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 抬手拿起纸袋 第一感觉是 分量不轻沉甸甸的厚重 江城州面无表情坐到沙发上 后背靠在靠背上 微微仰头看了一下天花板 跟着忠于垂眸 将视线钉到那牛皮纸袋上 拇指抹扎过上面潦草的瘟字 他抬手撕开了那风口 将那叠厚重的纸取出 外文文件由傅斯远翻译好了 方一取出纸 江城州发现 里面还夹着一个小本子 正犹豫着 本子上醒目的患者日记 四字录了出来 手微微一顿 过了一瞬后 江城州将那本子抽了出来 心头异样感皱声 脑海中献出女人 手腕上那深长的伤疤来 手微抖着 翻开了第一眼 今天来了个新的患者 是个刚离婚的女人 简称温 温说话冷冰冰 只简单地回答一些问题 话很少 几乎感觉不到她的情感 来之前 已经吃过一段时间的药 但效果不大 目前了解到的患者情况 主要是长期失眠 幻听幻视 重度抑郁 由于患者本人状态问题 无法积极配合治疗 预计后续治疗难度大 男人逐字读过 呼吸不自觉放缓 心头微颤着 往后快速翻去 距离温上次就医过了医院 这次人病情情况并没有好转 吃过药后 睡眠状况依旧不良 但由于温戒备 没有上次来食众 此次治疗 对其病根已有初步了解 经过催眠得知人潜意识里 由于童年母亲 在生活中的参与缺失 父亲失责 内心安全感极度不足 童年创伤大 后逐渐将情感 转移到自幼相识的前夫身上 被前夫心理依赖极强 经了解夫妻感情不合 丈夫无法给予情感需求回应 并主动提出与温离婚 未婚时因丈夫冷漠多变 已有病症 离婚后 因无法接受前夫的离开 而陷入更严重的状况中 无法自我走出 患者之所以症状如此严重 病根可能自幼年早已种下 这次治疗 虽然在病情原因深究上有所突破 但温本人状况并不好 言语之中开始流入自虐倾向 目前找到了症结来对症下药 但治疗难度依旧艰难 又过一月 温的状况越来越差 本子尝试催眠治疗失败 以建议其入院治疗 温并未采纳说 要再考虑一段时间 到了上次约好的治疗时间 他并没有按时到来 给他打了好几通电话都没有接 希望他安好 江城州呼吸逐渐艰难 快速翻着动作 一顿停在了最后一页 目光骤然紧缩 上一章有修改 1.14和1.15 早上追更的宝可 往前翻几页 看修改更新内容 型号 客厅中 坐在沙发上高大的背影 一动不动 看着本子最后的那一页记录 江城州手指不可察觉地微微颤动 琥珀色眼眸 逐一缓慢扫过那些描述情绪平淡内容 却让人心头颤动的文字 他自杀了 接到前夫一通电话后 隔腕大失血 索性有人及时发现 捡回一条命 作为实时跟进他状况的医生 我感到深深的无力 本子以此为最后一页 江城州的眼眸逐渐发红 指尖颤动 本子摔在地毯上 寂静无声 下方附带的纸张 却因此在男人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时掉出 静静躺在地毯上 彩色纸张 先红而直观 那是女人抢救时 拍下的血淋淋的手腕照片 伤口远比江城州看到的 要伸长血腥 由开始时 就被攥紧的心脏 在此时如同爆裂般疼痛 从男人的胸口 传向四肢 江城州在那沙发上坐了许久 深邃的五官犯上苍白 痛到极致过了许久 竟然低笑出声 手指颤抖着 不敢去触碰掉在地上的资料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混长 半小时前竟然还在责怪他 变得冷漠任性 男人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 过了许久 江城州寻找梁药般 抖着手从抽屉中拿出烟 点上深深抽了两口 却得不到任何滋味 最后男人琥珀色眸子一按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得以解脱的方法 眼眸带上癫狂 抬手拉起了衬衫衣袖 将修长指节夹着的烟 伸向了完好的手臂处 火红的火星子 吞噬原本完好的肌肤的那一刻 江城州苍白的面上 浸浮上微微的喜色 似乎从那自虐产生的疼痛中 找到一丝逃离心脏 传来的阵阵疼痛的解决方法 然而缓解了没多久 当目光再次触及地毯上 那本子最后一页上的文字时 心脏刚被堵住的失血伤口 再次秘密流出血来 得知具体真相的痛感 已经没有一开始绝地般猛烈 转而变成了一阵又一阵的 细密的针扎般的疼痛 持续着仿佛永远不会停下 接到前夫一通电话后 隔腕大失血 索性有人及时发现 捡回一条命 江城州看着那文字 魔正般难难念出声 放任手上的烟头火星子 在手臂上灼烧着 自虐的快意消失得过于快 来人此时心中早就没了快感 想起那通电话 面色更加苍白 并太扬起的唇角慢慢放下 薄唇紧紧抿着 鹅角渗出冷汗 想起了他和温兴严曾经的纠缠 温兴严出国后 他们只打过一通电话 是他主动打给他的 温芳远截活了江氏集团的生意 他是去兴师问罪的 没有一句温言软语 甚至连语气都糟糕至极 女人卑微的祈求 游在耳侧 只要你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 我爸不会故意找江家的事的 求求你 不要这样 江城州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那么喜欢你 我好想你 女人那通电话中 卑微的声音 一遍遍在耳边响起 每一遍都让男人心上的痛意 多增一份 温兴严那么高傲的一个人 竟然低下头来 不惜用自己所不齿的威胁言语来要挟 那时的江城州比为 那不过是阶段的正常反应 万万没想到 那是女人最后的求救 温兴严 他曾经 真的一刻也不想活了 手臂上的烟火星已经熄灭 男人感到溺水般的窒息 心脏被血淋淋地剖开 过了许久 等到痛意 麻痹了神经之觉时 江城州终于俯身 将那地面上 连带着本子厚厚的一摞文件拿起来 深夜 睡梦中醋眉的女人 躺在浴缸中 处于无意识状态 身子逐渐往下滑 白皙光滑的面颊 缓慢沉入水中 待冷水涌入口鼻时 温兴严于睡梦中 被呛了一口水 睁大眼睛猛磕着醒来 心跳得有些惊人的快 茫然看了和睡过去时相比 依旧亮堂堂的浴室 温兴严反映了好一会 才想起来 自己为何会在这里 怎么会困成这样 温兴严惊魂未定地起身 扯了浴袍 披上虚弱道 浴缸里的水澡就冷了 他猛打了个喷嚏 垂眸一看 已经是半夜两点 困意依旧在 温兴严不以为然 裹上浴袍走出浴室 躺上房间的大床 裹上被子 他最后滴滴难难了一句 真是昏头了 在被窝中再次打了个喷嚏 跟着带着油存的冷意 再次睡了过去 浑然不知 泡了许久冷水澡的自己 明天要面对什么样的折磨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温兴严就尝到了 冷水澡的厉害之处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通过窗户照进来时 身为临时决策人的 温兴严的闹钟准时响起 在浴室中不断响着 把温兴严的意识 从昏尘的梦中唤醒 死 我天 温兴严一开口 悲催地发现 自己声音惊人的沙哑 喉咙剧痛 鼻子全塞了 伸手抽了床头抽止醒鼻涕 要了老命了 咳 醒完鼻涕穿着浴袍 脑袋昏沉 翻箱倒柜找要见戏 耳边同时响起 Alex敲门的声音 姐 你要好了吗 Susan带人在大唐集合等着了 乌肉偏逢连夜雨 温兴严走到门后敲了两下门 是一人等一下 Alex十分实眼色 听言西了声 五分钟后 温兴严换了身装扮开了门 Alex看见房间中走出的女人 稍稍愣了一下 只见温兴严 全身西装套裙干练 长长了些的头发干练杂起 原本底子就好的面容略施粉黛 显得精致而明艳 美貌如同往日正常发挥 Alex看着温兴严 涂着红色唇高的唇角敏直 脸色比往日更白 不由得皱眉 方要出口问询 便见温兴严 在他犹豫的目光中 竖起食指在唇边 指住了他要出口的疑问 跟着转身朝大唐方向走 Alex健壮 看着温兴严的背影 迟一片刻 快步跟了上去 温兴严脚步生风 在另一处海边度假区 考察是否具有投资合作价值 回头还要整理一份评估报告 给江城州 Alex没有说起江城州 几时回来的事 男人昨夜的心事问罪 没有顺利进行 也不知何时会回来 温兴严头还有些晕 司机此头更大了 听人昨晚的语气 火气貌似不小 也不知道时候 要怎么发一通火 正想着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 熟悉的女人声音 兴严妹妹 早上好啊 温兴严转头看去 不出意外 看到了面上皮笑肉不笑的顾晴 女人今天也换上了一身商务西装 身后跟了几个黑衣保镖 气场很是逼人 比起顾晴 更令人意外的是 站在她身侧的中年妇人苏醒珍 看见温兴严的目光 苏醒珍淡淡点了下头 表示问候 温兴严回忆客气微笑 转头看着顾晴面上的笑 不由皱眉 跟着见女人 骤然走进至身前 顾晴比自己还要高许多 走到自己面前 突然奄然一笑 狐狸眼微弯 妹妹 怎么不应姐姐的话 昨晚是我不好 想起往事情绪激动了些 姐姐跟你道个歉 温兴严听言没有理她 直接脚步一转 绕过挡路石斑 朝前接着走 余光再看了一眼 不明立场的苏醒珍 还要赶去海边度假区 她现在没有时间找她聊 收回目光 就要往前走 谁知下一刻 顾晴突然抬手 拦住了她 妹妹 我跟你说话呢 听到了吗 顾晴腻着面无表情的温兴严说 跟着突然贴近温兴耳侧 用旁人听不见的声音嘀嘀道 怎么了温兴严 哑巴了是吗 温兴严听言依旧闽唇不语 只手上有了动作 动作优雅地将衣袖撩上小臂 后方 Alex看见温兴严的动作 眉头狠狠一跳 知道温兴严离要收拾人不久了 连忙凑上钱当合适了 顾小姐 我和温秘书现在有事赶着要出发 麻烦您先让让 顾晴在温兴掩耳边冷声 说了侮辱性的话 离远了却又恢复奄然笑意 看向和自己解释的Alex说 我听苏夫人说了 你们要去李总的海边度假区是吗 我正好也要去 一起吧 啊 您去做什么 Alex听言瞬间察觉到危险 一时嘴快后收敛了下神色 小心翼翼问 方便透露一下吗 时间受限 李静明开发的海边度假区 虽然还未考察 但Alex通过资料提前了解 已经知道了 这大知识快相波波 顾晴现在是顾氏集团的首席执行官 能力突出 业务刚好与自家相撞 Alex听了顾晴的话 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 正想着便听顾晴慢悠悠道 当然也是跟你们一样 去考察的 温馨颜听了顾晴的话 抬眸看了一眼 站在一旁微笑却不开口地苏醒针 心头异样感更深 正想着顾晴已经收回了手 领着人走在了前头 回眸再次朝自己焉然一笑 妹妹快跟上吧 温馨颜当他是空气 抬手不自觉摸了下自己的喉咙 带着Alex继续走自己的路 房间离大唐 只有几个拐弯的距离 最后一个拐弯 温馨颜隔老远就看到了 中央统一穿着一身黑的众人 以及那一片黑压压中的一抹白 微微皱眉后 他看清了 穿着一身白色定制西装的俊美男人 林云浩依靠着大唐沙发 双手暴毙 不知在等着什么 男人一向垂在单薄眼皮上的头发 今日全往后抒起 五官分明而优越 鼻梁高挺 眼眸深邃 多了几分成熟之气 看见温馨颜的瞬间 林云浩弯唐单手插都大胯步 走至女人身前 早啊 馨颜 温馨颜皱眉看他从一种江城州的夏季中走出来 不清楚人在搞什么鬼 礼貌性地点了下头 绕过他就往前走 林云浩一步一驱 下巴微扬示意了一下温馨颜前面的顾情 突然开口仿佛澄清道 我跟他分开来的 温馨颜 林云浩见他眼眸流出不解 弯唇紧跟着解释道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 我跟他关系 其实不冷不热 昨晚只是恰好结伴同行而来 男人说一半跟着一庭 自言自语般难难道 算了 我说 这做什么 此地无银三百两 温馨颜听言 只想评价一句戏有够多 一个刚演完 紧接着又来一个 由于身体原因 他并没有将吐槽说出口 而是边朝人群中央走 边从自己包中 拿出了自己泡着胖大海的迷腻保温杯 本以为自己不理人 林云浩时序该离开了 谁知人不仅没离开 高大的身躯 跟着一步一驱 接着道 人都到齐了吗 李叔已经过去了 你们要出发了吗 温馨颜听言 脚步再次一顿 身后的Alex 先替他开了口 音量颇高 林公子 你也过去 和顾小姐一起去考察海边度假区 不是 林云浩看出Alex的想法 抬手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肩 Alex听言以为 林云浩否定的是前半句 稍稍放下心 松了口气 谁知一口气没松完 他听面前拍着自己肩膀的人弯唇道 我不和顾青一起过去 是顾氏集团 我代表林氏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更希望跟你们 尤其是和温小姐一起过去 啊 眨眼间多了两个竞争对手 直接让Alex瞠目结舌 确认了即将要去的度假区 确实是快香饱饱 温馨颜听言看了下前方的顾青 又看了下林云浩 明显没想到 李静明这个处世周到的笑面虎 名义上为了僵尸的到来邀请的嘉宾 实际上是来分时的竞争对手 这个老狐狸 请了几家继承人总裁过来 明显是要坐虎观山 看他人斗法搞事情 也不知道 那边还有没有请其他人在那里等着 不用想也能知道 今天依旧是个苦哈哈的打工日 指不定比昨天要血腥 温馨颜丝 即此面无表情麻木地掠过众人 朝外面走去 林云浩在旁边跟上 Alex见他走了 立马从惊讶中恢复打工人最佳状态 抬手拍了两下手 众人纷纷准头看来 诸位 出发了 C是靠海 众人要去的海边度假区 出发地相反的另一头 车程约莫要四十分钟 Alex坐在车上 转头看后面跟了好几辆豪华商务车 以及一辆扎眼的蓝色超跑 林云浩开着蓝色敞篷超跑 紧跟在后面 男人方才和温馨颜说话时 彬彬有礼 现下自己开车 又恢复了公子哥无法无天模样 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上夹着烟 偶尔抽上一口 那张让无数女人神魂颠倒的鬼迷日演 面容上不知在想着什么 温馨颜带她 坐在旁边的女人正闭眼假妹 手时不时摸一下自己的下巴喉咙处 偶尔干咳一声没有睡着 温馨颜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说一句话 Alex猜她可能心情不好 为了给她解闷 顺便活跃一下车内气氛 Alex干咳一声后问 姐 要是林公子和Boss给你选一个 一起荒岛求生一周 你选谁 温馨颜听言眉头都不带皱一下 直接转了个身面朝车窗外 拒绝了Alex的闲聊申请 好吧 我闭嘴了 Alex看着温馨颜神色样样提不起尽的后脑勺 拾去收回了自己的闲聊邀请 车子四平八稳地行驶在柏油马路上 眨眼已是四十分钟后 到了姐 温馨颜成功睡了过去 被Alex的声音唤醒 醒来时 悲催地发现自己的喉咙更痛了 她转头一看车外 风景和方才大有不同 微凉的海风吹来 海边度假区巨大的游乐场摩天轮玩乐设施 挡住了海岸线 度假区门口气势磅礴 高大的卡通IP形象有几层楼高 都是线下大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联名形象 要是温馨卷来了 估计直接走不动到了 温馨颜想着 看到了在车下早已带人等候着的李静明 顾情早已下了车 笑意盈盈走上前去 林云浩紧随其后带人上前 方一上去就给人递了只雪茄 温馨颜看见自己今天的竞争对手 率先出招 跟着开了车门 李静明给顾情回了老好人的笑 拍着林云浩的肩膀 接过了他递过的雪茄 却在转头看见温馨颜时 笑意骤然从脸上消失 温馨颜下车看得真切 一瞬间 想起了昨夜李静明的异样 在得知他的父亲是温方远后 李静明貌似是带着怒气离席的 温方远在生意场上一向很厚道 也没听过他跟哪家结下梁子 不过温馨颜仔细一想 貌似也没听到温方远提到结交的人 有C氏李家人 具体怎么回事 还要等有空问下温方远 线下最重要的 温馨颜想着 度假去门口前的李静明 竟是直接转身 没有等僵士的人到齐 要直接带着顾晴 林云浩的人进去 这老头 怎么回事 Alex眉头一皱 率先走了上去叫住人 李总 早啊 温馨颜皱没看着 见李静明被Alex拍了肩膀回头后 仿佛突然想起什么 面上再次献出那老好人笑容 开口说 哎呦 抱歉抱歉 我人老了记性不好 差点忘记招呼你们了 Alex笑得勉强 开口说 没事的李总 要是江总回来 您肯定能记得 这不是 他有事回去了吗 李静明听言 笑意凝滞一瞬 某种闪过忌惮之色 壮似豪迈 哈哈大笑两声 拍了拍Alex的肩 说 说笑了 是我老头疏忽了呀 中年男人说着 就搂了Alex的肩 台步带着人往里走 顾晴看好戏般转身 朝温馨颜走近 开口慢悠悠说 我听说你才是临时决策人 看起来李总更信任Alex呢 你要不要跟我走一块 馨颜妹妹 温馨颜听言没有理人 直接带着江城州其余下属走 林云浩湾纯 直接走在了他身边 顾晴今天 情绪稳定了些 温馨颜没有理他 他依旧保持着得体大方笑容 站在原地视线 一一扫过 跟在他身后的各个江氏集团的精英 江城州的一众下属 今天的神态 明显没有昨日严肃 此时走着大部分人 还在互相交头接耳 说着什么 声音不小 顾晴听到了走过去的 两个年轻女高管的声音 刚才李静明是故意亮着温秘书的吧 我都看见他看过来了 你说这个温秘书 到底什么来头 昨晚故事的大小姐 说是因为她才没和咱老板结婚的 今天李总又对咱这个态度 一名烫了大波浪 踩着高跟的女人说 你还不知道吗姐姐 另一名扎马尾戴眼镜的女人 听言拉了她手 开口说 温馨颜是 是温氏地产家的大小姐 以前对咱CEO死缠烂打各种作妖 经常上八卦新闻头版 知名的恶女一个 跋扈得很 不然你看她谈合同那架势 谁谈得过她 我去 我刚知道 女人听言面露震惊 跟着说 这么来看 昨晚顾小姐说的情况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李总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 也替顾小姐不平 我听人说 李家和顾家交好来着 谁知道呢 另一名女人扶了下眼镜 抱着资料 面色不太好道 我只知道 因为她 后续的工作 估计要很难进行了 也不知道Boss什么时候回来 能置之她那副冷冰冰 不可一世的样子 早看她不爽了 两个女人说着走远 顾琴站在原地 看着相继走进度假区大门的众人 唇角缓缓勾起 听了方才的话 心情颇为愉悦 星号 中午 李静明带着众人 在沙滩边上的豪华主题餐厅 吃了海鲜大餐 茶余饭饱后 Alex坐在她旁边 笑了一早的唇角 因为有些江青抽了两下 温馨岩坐在对面 清楚看到了 忙活一早滴水不漏的人 终于表现出疲倦 心里盘算回去 让江青抽给她加年终奖金 一整个早上 李静明都没将自己放在眼中 和Alex 顾琴 还有林云浩三人谈的有说有笑 Alex在人跟前忙活奉承了一早 把人哄的笑容如沐春风 温馨岩喉咙没有好转 乐得其所 跟着安安静静在度假区逛了一圈 专心准备江青抽要的评估汇报 正想着 回去要怎么准备时 同桌的顾琴突然开口 星年妹妹 你怎么一早上都不说话 是有什么心事吗 女人的声音不轻不重 却在刚好能够 让周遭有些拘谨的一众高层下属听到 早就在背地里八卦许久的众人听言 纷纷侧目看来 几乎是同时 对面李静明听到温馨岩的名字 笑意瞬间消失 皱着眉看来 怎么不说话 妹妹 顾琴见温馨岩敏唇 故意追问 全场本就微小拘谨的声音 跟着直接消了声 温馨岩皱眉 由于一瞬正欲张纯 忽然听耳边 响起一道低沉悦耳 而漫不经心的声音 怎么吃饭这么安静 身穿黑色大衣 肩宽腿长的男人 自外走入 唇角挂着一贯的假意笑容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前跨步走至李静明面前 姿态金贵而优雅 不轻不重的话语 自带威压感 李总 失陪两天 这期间 我的秘书带的团队 做的合同方案满意吗 温馨岩坐在位置上 听见男人声音后 抬眸微微一愣 离开两日的男人 出现在李静明面前 优越的面容 苍白不思平日 眼下有些清黑 看上去却依旧金贵的锦 唇角带着那欠奏的笑 看来人把烂摊子 丢给他干这两天 应该也没多快活 不过精神状态 比自己好多了 温馨岩见江城州面前的李静明 稍微愣了一刻 跟着站起身 笑得满脸皱纹都牵了起来 李静明抬手想要拍江城州肩膀 却不知因为想到什么突然收回 面上出现了一早上 都没出现的奉承笑容 江总 你回来怎么没提前通知我一下 我好准备一下 不劳李总费心 江城州轻松捕捉到了李静明 那虚假笑意中的心虚 跟着重复问 我不在这两日 决策事物都有我的贴身秘书负责 合同拟定可有不妥之处 男人说着转眸 视线从进来后第一次 和坐在对面的温馨岩队上 女人面色有些苍白 趁得唇色更显烟红 神色略有不耐 坐着的椅子离桌有些远 显然是已经预备着 要等解散离席 江城州看了一眼温馨岩后 琥珀色眸子微动 收回目光看向李静明 添上了冰冷的微压 李静明善善一笑 看了一眼温馨岩 犹豫一瞬后回答 没有任何不妥 温秘书做事胆大心细 处处周密 江总真是寻了个才干出众的秘书 餐厅中其他人正愣反应过来后 都神色各异 顾情微微一愣后面容 带上惊喜笑意 Alex整个人仿佛看到 希望般活了过来 林云浩则微微厚仰靠在一背上 面带不爽 周遭其余人见状 再次交头接耳低语起来 关注点明显依旧在八卦绯闻上 方才路上聊天的戴眼镜女人 仍旧和那留着一头大波浪的女人 坐在一起 戴眼镜的女人 看着自家那站在上了年纪的李静明面前 气场依旧该人的顶头上司 又看了看桌边的另外两个女人 开口低声激动道 WC 这是什么修罗场 绯闻主角都到场了 你说这一趟回去 我们会不会多个老板娘 不知道 长发大波浪女人说 但我投顾大小姐一票 人家至少名声不像温馨颜一样臭名昭著 咱将总要真喜欢她 她死缠烂打这么多年 总该有个结果了吧 我估摸着 这次她能来当秘书 多半是靠了她的有钱爸爸硬塞过来的 我估摸着也是 渴望看戏的众人窃窃私语着 顾琴突然站起身 走到了江城州面前 成州 好久不见 顾琴声音悦耳 举止暧昧而亲密 江城州看着突然凑上来的顾忍 往后退了一步皱眉 你怎么在这 顾琴的手落了空 笑意一宁 方要在说话 耳边突然响起另一道声音 直接打断了她 周二 你也太不厚道了 你走前面 两手空空帅得很 留我在后面 狼狈地向李毅少夫 温馨颜听见熟悉的浪荡语气 眉梢狠狠一跳 偏身看去 看到了两手各抱着一个娃 发型有些凌乱 却丝毫不影响颜值的文艺轩 文艺轩走近 身后还跟了看上 有些眼熟的一男一女 金发女人神态漫不经心 是当初她刚到江市集团 众人给她开欢迎会时 在沙滩上遇到的文艺轩的女伴 黑发男人戴着金丝眼镜 容貌俊美 气质斯文静欲 是多年未见的 对自己好友软莫威 单方面用情之深的傅思怨 李静明看着面前 突然多出的几人 有些愕然 傅思怨见她疑惑 先开了口 李总 你邀请了家父 过来考虑合作事业 我暂带她过来看看 真巧 我也是 文艺轩抱着小孩看过来道 李静明听言微微一愣 这次观览 她是存了小心思 邀请了不少合作方过来 想看他们龙争虎豆 为获取自己的青睐 将项目合作款项压低 让自己坐收鱼翁之力 但她确信 自己没有邀请 和江家交好的文氏和副氏 发了那么多邀请 早上没接待到邀请的任何艺人 她原本心头还有些怪异 此时看到了同江城州 一起来的傅思远 还有文艺轩 她算是弄清了一些缘由 传言江城州获取消息快 手段不得了 如今看来 却有其事 一向稳坐如山 李静明难得感到一丝压迫感 正要在说话 突然听江城州先开了口 江总 茶与饭饱该休息一阵 这里可有休息处 李静明听江城州 没有要算账的意思 心中松了口气 没有心思问刚到不久的江城州 有没有吃过 赶紧招手朝服务声道 有有有 你来带江总去休息区 温馨颜听到休息二字精神了些 垂眸突然间黑色定制皮鞋走路视线 江城州的声音跟着响起 跟我过去 温馨颜 十分钟后 海边连片的休息区小洋房二层 做了江城州方的主要人员 不是我说 李静明这老狐狸 真是滴水不漏 我们都过来这么给他下面子了 这人刚才还能笑得出来 不愧是出了名的笑面虎 文艺轩坐在秋千上 搂着金发女人 脚边是 正在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看什么的外甥文小乐 可不是吗 傅思远坐在另一边秋千椅子上敷衍了一声 抬手拍了张海边美景图 垂眸编辑发送信息 江果果蹲在文小乐旁边 没有看地板 眼神牢牢盯着文小乐 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很是惬意 画面和度假没什么分别 趁着秋千区域的对面阳台桌椅区 有些格格不入 只见风格独特的欧式 原意桌椅桌边 Alex Susan 和温兴颜正拿着纸张在对数 身为老板的江成舟 长腿交叠姿态惬意 等着人整理好来汇报这两日的情况 亲眼见过 眼前俨然和江氏集团总裁办公室 没什么差别 文一轩看着闲适的江成舟 还有他身边坐在度假区 洋房二层园林以上工作的三人 摇了摇头 悠悠叹了声 万恶的资本家 温兴颜最先处理好汇报数据合同 台谋正对上江成舟 看不清思绪的琥珀色眸子 方才人专门点了他过来 估计是有很多账要跟他算 迟早要面对 温兴颜直接将工作文件递到人面前 文件刚递出去 手背负上带着良意的掌 江成舟接文件的手 碰上了温兴颜白皙的手 温兴颜眼睛微微一眯 以为江成舟是不小心 郑玉撒手 谁知下一刻 那因着养尊处优指节分明而好看的手指 竟是直接滑进了他的指缝 勾了勾他的掌心 微微的养溢 直接让温兴颜眉梢一跳 只有面前的男人视线正直直看着自己 男人眸色深深 面色正惊而严肃 要不是人的手 还放肆地握着自己的手 温兴颜绝对不能想象 这是他干出来的事 不想声张 温兴颜使力想收回自己的手 却发现江成舟也用了劲 男人的掌 就那么牢牢扣着自己的手 温兴颜皱眉给了江成舟一个眼刀子 用眼神质问 下一刻 面前江成舟抿着的薄唇终于张开 温兴颜以为他要回答 谁知直直看着自己的男人 突然开口冷声道 江果果 给我老实点 温兴颜皱眉 转头见地上抱着小男孩的小女孩 大声哼了一声 松开了快要哭出来的小男孩 不是 周二 你侧面不会也长眼睛了吧 怎么发现呢 负责看娃的文艺轩最先看来 跟着目光在温兴颜手上的文件处定出 嘴几乎张成一个 O字形 WC 你们两个 手怎么粘在一起了 其余人听见动静 纷纷看过来 几乎是同时 温兴颜捉下高跟鞋抬起 精准无误踩中了男人的黑色皮鞋 江成舟闷哼一声 手上泄了力 温兴颜顺利收回自己手上的文件站起身 湾纯说出了今天的第一句话 江总 机密事务 我们屋里谈 话一出口 所有人都愣了半场 江成舟看着温兴颜错愕片刻 眼眸微动 Alex最先反应过来 开口惊讶问 姐 你的便生气到了吗 他算是明白 温兴颜为啥一早上不说话了 因为人嗓子已经哑得不能听了 怎么人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成这样了 手臂上吃了温兴颜一记掌风 走完 Alex他直接抱着文件 抬不出了阳台 江成舟看着温兴颜背影 起身朝文艺宣道 帮我看好江国国 说完他大跨步跟上了温兴颜 李静明对做上宾的服务安排很到位 还给每个人安排了午休休息房 确认男人跟在身后 温兴颜带着人回了给自己分配的房间 开了门站在门口朝江成舟偏了下头 示意人进去 江成舟走上前 没有进房 反而抬手摸他额头 温兴颜火大 直接把人手拍开 扯着人领带进了房 门趴一声关上 肩宽腿长的男人 被温兴颜扯着领带 猛推了下胸口 坐在了床上 面色闪过一瞬的错愕后 心头突然微动 还没来得及扎摸出滋味 江成舟便见面前温兴颜黑着脸 皱着眉忍痛哑着嗓子问 江成舟 你刚才干什么 江成舟听言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连珠炮式的皱眉说 刚才摸了你的额头 没有发烧 胸口再挨了温兴颜一推 错不及防 往后手肘撑在床垫上 关你什么事 温兴颜几乎是用气阴道 气上来跟着猛咳了一声 眼前的男人 算是触到了他的逆铃 昨晚拐走了他的仔 害他吓得半死 他明明警告过了 刚刚又突然不知道 发什么神经来勾他手 帮他干了两天活 新仇加救援 公仇加私仇 温兴颜拉了江成舟领带 在他跟自己算账之前 率先放了狠话 江成舟 不管你在想什么阴招 我都说了 你现在勾引我没用 你再把你那些 勾引小姑娘的招 用我身上试试 江成舟听言愣了许久 听好大一顶帽子 扣自己头上 开口皱眉问 什么小姑娘 还用我提醒你吗 就那些被你迷得 团团转的代言嫩魔 女明星 还有同型美女 不拒绝不负责 调的人茶饭不思 江总好手段 温兴颜冷声道 都说狗改不了吃屎 现在怎么不见人 围着你团团转了 江成舟手肘 撑着床垫 微一眯一眼 才反应过来 温兴颜在说什么 早些年 他还没握紧江市权力那会 确实不择手段 利用过不少女人的青睐 达成自己的目的 往事无法狡辩 但他还是试着辩白 那些人 我连手都没碰过 最多说了些花言巧语 而且现在早就断干净了 手都没摸 就把人哄得晕头转向 资源合同人脉拱手相让 江总好大的魅力 温兴颜听言眉梢一扬 明显不幸 跟着慢悠悠说 断干净是因为 你现在全力在手 用不上了就都丢了 就像三年前 脱离温家制约后 甩了我一样 江成舟 你的作风 还真是十年如一日的统一 现在 你又看上了我的 能够为你所用的资源 竟然 淤尊降贵用上 你那金贵的手来勾我了 江成舟听温兴颜 字字朱击 沉默一瞬后 不解皱眉问 为什么你今天火气 比平时还大 温兴颜听言气笑了 再次推了一下人的胸口 江成舟猝不及防 后背躺上床面 跟着见温兴颜眸中 带着火气腻着自己 说得我整天 对你发火一样 平日里压榨我加班 一言不合 就让我重做方案 直视我端茶 倒水 还把烂摊子 丢给我的人是谁 温兴颜看见 平时嚣张跋扈 说一不二的男人 躺床上 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就来火 感觉一拳头 打在棉花上 积怨已久 越说越来火 江成舟躺床上 听温兴颜说到最后 嗓子冒火湿了声 抬手要拉他的手 却忽然顿住 不要说了 你心里有火 可以直接动手 温兴颜听言再次气笑 猛一抬手 像是要往江成舟脸上招呼 男人见状 眼眸闪过一丝不可置信 跟着闭上眼一动不动 预料中的巴掌没有到来 江成舟睁眼 见温兴颜黑着脸收回手 眸待于月弯唇放轻声音说 我以后不让你加班 不让你重做方案 也不只是你端茶倒水 不把烂摊子丢给你好不好 那都是你该做的 温兴颜听言眉梢一皱 深呼吸一下 抬手拉江成舟领带 起来 江成舟听言老实起身 温兴颜扯着他走 他全程配合 直到温兴颜把人引出门外 松了手冷着脸 站在房门内要关门时 江成舟抬手精准一等 问 你有吃药吗 松开 温兴颜抬手打江成舟的手腕 却发现纹丝未动 咳了两下 江成舟谋色一紧 立马松了手 温兴颜见他突然拾去 跟着用沙哑的气音警告道 下次你要是再敢勾我手 对我耍你那老套的花招 没这么好算术 女人气势汹汹说完 喷一声关上了门 房中跟着船来 连着好几声咳嗽 江成舟呼吸发紧 跟着敲门 你到底有没有吃药 温兴颜 温兴颜骂完人 宣泄一通畅快了些 没有理会门外的敲门声 抬手打开保温杯 喝了几口润嗓子水 跟着躺床上蒙住了脑袋 门口的敲门声 持续了一阵吸了声 下午自由安排 今晚再在海边大聚餐一顿 然后出发回郊区落脚处 温兴颜昨晚没睡好 躺床上没多久 呼吸渐去绵长 就这么睡了三个小时 时劲傍晚 床头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江人吵醒 温兴颜睁开眼 感觉头比睡时还晕 半眯着眼 伸长手拿了手机 一看是阮莫威来电 他秒接先发问 软软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软莫威正好是来 跟他说同一件事的 听言快速回复道 已经给眷眷请了一段时间假了 他现在在家里 这不我现在也失业了 闲来没事 直接代替学校给他上课 结果这小子 竟然吐槽我讲得不好 吵着要回去学校 软莫威火大地吐槽了一阵 反应过来温兴颜的声音 不同寻常 突然顿着问 你嗓子怎么了 没事 温兴颜抬手 撑着沉重的额头 问 他在你身边吗 我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就好了 软莫威听言一顿 跟着喊了一嗓子 温眷眷 不许再拆我大好的积木 过来 你妈妈找你 温兴颜从软莫威 声嘶力竭的声音中 已经感受到 他帮自己带娃的崩溃 才过了不到一瞬 耳边响起了 哒哒哒的跑步声 跟着青崽子的小烟嗓 在耳边响起 炎炎 我好想你 乖宝宝 我再过几天就回去了 温兴颜压着嗓子说 炎炎 你怎么了 温眷眷瞬间发现了 温兴颜的异样 大舌头紧张问 我没事 乖宝宝 温兴颜咽了下口水 压住了咳嗽 跟着说 你在家里要乖乖的 听话知道吗 可是炎炎 我想回学校上课 为什么不让我去上学 我想果果 温眷眷嗡声嗡气说 温兴颜听言想到 文艺轩替江城州抱着的小女娃 故意猛咳了两声 说 宝贝 乖乖听我的话好不好 等回去我再和你解释 温眷卷听温兴颜咳嗽 语气紧张道 好吧炎炎 那你在外面要照顾好季节 你什么时候回来吧 温兴颜成功拿捏亲儿子 跟着说 很快就回去了 你乖乖的 我回去 请几天假专门陪你 每天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好爷 温眷卷一哄就没脾气 温兴颜有些好笑 心里又有些愧疚 沉默了一刻 想到今晚酒席 可能还得多费口舌 温兴颜开口说 乖乖 我还有事 要先挂了 拜拜 好吧 温眷卷一一不舍 说 拜拜炎炎 你先挂完我再挂 那我挂咯 温兴颜扑斥一笑 挂了电话 笑着在床上翻了个身 跟着抹了把脸 昏昏沉沉下床 与此同时 因为不放心 而站在门口等了几小时的男人 隔着房门 依稀听到了温兴颜方才的通话 戴着戒指的无名指 深深嵌尽手心 手背青筋抱起 身影顿珠片刻后 冷着脸转身离开 星号 夜晚 海边海风正温和 露天酒席盛大 室外价格不菲的球形灯暖光 打在美酒高脚杯上 趁得氛围惬意而放松 众人早已入座 吹着海风喝着美酒心情放松 谈笑声 阵阵却不算大 温兴颜坐在中央酒桌边 拉了下自己单薄的外套 抬起沉重的眼皮 扫视了一下同桌的人 酒席几乎和之前相比 没什么人员变化 依旧笑面胡李静明 言笑奄奄的顾晴和林云浩 还有Alex Susan 不同的是 多了中午刚过来 坐在了自己旁边的江城州 以及傅思院 与他们同行而来的文艺轩 坐在小孩那桌 正在苦命地哄江果果吃饭 金发女人坐在她身边 在给文艺轩闻小乐喂饭 小娃娃比温卷卷还好喂养 急着要自己拿勺吃 文艺轩一边苦哈哈 求江果果吃饭 一边准头和女人说 林青暖 别给她少 给她喂饭 就是因为她吃太快了 控制着节奏来 桌上李静明侃侃而谈 众人攻仇交错 举杯交谈 有了江城州在 温兴颜又成了打下手的 不用挂心太多 她乐得其所扶着沉重的脑袋 看小孩那桌 第一次看见小孩子 是因为吃太快 才要一口一口味的 她听言嘀嘀笑了声 趁她叫文小乐的小孩 眨把大眼睛看来 做了个鬼脸逗她 文小乐白白嫩嫩的小胖脸一红 手也不抢碗和勺了 睁着大眼睛 女人听言抬眸看去 看见温兴颜后友好的一笑 朝她招了招手示意 温兴颜弯唇 同样回来的友好的笑 金饭女人名叫林清暖 是文艺轩的众多情人之一 在文艺轩那一众流水般 包养的明星嫩魔中 是地位堪比黄桂飞般铁打的存在 三年前 温兴颜就在酒会上 见过她为文艺轩挡了一杯又一杯酒 过后还帮她脱身 去私会当红女明星 人美会来世 而且还从来不会像其他小情人一样 向文艺轩求名求分 只图钱 文大少爷流连花丛 最怕被女人缠上 钱有的是 但文太太的位置 早给不可能的人留了去 看似多情最无情 只谈钱不谈感情的林清暖 在温兴颜心里 是个聪明人 传言都说她当初只是酒吧陪酒的 要是爱上文艺轩 恐怕早就被厌恶 拖泥带水的文大公子抛开 也没有如今的逍遥日子 不过到底快不快活 局外人看得清楚 但心里头的情感 还得局中人知 温兴颜和林清暖 虽微正式认识过 但由于多次照面 目前已成点头之交 坐着无聊 温兴颜笑着收回视线 心中诧异 自己今日无事 竟也分析起旁人的感情来了 坐在身旁的江城周芳 和李静明客套了两句 不耐把话头抛给傅思远 拿起酒杯抿了口酒 猝着没放下 傅思远的嘴 不舒闻一轩 十分熟练地接过话茬 陪李静明侃侃而谈 温兴颜看江城周空下来 神色似是不欲 离得近 开口低声说 下午的事翻篇了 我还有其他事和你说 男人听言微微一顿 嗓音低沉 却没有看温兴颜 问 什么事 回去我想请几天假 不行 几乎是瞬间 江城周拒绝了温兴颜的请求 理由都不带听了就否了 温兴颜皱眉 什么理由 专门请假回去陪你的宝贝 江城周眸色微韵 看向温兴颜 温兴颜听言瞬间转过头 几乎是瞪着江城周用气音道 江城周面对温兴颜的直视眼眸 不自然偏向别处 扯谎不带眨眼道 你说话太大声了 我路过正好听到 温兴颜听言气有些不顺 咳了两声 低声质问 你还听到什么了 江城周听言拿着酒杯的手一紧 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在刺挠着 声音中带了些异样的情感说 听到你说话语气和平时很不一样 一直在哄人 那声音就算哑着 都能听出语气温柔的没底线 当初温兴颜当自己妻子的时候 江城周都没听过他这么说话 如今一对比 心头滋味难言 过了一会跟着皱眉问 你现在身边又有新人了 女人听言微微一愣 漂亮的眼眸 黑漆漆深不见底 看不清思绪 烟红的唇跟着张开 江城周线长睫毛 缓慢眨了两下 感觉自己的呼吸都跟着变慢了 就在他以为眼前人要承认时 温兴颜眉眉眉一拧 几乎是有些凶道 这是我的私生活 你少管 江城周吃了瘪 正欲在言 耳边突然响起一阵 男人虚语尾仪的哈哈大笑声 跟着女人的手突然攀上自己的肩 顾情的声音在下一刻响起 成周 快看 李总请了C氏的首席记者过来 准备明天为你们的合作发一篇报道 女人放在肩上的手拇指 轻轻抹扎着肩头西装布料 江城周转过头去 嗓音冰冷 拿开你的手 顾情 面容明艳的女人听言微微一愣 看着男人深邃的五官 心态不甘 收回了自己的手 江城周抬眸看去 李静明站起身 拉着一个年轻戴眼镜的女人的手 抬手朝桌边的众人做出介绍 诸位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C氏头部新闻公司的首席记者文清林 明天我准备为江里合作开一个发布会 到时候再发一篇报道 由文小姐主笔 刊登在C氏与A氏报纸头版 傅思远见状起身 走到江城周耳边 俯身低语道 周 这老小子做什么 突然搞了个记者 过来做什么 江城周听言 看向坚持坐在自己另一边的顾情 抬手拿了高脚杯 开口冷声道 恐怕记者不是李静明详请的 想要写的新闻内容 也不是江里合作 傅思远顺着目光看向顾情 反应一瞬 突然明白什么般转头 跟着看向江城周另另一边 正在喝汤的温馨炎 开口道 这记者 不会是专门来挖你的花边新闻的吧 正说着 隔壁桌文一轩突然冒了出来 俯身在江城周另一边开口道 周 这文清林我认识 专门给明星富豪 写花边新闻出名的 不是什么正经记者 你当心点 另一边傅思远 听见文一轩的低语声 抬手勾了他肩膀 开口道 你可以啊 文公子 消息怎么这么灵通 文一轩微微一笑 端着酒杯 朝站在酒桌前的李静明和文清林 抬了下手示意 面不改色 朝傅思远压低声音 之前闲来无事 养了一个常驻C式的 当红女明星当情 过来这边和他优惠 被文清林手下的狗仔拍到了 花了一千万才买下来的照片 我能不知道吗 出手阔绰雅文公子 傅思远看了一眼 跟了文一轩过来的金发女人 跟着说 这么爽快 现在那小明星还宝贝着 早分了 文一轩面露不耐道 缠着我说 哎呀我要我给个名分 想要公开 渣男 傅思远听言微微一笑 跟着出于调笑般猜测 不会你花了一千万买的照片 是他专门引了狗仔偷拍的吧 如果他想要和你公开的话 文一轩听言眼眸微微睁大 过了一会 做了表面的客气恭迎 文一轩回了隔壁桌 傅思远回了自己的座位 来文小姐 你坐我旁边 好好和在座诸位熟悉熟悉 尤其是江总 明日你还要专门采访她 李静明拉着女人入了座 带着眼镜的花边新闻记者文清凌 笑着应好 坐下目标指指江城州 借着对她工作日常的询问 有意牵扯她的私人生活 措辞犀利 江总 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忙于工作 无心情爱 可有考虑成家 话语一出 同桌人的动作都微微一顿 Susan加菜的手一滑 送到唇边的菜掉回了碗中 Alex拿着高脚杯的手一晃 酒夜差点倒出杯口 身为老狐狸的李静明 听言微微一笑 跟着用掌折口气道 对头 江总啊 听你父亲说你前阵子刚满三十 身边却连一个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 若你当时与顾小姐 现在说不定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可惜啊 李静明一番话 直接把事情又开始往江谷联姻上瘾 一旁顾情听言 唇角弯起 温馨颜原本还在为请不到假的事情火大 听了李静明的话 眉头却微微一皱 正好见他看来 心中感觉排挤自己的老头 眼神颇有深意 江成舟和自己的婚姻没有公开 歪歪姐看来 男人自始自终都是单身状态 明面上没有承认过任何一个情人 眉头还皱着 坐在自己另一边的男人 先悠悠开了口 李总 江总虽然是单身 但是又不代表晚上一个人睡 林云浩开口拿了高脚杯 朝江成舟空中优雅一亲 江总 你说是吧 跟着送回自己唇边 话一落下 周边的几张桌子声音跟着静了 周围坐着的都是江氏与李氏的高层 昨夜酒席上顾情一闹 把他们八卦的心调到了现在 被众多名媛屈之若物的天之骄子 手握重拳的江氏继承人 真正的情感状态究竟如何 当初传得沸沸扬扬的江古联姻 为何突然宣布取消 众人心里藏着一堆问号 还因着江成舟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心中好奇心更甚 听了林云浩的话 众人都纷纷竖起耳朵 凝神听中央桌动静 等待着江成舟回复 Susan神色有些紧张 抬眸正好与顾情对视 女人眼中更多是愉悦 Susan微微一愣后 错开了目光 整张桌子反映最小的 当属温兴严 她纯粹是抱着看戏的态度旁观 坐在江成舟身边 还加了两颗花生米送进口中 看热闹不嫌是大 等候片刻 江成舟看了温兴严一眼 见她毫无反应 湾纯迎上花边新闻记者 文清凌的目光 眼眸冰冷 学着温兴严方才赌她的话 我的私生活不便多谈 文小姐还是问回公事上的好 傅思源反应极快 跟着半开玩笑 质疑文清凌说 我听人说 记者访问都要抓题 文小姐是负责撰写江里合作报道的 怎么看起更像花边新闻记者呢 身为记者的文清凌 听言面色一僵 被精准踩到要点 笑容凝固在脸上 干笑两声 说 对不起江总 是我冒昧了 李静明感受到文清凌的僵硬 跟着抬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没事的文小姐 江总青年才俊 小姑娘见了 难免总要好奇她的情感生活 既然江总不欲多言 那我们接下来聊回正事就好 文清凌感受到李静明不老实的手 心中骂了两声 抬眸看向把自己叫来的顾情 所谓借刀杀人 他现在就是顾情请来的刀 要做的 就是缴了今天的酒局 给对面一直在自顾自看着的 温家大小姐不痛快 杀人固然容易 用嘴杀人却难 需要精准狠利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自保 还没把话题引到温馨妍身上 就被男人先请走了 未免可笑 和对面女人不着痕迹对视一眼后 快速调整了状态 身为记者的文清凌 快速调整状态 又开始殷勤地问江成舟工作上的事情 准备见机行事 在寻可乘之机 不谈私人感情生活 应酬该有的面子 江成舟还是给的 文清凌问她什么 她都一一给出简短答复 神色话语之间又恢复了绅士态度 薄唇弯成好看的弧度 只眼中没有什么多余情感 俨然一个被以往习惯操控的无情的工作机器 所有人都在装漫步精心闲聊 但话语间都在过招 只有温馨妍略低着头 自顾自家菜慢条丝里送进口中 然而吃了没多久 她眉头一皱 转头眼唇咳了几声 突然有些胃寒 手背扶上鸡皮疙瘩 方一咳完 正要去拿自己外套时 肩头突然被披上了一件宽大外套 欣妍 你没事吧 林云浩有些焦急的关切声音跟着响起 声音不轻不重 刚好过周边人看到 温馨妍抬眸 看她那张好看脸上的紧张 知道人在装 但是没力气揭穿她 加上由于身体原因 手脚发虚 她索性就直接披了林云浩的衣服 没有拒绝 只淡淡印了四个字 没事谢谢 本以为是小插曲 没想到同桌的众人 看见林云浩动作后 纷纷看了过来 江城周话说到一半 余光看见身旁人的异样 转头看到温馨妍身上 披着的男人外套时 眼眸瞬间一冷 唇角跟着敏直 对面作为花边新闻记者的文清凌 看见C市有名的花花公子林云浩 给目标攻击人物披上衣服 顾不上许多率先开口把话 引到温馨妍身上 林公子和温小姐看起来 好像关系不错 温馨妍咬汤的手一顿 抬眸正要开口 身边的林云浩先接了人的话头 我与温小姐原本是比较亲近 只不过后来离得远了 关系生疏了 林云浩朝那专门写花边新闻的记者 温馨妍微微一笑 说到后面似是欲言又止 哦 另一边顾情弯唇 跟着看向温馨妍和林云浩 朝温馨妍说 温小姐不知道 以前温小姐在C市读书 和林公子关系很是要好 温馨妍听了顾情的话面露惊讶 跟着说 温小姐与林公子竟然有这层关系 一边Alex听了几人的话 大气不敢出 朝温馨妍旁边的江城州看去 见男人面色发冷 眸中带了压抑的韵怒 反观他旁边的温馨妍 女人仿佛在听着别人家的传闻 面上带着无所谓和疲惫 看起来神色样样 反倒是同样身为谈论中心的林云浩 微微弯唇 搭筷子加了一只油闷虾 放进温馨妍碗中 也与暧昧模棱两可回应众人的好奇 当初年少 馨妍与我有过一段旧情 可惜那时候我们都太小 没有好好珍惜 事到如今 我对他的心依旧 只不知他是否还有异 我们的前情能否再续 男人低沉悦耳 慢条思理的声音不轻不重 刚好够周边人听得真切 话一出口 众人都变了脸色 Alex听言面色发白 不敢去看江城州什么神色 这林大公子话语暧昧 竟是直接把温馨妍 曾与他交往过的事情道了出来 加上故意装作避嫌的潜词用具 听入人耳更加暧昧 百明了告诉众人 他和温馨妍之间的关系 虽然不好明说 但是那里大有故事 温馨妍听言皱眉 怪异地看了一眼林云昊 突然感觉另一边空气凉嗖嗖的 转头看去 正好对上江城州的琥珀色眸子 来人面上笑意早已消失 放在桌上的手拇指 不停抹撒着无名纸上的戒指 温馨妍听言精神一阵 灵敏地嗅到了八卦的气息 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对面的顾情 跟着开口 都说年少时的情感最纯真 难怪林公子念念不忘 话说那段时间 我记得传闻说 温小姐一直在追求一位豪门公子 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林公子了 这么说来 二位对双方的情感都是极深的 羡煞旁人啊 女人话一说完 同桌人面色再次未知一变 周边竖着耳朵偷听的人 也不由自主睁大了眼睛 温馨妍听女人越说越离谱 眉头一皱放下汤勺要开口 谁知话还没出口 对面顾情在众人的沉默中 轻轻笑了两声 开口说 温小姐 这你可记差了 女人声调缓慢 看了温馨妍后 把目光转向了她身旁的男人 跟着说 温小姐那时候喜欢追求的 其实是坐在你对面的江总 温馨妍坐在座位上 张开的唇皿上 没有做任何解释 对面幸灾乐祸的女人 说的都是事实 她不打算为此去为当初犯傻的自己争辩 不想更不在意 只因身体原因 头疼得更厉害 面色苍白的不正常 落到周遭人眼中 导成了心虚 她会娶了顾情 那温馨妍呢 如若那晚她没来 她和她 自那夜将行同路人 至多只能在某场宴会上对望一眼 也许那时候 她也嫁作他人 他们之间 彻彻底底各自相望 她会继续麻木地 一步步朝着自己心中的权力顶峰走去 而温馨妍 会自那夜彻底消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江城周思及此眼眸颤动 不敢想象后面会如何 垂眸看眼前 温馨妍妍就真真切切地躺在那里 江城周看着 过了许久后 又弯起了唇角 无论有多少种可能 温馨妍此时此刻 就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自己眼前 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假设 温馨妍就在那里 真真切切参与了她的多年人生 那一年里 她深爱着自己 偏执如她 最后总归会去吵她 她不会不来 江城周心中如此想后心 跟着安定下来 上前抬手 想要替温馨妍衣好被子 却突然顿住 看了一回温馨妍的后脑勺后 她转身朝外走 在门口处关上了灯 房间随之一暗 就在她即将要踏出房门时 躺在床上本应睡去的女人 再次开口 江城周 去找公关 澄清今晚 你说的是 明天我要看到效果 温馨妍的声音 带着病气和冷意 语调中透露出来的意思 全是不想 与自己扯上瓜葛的意思 跟着咳了两声 江城周内心滋味难言 最后却滴滴硬了声吼 跟着走出了房间 当晚 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守在了外面的套房客厅上 看最近的合同文件 温馨妍处理的事物 比自己预料中的还要妥当 原本预计的进程 已经完成了大部分 只剩下对位确定 合作项目的评估 包括今天来的海边度假区 温馨妍给的评估结果 倾向于合作 江城周也是同样的想法 如此 便要再待上一段时间 和李静明洽谈合作事宜 明天早上 李静明要开发布会 宣告将李两家合作 江城周明早还要上台致辞 本应该提早休息 此刻却毫无睡意 房间里断断续续 传来温馨妍的咳嗽声 江城周心绪被牵动着 抬手揉了揉眉心 郑玉起身 门口突然传来几声 情绪激动的争吵 林清暖 你个万人上的婊子 竟然拿我的钱去养男人 信不信我直接让你滚蛋 文艺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与气带了极深的怒意 江城周嫌少 听他这么出口骂女人 刚舒展的眉头再次皱起 下一刻 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耳光声 则 江城周以为文艺轩打女人 起身大跨步走至门后 郑玉开门 谁料下一刻 门口传来女人火气更大的声音 文艺轩 你个烂黄瓜的 你还有脸说我 行啊 你有种就跟我分了 再去找一个 跟你的心上人长得像的 接着装你的身情专一人设 也少来恶心我 林清暖泼辣的声音传来 林清暖 你个小丫头骗子 花我的钱养男人还敢打我 你要造反是不是 文艺轩语带震惊 怎么 打的就是你 门外跟着传来两声响亮的耳光声 和文艺轩的惊呼 江城周放在门把手上的手盾住 知道是文艺轩被打 不打算多管闲事 郑玉转身 门口突然想起两声小孩哭声 舅舅舅妈 你们别打了 谁让你叫他舅妈 还有明明是他打我 文艺轩怒道 江城周听言面色一冷 直接转身开了门 门口 文艺轩和林清暖 正站在不远处走廊上拉扯着 追出来劝架的文小乐 和江果果站在旁边 一个被吓得满脸泪花 一个站在原地睁着大眼睛 一动不动 文艺轩听见开门声 转过头看见自家亲兄弟 微微一叉 照镜子般看着江城周脸上的红印 抬手捂住自己的脸 周儿 你怎么也 江城周黑着脸大步走过去蹲身 一手抱起一个娃 跟着起身 留下一句要吵去外面吵 回了房关上了房门 门口声音跟着静了 江城周抱着两个小孩放沙发上 文小乐脸上还挂着泪珠 和被吓得一动不动的江果果并排坐着 两双大眼睛一起直愣愣看着江城周 江城周抽了纸巾 把文小乐脸上泪水一把抹了 抬手掐江果果的脸 皱眉开口道 平时不是跟齐天大圣一样闹腾 怎么今天吓成这样子 江果果从受惊状态中回过神 抬手握住江城周的手 低声开口 他们两个吵架 像爸爸妈妈一样 江城周听言一致 摸了下江果果果的头 温声道 不怕 该睡觉了 江果果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缓了一会 扯了江城周袖子 我肚子饿了 你煮龙虾面给我吃好不好 江城周听言沉默一瞬 收回了自己的手掐江果果的脸 跟着听他旁边的文小乐 跟着奶声奶气附和道 江叔叔 我也要刺 龙虾面 大晚上的 你们两个打算让我跳海里 给你们抓吗 江城周皱眉道 江果果 可以吗 舅舅 文小乐 可以吗 江叔叔 半夜 温兴颜做噩梦醒了 感到口渴 迷迷糊糊起床 要去客厅拿水喝 突然听到一声 小孩焦急响亮的哭声 哇 江叔叔 谷果是不是要咽死了 温兴颜睡了一觉 精神头恢复了些 听言眉头一皱 下床快步走出房间 方一进客厅 他就闻到了客厅中 浓郁的海鲜香汤气味 走近一看 沙发上江果果 坐在一大碗海鲜面前 小手掐着自己的喉咙 看样子像是噎到了 江城周坐在沙发上 一手扶着江果果 另一手上拿着手机 似是正在快速搜索解决方法 温小乐在两人旁边急得团团转 小脸上还挂着碎面条 江城周 你大晚上 你上哪给他们弄的海鲜面 温兴颜黑着脸走过去 将江果果从沙发上抱下地 站在小孩后面还住江果果 手放在他腹部握住 动作干净利落的使力压了几下 没多久 江果果哗的一声 把大块的龙虾肉吐在了地上 温卷卷贪吃 以前吃饭被噎了好几次 温兴颜对这种场面处理 已经快成肌肉记忆 话不多说 上前就把小孩给救了回来 本应该在睡觉的女人突然出现 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看清楚 江城周反应过来时 方才掩掩一息的江果果 已经恢复了正常 小女孩大口呼吸几下 恢复正常呼吸 光脚丫站在地板上 打亮着还有些面生的温兴颜 温兴颜一看时间半夜三点 抬手去拉了一旁目瞪口袋的温小乐 捎带上江果果一起拉着 进了另一边房间门开了灯 现在都给我上床睡觉去 江城周走近 看到两个小孩听言 老老实实并排上了床 乖乖躺下 眸中闪过不可置信 温兴颜关灯前 江果果躺床上嘀嘀 说了一声谢谢你姨姨 跟着躺床上的温小乐 眨着大眼睛看温兴颜 姨姨你好厉害哦 温兴颜有些哭笑不得 装着凶巴巴道 都给我闭上眼睛睡觉 江城周已在门边 看见两只闹腾的神兽 听言老老实实闭眼 有些不可思议 温兴颜笑着关了灯盒上门 转头刚好和江城周的 琥珀色眸子对上 看见男人的瞬间 他的唇角跟着拉下 走回客厅沙发上坐下 端起桌上小孩 还没吃多少的海鲜面 开始吃 江城周看他精神头好了许多 自觉去清理了 地上浆果果兔的龙虾肉 洗了手走回沙发上坐下 问 你怎么这么熟练 温兴颜 晚饭时因为身体原因 没吃多少 刚喝了要睡了一觉 要笑见笑 饥饿赶上来 三两下就把海鲜面吃了 没有回答问题 抬眸眸色清冷 看江城周 大半夜你哪里弄的面 让李静明让人送过来的 江城周说 你可真行 温兴颜吃了面背靠沙发 以备不咸不淡倒 挖给你带 可以直接净化掉睡眠了 他们两个不听我的话 江城周尝试解释道 垂眸看他 面色没那么苍白了 极为自然抬手摸他额头 没那么烫了 等下再拿体温计测一下 温兴颜抬手打开他的手 看向方才送小孩子 去睡觉的房间 问 温兴颜和林清暖 晚上吵什么 你听到了 江城周听言醋没收回手 身体却做得离温兴颜更近 几乎贴着他的手臂 大致是林清暖 用他钱养其他男人 他不爽和人发脾气吧 具体的 我不清楚 温兴颜听言皱眉 拿了桌上矿泉水 打开喝了一口 随口问 你觉得他们俩之间有感情吗 江城周听言一顿 看了一眼温兴颜 思索一瞬后说 林清暖我不清楚 温兴颜的话 肯定没有 你应该比我清楚 温兴颜听了江城周的话 拿着矿泉水瓶放膝头 眼睛看着前面 茶几放空 脑海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金发女孩漂亮的笑脸 温兴颜原本和自己年少时的知交好友许若 有过一段最为被众人看好的恋爱 那时候 温兴颜还不是现在的花花公子 听别人打趣 提到心上人时 还会面红耳赤一阵子 女孩本是A氏赫赫有名的许家影视集团东家大小姐 从小性格活泼开朗 日子过得无忧无虑 谁知后来家族企业破产 一招跌落谷底 随父一起逃到国外躲债 林离开前 许若说了不可挽回的狠话 亲手结束了和温兴颜的关系 出国远走 不久后 他在国外结婚的消息传回国内 从那之后 温兴颜就彻底变了个人 将感情视作泥土 终日沉迷花天酒地 许若在温兴颜的记忆中 是无忧无虑的天使般的少女 她是记忆总少数 会主动找她玩的女孩 会安慰她陪她玩闹 二十岁时 因为想要抗一家人严格的管束 跑到理发店染了一头金发 到他们几人面前 笑得孩子气炫耀了许久 大眼睛 小梨窝和小虎牙 为女孩无忧无虑的面容 添上许多稚气 那时无忧无虑 带着些字意任性的许弱 并不知道不久后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将随之破碎 温兴颜至今都能记起她哭着来 和自己道别时的模样 回忆旧人 温兴颜背靠沙发 常常叹了口气 如今文艺轩身边的流水般的情人 统一地金发大眼睛 如今想来 多半是向了旧人 听到温兴颜叹气 看她面上怅然若失 江成州出声问 想起什么了 温兴颜没有理她 惆怅过后 起身朝自己房间走 准备回去接着睡 温兴颜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江成州见她起身 开口叫住人说 温兴颜以为她说上一个问题 直接道 想到许弱了 不是这个问题 江成州说着起身走至她身后 跟着问 江鼓鼓刚才噎到了 你为什么反应那么快 温兴颜听言微微一顿 跟着说 因为我有生活常识 不像你 商业巨人 生活白痴 等你浏览器 搜出来 还都废了 江成州听言哑口无言 走到人后面 垂眸无奈问 现在攻击我都这么直接了吗 温兴颜抬眸看她脸上的红印子 瘫手道 没办法 你要是受不了 可以辞退我 你倒敢想 江成州再次无奈低笑一声 凑近柔声问 今晚 我可以 话还没说完 温兴颜进了房间门 干净利落关上了门 去冰箱里拿点冰敷脸 女人带着病气的声音 从房门后传来 江成州听言心头一动 以为她在关心自己 不料下一刻 温兴颜悠悠 把后半句话补上 明早发布会你要上台 我不想早上起来 给你上遮瑕粉底液 第二日 天气晴朗 一大早便是艳阳高照 李静明让人送了丰盛的早餐 到海边洋房 一行人在特设的半室外露台上用餐 周遭绿鹰爬藤环绕 桌椅风格考究 头顶照不到太阳 向远又可以远眺海上的飞艇游轮 露台宽阔 江成州的随行下属都已到位 众人各自端着咖啡面面相去 心里头有各种想法 面上却都一致保持沉默 偷偷打量露台角落那一桌的情况 只见文师大少爷文一轩背靠躺椅 脸上盖着杂志 似是在补教 他身边随行的金发女人 难得素颜戴了个黑矿眼镜 正垂眸吃早餐 面容素敬漂亮 另有一番风情 女人不拿正眼去瞧文一轩 文一轩则躺着一动不动 相比气氛怪异的两人 傅氏刚留学回来的大少爷傅思远 看起来心情十分愉悦 男人长腿闲视交叠 俊美的脸上唇角弯着 抬手拿了杯子饮了一口咖啡后 极为优雅地放下 看得不少偷偷打量那边的女人红了脸 Alex风风火火拿了文件册子走过来 垂眸一看桌边座位 加上自己还差四人 皱眉看向发呆的Susan Boss和温秘书 还有两个小孩还没来吗 女人眼睛有些肿 听言从正愣状态中回过神 机械地摇了摇头 听了Alex的话 众人心中的 看向那边桌的目光都偷偷收了回去 心中在盘算着 温兴颜和顶头上司什么时候来 昨夜晚餐时 江城州最后的话 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 温兴颜摇身一变 从死缠烂打上 赶着追求将是继承人的恶女 变成了正牌妻子 不但如此 他自己还直言 与江城州已经离婚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 众人也猜不透 只不过结合江城州的态度 温兴颜倒追他 并且靠自己父亲进公司的传言真实性 已经没有之前那样坚不可摧 Alex入了座 周围众人各怀心思 餐桌上一片沉默 等了一会 不远处突然出来 两声小孩乐呵的笑声 众人不约而同望去 只见温兴颜套着后视的外套 戴着口罩墨镜遮得岩石 左右手各牵一个娃 江果果和文小乐蹦蹦跳跳 拉着温兴颜的手笑得开心 江城州穿着一袭西装走在后面 俊美斯文的面容上 有一个可疑的红印 一边手上还拿着儿童水杯 文小乐走了两步 左脚不小心绊了一下右脚 温兴颜右手便一中 反应过来时又一轻 江城州动作极为自然而快速 直接把文小乐抱上肩头 我要一一牵着 不要江叔叔抱 文小乐趴在江城州肩头 乃声乃气道 江城州没有理他 抱着小孩走至众人面前 都吃完了 出发吧 众人看着走过来 像急了一家四口的四人 都有些发了 江城州见众人都没有反应 周没问 有问题吗 文艺轩听见动静 抬手揭开盖在脸上的杂志 起身过去抱文小乐 你们吃了吗 林青暖以为他在睡觉 没想到人清醒着 走过去也要抢文小乐 在房间吃了 江城州诞生到 将文小乐给文艺轩抱 扫了一眼手上都没动作的众人 既然都吃完了 那出发吧 话一说完 江城州便转了身 温兴颜早有准备 一看众人目光 都起起落在自己身上 扶了一下墨镜 转身牵着江果果 跟着江城州走了 留下看直了眼的众人 车上 温兴颜照例和江城州坐一车 同车的除了Alex 只有两个缠着温兴颜傻乐的小孩 江果果从昨晚 被温兴颜敏捷的身手救下后 看温兴颜都戴上了恩人滤镜 他从今早醒来 就缠着温兴颜 头顶两个小辫子 还是温兴颜扎的 江城州垂眸一看 江果果两眼冒猩猩看着温兴颜 弯唇看向温兴颜 没话找话 你和他待两天 在他心里的地位 已经超过我这个当舅舅的了 温兴颜抬手摸江果果的脸 没有搭枪而是问 怎么没让Susan一起上来 按照平时 他们固定四人总是上同一辆车 今天多了两个小孩 却少了Susan Alex听言才感到异常 Bill Boss Susan姐 为啥跟我们不同车 现在说也行 江城州没想到温兴颜觉知如此敏锐 坦言道 Susan这两年工作能力下滑了 我要开了他 解约合同已经拟好了 回去便给他 温兴颜听言皱眉 直觉敏锐发出质疑 我评估过他个人的工作能力 这两年 他处理工作的表现分明越来越好 如果他能力下滑了 你真能留他两年 江城州手下的人都不是吃素的 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精英 他处事挑剔 万事要求做到最好 如果Susan真如他说的那样 那么他早就收拾走人了 怎么可能还能带到现在 你倒是了解 过来江市集团 你做了挺多准备工作的 江城州有些亚裔看向温兴颜 谋色带着赞许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温兴颜双手暴毙倒 江城州看他威养着头 派头比他更像上级 挑眉问 那我呢 你提前了解多少 没兴趣 温兴颜淡淡道 转头一看 Alex吓清了脸 抬手拍了拍他的肩 你放心 江总不会看你走的 有你的话 我安心多了 姐 Alex弱弱道 努力弱化自己在车上的存在 温兴颜看江城州 见他依旧没有解答 为什么要开走Susan的问题 再次问 所以 你为什么要辞退他 江城州听言沉默一刻 过了好半场 回答道 因为他 打碎过我一个很重要杯子 真是这样 温兴颜皱眉 打你一个杯子你 就要开了它 告诉我哪个杯子 江城州沉默 温兴颜索性毙了眼假妹 没再多言 他当然不信江城州 是因为一个杯子 要开了Susan 尚未者做的决策摆到明面上 总能编出几百个理由 随便应和两声即可 至于Susan 恐怕他以后没机会 追着自己骂了 温兴颜在心中道 另一边车上 林青暖 你素颜像变了个人 像我加上了年纪的奶奶 是哪只狗在叫 有没有人管管 傅思远在车上听文艺轩 和林青暖吵架 抬手将耳机中的音乐 放大好几倍 直到掩盖住两人的声音 垂眸弯唇 给阮莫微发消息 我好想你 你有想我吗 消息一发出 没多久被秒回 恶心 傅思远挑眉 刚被嫌弃却毫不气馁 反手发了个几个 和文艺轩讨的Q版 轻轻表情包过去 回到领头的车上 Alex在看数据 温兴颜并没全好 眼闭着闭着就睡了过去 江城州威吓两个小孩进了声 抬手将人拉着 依靠在自己肩头 满意弯唇 型号 车子行驶在平坦的路上 众人一同前往发布会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 自己接下来即将面对一场 人为引起的重大事故 事故的缘由与恩怨 可以回溯几年前 连带着牵扯出 旧日所掩盖的人物纠葛 而事故的幕后推手 和他们今日三言两语有关 两个小时后 盛大的发布会场馆中 人声喧哗 温兴颜坐在台下 第一排最靠边 口罩舞的岩石 正垂眸看手机上 关于自己的舆论热点 过了一整晚 帖子热度不降反声 而且 昨夜至少还有提他和江城州 已离婚的帖子 今早起来 全被其他说 他和江城州 是新婚燕尔的帖子刷下去了 现实格外讽刺 过了三年 他竟然在大众纷纭口中的江太太 不少帖子大肆胡舟乱造 温兴颜看了两条 就收到了江城州他妈陈婉的电话 他眉梢跳了两下眉睫 等电话自动挂断后 陈婉的信息发了过来 盐盐啊 我看到热点新闻了 你说陈州也真是 你们复婚了 也不告诉我 这个当妈的 他爸看到了太高兴了 情绪过于激动 人都进医院了 不过没什么大碍你放心 温兴颜看着屏幕上的文字 陷入沉默 江城州他爸 一向和自己父亲 温芳远不对付 加上从前认定 自己给他儿子下药 从温兴颜进门起 就没给过好脸色 人进了医院 温兴颜可以肯定 绝对不是因为乐的 多半是气的 正想着 江城州他妈陈婉 又发来了信息 还有盐盐 听到这个信息我太高兴了 不过 我也看到了些造谣的消息 你放心 为此我还花了钱把网上 关于造谣 你和城州不合的消息 买下删除了 你们出差什么时候回来 回A市 和我还有老江 一起吃顿饭吧 你们之前头昏 还没办过婚礼 我们可以具体谈一谈 温兴颜看到最后 直接熄灭了手机屏幕 抬手揉了揉眉心 缓过境后 跟着再次按亮屏幕 快速划掉 给自己亲二哥温兴颜 打了个电话 电话不多时被接通 温兴颜的声音 带着焦躁传来 打给你那么多通电话 你可算是回了 姑奶奶 你跟江城州怎么回事 你知道 爸都给弃进医院了吗 严重吗 温兴颜皱眉 小问题 住两天就好了 温兴颜道 哦 温兴颜把药出口的 那就好验了回去 跟着道 说不定他能和江城州 他爸遇上 他爸进去了 不是 温兴颜 你跟我说 温兴颜开口说一半 温兴颜直接打断他的话头 话不多说 我还有事 我跟江城州啥也没有 你听我的 好哥哥 找人帮我 把现在那些乱写的帖子 热度降下来 找人要钱的姑奶奶 温兴颜诧意过后道 咱家现在还欠着 那姓姜的两百亿 你真没跟人有好伤了 你说呢 发布会快要开始 温兴颜干净利落 朝电话撂下最后的话 哥 不花钱找点人卖试试 你可以的 你不是号称美男交集花来着吗 不说了 先拜拜 他说着挂断了电话 台上跟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李静明年纪大了 本事也大 直接把美女主持请下去 自己拿了话筒当主持 大家好 我是李氏地产的李静明 此次度假区开发项目 有幸与A氏赫赫有名的 姜氏地产合作 今天我有幸 请来了姜氏集团 首席执行官 姜总为我们的合作 发布会致辞 大家掌声有请 话刚说完 场馆再次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Alex坐在温兴颜身边 激动掏出手机 姐 BOSS要上了 温兴颜看他比自己 看亲儿子温卷卷 第一次上台表演时还要激动 有些无语地扶着额头 看装饰豪华的台上 万众期待中 肩宽腿长的男人 大步走上了台 举手投足 皆是优雅自如 弯唇微汗手 从李静明手中接过话筒 走到了台中央 看清上台的人后 台下跟着 想起一阵骚动 只见男人五官深邃而蛊惑人心 桃花眼漂亮 却不显阴柔 高鼻薄唇 下恶线流畅勾人 加上金贵的气质 方一开口 就引得台下不少女人 高声尖叫 我去 江总本人比照片 还要刷好多啊 哎呀 天呐 他的声音好性感 不敢想象 当他老婆会有多幸福 温馨颜听得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 抬手扶了两下手臂 跟着听江成舟开始致词 听了一会 他算是明白 Alex为什么这么激动了 江成舟上台台风过于自如 而且还有他本人 平时少表现的幽默 男人一本正经开口 嗓音清朗不紧不慢 几个无关紧要 且不痛不痒的玩笑话 便逗得台下 不少人哈哈大笑 之后切入正题 他又清晰明朗地讲述了 江里江家这次合作的主要内容 话语言之有误 最后 江成舟还画了一通大饼 通过三言两语 把还没有在眼前 最后会达成的效果 描述得令人心动且看好 而后绅士一鞠躬 结束了自己的致词 江成舟是在场馆中 震天的鼓掌叫好声中 走下台的 温馨颜抬手一看表 不知不觉过了三十分钟 没想到 自己也给江成舟绕进去了 以为时间只过了一会 他跟着扬了下眉 抬手不太有诚意地拍了两下 江成舟讲完后 李静明又轮番邀请了 文艺轩和傅思远上台 两人主要作为特别来宾 表达一下 对江里两家合作的看好 同时宣传一下本家的业务 由于外貌气质 也是万里挑一 台下鼓掌同样热烈 文艺轩抬风风趣幽默 至此全程将台下小姑娘 逗得哥哥直乐 心花怒放 傅思远儒雅思文 举止间风度翩翩 迷得不少女生冒心心眼 十分激动 温心炎在沸腾的观众区 显得格格不入 听了两下就困了 方要垂眸 便见林清暖黑着脸 双手暴毙走出了会场 恰逢有工作人员来到面前 说江成舟找他 温心炎后 脚随林清暖走了出去 刚走上走廊 温心炎就看到林清暖 不太胶着 漫无目的地 在休息处来回走 略一挑眉 温心炎走上前 开口问 你跟文艺轩吵架了 面容肃静的女人停下脚步 愣神过后 扯了一下唇角 不是吵架 是分手 恭喜你 温心炎走上前伸出手 林清暖愣了一瞬 听言笑出声 抬手握住温心炎手 嗓音不太自然看向温心炎问 和他分手 是个明智的选择 对吧 是 女人掌心温暖 温心炎握着他的手倾晃了一下 看清他眼底问 你开心吗 林清暖微微一愣 开心谈不上 这么几年 陪一条狗不有感情了 更别说 他是个人行取款机 我舍不得他的钱 温心炎听言扑斥一笑 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如果你不急着回去 晚上酒店可以来找我玩 江城州找我 我先过去了 林清暖听言微微一正 差一刻后说 谢谢你 不过不用了 我飞机晚点就出发 只是顺道来看看 有空回A 是我请你喝咖啡 好 温心炎笑着看林清暖 女人今日素颜比往常的浓妆艳抹 清理许多 眉目流转皆是韵味 温心炎看着微微眯眼 从人脸上 看不见故人影子 林清暖见他恍惚模样 眼眸流转过一瞬 差一吼微微一笑 欲调带着恍然大悟后的失落 怪不得你要来和我说话 你也认识许若吧 走了 再见 手背女人松开 温心炎见女人转身 开口想要解释 不是等等 你听我说 林清暖抬手潇洒摆了摆 示意温心炎不必多言 跟着快步往前走了 温心炎看他消失在拐角处 看了片刻后叹了口气 转身按着原来去找江成洲的地方走 江成洲在后台接受文清林的采访 温心炎方一踏入 就看到能闪下人眼的聚光灯 以及围在江成洲旁边的各个工作人员 文清林今天打扮很是知性 西装套裙加黑丝高跟 气质成熟 女人站在江成洲面前拿着话筒 郁姐的声音通过麦克风在广播中响起 江总 很高兴 您方才为我们解答了 李江两房合作会推出的项目细节 不知道接下来是否方便再问您几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江成洲眉头微醋 眸光一扫 琥珀色眸子正好朝温心炎看来 起唇道 不好意思 不太方便 好的江总 那对您采访先到这 感谢合作 文清林作为采访记者 观察能力突出 立马顺着视线转眸 一见温心炎 他眸光一亮 声调瞬间变高 温小姐来了 仿佛事先打过招呼般 文清林话一说完 摄影师扛着摄像镜头默契一转 镜头给到了温心炎 还没来得及醋眉 高跟鞋敲的声音有节奏响起 文清林仿佛看见年终大奖班 笑容满面走到温心炎面前 举起话筒 温小姐 听说你现在任职于江总身边 主管秘书事务 不知你是否有空参加我们的采访 温心炎不防备他突然来这招 抬手干咳一声 皱眉看向摄像机 此时的他还浑然不知 现在自己正身处一场直播中 隔着屏幕有百万网友同时在线观看 无数的评论自镜头突然给到他后 快速弹出 刷掉了众多江城州的花痴粉发的花痴言论 温大小姐来了 他怎么捂得这么严实 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吗 我猜江总是被他逼婚的 来参加采访 他都紧跟着来监视 心机女 温心炎明显是故意闯入镜头的 竟然还皱眉妆不知所措 我倒看看 他怎么耍心机 温大小姐每一个动作都像精心设计过 特别是这个咳嗽 无与子 一众网友在屏幕外激情高昂 骂着温心炎 阵仗大有当年骂他恶女妻女缠男时的 愤世嫉俗 温小姐 不知你是否有空参加我们的采访 温清凌在现场再次重复问 温心炎大概沉默了那么两秒钟 骂他摆架子的实时评论已经刷了上千条 直播在网上靠热度登顶 温心炎凭借他的名媛圈恶女华丽转身 变成江氏集团天之骄子继承人妻子的身份 引来众多看客 此时无论他说什么 都有一大群键盘侠守候在屏幕外 随时准备骂他 如果他拒绝文清凌的采访 会有人骂他轻高 接受则会有人讽刺他预谋已久 就等着来耀武扬威 一血前耻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温心炎答复的时候 镜头外男人低沉悦耳 带着冷意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嗓子不舒服 不方便接受采访 江澄洲走入镜头中 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前 抬手拉着温心炎手腕大步离开 屏幕紧跟着一黑 整个评论区瞬间沸腾 我天 我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江总看起来不像是被迫的 不是吧 为什么剧情走向和我长得不一样 无数网友刷屏过后 直播骤然关闭陷入瘫痪 温心炎被江澄洲大步拉着向外走 路上还看到了许多熟人 Suzan迎面走来 看见江澄洲握着温心炎的手后 微微一正 面色不太好看 江澄洲点了下头 对面正好走来闻一轩和傅思院 两人勾肩搭背 正要一同去接受采访 垂眸看见面前拉着手的温心炎和江澄洲 抬手各拍了一下江澄洲的肩膀 笑容暧昧一口同声 招加油 我看好你 江澄洲十分受用笑骂 滚 温心炎 温心炎最后被江澄洲 拉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休息室 房间里没有人 江澄洲甩上门 拉着温心炎的手腕 往沙发上惬意一坐 姿态慵懒惬意 温心炎被带着绊了一下 差点跌进人怀中 抬手扯回自己的手 眉梢一皱 江澄洲反应极快 弯纯抬手拿了他的化妆包 塞进他空了的手中 极为自然道 帮我卸妆 温心炎没好气结果 拿出卸妆金 温心炎刚才最后录的采访视频 让他剪掉 昨晚的预言成了真 来了这边后台化妆师 看见江澄洲脸上 带着淤青的红印子后 真的给江澄洲提一化妆 江澄洲话不多说就答应了 然后转头找上了温心炎 通过软印尖湿 最后哄了温心炎 给他上了层轻薄的粉底 此时男人背靠沙发 闭眼唇角弯起 上了粉底夜后的脸 比女人还要白皙水嫩 加上最近长长了些的头发 看起来像优雅高贵的不恶猫 温心炎看着轻摇了摇头 弯纯抬手把卸妆精不太温柔地 甩到江澄洲脸上 用力一抹 成功让不恶猫变成了哈士奇 四 清点 江澄洲眉少一跳坐起身 跟着不知是想起什么 弯纯悠悠到 温心炎的采访剪不掉 为什么 温心炎皱眉 下手跟着中了些 江澄洲早有准备 弯纯四世表情享受 因为那是直播 三秒钟后 江澄洲的脸隔着卸妆棉 再次遭到了温心炎手的亲切问候 女人黑着脸转身 要出门亲自去找温心炎 江澄洲跟着起身 要去拉温心炎 没用的 江澄洲话说一半 看温心炎手突然顿住 杨梅问 不去了 温心炎手放在门把手上 用力拧了两下 皱眉转头 这门 好像从外面锁了 江澄洲听言眸色一沉 抬手附在温心炎骨节分明的手上 拧了两下 眉头一皱 则 温心炎看江澄洲 转身走回沙发边 抬手拿起桌上手机 跟着低头先一步打开自己的手机 一看手机信号全暗了 温心炎面色一变 抬眸对上江澄洲同样看来的 带着冷着的琥珀色眸子 几乎是瞬间 温心炎转身拍门 有人吗 回应自己的是一片寂静 温心炎冷着脸回眸 江澄洲 你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江澄洲眸色尘儿脸 沉默片刻看着温心炎开口 烧焦味 这里是专门给江澄洲准备的休息室 安排的比较偏 远离人群聚集处 楼上楼下 跟着传来喧哗骚动声 有人大声吆喝的声音 跟着模糊传来 后方着火了 大家快跑 温心炎听言面色 微白 心跳开始加速 转眸看江澄洲 声音轻而哑 有人设计我们 江澄洲看到了温心炎眸中闪过的无措 心头微微一紧 第一反应走上前便要去抱他 谁知温心炎失措一瞬 急快便恢复过来 冷着脸躲开先去看窗户 抬手一拉 连窗户也是锁着的 半透明玻璃 只能隐约看到外面的防盗网 这里是四楼 没办法从窗户快速求救得到帮助 开窗要是火一来 会加速火势 不能开 江澄洲开口道 温心炎面沉似水 快速放弃 转头去找趁手工具 我知道 只能砸门 鼻尖的烧焦味越来越浓 温心炎一扫房间 一眼可见的简约风家具 除了推不动的真皮沙发和檀木桌 便只有桌上的几瓶矿泉水 除此之外 只有卫生间 江澄洲先他一步一步走了进去 温心炎咬唇重新走到门口 再次拍门 高声喊道 有人吗 喊了两句 由于嗓子还没好全 被越来越浓的烧焦味一呛 温心炎猛咳了两声 干呕了一下 眼眶挤出生理心泪水 面上跟着突然一凉 江澄洲从后方拿了尸外套 捂住温心炎的唇 烟雾变浓得太快 有人设计算好了 人应该都跑下去 捂好口唇 留一点力气等下跑 在这等我 江澄洲说着便重新往浴室走 烧焦味混杂着汽油味越来越明显 温心炎眼眸开始感到干涩 强自镇定拿湿衣服 捂着口唇 跟着江澄洲往浴室走 水被断了 别进来 坐沙发上等我 江澄洲挽起袖口 率先开口 温心炎停住脚步 见人站在里面 手上拿着一把狼头 正在端向那固定在墙上的大理石水台 哪里来的狼头 温心炎皱眉问 水台下面 早上来的时候的修理工留下的 江澄洲道 跟着抬手眼上门 阻挡了门外温心炎的视线 出声道 坐外面 沙发上捂上耳朵 等我一下 那水台固定面积不小 温心炎皱眉 能行吗 没把握 试过总比登死强 江澄洲抬手举起狼头 朝外提高音量道 捂上耳朵 温心炎 温心炎闽唇站在外面 没有动作 外面喧哗声越来越嘈杂 却好像离得越来越远 烧焦气油位越来越重 隔着湿水外套 依旧直冲鼻尖 在那声音与嗅觉双重 被挤占的情景下 温心炎的耳边 突然响起一声 直刺耳膜的爆裂声 江澄洲刚刚使了力 带着还未平复的喘息声音 再次传来 没断 再来 无紧耳朵 温心炎 温心炎 手指紧紧掐着手心 面色发白 不多时 耳朵再次响起爆裂声 一声盖过一声 越来越大 直刺神经 烧焦味跟着加重 一开始只是熏眼睛的气味 渐渐汇聚成烟雾 视线开始变得朦胧 温心炎 跟着卫生间 传来的声声爆裂声 一下下猛颤 眼睛冒酸 紧紧盯着那紧闭的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狼头凿击大理石的声音 越来越大 温心炎 眼睛被熏得留下生理性泪水 却一眨不眨 黑漆漆的毛子 突然倒映出一抹红色亮光 只见红色火蛇 在胶着的等待中 从门缝下突然冒出 碰 几乎是同时 背后一声刺耳的重击声后 紧跟着传来众物坠地声 火光倒映在苍白的侧脸上 实名实面 温心炎迅速转过头去 看到从卫生间走出来的江成洲 手中高举着体积不小的众物 那眼熟的大理石纹路 正是方才他准备 从墙上拆下来的半旋的洗手台 血液顺着男人的虎口处 沿着手臂分流而下 江成洲的毛子也映上了火光 看了一瞬面色苍白的温心炎后 一开目光到门上 在男人还未开口前 温心炎默契退后 开口道 砸吧 都不让我休息一下吗 江成洲手上举着沉重的重物 听言敏直地唇脚弯起 抬手便朝门砸去 大理石撞击坛木门 发出一声尘儿门的响声 墙壁地板跟随着那撞击颤了一下 小心脚下 火蛇跟着王李茂 温心炎提高音量道 江成洲抬手将重物收回 脚上黑色皮鞋往后退了半步 扯着唇脚道 不碍事 定制皮鞋的垫说 这些防水防火 你知道 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吗 温心炎闷声道 什么 救火美男 怪力行男 江成洲笑道 抬手再往门上砸了一下 砰的一声响起 后门依旧未开 纸门上多了个深陷的坑 像我看的一部电影里 想要越狱的囚犯 温心炎看着江成洲手上 滴到地上的血开口道 江成洲听言沉默片刻 单手举着重物手臂肌肉 将衬衫撑起 抬手随意一抹 抹干了血后 重新两手高举起重物 抿唇道 预计最后一击 做好面对外面情况的准备 温心炎听言 快步走到桌边 抬手拿起桌上紧盛的矿泉水 脱下自己衣服 微抖住手鳞上 与此同时 耳边响起一声 远大于前面的撞击声的重物落地声 室内白墙突然一红 温心炎转过头去 看到了破开的门 以及看上去 快被火光吞没的男人 高大的背影 几乎是瞬间 他快步上前 一手将尸外套不太温柔地 甩到江城州口唇处 下一刻 手上跟着被紧紧一拽 江城州抬手 将温心炎给的湿衣服 披在了温心炎身上 有力的手臂将人拉进怀中 另一手通过湿衣服 捂住温心炎口唇 嗯 温心炎抬手拍江城州手蚊丝未动 男人的声音 下一刻在耳边干净利落响起 跑 几乎被带着往前 温心炎出了房间 眼中倒映处炽热的火光 眼眸跟着蒸大 外面已成汪洋火海 房梁卓以无一幸免 火光将白墙侵蚀成黑色 妈的 江城州喘息声加重 魂不吝的声音跟着在耳边响起 温心炎 我们好像要一起交代在这里了 你什么心情 我好像还不赖 话刚说完 江城州带着温心炎快速往前 手臂上被发不出声音的温心炎狠狠一掐 倒抽了口灼热的烟雾 猛咳了一声 场馆外 人声鼎沸 从场馆中跑出去的人群聚到一起 李静明颤抖着手 看着逐渐被烈焰吞噬的单体建筑 Alex面色惨白 冲过人群脚步不稳 走到李静明面前 李总 有看到江总和温秘书吗 李静明面色难看到了几点 念如着嘴唇过了片刻后开口 他们还在里面 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消防车还有多久能到 傅思远一蹶一拐从人群中走出 情绪激动到 江城州没出来 那温一轩呢 李静明眼神流露怯色 文公子应该也还在里面 什么叫应该 傅思远面色沉得不能看 上前抬手抓住李静明领口 李总 消防安全有主办方负责 他们要是出了事 会有什么后果你明白吗 李静明吓得大气不敢出 正要出言为自己开脱 傅思远抬手松开他的领子 突然转身 要往着火的建筑里冲 Alex下白了脸 上前死死抓住傅思远的手 哥 冷静一点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消防救援就到了 话一落下 楼里突然响起一声巨大的爆裂声 火焰从顶楼窗台喷出 浓烟滚滚升上天空 众人吓白了 脸面色凝重 楼里一开始 还有人能冒火跑出来 之后 李静明让人围了警戒线 已经有好意会 没有人出来 傅思远面色煞白 抬手甩开 Alex的手突然往里冲去 越过了不太森严的警戒线 人群跟着传出声声惊呼 谁知就在傅思远 快要踏入那大楼 冒着火光的门口时 立面突然一瘸一拐 走出了两个人影 傅思远脚步一顿 看清了出来的人 只见林清暖双目发红 头发散乱 手臂被烫的衣服都烧焦了 里面红色皮肉 渴不而血淋淋 文艺轩双目紧闭 早已昏了过去 背不知是靠什么毅力 拖着他走出来的女人 紧紧搀扶着 看上去没什么大碍 看什么 快帮我 林清暖看到傅思远 犹如看到救命稻草般松了口气 跟着浑身突然脱了力 往地上倒去 傅思远面色大变 上前扶着人 大厅中 跟着传来众物倒地的轰隆声 火蛇跟着往外蔓延 傅思远眸色一变 拖着一同昏了过去的两人 往外而去 与此同时 警戒县外的安保人员 也跟着跑过来 等到将文艺轩和林清暖 两人送到安全地点时 大楼的火势 已经比原先还要大一阵 门梁砰的一声 跟着摔落地面 周边地面跟着震战一下 连带着所有人的心 都跟着剧烈颤动 一通电话 跟着打入身为江城州助理的 Alex手机中 他看见备注后 面色惨白接听 中年男人 带着极强压迫感的声音 跟着传来 Alex 我看到网上报道 江里合作发布会 现场发生火灾 现在什么情况 江城州呢 你让他接我电话 江市家主的声音 通过手机听筒传来 Alex嘴唇毫无血色 微颤抖着嘴唇哑声道 江总 Boss 还在火灾大楼里 什么 电话那边 跟着陷入几秒沉默 似乎是无法相信 跟着是发火的强硬嗓音 李静明呢 他在哪 你把电话给他 五分钟后 警戒线外 依旧人声嘈杂喧闹 顺利逃生得救的众人 聚集在空地上 有毫发无伤的 也有伤势严重的 一部分人 已经被现有车辆 紧急送往了市医院 但还有相当一大部分人 还在等待救援安排 李静明站在警戒线边 扶着Alex打电话 全程一直在赔罪 以及为自己开脱 老江啊 你听我说 这个消防安全 我全权委托 给了老陈家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检查不过关 竟然会出现 这么重大的灾情 爆裂声不停响起 大楼火势越烧越大 每分每秒 都意味着生死时刻 另一边 最先跑出去的文青林 站在外面拿着手机 干咳一声后 患上半针半甲的惋惜嗓音 边录视频边 低声开口 做出解释旁白 火越烧越大 已经很久 没有人走出来了 剩下的人 恐怕凶多吉少 女人话一说完 大楼中 再次响起一声轰鸣 文青林吃人 血馒头不眨眼 停止录制后 快速登陆 自己的个人公众媒体账号 抬手就把视频 发在了网上 事实上 他并没有说错 随着时间 一分一秒流逝 还有大楼中 不断响起的爆破声 大楼中 能够再跑出来人 这件事 已经逐渐向奇迹靠拢 众人的面色 逐渐发白 尤其是江市集团的人 就在关于江市集团 继承人 在C市 被困火灾 凶多吉少的词条 在网上登顶 热点新闻板块时 现场大楼 依旧不见任何人出来 李静明打着电话 吸了声 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布满皱纹的眼睛一眨 不眨 看着大楼正门 傅思远第二次 想要重新冲回火场 被人死死拉住了 红着眼大喊 放开我 Alex无所转头 一看周遭周围人的表情 看见每个人面上 那仿佛尘埃落定的苍白 眼眶跟着发红 声音哽咽 我不信他们会有事 话一说完 Alex发红的眼眸 突然睁大 只见那火光中 好似走出了一个 颤颤巍巍的人影 不多时 但那人影轮廓变得清晰 人群有人开始惊呼 有人出来了 那人影走得不快 众人睁大了眼睛 平住呼吸 最后 就在众人齐聚的目光中 一个娇小的女人 身影跨越掉在地上的门梁 一瘸一拐走出没到几步 跟着跌倒在了地上 姐 Alex心快跳出嗓子眼 认出出来的人是谁 不管不顾 气息奄奄的温兴颜听到熟悉的声音 眯着眼虚弱开口 江城州就在一层大厅 快去 星号 两分钟前 江城州凭借记忆和精准的判断力 成功选择了最优路线 带着温兴颜闪过各种火光 成功抵达一层 楼梯离外面有一个大厅和走廊的距离 一路上火光铺天盖地袭来 向外望去 几乎看不了能走的路 江城州紧紧还着温兴颜的肩膀 捂紧他的口鼻 另一手自己眼着鼻子 嘴唇紧敏 温兴颜眼眸倒映着滔天火光 一眼望去找不到任何出口 微微震愣 江城州感受到怀中人的颤抖 将人抱紧了些 搂着人快步往旁边绕去 温兴颜几乎被他推着走 火焰因为男人脚步带起的风往两边倾倒 跟着江城州往前走了一会 温兴颜好像又看到了一丝出路 然而就在男人搂着温兴颜 快步往前视 头顶突然传来不祥的断裂声 温兴颜抬眸看去 看到即将坠落的大块装饰 吊顶木格板时 呼吸一致 眼眸跟着睁大 提高音调出声 江城州要再快些 那木板面积不小 由于表面风存处理得好 烧焦程度远不及其他地方严重 但能看出来重量不小 话音刚落 温兴颜顾着看头顶 脚下突然狠狠绊了一下 江城州跟着手上一众 头顶木板再次传来断裂声 他抿唇覆身 抱起温兴颜就往前跑 温兴颜抬眸光 紧紧盯着头顶 那摇摇欲坠的大面积木板 开口道 江城州 来不及了 我们跑不出去的 男人听言跑得更快 喘息声混合着心跳声 被掩盖在周遭不停的爆裂声中 没多久 一向圣券在握的人 也出现了失误 嗯 江城州脚下一偏 被猛绊了一下 顺着惯性 抱着温兴颜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两秒秒后 头顶跟着船来咔嚓一声响 就差一点了 温兴颜看着那木板边缘 任命闭上眼 然而预料中的重物 并没有将自己砸得头破血流 江城州在最后关头 不管不顾 附身亲了一下他的额头 不知道哪里来的源源不断的力气 站起身带起温兴颜 将他用尽全力一推 高声喊道 往前跑 别回头 木板落地的声音跟着响起 砰的一声 震得人耳膜发疼 男人的话在耳边回响 温兴颜脚下疼却浑然不觉 麻木而机械地往前一瘸一拐跑 身后将男人被压在沉重的木质吊顶上 涣散眸光直直 看着逐渐跑远 始终未曾回头的女人身影 看了一会 将城州弯起唇角 跟着闭上了眼睛 头顶的血紧跟着从额头流下 依次划过单薄的眼皮侧脸 以及下巴 最后一滴接着一滴落在了地上 场外 Alex抱着温兴颜冲到安全区域 把他放到地上 嗓音不稳道 姐 你刚才说什么 再坚持一下 不要睡 人群跟着围了上来 面上抹了灰的女人 衣服布料上浑身是血 气息奄奄一息 文青林几个人群走在最前方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抬手拿起手机偷拍 温兴颜拼命睁开眼 抬手不知道往哪里一指 拉着Alex的领口 几乎是用气引导 江城州就在里面 离大门不远 快去 话还没说完 头顶突然犯上 一阵晕血 在知觉快要消失的前一秒 温兴颜闭上眼睛 一息听到了消防车鸣笛的声音 一时跟着陷入无边的空白中 一个月后 A市 近两日突然降温 寒潮来势汹汹 以强势态度 宣告这座繁华的城市 由秋入冬 冷风拍打在人脸上 犹如冰封 刺痛而寒冷 私人医院门口 站了许多面容严肃 等候迎接的黑衣人 为首的中年男人 已经等了好半场 忍不住调整姿势 搓了搓僵硬的手 苦着脸皱眉问旁边的助理 再打一个电话 问一下江董什么时候来 好的陈总 助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 眼睛看着远处空荡的街道 等电话接通的间隙 低声道 您说传言 江董与全权接任 家族事务的儿子 关系不合的传闻 会不会是真的 这人刚接回来 还昏迷着躺在里面 他这个当爹 没先来候着就算了 这都过了一天了 他才想起来要过来 多嘴 私人医院董事陈飞雄 听言皱眉 怒斥了一声手下 中年男人面上 虽然不敢多加评价 但心中 生死南部的消息 突然在网上疯传 但是消息没多久后 就被封锁 热度被人为压下来 江氏集团 也跟着发布声明 出来澄清 声称总决策人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并发出了一条 江城州本人的澄清视频 之前的传闻消息 和各种留言 也跟着被这条视频所破除 被认为是谣传 但不知怎么回事 过了一个月 这两天 流言蜚语又四起 原因是 一个月来 江氏集团CEO 没有出席任何商务活动 原本的许多他应该出席的盛大场面 也不曾见到他的身影 许多人又开始重新提起 一开始被压制下去的传言 江氏集团如此庞大的企业 如果决策人出现任何问题 对合作伙伴等相关利益连带者来说 会有重大影响 许多与江家合作的大佬 听了小道消息 纷纷急了眼 跑到江氏集团总部去找人 但都被拒之门外 对此 江氏集团依旧坚称 决策人没有任何问题 并发布官方辟谣 但同样的战术用了两次 江城州本人依旧没有现身 合作人不是傻的 已经不再相信这一套 众人组织起联盟 给江氏集团下了最后期限通知 态度强硬 要求其决策人 必须出席下一场公众活动 在大众面前亲自露脸辟谣 结束这场人心惶惶的闹剧 冷风阵阵吹来 私人医院董事陈飞雄 眼巴巴看着空荡的街道 心中想着 这让江氏集团众多利益 连带着翻脸的消息 江家合作的利益记得者 陈飞雄虽然只分了一小块蛋糕 但他的立场 和那些准备逼宫的人相同 同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是最先知道内情的人 昨天上面突然通知 要从C市接受一名 身份地位尊贵的病人 人来了以后 他直接吓白了脸 登记册上的名字 与江氏集团现任CEO江城州一样 他半夜接到电话 从被窝里跑到医院亲自确认 看见了躺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的人后 尝出了一口冷气 床上躺着的 赫然就是那位手段强硬 身份尊贵的江氏集团决策人 江氏家主的亲儿子江城州 还没来得及缓口气 江氏家主江问巡的人 便找到了自己 警告自己守住消息 同时为江城州 安排最好的医生 陈飞雄是个擅长权衡利弊的人 两相对比之下 他选择了服从 将这足够引爆舆论 与利益圈的消息 吞进了肚子里 按照江问巡的人的传话 安排好了所有的事情 江城州现在就在医院 最好的病房中躺着 三个小时前 他的父亲将是家主江问巡 通知要过来 陈飞雄立马带着人 但门口后着 谁知等了这么久 他脑子里七七八八的想法 过了好几轮 人还是没来 手下助理拿着电话 给江问巡的人打电话 打了好半场打不进去 眼睛突然睁大指着前方接到 陈总 车 车来了 我看到了 陈飞雄面色一冷 开口赤道 激动什么 别先乱了阵脚 助理听言 信信收回手 转头看后面的人 立马变了脸色严肃喝道 听到了吗 大家都给我严震一待 众人听言 纷纷整理了身上西装 站直了身子 不多时 几辆黑色商务车 在医院门口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 坐在车内的白发中年男人 垂眸一扫车下站着的一排人 江问巡眸色冷力 动作干净利落下了车 快步走到陈飞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声音沉冷 老陈 久等了 带下路 中年男人说着 率先走在了前面 陈飞雄曾经因为犯错 被他训过 此时老腿微微发软 看着人的背影 快步走上前去 江总 请随我来 星号 顶层病房 面容苍白的男人 双眸紧闭躺在床上 深邃的五官眉眼 如工艺般的雕刻 恰到好处 江问巡在病房门前停下脚步 透过门上玻璃 看了一回江城舟 转过头声音 冷肃问陈飞雄 他什么时候能醒 江董 医生说不太好说 什么叫不太好说 江问巡眉头一皱 连连逼问道 他到底什么情况 江董 江总他和医院签过协议 没有他本人同意 他的病情 不能详细透露 现在只能告诉您的情况 是他能否醒过来 医生也不能确定 情况好的话随时 陈飞雄真词 灼句 小心翼翼道 江问巡看着躺在里面的亲儿子 听言心头冒火 声音激动道 什么叫没有他本人同意不能透露 我是他爹 江董 您消消气 陈飞雄腿有些软 声音有些不文解释道 江总之前也来过我们医院 他和我们的医生签过协议 具体只有给他治疗的医生才知道 要是违背协议 需要赔付高额补偿的 多高额 赔多少 江问巡眼底冒火 揪住了陈飞雄领带 违约经一个字也不会少你的 现在去把医生叫过来 好好和我说清楚 陈飞雄听言 心里苦不能言 皱着一张脸道 江总 您听我解释 这是原则问题 我们医院第一遵从的 是病人本人的医院 什么医院 他现在躺在那里 不知道能不能行 他做得了主吗 江问巡情绪颇为激动道 你不想现在救走人的话 回答我的问题 我给你三秒钟做决定 陈飞雄听言 吓得面色苍白 周遭跟随的下属 听言也都大气不敢出 心中打鼓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就在江问巡等 陈飞雄回答的片刻寂静中 一道清冷的女婴 突然从走廊不远处传来 江叔 你倒不如省些力气 不要在这里喧哗扰人清静 就算你知道了 一半会也醒不过来 众人听言纷纷抬头望去 只见戴着口罩的女人身上 穿着白色中肠厚外套 两手插兜正朝这边看来 江问巡皱眉 认出了来人 语气不太好道 你怎么在这 温馨颜看出人 对自己十年如一日的鄙夷 神色淡淡走上前 忽略人直接推开了病房门 一边道 来看你儿子 温馨颜站住 江问巡冷声不满开口 你这目无尊长的模样 还是十年如一日不变 他们说 那日除了他 最晚出火场的就是你 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巧 温馨颜听言 手上动作顿住 转头看向江问巡 毫无波澜陈述事实道 因为我们本来是同行 最后关头他 为了救我 被重物砸到脱不了身 我先跑出去了 江问巡早有猜测 但没想到温馨颜 竟然能这样毫无愧色说出来 听见后 气得咳了两声 问 你为什么不救他 救他 温馨颜听言冷笑一声 我都不确定自己 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赌博上一把 拘救生死未卜的他 你心太狠了 好歹你们也做过夫妻 江问巡闭上眼睛顺气道 他是为了救你才被砸的 你既然能没有犹豫 就自己跑了 我看你以前对他的感情 多半也是装的 温馨颜听了江问巡 对他的指责后 毫无怒意 笑着弯唇 您终于看出来了 江问巡见温馨颜 如此情况还能笑得出来 气得脸都绿了 前段时间刚做了手术的胸口 有些隐隐作痛 一时说不出话来 私人医院董事 陈飞雄健壮 吓得面色发白 不敢吱声 温馨颜看江问巡 被自己堵得说不上话来 转眸朝陈飞雄道 陈董 江叔他看起来不太舒服 劳烦你带他 去休息处休息一下 别让他在这里 扰了病人的清静 温馨颜站在病房门内 说完话 抬手就要关门 江问巡的保镖 眼疾手快上前抵住门 不让他关上 面容强硬的中年男人 渐渐缓过神来 抬手指着温馨颜 开口冷声道 最应该离开的 应该是你这温家养的好女儿 他竟然在最后关头救了你 简直是愚蠢至极 你要一起进来也行 温馨颜健保镖抵着门 抬手直接松手 神色淡淡 便转身朝病床走 最后站在了病床前 声调沉静道 但是我不会如你所愿离开 视线落到病床上的人脸上 温馨颜微微一顿 看着男人那苍白 而毫无生气的脸 他脑海中突然就倒映出了 那天火海中 男人那被火光照亮的鲜活的脸 江温馨刚才有一点骂错了 那天最后关头江城州 让他跑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是 没有犹豫离开的 那短暂却有无比漫长的 逃往生处的路上 其实无数次 他是想回头的 那是活生生一条命 没有前辰恩怨 换任何人来 都不能如此心狠离开 可是最后他做到了 一次头也没有回 温馨颜心里 只想着活下去 跑出去 他还有亲人 还有一个他拼死拼活 生出来的小孩 他不能让温卷卷在 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情况下 还要失去母亲 他还要把小孩养大 就这么一个念头 支撑着他用失去知觉的腿 一路往前跑 全程没有回过头 现在温馨颜 站在江城州病床前 看着男人那张血色全无的脸 心中依旧没有后悔 江温馨站在旁边 还要接着责问温馨颜 突然见他转身朝卫生间走去 看了一眼亲儿子 那毫无血色的脸 江温馨心头一痛 转头再次呵斥道 温馨颜 你现在给我离开这里 从今天起 江温馨音量不低 陈飞熊耳膜震动 听卫生间水流哗哗声 开口弱弱道 江懂 温小姐说得不错 病人确实需要静养 人家是醒着的怕吵 江温馨看温馨颜进去卫生间 眉头一皱 转移了怒火 他怕什么 难道还怕我吵醒他 我就怕 江温馨说到一半吸了音 温馨颜手上拿着湿毛巾 走出卫生间 接上他的话 神色淡淡道 就怕他醒不来 江温馨被讲出不敢言之处 再说一次 你再不出去 别怪我不客气 江叔不用这么紧张 他都这样了 我不会再做什么害他的事 温馨颜开口道 手上拿着毛巾 不算温柔地给江成舟擦着脸 等我给他擦完 我就离开 事到如今 你倒是装模作样起来了 江温馨冷哼一声 我最多再等你三分钟 温馨颜对江温馨的冷声嘲讽 毫无反应 给江成舟擦完脸后 又将视线落到他手上 男人骨节分明地手上包了厚纱布 那里似乎是骨折了 裸露在外的纸节干净 依旧透着养尊处优的金贵好看 温馨颜抬起江成舟的手 替他一一擦过 没被纱布包上的手指纸节 随后将纱布叠好 放到床头桌上 抬眸看对面江温馨 问 三分钟到了吗 早过了 江温馨看着他美好气道 你现在也顺心了 走吧 温馨颜点头 听言转身边往外走 然而走到门口 他却突然顿住 我每天都会过来 江温馨听言火气再次上头 声音比方才还要高上两度 你这温家女儿 怎么跟温芳远一样讨人嫌 我都说了 不准你再看她 江温馨的怒火 让墙上金属窗框 都跟着震了两下 发出回音 病房外的人 吓得心惊肉跳 大气不敢出 病房内跟着陷入沉默 就在众人都竖起耳朵 猜测温馨颜会如何回话 病房中突然响起了一声 带着不耐的暗哑声音 吵什么 话音一落 温馨颜与江温馨双双转过头去 只见方才床上 还双眸紧闭的男人 桃花眼半睁开 琥珀色眸子看过来 包了纱布的手半抬着 手指僵硬地动了两下 臭小子 江温馨见状 原本严肃的脸上 现出欣喜之色 走上前去 握住了江成舟的手 难得请赶外露 霸在这 外到等候的人 听言纷纷朝里看来 以陈飞雄为首 人人面露惊讶 昨日那医术高超的医生 都说情况不乐观 人一时半会 很难醒过来 如今 江成舟却切切实实睁开了眼 众人见了不由的震惊 爸 江成舟眉头皱起 第一次见江温馨 笑成这副模样 有些不太习惯 艰难抽回自己的手 你挡到我了 江温馨听言笑容一致 转过头去 看到了双手插 都站在不远处的温馨妍 想起方才人 跟自己亲口承认的是 他把人挡言实了些 回过头低喝道 逆子 你要是交代在那活场里 江江那么大一个家业怎么办 江成舟被猴的耳膜微微发疼 皱着眉偏头 指着江温馨身后的温馨妍道 爸 我头还疼着 你先让开 我有话要问他 江温馨听言 眉头又皱了起来 看了一会江成舟那苍白的面色后 黑着脸起身让开 朝外面诧异的陈飞雄招手 老陈去请医生过来 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好的好的 陈飞雄回过神盲应道 信信把门关上 低声训了一下 旁边同样满脸 好奇的下属 带着人匆忙走了 门应声而关 江温馨又恢复了平常那张严肃面孔 走到一边沙发上坐下 看了一眼温馨妍后 冷声开口 在医生来之前 你跟他去把话说完 温馨妍没有踩他 双手插兜 直接走到江成舟病床前 看了一眼面色不太好的男人 问 要跟我说什么 江成舟眉头脸着 琥珀色眸子 看了温馨妍伤 扯起唇脚问 那天火场最后你走的时候 为什么跑得那么干脆 不回头看我一眼 温馨妍莫名其妙皱眉看他 不是你让我别回头的吗 江温馨在旁垂眸听着 手上掏出雪茄 冷冷哼了一声 江成舟头有些疼 语气怪一问 我让你别回头你就不回 你知道什么叫情不自禁吗 温馨妍听那孩童耍赖式的语气 眉头拧得更厉害 我只想着要活下去 哪来的什么情不自禁 我只知道 那时候我情不自禁 想要跑快些 一边江温馨听岩掏出打火机摇了摇头 跟着山峰点火道 你倒是做了英雄 可他不领你的情 巴不得离你远些 江成舟听了温馨妍的话 气不顺咳了一声 转头看向自己坐在一边要点烟的亲爹 开口道 爸 这里是医院 你要抽出去抽 别在这里污染空气 你这混小子 哪我开涮呢 江温馨听岩眉头皱起 收回了雪茄 抬手指江成舟和温馨妍 你们两个 快点把话丢说完 以后不许再纠缠 我看干脆连面也不要再见 江成舟收回目光看温馨妍 从上到下扫了她一眼 不知是确认了什么 气息平顺了些 跟着说 行 不提那事了 温馨妍 江成舟眸子紧紧粘在温馨妍脸上 接着问 我昏迷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直在照顾我 温馨妍 没有的事 照顾你的一直是医院护工 别骗我 江成舟皱眉 眸色带上不愿 刚才你给我擦脸擦手的时候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刚才是我给你擦的 不过一共就那么一会儿 江问巡在旁边听言 再次冷哼一声 谁知下一刻 床上原本还皱着眉头的人 唇角突然弯起 那便够了 江成舟缓声道 唇角缓缓迁起 犹如春日煎冰出融化般 眼眸都带上了柔和的光 江问巡看亲儿子那模样 行到温馨妍 是后来给他下了迷魂药 起身便要赶他走 行了 他说跟着看病床前的温馨妍 皱眉不耐 怎么还不走 医生跟着陈飞雄走了进来 面向斯文 朝江问巡点了下头 江总 江问巡轻点了下头回忆 跟着人走到病床边 你看看 他这是怎么回事 爸 你先出去 江成舟皱眉看亲爹 一直在自己眼前晃 头有些晕 跟着看旁边的温馨妍 说 你留下 臭小子 江问巡气的直指江成舟 你这是被砸魂头了 你自己受着吧 江问巡说着 直接副手转身出了门 边走边将雪茄 重新从口袋中掏了出来 估计是烟瘾也犯了 要去外边来上一根 中年男人说着 直接出了门 老陈跟我出去 陈飞雄忙 跟在江问巡后方出去了 病房中 只留下了医生与江成舟 和温馨妍三人 不轻不重的关门声跟着响起 温馨妍给医生腾出位置 面向斯文的中年男人 拿了轻便的设备上前 开始给江成舟检查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温馨妍收回目光单手 撑着额头 坐到了江问巡方才作者的沙发上 半小时后 医生收回设备开口 江总 目前来看 整体看不出什么大问题 但为了保险起见 建议您还是留在医院 停留观察半个月 江成舟手指习惯性 在床垫上敲着 琥珀色毛子围转 似乎是在思考 跟着看向温馨妍问 我睡了多久了 温馨妍 以为这人有把握才没问 没想到人刚才问了 一大堆有的没的 把最要紧的话 留到了现在 才想起来要问 听言他微微一笑 走上前 把手机按亮 递到江成舟面前 亲眼看到江成舟 那半睁开的桃花眼 骤然一跳后 温馨妍弯唇道 江总 你睡了一个月 外面都要变天了 现在合作方各位大佬 就差跑到江市集团 总部逼宫了 还给你下来个最后通牒 你要是不出现 他们就要联合宣告 你大现已至了 医生早有耳闻 听言也跟着心惊肉跳 谁知床上身陷传言的主角 听言沉默了一声 跟着悠悠开口 你在关心我 医生 温馨妍 床上男人的目光 紧紧盯着自己 想起要紧的是 温馨妍没有什么感情的点头 是 我在关心你 江成舟听言 唇角不自觉弯起 跟着才问 他们定下的最后通牒内容是什么 他们搞了个唬人的联盟 要求公众已知的 下一次有邀请你的重大场面活动 你必须露面 温馨妍妍说 你先出去吧 江成舟听后 朝旁边医生道 好的 江总 我最后提醒一下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不便操劳 医生说 我清楚了 你先出去 江成舟点头 好的 医生最后忍不住好奇 看了一眼温馨妍 跟着转身离开 门再次被关上 房间中 一时间只剩江成舟和温馨妍 两人互相对望 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江成舟问 温馨妍垂眸 跟着说 三天后的宴席 什么活动 江成舟皱眉 没有任何印象 温馨妍看见他眼眸中 沉默一瞬后开口 温家的婚宴 温家只有一个儿子 江成舟听言沉默伴上 咒眉问 温馨妍要娶林清暖 不是 温馨妍摇头 眸光看到别处 说 许若回来了 一个月前的火灾 因为林清暖的拼死相救 温馨妍最后毫发无伤地出了火场 温大少爷命薄也命大 因为被呛了几口浓烟 出了火场 被送去紧急抢救 最后被救了回来 人在医院里躺了一周 就恢复过来了 倒是林清暖 因为就他伤得不轻 女人的伤不在性命 却主要在皮肉上 但是手臂上 就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大片伤疤 温馨妍期间 去看过他几次 林清暖精神头还不错 还在调侃清醒自己没烧到脸 人现在看来 和文艺轩是彻底掰了 而且是平静无风 没有任何波澜的分手了 许氏当时火灾前两人 就已经吵得够彻底了 那时林清暖 把文艺轩送到安全之地 便被分开 送去别处医治 过后也没再和文艺轩纠缠 而且 许若回来的消息 也仿佛是掐准了点半道来 要让不适合的两人彻底分开 文艺轩昏迷苏醒当晚 还没缓过神来的他 接到了一通来自故人的电话 而后便发着 风当夜离开了医院 林清暖自从火灾后 也没再去找他 文大少爷忙着会救人 也没有心思去探寻 是哪个做好事不留名的人救了他 半个月后 文家大少爷订婚的消息便传出 婚约另一方 是曾经赫赫有名的 许家的掌上明珠许若 他后来来找过温新妍 是两个人一起来的 相比当初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许若美得依旧 但却成熟稳重了不少 那一头金发 也早就换回了乌黑浓密的黑发 当初他父亲公司破产欠下的债 这些年他都还清了 同时他结过一次婚 女儿已经有七八岁 被他带着一起来见温新妍 同样出落的水灵 这次回来他 原本是因为刚离婚 心情不好 想起回国散心 但一通电话打给文艺轩后 文艺轩竟是直接从医院 穿着病服去见了他 许是年少时的爱恋 过于刻骨铭心 又或者是执念 随着时间增长 逐渐深重 他告诉了文艺轩 所有这些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文艺轩依旧待他如往西般温柔 最后竟是直接向他求了婚 最后婚戒如文大少爷所想 戴在了白月光的手上 温新妍后来问过许若 因为许若是二婚 文艺轩还因此和家里大闹了一场 逼得父母最后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要求 年少时的爱恋过于刻骨铭心 文大少爷想要给一直藏在心中的人 最盛大 最耀眼的婚礼 当晚便告知了大众 连夜订做了请帖 第二天发给了不少人 当初的失去太过突然 文艺轩只想拼命抓住 曾经失去的爱人 时间过得也快 此时来看 婚礼就定在距离现在的三天后 江家和文家是失交 两家的儿子女儿 从小便在一起玩 江城州和文艺轩是亲如兄弟的好友 连公众都对此知晓颇多 文艺轩结婚 江城州不说当伴郎 最少也应该出席送礼 这是公众达成的共识 三天后 文家要在全城地段最贵的 滨江海岸边自家开的豪华酒店中 大摆沿袭 这原本就是一桩大事 现在有了江市继承人生死不明的传闻 众多商圈大佬一通下了通牒 所有的媒体公众 更加盯紧了这场盛大的婚宴 就在看江城州到底会不会出席 温兴颜眸光定在别处 正在想着这一个月来发生的事 门口突然响起开门声 方才掏了烟出去的江问巡 没打招呼 直接走了进来 看了一圈病房里 只剩下温兴颜 没好气问 医生呢 我让他走了 江城州说 江问巡听言走上前 看了看温兴颜 又看了看江城州 最后板着脸说 你母亲以前让人查过 你们两个天生八字不合 我原本不信那些虚的 但你们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 离了也就罢了 现在为什么又藕断撕连起来了 温兴颜听言 皱眉必要开口 谁知江城州 先他一步开了嗓 爸 别说了 我看是你和温叔八字不合 你连带着看我们也不顺眼 江城州看向江问巡说 你放心 他今天就来这里这一次 以后不会再来了 江问巡见人 方才还难舍难离的 现在听了亲儿子不思作假的话 压一片刻后冷哼一声 他今天也不该来这里 江城州顺着他的话点头 江问巡见了 他的反应面上的冷硬 缓和了险 谁知下一刻 原本躺在床上的人 不知道哪里来了力气 用包满纱布的手撑起身子 江问巡吓得脸都绿了 快步上前要扶他 江城州坐在床头 抬手朝跟随他进来的陈飞雄一抬 神色严肃开口吩咐道 陈董 现在帮我办下出院手续 江问巡上前要扶江城州的手 听言一顿 回过神来后 抬手给江城州看上去 完好无损的手臂上来了一下 臭小子 六你爹我呢 温兴颜有些好笑 一声抬手一挡 碰瓷般闭上眼 爸 你刚刚那一下 打得我头都痛了 你别想出院 星号 两天后夜晚 距离文士继承人大婚前夜 市中心地标旁边的顶好小区 入户电梯在顶层停下 围着围巾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温兴颜 一手抱着电脑上 一手提着保温饭盒 走出电梯 抬手放到唇边轻哈了一下 还有些僵的手指 他走到门前 直接输入密码 门咔哒一声 开启成功 室内暖气开得足 一入门 便将温兴颜从外头带来的寒意 驱赶了七八分 快步走过玄关走廊 只见客厅内男人姿态闲适 躺在沙发上 双眸闭着 线长的睫毛 在面上头下小片阴影 面色比前两日好了些 来了 江城州早就听到了开门声 没有多加思考 便判断出了来人 知道他这门密码的 除了他亲妈 就是温兴颜 密码 是温兴颜两天前 他出院是向他讨要的 这两天晚上 他都会过来一趟 来了主要就是 和他谈江市集团 最近的事务状况 来的时候 还会带上汤饭过来 沙发旁边放着轮椅 温兴颜上前把挡路的推开 走到沙发上坐下 把电脑和保温餐盒放桌上 江果果呢 你们吃了吗 今晚带的椰子乌鸡汤 美容养颜 明天让你 直接在文艺宣婚礼上 大杀四方 房间里的江果果 听见声音哒哒哒 他从房间里跑出来 声音带上了雀跃 扑进温兴颜怀中 姨姨 你终于来了 我快要无聊死了 一个月前的火灾 江果果和文小乐 被带去托管 人带着俩小孩 在旁边公园逛 成功躲过了那场大火 你无聊什么 刚才不是让你 去给我倒杯水吗 江成舟从沙发上 撑着坐起身 你耍脾气 自己跑房间去了 你就我现在算是半身不随了 提前享受一下 老了以后的待遇 你这小没良心的都不肯 不用提前 你已经够老了 江果果抱着温兴颜 开口高声朝江成舟道 我现在可不怕你 因为你做不到我了 你看我还能不能揍你 江成舟听言 抬手挽起衬衫袖子 伸长了手臂 就要去提江果果后领赞 一一救我 江果果吓得猛一抱紧温兴颜 把头埋他怀中 温兴颜默契一转身 抬手打开江成舟伸来的手 你跟小孩计较什么 他垂眸拿出仓盒 江果果果和江成舟 一人一份放到人面前 江果果被温兴颜 放在了江成舟抓不到的安全区 拿了热腾腾的餐盒 抓起汤勺埋头便吃 边吃边埋怨 我等下就要叫我妈妈带我回家去 我要跟他说江成舟把我当同工 老是使唤我 江成舟手指有些僵硬地拿起筷子 你还知道同工 你去打电话给你妈 看他来不来带你 江果果气得咬起一大口米饭 送进自己口中 跟着说 我妈不爱接我 那我就去找外公 他忙得很 你看看他有没有空管你 江成舟说 因为江成舟的昏迷 退休后的江问巡 这一个月来又重新上了岗 雷丽风行回去坐镇CEO办公室 江问巡上任第一天 就替江成舟开了不少人 同时还花钱封了他们的口 没让风声走漏 这其中首当其冲就是温兴颜 人还没去到公司在家里 就收到了被炒的电话 江果果其实早就 偷偷给亲妈江灵 和亲外公江问巡打过电话 两人都告诉自己 有事要忙 让他乖乖听江成舟的话 此时被江成舟一说 江果果气得端起自己的餐盒 转头换上了乖巧的样子 和温兴颜说 姨姨 谢谢你给我带饭 我想回房间 去吃可以吗 去吧 温兴颜亲摸了下他的头温声说 那我去唠 江果果听言端着饭盒哒哒哒 就往自己房间跑 进了门啪哒一声关上 江成舟看着明显的区别对待 气得太阳穴突突跳 沉默半晌 看向温兴颜突然开口 还好我们当时没有小孩 照我们家这叛逆的基因 我要气得英年早逝 你自己失败 还怪小孩 温兴颜颇为无语看他一眼 想到家里没脾气的小哭包 直接道 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去 让上幼儿园的小孩 给你端茶送水 请个护工过来 不好吗 不是我不请 江成舟包着纱布的手 拿着筷子 怎么也夹不起饭菜 眉头皱得死紧 你看江果果那个 浑世魔王的样子 其实怕生得很 之前他妈和他爸 没时间管他 把他给保姆带着 被人虐待锁进房间里 不给吃喝 还是我有事 突然过去发现的 这件事过后 小屁孩变得 比之前还顽劣 其实心里头阴影还在 那你还整天 吓他说要揍他 温兴颜看不下去 抽过他的筷子 替他夹了菜 送到人唇边 江成舟正然一瞬 看着温兴颜 那张和工作时 没什么两样的严肃面容 张纯吃下了菜 慢条丝里咽下去后 跟着说 因为他清楚我怎么说 也不会真的揍他 男人吃相斯文 白膝唇脚 因为动作不便 沾上了饭菜油水 温兴颜 平时为温卷卷习惯了 下意识顺着惯性 抽了纸巾 抬手替他轻擦了 女人低垂的眉眼 看上去温柔而勾人 动作轻得如蜻蜓点水 唇角的触感轻柔似水 江成舟眼眸 不可察觉颤动一下 心中滴滴骂了声 该死 不太自然地挪开目光 看向别处 心跳跟着快了两拍 就这一瞬间 温兴颜收回了手 浑然不知 因为自己的一个下意识动作 搅动了某人心中的一池春水 又隐隐约约 重新勾起了 人心里曾经覆灭的念头 将纸巾丢进垃圾桶中 温兴颜重新拿了汤勺 咬饭送江成舟唇边 看了一眼放在旁边的轮椅 问 明天要怎么办 那日温兴颜晕过去后 消防救援紧随而至 昏迷的江成舟于大火戏卷前 被冲进火场的消防员救下 也因为此 因此他身上的最重的伤 和其他多数伤员不同 问题主要出在骨头 而不是皮肤或支气管 江成舟的医生 只将具体情况告诉本人 温兴颜也不太清楚 江成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只知道 人身上骨头肯定折了不少 但内脏应该没出大问题 前段时间 江市集团为了辟谣 在网上发了江成舟以前录的视频 对外作假声明 声称集团决策人身体健康没有答案 照现在这个情况 江成舟明天肯定是不能身体健康 出现在众人面前了 温兴颜把汤勺递到江成舟唇角 江成舟垂谋张纯吃了饭 却陷入短暂沉默 饭菜香让人安心 室内的氛围也充满安逸 但即将面临的场面 却切切实实是一场死局 照江成舟目前现在这个情况 明天如果出现在众人面前 那么就是摆明了 江市集团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对外 公然撒谎欺骗大众 就算再变一个谎言 说江成舟是临时出了问题 摔倒碰倒才做轮椅去的 但在外界看来 未免过于蹊跷 闲言碎语难免生起 众口难评 一点舆论的负面影响 都可能让江市集团 以前做的公关功亏一篑 竟然可能迁移发动全身 影响股价 合作者的信任等众多紧要关系 另一个方面 如果江成舟明日依旧不出现 那么之前众多急了脚的合作大佬 恐怕要直接直指江市集团 总部大楼 上门大闹解约等事物了 目前来看 选择哪一个方向 好像最后江市集团 都要为此狠狠在一个大跟头 沉默间参合见空 江成舟依旧没有开口 唇角敏直眼中思绪不明 琥珀色眸子直直看着温兴颜 老板 现在是怎么说 温兴颜看不懂他什么态度 收回筷子和勺子 放进袋子中 一边问 江成舟吃了热汤饭 唇色红了些 见温兴颜收回手 他琥珀色眸子 闪过一瞬的意味不明 不自然干咳了一声 抬手抽了张 放在手边的纸巾 给自己擦干净了唇角 江成舟跟着开口 我叫了傅思远过来 在那边可不是简单站个几分钟能了事的 几百双眼睛盯着你几个小时 等下你江总在宴会上突然倒了 到时候媒体编排的 就不只是你江家 直接买一送一连带着文家一起 你的好哥们婚也不用结了 温兴颜撑着额头皱着没说 正思考着对策 突然一声开门生气 正逢江哥哥吃完饭 吭吃吭吃跑去厨房 把自己都挽洗了 拿回来递给温兴颜 求夸奖般笑的灿烂 姨姨 我刷好碗了 谢谢你请我吃饭 我先回去做作业了 江成舟也思考着 突然被分了神 看着变了个人似的江哥哥 咒没问 你还用写作业 知道亲舅舅是在嘲讽 江哥哥故意不理他 装没听见 温兴颜摸了摸他的头 用和温卷卷说话的语气温声道 乖宝宝 去做作业吧 那我走了 江哥哥听了温兴颜的后 小脸红扑扑的 笑得牙不见眼 哒哒哒跑回房间 一一等下给我检查作业哦 好 温兴颜看着江哥哥雀跃的背影 有些哭笑不得 慢点跑 当心客道 江哥哥跑太快 没听见再次进了自己的房间 江成舟双手抱毙 开口悠悠道 他皮实得很 你别太惯着他 温兴颜收回目光 毛子瞬间从温柔似水 变成了平静无波 看着江成舟道 我建议你 还是换个教育方式 和我一样心平气和 和他沟通不行吗 他幼儿园的老师 都是这么心平气和 和他说话的 可没见他对谁这样过 江成舟看着温兴颜 突然皱眉说 小孩好像都特别喜欢你 哥哥喜欢我 是因为我之前 抢救了被掖住的他 那个时候 你还在浏览器 紧急搜索抢救方法 温兴颜直接道 而且 谁家好舅舅 半夜给小孩弄龙虾面吃 又要凶巴巴 又过分溺爱 拧巴得很 小孩不喜欢这样的 江成舟听言微微一正 思考了一瞬 跟着皱眉说 可是文一轩的大胖外甥 文小乐也很喜欢你 温兴颜想起那个 白白晶晶要抱抱的 小娃娃的脸 唇角不自觉弯起 贪手道 你说的也是 可能也和面相有关 我面相天生招小孩喜欢 说起来 自家江果果 喜欢文一轩外甥文小乐 文小乐只喜欢吃饭 温眷眷喜欢江果果和吃饭 三个小孩之间 很神奇地组成一出三角恋 连带家长之间关系 也颇有渊源 竟是那样相安无事 一起在幼儿园玩了一阵 而没有闹出更大动静 温眷眷的转学手续 趁着江城州没醒这些天 温兴颜刚完成手续 这两天就要送金儿子 去新学校读 虽然手续好了 但是还没告诉 请了一个多月在家的温眷眷 人现在天天盼着 要回学校见江果果 要是到时候 送到学校一下车 发现学校变了 同学也变了 估计得现场崩溃 和金儿子的沟通工作 同样令温兴颜头痛 不过眼下 还有更重大的麻烦 温兴颜强迫自己 将脑子里杂七杂八的想法 先清空 拿起桌上的电脑 打开了这一个月来 他从Alex那边得到的 部分集团事务情况文件 递到江城州面前 这些事务合作你先看看 免得到时候 要却答不上话 怎么信息缺这么多 江城州看了一瞬便皱眉 Alex发给过我完整版的了 这小子现在也防着我了 温兴颜听言收回自己的电脑 后背靠到沙发上 大意了 我只记得自己被吵了 都忘记你是江市集团 明正年顺的CEO了 以为你也要跟我一样 看个边边角角 江城州与温兴颜坐在同侧 彼此的手臂之间 只隔着不到两指宽的距离 江城州转头看他 听言撞落无疑问 你之前不是还巴不得要走 现在怎么突然 对我这么不离不弃了 温兴颜眉梢跳了跳 把心里头的心思压下 维持住表面的正常 眼睛都不眨一下说 跟着你这么些天下来 我觉得 你是个商业上难得一遇的奇才 就这么蛇了 难免可惜 自然是能帮你一把是一把 红小孩呢 江城州听着一板一眼的话 低笑一声 近距离看了一回 温兴颜近在咫尺的白净的脸 跟着放慢了语调温声说 你拉不下脸 不愿讲编罢了 我都知道 温兴颜听言 漆黑地谋略过一瞬的错愕 不清楚江城州到底知道了什么 来不及思考 门铃声突然响起 温兴颜避开江城州看来的目光 站起身朝外走 我去开门 客厅到玄关的走廊 有些距离 来串门的人不是个急躁的 待温兴颜走到门口 一共就响了一次门铃 抬手开了门 温兴颜向外瞧去 只见面容斯文儒雅的男人 戴了银边眼镜 身上穿着黑色大衣 脖子上围了条黑白格纹围巾 和软茉微前段时间 在织的那条疑似同款 温兴颜眼睛微微一瞇 还为开口打招呼 傅思远微微一笑 领先十分上到开口 温小姐好 围巾不错 温兴颜不嫌不淡说 跟着转身朝礼走 她在客厅里 傅思远关上门 跟着温兴颜往前走 边走边问 软软最近在忙什么 都没空回我信息 我还想问你 温兴颜听言脚步顿住 转身看她 目光中带着审视 人上次和你出去了一趟 回来躲被窝里 哭了一晚上 本来我是挺认同 你这个媚婿的 因为我觉得 你应该和江城周文一轩 不是一个德行 但现在 我觉得我得重新审视一下 你到底担不担得起了 温兴颜从回来后 就发现软茉微不对劲 天天抱着手机发消息 而且还老是夜不归宿 问她她又不肯说 还是有天温兴颜 从楼顶阳台 看到楼下 站在车边的傅思远 才发现了两人的情况 软茉微 以前一直在拒绝傅思远 还扬言自己 肯定不会跟她在一起 结果现在 竟然陷进去 温兴颜猜她不肯 说是因为拉不下脸 加上傅思远 在她的印象中 一直是个靠谱的 她也就随软茉微自己去了 没再多问她的情况 直到一周前的晚上 软茉微大半夜回家后 一言不发 那个时候 温兴颜在家里 忙着看电脑整理文件 还是温卷卷发现的情况 说软茉微眼睛红红的 温兴颜放下手头工作去找人 才发现人躲在被窝里哭 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也不肯说 从那之后 她就一直窝在家里 也不出去约会 也不抱着手机了 看起来状态不太对 一直闷闷不乐 温兴颜本来就在尝试联系傅思远 但是因为事情太多 搁置下来了 眼下刚好在这里遇了她 加上走廊上只有他们二人 她索性停了下来 直接质问 你发现我们的情况了 傅思远面露惊讶 跟着问 你说软软回去一直在哭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她这周在做什么 她状态不好 温兴颜双手暴毙 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我没做什么 我就是跟她求婚了 傅思远听言皱眉 但是我没有逼迫她什么 我和她说了她要是不愿意 我可以等她 结婚 你们才好上多久 温兴颜问 傅思远听言沉默一瞬开口 半个月 你是着急要和文艺轩一起白酒席吗 温兴颜破为无语 跟着问 除了求婚 还有什么事 傅思远听言沉思一瞬 求婚之前 我们还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聚会 我知道为什么了 温兴颜听言眼皮微跳 跟着说 先进去吧 她说着就往客厅走 傅思远皱眉跟在后面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题不在你 在你们那些同学上 温兴颜边走边说 傅思远不解仍要追问 看到不远处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突然迟疑出声 周二 温兴颜见江成舟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走廊 快步走上前问 你怎么过来了 没什么 等得有点久 过来看看 江成舟坐在轮椅上 还能感觉到傅思远带进来的寒意 抬眸弯唇问温兴颜 你刚才说我和文艺轩一个德行 是什么意思 温兴颜一顿 本来要推轮椅 听言直接忽略了江成舟的问话 往客厅走 里面暖和线 你们有事进里面谈吧 我先去房间里 给江果果看下作业 傅思远见状缓过神 长叹一声 走上前拍了拍江成舟的肩头 推轮椅往前 好哥们 心里头清楚的话就不要问了 不过他直接不回答 是不是比给你答案还不好受 身为多年的知交好友 同样是感情生活失忆 一方心里不好受 总是知道 怎么捅另一方心窝子 让人陪自己一起失落 谁知江成舟听言沉默半上 并没有低落 反倒是炫耀班杨纯说 还行 他就是刀子嘴斗抚心 这三天一直是他过来陪我 傅思远听言陷入沉默 垂眸看到 轻如兄弟的人 坐在轮椅上的模样 作为旁观者的他心里清楚 温馨颜 看他和看江成舟没什么分别 要是真有意思 不是这公事公办模样 肯定是有其他目的 但他还是不忍心 打破落难兄弟心头的美好幻想 硬着头皮说了声 周儿 我真是羡慕你 两个小时后 傅思远和江成舟 最后去了医疗设备房 没待在客厅 两人进去好一阵 说话声隐隐约约响起 但听得不真切 而后安静了好一阵子 另一边同房中 温馨颜把趴在书桌上 睡着了的江果果抱到床上 给他噎好被子 将他小脸上的碎发俯开 而后摸摸他的头起身 正要收回手 睡着的江果果 突然抱住了他的手蹭了蹭 开口喃喃道 妈妈 我好想你 温馨颜听言一顿 心头微酸 另一手轻轻拍江果果的后背 用哄温卷卷睡觉的语气 温生撒了个谎 妈妈在 果果不怕 乖乖睡觉 话一说完 江果果抓着自己的小手 放松了些 温馨颜又耐心 给他拍了一会背 等小孩呼吸逐渐绵长 他放轻了动作 抽回自己的手站起身 看了一会连睡觉 都不安心的江果果 温馨颜轻叹了口气转身 跟着突然顿住 被门口的人吓了一跳 只见江成舟坐在轮椅上 正看过来 腿上盖着宝毯子 见他被吓了一跳 男人唇角戴起浅淡的笑意 温馨颜瞪了他一眼 走过去把人推出去些 关上儿童房的灯 跟着轻手轻脚关上了门 你这人怎么回事 没声没响 吓了我两回 温馨颜没好气往客厅走 江成舟自己推了轮椅往前 说 是你太入神了 我叫你的话 等下把好不容易哄睡着的小孩吵醒了 不就功亏一亏了 温馨颜走到客厅处 四下扫了一眼 不见其他人 咒没问 傅思远呢 他刚走了 江成舟回答 情况怎么样 温馨颜转眸看他 江成舟听言沉默许久 跟着湾纯看来 跟你预料的差不多 他说 我现在站不了多久 不能去 温馨颜早有预料听言 却还是沉默了一会 暴毙已靠在沙发边 问公关团队的建议呢 不去 江成舟推着轮椅到温馨颜旁边 说 他们建议用其他理由再搪塞过去 你的想法呢 温馨颜漆黑的眸 看着江成舟问 江成舟也看着他 沉默后开口 一样 刚和公关打了电话 最后坐轮椅去 也只会让流言更加猖狂 刚才电话 我最后同意了他们给的方案 明天他们会再给外界 一个我没去的原因说法 至于那些合作的人 我让人私下联系了 私下和合作者沟通 稳住他们的心 其实也有一定风险 就怕人走漏风生 但江成舟给出的方案 目前来看 已经是最妥善的选择 我相信你的选择 温馨颜说 江成舟这些年 掌管江市集团 见过的大风大浪比他多 常年身处上位 温馨颜相信他的判断 江成舟听言 心头微微一动 抬眸看温馨颜 灯光下平静的脸 女人眉眼间 比当年多了多少韵味 说话做事干净而果断 哄小孩时 却有温柔似水 就这么看了一会 温馨颜率先 抬手拢了一下衣服 转身去拿了餐盒 时间也不早了 我回去了 不用送我了 江成舟轻眨了下眼 看他大衣 一摆在空中 划出漂亮的弧线 干净利落 转身就要往外走 开口道 等等 温馨颜 脚步要出客厅 听言停下脚步 促眉转头 怎么了 刚才我看到你哄江哥哥睡觉了 江成舟没话找话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很喜欢你了 你好像很会带小孩 温馨颜听言 眼尾不可察觉的一跳 转头往外走 以前无聊 看过两本《玉儿经》 你还看《玉儿经》 江成舟听言推轮一根上前 在后面问 你喜欢小孩 温馨颜走得快 听得在玄关处停下 手放在门把手上 转身皱眉 看江成舟 紧随而至的男人面上 带着浅浅笑意 不像是发现了什么厚的试探 还行 我记得 你好像不喜欢小孩 温馨颜诞生随口说 跟着拉开了门走到门外 女人无信的话 江成舟听言 唇角笑意却凝住了些 沉默一瞬后 她看着要离开的人开口 侯杰滑动一瞬 问 晚上风大 要不要留下来 有多的房间 温馨颜听言醋眉 跟着说 不用 外头了 不用送了 再见 温馨颜说着 直接关上了门 转身便走入了电梯 留下门内坐在轮椅上的男人 独自看着关上的门 微微出神 型号 楼下的风 果然像江成舟说的 不是一般的大 才走出单元楼玻璃门 带着森森寒意的冷风 便往脸上吹 温馨颜这次过来没有开车 走出了门卫处 寻了个风小的地锤谋打车 谁知手机打车界面还没打开 耳边突然响起两声车笛声 温馨颜抬眸一看 只见黑色大巨在面前停靠 车窗拉下 傅思远那张纸比江成舟 差点意思的优越好看的脸现出 温小姐 谈谈 你在楼下蹲我 温馨颜双手暴毙 直接问 傅思远听言轻笑了一声 点头道 是 我没空 温馨颜直接拒绝 我有些你不知情的消息 想和你换一下 我和你说 你告诉我 软软为什么心情不好 可以吗 傅思远也直接说 什么小姐 温馨颜皱眉 关于三年前 你和周 还有江家的事 傅思远手放在方向盘上轻敲着说 面上是胜券在握的从容 我不感兴趣 温馨颜直接拒绝 三年前的事情 我都忘了 温小姐 越要忘的 说明越在意 傅思远慢条思理提醒说 而且三年前的事情 远比你料想的 要出人意料 再出人意料又如何 如今都与我无关 温馨颜说着 往前走了几步 与傅思远的车错开 傅思远见人走开 也不气馁 将车重新往后倒退了小段路 车窗再次对上温馨颜 温小姐 就算是如今 也与你有关系的 你有没有发现 你回来之后 一直待在江市集团 但是却没有看到一个应该见到的人 谁 温馨颜皱眉 江承熙 傅思远逐字说 温馨颜听言面色一顿 还未问出口 跟着听了男人接下来的话后 眼睛骤然睁大 他死了 傅思远说 一小时后 酒馆中 面色发冷的女人 一手背着夸包 快步穿过酒馆中 各桌或哭或笑的人们 走至某处 看见眼前独自一人 坐在双人桌边喝酒的女人 温馨颜脚步一顿 刚和傅思远谈完事情 心中的波澜还未压下 温馨颜本想装作为看见直接离开 却见那女人眼中滑落一滴眼泪 顺着白皙面颊流下 见到此景 他也没办法视而不见了 直接走上前 坐在女人对面 从自己包中拿出了纸巾递过去 洁白的纸张突然出现在面前 凌清暖愣了一下 抬眸看到了温馨颜 他不自然地扯了地笑 抬手接过纸张 一边快速抹了眼泪 用有些哑的声音说 谢谢 好久不见了 温小姐 两人上次见面还是在C室 温馨颜此时坐在凌清暖面前 仔细看了女人面容 凌清暖面色苍白 眼周还有些清黑 眼眸中有悲伤 但那骨子明亮的劲儿还在 是因为文艺轩吗 温馨颜直接开口问 凌清暖听言微微一愣 跟着扯起唇角 关他什么事 你不说我都快忘记这个人了 是吗 温馨颜看他手边已经容量不小 却见了抵威士纪酒瓶 抬眸看见人眼中 他明天要结婚了 你知道吗 凌清暖听言 眸色瞬间一按 眼眶红了却连自己都不知道 依旧倔强地扯着笑 他要结婚了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C室就分手了 女人眼角的泪 顺着脸颊再次滑落 温馨颜再次抽了纸巾 抬手轻轻为他试去 然而 他的这一举动 竟是直接让凌清暖哭得更凶 泪水止不住地流 到最后 竟是直接趴在了桌子上 低声抽气起来 温馨颜见状 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起身走到对面 抬手放在他肩膀 没事 哭一场就好了 从凌清暖火场 貌似就出文艺轩的时候 温馨颜就知道 他对文艺轩有情了 和他说的一样 几年时间 陪一条狗都有感情了 貌似就出心里人 结果人一出来就和别人好了 换谁心里头也难受 但是凌清暖给温馨颜的印象 一向是洒脱而清醒的女孩 看见人哭成这样 温馨颜心里头跟着发酸 有些心疼 凌清暖得了温馨颜安抚 伸手抱住了温馨颜 仿佛找到了依靠般 男男将心里话道出 我很可笑吧 在一世待了这么久 连一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都没有 我就只和他最熟 温馨颜抬手轻拍 凌清暖的肩头 你不介意的话 我当你的朋友 你想说什么 都可以和我说 凌清暖听言 低声乌液起来 就这么哭了好一会 他松开了温馨颜 漂亮的眼睛看着他 滴滴说了声 谢谢你 温馨颜拉了椅子坐他旁边 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开始轻声询问凌清暖的过往 你以前是哪人 我是K是一个 小地方来的 家里只有奶奶 十八九岁的时候 我被人骗来 是说能赚大钱 最后发现是在夜店出卖色相赚钱 店里的人还客扣我的钱 每个月到手不多 我在A市过得不快乐 直到遇到了文艺轩这个富家大少爷 他没有来的其他人的大架子 对女孩都很好 钱也给得多 一开始 我对他只是有好感 但后来我发现 他好像更加偏爱照顾我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对他 有些不该有的感情了 后来他说要包养我 我没多想着接受了 凌清暖一开始有些不太习惯 因为文艺轩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 但磕磕巴巴讲着 他自己也入了神 情绪逐渐平复 由温馨颜一个话头 找回了自己刻意压制多年的诉说欲 你其实很早就喜欢上他了吗 温馨颜有些压疑问 因为他印象中见到的凌清暖 都是那副对文艺轩漠不关心的样子 我演戏演得很好吧 凌清暖看出了温馨颜的惊讶 因为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喜欢我 所以我也不能落了下风 我知道他一直喜欢一个女孩 连喝醉上了床 话说到一半 凌清暖突然吸了声 是他不值得 温馨颜轻抚着凌清暖的肩说 在凌清暖动作间 隐约看到了他手臂上的伤疤 说 你还打算再去找他吗 其实我一直在等他来找我 凌清暖自嘲一笑 他在C室 骂我是万人上的婊子 我可真够见的 竟然一直在等一个高高在上 而且心里还没有我的人回头来哄我 女人未施粉带的白皙面颊 漂亮精致 鼻尖和眼眶红得让人心软 一向云淡风轻的人放下防备 将心里话都和自己说了 温馨颜只能紧紧搂着凌清暖的肩 希望给他一点依靠的感觉 如今看来 文艺轩沉迷在白月光的温柔香里 和林清暖已经没了可能 他能给林清暖 也只有这一刻的聆听和依靠了 所幸 文艺轩也不是什么好人 离开了他 林清暖才能离开这段不清不楚的畸形爱恋 女人泪流了好一会 指尽用完了 温馨颜直接抬手替林清暖擦了最后的眼泪 尽量用不伤人自尊的措辞问 清暖 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离开文艺轩 还有经济来源吗 林清暖情绪已经平静下来 天眼垂眸沉默一阵 只说 还好 我今晚在这里坐到天明 明天就坐车回老家过活去了 我家里是个无底洞 他从C室回来后就没给我打过钱了 估计早忘记我了 我也没便宜他 瞧 这威士忌是记在他账上的 女人说着 抬手拿了空酒瓶给温馨颜看 扯了个苦涩的笑 虽然他话语恢复了云淡风轻 但温馨颜一看人座位旁放着行李箱 瞬间明白了人的窘迫 你今晚要不要跟我回去 有一个落脚的地 一个小时后 已经是深夜 阮莫威的小别墅二楼里亮着灯 温馨颜回来洗了个澡 去儿童房给温馨卷卷读了故事书 把小崽子哄睡着了 关了灯走回阮莫威房间 还没到门口 就听见房间里情绪低落了一星期的阮莫威 带着雀跃的声音 暖暖 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呢 长得美就算了 胸还大 和炎炎不相上下了 羡慕死我了呀 温馨颜听人才认识四十多分钟 就如此自来熟的话语 有些忍俊不惊 双手暴毙走到门口 已在门框上 朝里看去 只见灵清暖被迫 换上了软莫威的卡通睡衣 被软莫威压在床上抱着贴贴 笑得压不见眼 软软 你也很漂亮 软莫威听言 松开人挺直腰板 朝灵清暖抛了个俏皮的媚眼 摆了个妖威的姿势 问 那身材呢 行了 别为男人家了 温馨颜笑着走进去 极为自然地走到软莫威身后 把手放人胸前 一本正经道 让我来给你掂量掂量 软莫威最怕痒 没防温馨颜突然偷袭 乍毛似的 缩进被子里捂着胸 炎炎 你便坏了 哈哈 林清暖在一旁笑得开怀 见惯了温馨颜公事公办的 冰美人模样 对眼前人 刚刚带着对软莫威 使坏的调皮 很是新鲜 温馨颜看见 上了床 和软莫威两人 将她拥在中间 林清暖今晚 原本要在过夜酒馆 坐一晚的 温馨颜哄着把人带回来了 原以为要和软莫威 说一阵子 没想到软莫威 和林清暖一见如故 一见到美女就走不动到 给人安排得妥妥当当 再加上自来熟 她连自己的睡衣 都直接拿了出来 撒娇让人穿给自己看 林清暖感受到两人的善意 心里暖意生起 软莫威说啥她都答应 最后被人哄了一块 睡同一张床 温馨颜躺上床面带微笑 和林清暖对视了一眼 女人眼中 已经没有了方才 在酒馆中的失魂落魄 我关大灯咯 软莫威抬手出声道 温馨颜和林清暖 一同应了声号 啪哒一声跟着响起 房间大灯关了 只剩下一盏暖黄色小灯 温馨颜想起什么 坐在床头猝眉拿了手机 旁边软莫威连 躺下了也在欣赏林清暖的美貌 看了一会 她抬手摸上女人的金色发丝 暖暖 你这头发好漂亮 你染了多久 我大学时也染过一次 但是很快就掉闪了 温馨颜皱眉看手机看得入神 没听到旁边两人的对话 林清暖听言微微一顿 过了一会后开口道 染了有几年了 我去 软莫威低声惊讶到 凑近了去看林清暖头顶发心 见发根也染得很完美 问 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吗 这不会伤头发吗 对 一直都在不染 当然会伤头发 林清暖看着天花博 沉默半晌 毫不避讳说 养我的男人喜欢 我就一直染了 不过现在 我跟他已经掰了 我们如果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话 我应该是黑发了 软莫威此时才察觉 林清暖的不对劲 听言说 去他的狗男人 暖暖 你黑头发一定很好看 我好想看 要不你再待几天 我帮你染呀 我染头发很厉害的 林清暖听得心头微热 但还是说 抱歉软软 今晚来叨扰你们 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家里还有个奶奶 他最近生病了 我已经和他 说好明天回去了 老人家等着我呢 那你还回来吗 软莫威与林清暖 面对着面问 林清暖听言 面色迟一片刻 不自然道 有机会的话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软莫威听言 也知道人 大致是不会回来了 跟着眉眼温柔说 我们留个联系方式 等我休假了 就去你的城市找你玩 不过得 等我过了试验期 我刚换了工作 林清暖听言笑得温柔 好 软莫威看美人笑 也跟着笑 伸手说 让我摸摸你的腰 好谢 我也摸摸你的 林清暖被软莫威传染 也发现了其中乐趣 两个人笑着抱成一团 相识哈哈大笑一声 相比玩到的两人 旁边温兴言周身的气压 要低上许多 拿着手机全神贯注 看着自己查到的 公众已知的信息 只见那屏幕上 显示着浏览器 搜索出来的江氏集团 二公子江成熙的人物 介绍主页 在出生时间 下面还有一排醒悟的文字 写着逝世时间 时间显示在两年多前 心跳跟着加快 温兴言往下滑 看到了江成熙人物 生平介绍的最后一行字 成成成年成月成日 在被押送前往监狱路上 横遭车祸 车辆爆炸 被焚身亡 温兴言面色发冷往下滑 想要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记录的信息 然而却发现 已经到了底 正要退出 另寻其他记录 一个的词条 却突然闯入眼中 豪门密闻 将是二少爷江成熙之死 或许其兄江成舟有关 这个词条热度不高 藏在好几条实时热点词条 诸如江氏集团总裁生死未卜 文家大婚 江氏继承人江成舟 是否会出现中间中间 温兴言却一眼看到了他 只见不自觉有些发疆 温兴言点了进去 江氏集团二公子江成熙之死 源于家族内斗 二公子原本并非江氏家主 江问寻原配所生 是被接回家的私生子 成年后 与其兄长江成舟争夺家产 被江成舟托人所害 死壮凄惨 由于江氏才大力大压热度 有缘人可看见词条 温兴言看着 倒抽了一口气冷声 江成熙是私生子这件事 江家从未向外走漏过风声 词条内容文章并不长 只有短短几句话 但却将江家内里的一部分 真实情况都说了出来 再往下滑去 只见一张可怖的图片 背景是阴沉的下雨天马路 周边围了警戒线 中间被火烧过的尸体 带着白布 从外可见大致情况 还有一只血淋淋的 发白的手露出 旁边站着一群人 为首的高大男人 穿着黑色西装撑着伞 露出的下额线冷硬 薄唇抿着 只一眼 温兴言便认出 那是江成舟 温兴言第二天 是坐着光怪陆离的噩梦下行的 方一睁开眼 就看到亲儿子趴在床边 一脸着急的小胖脸 言言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叫了你好久 温卷卷被软膜威里 三层外三包成圆乎乎的粽子 圆圆的大眼睛里 全是担心 没做噩梦 温兴言坐起身 捏了下温卷卷的胖脸 一摸旁边全空了 看了下表时间还早 问 你微微移移 还有昨晚一起来的移移呢 他们在外面吃早餐 让我来叫你起床 温卷卷拉着温兴言手 用小胖脸蹭了蹭撒娇 好 温兴言拍了下温卷卷的屁股 使唤道 你出去 和他们我洗漱完就出去 好 温卷卷听言转身走 一步三回头 走到门口终于忍不住问 妍言 我想回学校读书 待在家里好无聊 我想见果果 温兴言没想到亲儿子这么长情 过了一个月 还惦记着亲表姐 听言摆了摆手 想着其他紧要的事 含糊应付道 等我出去吃饭再说 你先去吃吧 那你快点哦 温卷卷以为有希望 碎碎念往外走 妍言每次去蹲厕所好久哦 这次要快点 温兴言听言沉默半晌 看见温卷卷哒哒哒拐出门去了 扶着 有些沉重的额头进了卫生间 昨夜睡得格外不踏实 今天中午要去参加文艺宣婚礼 做好友那一桌 也不知道要闹出什么风波 温兴言总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事实也是如此 他一边刷牙一边开了手机 本准备给江城州打的电话 确认一下人今天到底来不来 结果一开手机 几条爆点文章推送 让他眼眸跟着睁大了一瞬 豪门密闻 将是二少爷江城西之死 或与其兄江城州有关 昨晚看的那篇文章还在 而且成了网络爆点 温兴言抬手点进评论区 相隔一夜 昨晚还空空如也的评论区 多了几万条评论 全是对江家阴谋论的猜测 我去 这也太吓人了吧 话说当初江二少突然出车祸 我在网上也有 看到一点猜测 结果没两天就全没了影 江大少爷长得那么帅 竟然对亲兄弟这么残忍 我的天 不敢对豪门帅公子抱有幻想了 一路豪门深四海啊 江家除了地产 还掌控娱乐影视行业 我请人爆料江总 今天不去参加文大少爷的婚礼 这都一个多月了不露面 我觉得其中一定有鬼 温兴言刷到此处突然停下 点进隔壁词条 果然看见了一个 宣称是江城州公关团队的 匿名账号的爆料 江市集团CEO江城州为 稳住股票与合伙人情绪 对外隐瞒伤势与火场逃生经历 目前他本人状态糟糕 无法正常站立 今天不会现身文大公子婚礼 再看评论区言论 比方才还要偏激和阴谋论话许多 温兴言冷着脸看了一会 放下手机快速洗漱完出了卫生间 走到床边来回夺步打电话 电话拨通铃声刚响了两下 便被接听 男人有些哑的低沉声音传来 似是刚睡醒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 温兴言听那嗓音中 还带着悠闲惬惬意 皱眉开口 问 你早上起来上网了吗 公关团队告诉我了 江城州说 问题是你的公关团队有问题 温兴言听他语气从容 说 你现在要怎么办 对面听言一阵沉默 许久后开口 顺其自然吧 温兴言听言也跟着陷入沉默 过了一会 他说 行 你知道了就好 我没什么事了 挂了 等等 江城州出声 你 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我问了你就会老实回答吗 温兴言皱眉 是 江城州给出了肯定答复 温兴言听言 捏着手机的指节有些发白 问 江城西的死和你有关吗 对面听言再次陷入沉默 没等男人开口 温兴言率先出声 行了 我先挂了 话一说完 他直接挂了电话 新号 临近中午 冰江顶设酒店外 门口把关森严 各大豪车在停车场入口大排长队 酒店周边挤满了文夫而来的媒体 酒店顶层婚礼举行现场 负责打下手的酒店工作人员 脚步匆匆 却有条不紊 名酒名言名菜 一份接着一份传递着 酒店金碧辉煌 映衬的装饰装重 典雅的婚礼舞台 也同样贵气逼人 紫色花朵布置恰到好处 天上浪漫氛围 还未开始 坐在酒席上的各个来宾 便已经开始互相谈笑起来 文家继承人大婚 来的都是A式举足轻重的人物 谈得自然也都是生意场上的那些事 只众人为了不扫心 故作自然的谈笑中 对婚礼现场多了一份打量 众人谈笑之余 都在注意着现场的情况 心中各自盘算着 暗中关注着风吹草动 正在众人神经紧张观察多方时 酒席中央突然响起一阵 顽固公子哥的笑声 众人齐齐望去 原来是文家新婚的大少爷 文艺轩提前过来照顾亲兄弟 众人见着A式出了名的 顽固大少爷 模样是出了名的俊 穿了新郎西装 领带高树 笑容自已看得不少来了的 名媛红了脸 新郎官正拿着烟 给自己的兄弟桌上挨个发果 坐在周边上了年纪的 中年商界大佬们 见状纷纷交头接耳谈论起来 文家主母当年是 名胜一时的女影星 我看着文家小子 生得倒是随他妈 模样是一等一的俊俏 就是这曲的人家 实在是 可不是吗 我听说娶的是老许家的闺女 当年跑到国外 孩子都有七八岁了 这小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认定了许家闺女 人这才回来一个多月 我要是老许 估计得气死 哎 你们懂什么 人家是青梅竹马 小时候一块长大的 本来许家和文家 就有意让两个小孩凑一对 要不是当年许家出世 这事早就成了 青梅竹马又怎么样 这都多少年了 这女娃孩子都生了 这才回来多久 这靠谱吗 众人七嘴八舌说着 突然听见不远处 文艺轩招呼着人 突然扬声问了一句 不是傅思远 这都正午了 成州怎么还不来 你快帮我催飞他 众人一听 文艺轩提江成州 纷纷转过头 去看那中央桌子 只见傅家容貌 同样不俗的大少爷 傅思远听言面露诧异 皱眉说 成州不来了 你还不知道吗 傅思远话说到一半 突然顿住 起身搂着文艺轩往外走 两人朝外边走了 现场却是炸了 众人的讨论声轰然响起 各自重新交头接耳起来 我就说江成州来不了了吧 早上网上都爆出来了 他现在好像是双腿瘫痪 站不起来了 岂止如此 我听人说是昏迷不行 可能是成植物人了 什么 那我和江氏集团的合作 怎么办 他家两个儿子 一个死了一个半死 江问徐那个牢骨板 还能行吗 哎呦 袁修 你小点声 文家小子结婚呢 哎呦 那可是好几个亿的合作项目 我能由着他们乱来吗 你们说 没了江成州 江氏集团 还有谁能上的吗 我这项目盈利 还有保障吗 众人声音嘈杂 江氏集团家大业大 在座大部分大佬 或多或少 都与他有合作项目 听言慌的不行 就差直接离席追去江家了 然而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 有一桌的人 却十分惬意淡定 专门从C氏赶过来的 林氏继承人林云浩 长腿交叠 姿态闲适 晃着高脚杯中的酒 弯唇看向对面 看来有场好戏看了 故事的二少爷 顾芬宇坐在对面 唇边带着阴冷的笑意 抬手拿起酒杯 向林云浩抬手致意了一下 没想到 他江成州也有惊天 我有预感 江家的没落 由今日起 从今往后 我顾家会将他江家 狠狠踩在脚下 面容斯文儒雅的男人 语气阴狠 林云浩听言挑眉问 看来顾少爷 也和江家仇恨颇深 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们的渊源吗 顾森宇听言 眼眸带上怒和恨 开口几乎是有些咬牙切齿 江成州 他害死的亲弟弟 是我的好友 他嗤之以鼻的女人 是我爱慕多年的人 那是前情 这几年来 他在生意场上频频因我 抢了我顾家不少生意 这是后因 我与他自由不和 这一点 在这里的我的堂妹 可以向你证明 顾森宇语气逐渐激动 说到此处 转头看向 一直坐在旁边的女人 你说是吗 阿晴 林云浩眼眸一转 看向了顾森宇旁边的女人 美艳成熟的外表 配上那优雅 又目中无人的高傲 女人正是顾家大小剑 及顾氏集团现任CEO顾晴 女人正垂眸 眼神放空 不知在想些什么 听见顾森宇换她 低笑了一声 嗓音不带情绪的 是 顾晴说着 将眼眸中的一闪而过的 低落迷惘脸去 杨纯抬眸举起酒杯 抬手到一半 他的动作突然顿住 本来他是准备 向对面林云浩举酒杯 谁知一抬眸 正好看到了隔壁桌 同样举杯看来的女人 对面温馨颜动作 优雅拿着酒杯 不知是有意无意 朝这边看了一眼 轻举了一下酒杯 挑眉将酒水一饮而尽 顾晴不知为何动作顿住 面上神色不太好看 被旁边顾森宇换回了神 阿晴 你在看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顾晴开口硬道 不自然挪开了视线 对面的温馨颜动作干净利落地 将酒杯中透明的液体一口闷了 转头看旁边的女人 开口说 既然来了 那就去和她断干净吧 旁边灵清暖面色发白 听言咬了下唇 点头起身朝外边走去 女人走后 温馨颜抬手拿筷子 加了点餐前 开胃凉菜送进口中 看着对面的那一桌人眉头深深皱起 奇怪 一切都很奇怪 今天的场面对江是极为不利 而且似乎是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似的 方才她听了下周边人的谈论 众人对江成洲的情况越传越离谱 从说她站不起来 到她昏迷不省成植物人 感觉就差说江成洲已经出病了 不止讨论情况奇怪 在场的人也奇怪 就拿对面桌坐着的人的组合来说 看上去就不是一派 林一号显然是个看戏的 什么都要掺和一脚 随时准备补一刀 但她不会选择冲锋陷阵杀在前面 虽然和江成洲看起来合不来 但还不至于这么弄她 而顾晴 目前来看 对江成洲爱意还在 应该是偏向帮助江成洲那一方的 至于另外一个眼熟的男人 自从上次在酒楼被吓了药后 温兴延就再也没见过顾森宇了 找了私家侦探去搜寻信息 结果什么也排查不出 温兴延至今能回忆起来的 就是那晚 顾森宇似乎很急切地想待不舒服的她上车 甚至激起了她的警惕之心 将人支开了 眉头皱起 温兴延站起了身 拿了旁边饮料 再倒了整整一杯 起身朝对面捉走去 林云浩坐在桌边 目光向远处四下扫了一下 没见到想要见的人 方一垂眸 突然听熟悉的清冷月儿女声响起 森宇哥 好久不见 抬眸看去 只见穿着一袭黑裙的温兴延站在桌边 衬得肤色雪白 略失粉黛的脸 面色如玉 清丽脱俗 对面的顾森宇 见了女人 眼眸现实惊艳 而后直微微的不自然 过了一瞬后 顾森宇眼眸薄唇弯起 拿了酒杯起身 与温兴延轻轻对碰 兴延 好久不见 上次酒楼相遇 你让我去帮你取包 回去你就没了人影 让我担心了好久 好久不见 温兴延看男人笑容毫无破绽 跟着扯了个笑 看向旁边的顾晴 突然眉头一皱 你们谁掉东西了 只见那地上 躺着一枚怀表般的古旧物件 看上去有些年头 说完不等众人反应 温兴延俯身拾起了那块表 看见怀表内的照片时 眼眸微微一暗 跟着快速脸下 将那表面侧着拿起站起身 还没来得及开口 眼前突然伸出来一只白皙的手 将那表夺了去 顾晴一把抢过了表 放进自己不小心开了的手袋中 谋色警惕 看向温兴延 温兴延学着顾森宇的模样 笑容毫无破绽 原来表是姐姐的 我从前在我父亲内见过一只乡像的 听说价值不菲 那表盘画的 不知道是欧洲的 哪个上古神话里的神 本来好奇 我还想看看 姐姐的表盘是什么样的 没想到姐姐这么宝贝 顾晴延眼面上的警惕少了 好似松了口气 沉默半上 竟向温兴延道了声谢谢 没什么好看的 兴延妹妹 不过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 我自然紧张些 原来是这样 是我不懂事了 温兴延说着 拿起酒杯 仰头抿了一大口 你这酒量可以啊 林云浩看着温兴延 挑眉开口 林大公子 温兴延听言走到人身边 微微一笑 我这酒杯里的酒 是家父专门让我带来的 自家国外酒庄产的酒 色泽透明 入口甘醇厚劲儿却大 尝尝 林云浩看着温兴延走到身前 心头仿佛被什么扫过 微微发痒 只见面前女人双眸清浅 平静剔透而澄澈 唇角浅淡的笑意 为那清冷模样 添上几分清静 却不见媚态 温兴延抬手拿酒杯 凑到林云浩酒杯边 我给你道歉 林云浩毛子都粘在他身上 听言喉咙微微发痒 抬手低咳了一声 不自然道 好 温兴延听言 拿起酒杯 便往林云浩酒杯 漫条斯里的倾倒 一旁顾森雨见了 眼眸闪过不悦 但想到更为紧要的是 他还是问 兴延 听说你在成州手下当秘书 你知道一些内情吗 他中午还来不来 我已经被他父亲开除了 这整个月 我都 温兴延回答着手微微一顿 跟着仿佛意识到什么 及时止住了话头 内情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本事聊聊几句 顾森雨却听出了 其他内里的情况 眼眸闪过一丝喜色 皱眉说 姜叔早就退休了 怎么会轮到他来开除你 温兴延听言 正然一瞬 自己的手机铃声恰好响起 垂眸一看 是Alex的电话 诸位 失陪一下 温兴延说着 不管众人转身 便快步往外走 走到外面空旷的楼梯 间接了电话 怎么了 Alex在电话那头 倒抽了口气 稳住呼吸 但雨气仍旧带着焦急 开口说 姐 纵火凶手找到了 谁 温兴延听言 面色一灵 Alex沉默一阵后开口 是Susan 温兴延延 心头微微震颤 她图什么 还没问出来呢 姐 人刚被捕送婶 Alex说 不过姐 Susan 好像早有预料 都留好后手了 她几天前在国外买了房 本来下午就要坐飞机走了 温兴延听言 面色冰冷 沉默半晌后说 我知道了 行号 温一轩被傅思远 搂着朝外走 一路上有不少人往来 温一轩神色颇为急躁 边走还一边大声问傅思远 你说成州来不了 不是 她到底怎么回事 这都一个月没消息了 你小声点 傅思远皱眉说 路过不少人 纷纷侧目看他们 眼神中带着 温一轩神色焦躁之余 还朝路过的几个人打了招呼 说好 林妹妹 路过的长辈笑着硬了好 小女孩被他叫了 红着脸硬了声闻哥哥好 傅思远抬手给他手上来了一下 低声道 你这都要结婚的人了 那副花花公子的模样收着些 你这就有点先入为主了吧 我连呼吸你都觉得 我是顽固子弟 温一轩低声不悦说 不远处又有人迎面来 他司机什么 神色一变 又再次开口高声道 不是 成州现在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带我去哪 傅思远神色不耐 朝路过的人 绅士地打了个招呼 拉着文艺轩快步走 过往的人不住地打量两人 私下里也忍不住开始议论纷纷 最后 文艺轩被傅思远 带着左弯右拐 走到酒店外一处空旷的大阳台上 确认四下无人 文艺轩方才焦躁的神色 变成了不常在他面上出现的冷峻 抬手抽了支烟点上 走到阳台围栏边朝下看 你说周儿没事吧 我这心里替他没谱 他说他自有安排 不用多替他担心 傅思远双手暴毙说 你先理好你自己的是吧 文艺轩垂眸看着楼下两岸繁华的江景 抬手伸抽了口烟 心里没来由地焦躁 挑眉问 他都大难临头了 我还能有什么事 我文家办的可是喜事 就是请不到他大驾光临 话说一半 身后一阵沉默 傅思远 等好办上 文艺轩抬手又伸抽了一口烟 不小心被呛了一口 咳嗽着转过头 一边皱眉 你呀 话音在转头看到身后的人后 骤然停住 唇边散漫的笑意一宁 许久未见的女人站在面前 穿着随意 面色苍白的不能看 眉头紧锁 那双黑漆漆的大眼睛 正直直看着自己 文艺轩被呛着 再次咳了两声 抬手把烟掐吸在围栏上 随手把烟丢在地上 快步走上前 皱眉道 你怎么在这儿 林清暖看他随地丢垃圾 瞪了他一眼 低声道 怎么不可死你 没素质 这酒店都是我家的 我在我家随地扔垃圾 不犯法吧 文艺轩听言挑眉走上前 眼眸还带着玩世不恭 走到人跟前垂眸重复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儿 行言带我进来的 林清暖抬眸 看男人意气风发模样 笑得讽刺 不来我怎么知道 你闻大少爷要结婚了 扯什么谎呢 文艺轩听言 好似听到什么笑话 再次走进一步 抬手捏住了林清暖的下巴 我结婚的消息全程皆知 你刚知道 林清暖皱眉打开他的手 眼眸死死盯着文艺轩 凶什么 文艺轩一看着他 收回了自己的手 散漫插在裤袋中 说 这段时间是我太高兴了 忘记找你说清楚事情 你来了也好 说吧 分手费要多少 你觉得 我是来跟你要分手费的 林清暖唇色泛白 风吹在身上 突然觉得有些冷 不然呢 文艺轩挑眉 这周已经有不少女人来找我 六成要钱 四成要勤 你要什么 别跟我说 你要的是后者 男人的话语冰冷而刺人 林清暖感觉心脏一抽一抽的疼 最后却是自嘲轻笑了一声 他差点忘了 文艺轩这个浪子 除了他 还养了不少女人 他不过是其中之一 从前起在里面 就是最省心 从来不纠缠的那一个 林清暖第一次发现 笑比哭还要难 僵硬地扯着唇角垂眸 从自己斗中掏出了烟和打火机 不只是因为冷 还是因为什么 手有些抖 林清暖一边点着烟 一边尽量保持稳定情绪问 和你要钱的 你怎么处理 文艺轩居高临下看着他 听言毫不意外地轻笑一声 我自然不会亏钱 看搁了我多久 你上次去拍戏的影棚 找我见到的那个小明星 我给了他三千万 你吗 肯定比他高 林清暖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点燃手上的烟的 他只知道 再待下去 场面一定会闹得很难看 就像文艺轩以前 被其他喜欢上 他的情人纠缠那般 文艺轩说的小明星 是另一个 也陪了他挺久的情人 那是个只要钱的聪明人 在他身边待的时间 只比他短一些 文艺轩最讨厌 在爱上他想要求名分的情儿 在他身边 只有越无情的人待得越久 文艺轩虽然混账 但是对女人却体贴如微 最后还是有那么多的女人爱上了他 在那些有钱又有美貌的女人中间 他林清暖 不过是其中最为普通的一个 被他那副温柔皮囊迷惑的一个 靠着假装不在意与无情 留在了人的身边 文艺轩看着林清暖抽烟 心中没来由的烦躁 自己掏出了烟 抬手夹着抿唇 弯腰要与他借火星子点上 以往林清暖都会默契地点脚主动凑过来 这一次他却是直接躲开 文艺轩微微一愣 不耐皱眉 怎么 这还没谈好呢 烟都不肯帮点了 林清暖看着他 直接抬手将那烟丢到地上 将火星子踩灭 文艺轩自己掏出了打火机 你闹什么别扭 说吧 你要多少钱 我一定 给你最满意的价格 林清暖看着他 沉默一会 我若是要勤呢 你说什么 文艺轩听烟动作顿主 这才发现女人眼眶是红的 心头略过一样 过了一瞬开口 林清暖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以为你是最不会 嗯 话还没说完 眼前的女人 做出了文艺轩醉料想不到的动作 林清暖纤细的手臂 突然勾缠上文艺轩的脖梗 仰头吻上了文艺轩的唇 身体与男人紧紧相贴 吻得又狠又急 文艺轩脑中仿佛有一根线断掉 一时正然不知所措 当血腥气突然在唇舌间蔓延时 他反应过来 抬手将女人一把推开 直接将歪缠的林清暖 推倒在了地上 林清暖不可置信摔在地上 胸口因为呼吸紊乱 还在不停起伏着 眼眶红得厉害 文艺轩看着地上狼狈的人 明白自己反应过激 走上前伸手要去扶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女人声音 阿轩 你们在做什么 转头望去 只见还会换上新娘服装的许若 站在阳台门口 面露诧异看着这边 林清暖转头看去 见那女人肤白若雪 眉目流转带着韵味 只一眼 他便知那是文艺轩心心念念的人 一头黑色秀发漂亮盘着 没了那金发 相貌与自己并无相似之处 林清暖之所以能认出人 是因为文艺轩手机里 存着不少许若少女时期的照片 他曾经趁他睡着偷看过几眼 许若站在那里 看了一会 似乎是刚明白了什么 敏唇转身便走 男人第一反应便是追上 只是走到那门口处突然顿住 转头看着坐在地上的林清暖 今天的话 我就当你没有说过 前我过后 让人转你卡上 文艺轩说着便转回了头 文艺轩 林清暖出声叫住了人 今天我就离开A市了 以后再也不会回来 话说出口的时候 林清暖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说出来 尽管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答 但他内心还是吸济着 听到不一样的答案 然而事实并不如他愿 那是最好 文艺轩的话不带一丝温度 背影没有一丝留恋的可能 留下最后一句话后 快步追人去了 林清暖被丢在了阳台上 看着男人离去的高大背影 视线渐渐模糊 等林清暖擦干了眼泪走出去的时候 他看见不远处 方才还不留情面的男人 笑容刺眼 垂手搂抱着许若低语轻哄的画面 被抱着的女人面上写着不悦 眉目间是女孩生气时的神态 文艺轩将下巴搁在许若发顶 从背后搂着他 两手滴滴抓着人的手心 垂眸不断在许若耳边低语着 一向玩世不恭的面上 是从未见过的认真和温柔 林清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 看出了神 是许若先发现了他 女人皱眉看来 文艺轩顺着人的视线 也要抬眸 林清暖骤然惊醒般转身 快步往前走着拐了个弯 抿着唇一言不发往前走 原来漫不经心的人 也有付出真心的时候 林清暖最后走进了电梯中 仿佛被抽去了全部灵魂般 站着一动不动 小姐 这位小姐 你没事吧 耳边突然有不断重复的声音响起 林清暖骤然惊醒 看见了旁边好心人递过来的纸巾 抬手一摸自己的脸 泪水已经湿漉漉流了满脸 抬眸看向电梯倒影 照出的自己狼狈的脸 林清暖自嘲笑了一声 泪水再次从眼角滑落 好一场了断 简直痛彻心扉 最后的最后 他得到了自己预料之中的了断结果 可是心为什么会那么痛吗 婚礼大堂 温馨颜走后过了一会 林云浩看着自己手边的酒杯 唇边带着笑意 在对面顾森宇皱眉望来的目光中 微微一笑 眼眸中带着两分得意 抬手拿酒杯 学着温馨颜方才的样子 仰头闷了一口 林云浩笑容突然一顿 被呛了一下 放下酒杯猛咳了几声 男人神色之间 都是被戏耍了之后的怒意 好一个入口干唇后劲却大 感情的女人刚才说的那一套说辞 是在逗她玩 这玩意不是雪碧是什么 自家国外酒庄产的酒 原来就是一汽水 不老实的女人 她又骗她 林云浩眉目之间充满愤怒 对面顾森宇瞧了假意关心 问 林公子 你怎么了 莫不是这酒有问题 我帮你瞧瞧 顾森宇说着便要起身抬手 林云浩抬手一挡 一有所指开口道 不必 我没事 是温小姐家的酒太烈了 哦 顾森宇看她神色 挑眉收回手 两人正说着 温馨颜的声音再次传来 刚才失陪了 大家 顾森宇转头一看 温馨颜去而复返 眸子瞬间亮了起来 她方要出口询问 便听温馨颜先开了口 你们这桌 怎么空这么多位 我在那边有些无聊 刚才和温伯母说了 她有些忙 让我在寻其他旁边有熟人的 为安排座位坐 那正好 我们这边同桌安排的几个人 应该都来不了 你坐这正好 顾森宇笑着说 啊 可以吗 温馨颜说着 看她旁边的林云浩和顾晴 今天针对江城州的不利情况 明显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 催化大众舆论 眼前几人都有些奇怪 温馨颜决定看看 能不能坐在这边探探消息 比起方才 顾晴神色已经恢复平常的 不景不慢模样 红唇微微弯起 看着温馨颜说 妹妹要来 当然是可以 不过当初我们在C市 闹得不太愉快 我这个人说话没分寸 等一下 要是又因为 成州和你闹得不愉快 妹妹不会怪我吧 温馨颜听她那熟悉的 茶香四溢的语气神态 早就免了意 心到好演技 嘴上却说 自是不会 我知道姐姐不过是心里念着她 姐姐对她一如既往的深情 才让我佩服 对付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 是以毒攻毒 对付顾晴 温馨颜选择以茶攻茶 当下顾晴神色一顿 过后却是微微一笑 妹妹说笑了 大概得了顾晴的同意 温馨颜转头看向林云浩 大致意思是 出于礼貌询问她 男人桃花颜有些哀怨腻着她 面上脸色不太好看 但还是有些傲娇地说了一声 可以 温馨颜垂眸一看人 酒杯已经空了 大致是已经品尝过她倒的好酒 有些好笑走到人旁边坐下 那我就坐这儿了 林云浩闻见温馨颜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刚才虽然吃了瘪 此时唇角却不受控往上扬 再次看了一眼对面的顾森宇 眸中依旧是得意之色 顾森宇看见温馨颜坐林云浩旁边 心头不爽 但还是伪装着微微一笑 想要接着询问温馨颜江氏集团的事 谁之话还没问出口 温馨颜先开了口 闲聊班开口问 这同桌的人怎么好几个都不来 好歹是闻大少爷结婚 这哪是没来 顾森宇听言吃笑一声 分明是来了又走了 走了 温馨颜皱眉 一看那桌上放着的名牌名字 都是同龄的几个大家族的继承人 顾森宇见她不解 跟着解释道 他们都是和江城州合作的人 每个人手头和江氏集团合作的 都是上一的项目 刚才傅思远不小心说漏嘴 在酒桌上说江城州不来了 那些人一慌 都跟着跑到江氏集团赌人去了 温馨颜听言面上无波无澜 出声问旁边听得入神的林云浩 还要来点我家的酒吗 林云浩回神 抬手放在自己的空酒杯上摇了摇 还带着方才被戏弄得不快 开口道 不用了 温大小见 温馨颜笑着收回目光 看向对面话说一半的男人 森宇哥 我在听 你接着讲 反正现在江城州算是完蛋了 前有害死亲兄弟的传闻 后有对外撒谎隐瞒大众的嫌疑 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顾森宇说着 微微眯眼看温馨颜 馨颜 传闻说 你们结过婚 离了婚又复婚那事 是真的吗 林云浩听言面上闪过一瞬的紧张 转眸看向旁边的温馨颜 温馨颜听言面露难色 看向对面顾晴 学着他的样子开口道 森宇哥 顾晴姐还在这儿呢 我们直接在这儿谈这事 不太好吧 顾晴听言双手暴毙 面上已经表露不快 嘴上却说 你尽管说 温馨颜听言仿佛松了一口气 看着顾森宇开口 我和她 是结果婚不假 顾森宇听言面上毫不意外 温馨颜辨知顾晴已经和她说过 倒是旁边的林云浩听言谋色一暗 沉默半晌想要起身离开却没有 周梅问 那后来呢 离了没 其实 那日在C市餐厅 她便听江城州亲口承认过 但带给她的冲击 远不如温馨颜亲口承认 自然是离了 不然我也不会沦落到当她的下属 温馨颜微微一笑 林云浩听她说 松了一口气 又听温馨颜开口 不过后来 林云浩一口气还没松到底 又提了起来 忍不住开口问 后来又复婚了 姑奶奶 你一句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顾森宇和顾晴也同样眼眸 带着浓浓的探究意味看来 温馨颜再次微微一笑 心道人想知道的原来在这后面 有好奇 代表不知 既然他们还没有了解的那么清楚 那么后期的大致情况应该也是如此 这样看来 江氏集团的情况还没有被人搜查清楚 江城州父亲江问巡还是有两把刷子 众人对江城州的具体状况也只是大致猜测 当然是没有 等了一会 温馨颜如实回应了众人的期待 我要是和他复婚了 今日便该和他一块来了 都说了 我都一个多月没见到 温馨颜说着再次顿住 像是意识到什么 旁边顾森宇听言眼眸流露满意与愉悦之色 林云浩听言不知为何也松了口气 顾森听言似乎是满意地笑了 开口悠悠道 不合适的人怎么这也凑不成一对 怎么办呢 谁叫人家不要我 温馨颜神色淡淡道 在座个人各怀心思 正说着 外头突然一阵喧哗 似乎是来了什么重要来宾 温馨颜挑眉 一顺着声援处看去 只见不远处人头攒动 文艺轩他爹和他妈两人笑得高兴 正带着好几名服务人员招呼着来人 周围还围着几个黑衣保镖 周遭有几个看清了来人的大佬 也纷纷站起身 好大的排场 林云浩在耳边悠悠道 温馨颜眯眼望去 等了一会 终于见那被人层层包围的来宾露了面 看清那人的瞬间 他神色一领 对面的人掀他一步开了口 顾森宇看清了来人后 眼眸流露出一瞬的惊诧 江问寻 儿子都生死不明 他竟然来了 来人正是江成洲的父亲 江是家主江问寻 温馨颜皱眉看着不太稳健走来的江问寻 那一头短干练的白发 结合这两天知道的事 突然就明白了人为什么时隔几年成了这样 当初他离开时 最后一次见到他 江问寻还是一头黑发 这些年 江家当真发生了一些事 他心中想着 便见不远处文艺轩的父母二人 热络地拉着江问寻往这边走 最后停在了自己的隔壁桌 老江啊 我可算是 等到你来了 咱俩的交情可以说是亲如一家了 你就和我家中亲戚坐一块吧 文艺轩父亲文安鹏 招呼着江问寻说 温馨颜坐在隔壁桌 正好听得真切 见文质彬彬的文安鹏 将江问寻引入了自己亲戚的桌 那一桌都是文家的人 众人见江问寻来 纷纷热络地上前打招呼 引人入座后反倒沉默下来 相比沉默的文家人 周遭的桌子倒是吵闹起来 众人纷纷注视着江问寻这边的方向 显然有许多话要和他说 文艺轩父亲文安鹏 笑着挡了众人视线 附身到江问寻耳边低声道 江兄 你来做什么 我不是和你说了 要是成州来不了 你就别来当众矢之地了 那些人现在可是盯准了你们江家 我怕他们问吗 江问寻冷哼一声 今天我就是代表江家来 他们有话就来直接来问我 哎哟 江兄你糊涂啊 这个关节炎 你就应该去避避风头不该来的 文安鹏眉头紧锁 你现在来了 等一下他们要是围上来 我儿的婚礼怎么办 文安鹏 谁让你给我发了请帖 你个老小子 不过你也不用怕 我带了人来的 文安鹏转头一看 外面那黑压压的一众保镖 连连叹气 虽然我不看好这场婚礼 但希望最后不要变成 打架斗殴的黑社会场面 去你的 你捡了大便宜了 江家的免费安保 可不是谁家 想要就能有的 江问寻再次冷哼一声 文安鹏叹了口气站起身 刺激周围众人的视线 瞬间还了张笑脸 热络道 江兄 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文家小子的婚礼 拍了拍人的肩膀 然而拍了一半 脸上的笑却骤然止重 周围的闲言碎语声嘈杂 就这么传入耳中 我去 江问寻怎么赶来的 他儿子呢 谁上去问问啊 江问寻大儿子 守黑杀了二儿子 他这当老子的 还要出面过来挡风头 真是唏嘘啊 唏嘘什么 你家又不和他家合作 我家好几个项目好几千万 他儿子死光了 我家项目怎么搞 他都几年不管事了 能顶住吗 啪 闲言碎语嘈杂说一半 却被一声极重的拍桌声唬住 整个婚礼现场 骤然安静下来 江问寻刚拍了桌子的手气的发抖 在众人惊惧的目光中 正要站起身 被文一勋他罢文安棚 死死压住肩头 老江 你消消气 千万别乱来啊 江问寻脸黑得不能看 还要发作 突然听一声熟悉的女声响起 江叔 你怎么才来 温馨颜端着酒杯走上前 将酒杯放到江问寻桌上 在陈济校的云淡风清 家父国外酒庄带过来的酒 来给文叔叔家恭贺的 先给你尝尝 胃肝后劲大 最适合慢品 你尝尝看 温家丫头 文安棚看见温馨颜过来有些诧异 低声催促道 你来捣什么乱 快走快走 江问寻台谋 与温馨颜对视一眼 突然听人低声说了一句话 面色突然缓和了不少 沉默过后他抬手拿起那酒杯 仰头一口闷了 回过未来时 面色有些发青 开口却道 好久 你这 文安棚微微一顿 抬眸看了一眼温馨颜 反应过来后 突然高声哈哈大笑一声 拍着江问寻的肩膀 好好好 温丫头有心了 正眼着 突然有打下手的人匆促走上了 开口在耳边道 文总 婚礼快到时间开始了 你要准备就位了 好好好 文安棚听言 仿佛看见了旧兵 转身抬手朝着一众兵客高声道 主位 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大家今天大驾光临 我宣布个好消息 小儿的婚礼马上开始 众人眼睛紧盯着江问寻 听言沉默扮上 最后竟是只能跟着一起鼓起掌来 文氏家族在A氏婚这么多年的权力地位不是盖的 今天大费周章准备了这么一场豪华的婚礼 众人还是要给文家一个面子 只是众人鼓掌时 不少人眼里还是紧紧盯着江问寻 只等着要等婚礼过后 一同为了人讨一个说法 为自己投资的项目未来求一个安稳 即将开始的婚礼 暂时压制住了在场不少人的怒火 也宣告了一个事实 江城州没有来 现场立即有人传出了风声 事情在网上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 不管外面如何翻天覆地 文氏继承人的婚礼还要继续 婚礼司仪 还有文氏长辈 新郎已就位 在场没有人感到出动静 但都默契地 在婚礼开始前的短暂就位时间中 各自拿着手机上网查看情况 少有人看台上的准备情况 温兴严 桌边的人也不例外 同桌几个人都拿着手机 表情各异 旁边的林云浩幸灾乐祸 对面的顾森宇笑意阴沉 而顾晴则是紧紧皱着眉头 只有温兴严没有拿手机 不用看他也知道 情况肯定对江氏集团不乐观 江城州最后还是没来 无论他的公关团队 对外做的说法如何漂亮 都堵不住悠悠众口 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边 看着台上一边思索着 众多怪异的事情 沉默中 他忍不住开始复盘最近发生的事 一个月前发布会会馆失火 纵火犯竟然是Susan 温兴严眉头微皱 总觉得其中有一些 被忽略了的导火索与联系 一个月前 在C市 江城州好像有一次和自己提到过 Susan说的不是小事 温兴严努力回忆着 心脏不自觉加速跳动 感觉那暂时被忘记的细节 马上就能揭开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婚礼即将开始 请各位尽快落座 一起见证这对新人的幸福时刻 主持人的声音突然在场馆中响起 三百六十度全方位环绕 响彻全场 温兴严猝不及防微微一顿 那想了一半的事情 也跟着吓了回去 再次抬头 全场响起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方才还在看手机的人们 关键时刻活了回来 反应比自己还快了一步 抬手欢呼鼓掌 文家大少爷的婚礼 就这么响亮的开始了 台上的主持人开始读开场词 音响声音过大 温兴严分不了神 只能撑着额头 干睁着眼睛一眨 不眨看台上 主持人念完了开场词 开始到了 邀请新郎新娘入场环节 新郎新娘已经相识十多年 他们见识过 彼此最为青涩懵懂的样子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让人羡慕 接下来 家人们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今天最幸福的人登场 有请新郎 话一落下 掌声再起 专门请的著名乐队奏乐声跟着响起 伴随着那音乐 作为新郎的文艺轩 从场馆外走入 肩宽腿长 不太优雅 笑容款款 温馨颜很少见她这正经模样 低声吐槽道 还挺像个人 也不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里清楚了没 今天的新娘许若是她的年少好友 偏偏她最近和林青暖也成了好友 在此位置 温馨颜不知如何点评是好 只希望 施浪得出名的文大少爷 能够从今往后从了梁 了断前程 好好在家当贤夫良妇 不要再出门 霍霍小姑娘 正想着 主持人开始向上了台的新郎文艺轩提问 请问新郎 现在这个幸福的舞台上 你有什么感想 文艺轩笑容如沐春风 接过旁边递过来的麦克风 开口道 这一刻我等待了许多年 此时此刻 我觉得十分幸福和激动 谢谢来的各位亲朋好友 更谢谢我的家人 台上见文艺轩如此认真模样的亲爹文安棚 见状差点流下泪来 拉着文艺轩他妈的手叹了口气 与带欣慰道 阿轩他长大了呀 媳妇 是啊 老头子 以后就让他和许若好好过吧 前两天还在挑剔许若的文艺轩他妈眼眶微红 看着台上望上去玉树临风的亲儿子说 两夫妇因为瞧见文艺轩此刻的模样 就这么放下了对许若最后的挑剔 温兴严抬手再喝了一口汽水 看文艺轩站到一旁 主持人开始邀请新娘上场 相信此刻新郎对到来的大家已满怀感激 但此刻 他更多的是要感谢那个 陪着他度过美好时光的女孩 此刻 让我们把目光汇聚在入场处 众人听言纷纷好奇看去 原本文艺轩娶许若这件事 也算是一场引起众人好奇讨论的事 早知道 许若可是当初赫赫有名的许家的掌上明珠 后来因为家中破产随父出国 而且在国外已经结过一次婚 才回国没多久 浪迹花丛的文大少爷就和他求了婚 听说人为了他还和文家人闹过几出 今天他亲爷爷文老爷还没有到场 就是因为不满意许若这个孙媳妇 众人不约而同 凝神注视入场处 心中都在期待一睹那许家大小姐的面容 想要知道到底是怎样一张脸 让文家大少爷惦记了十多年 然而等了好一会 众人期待的眼神开始变得不耐 忍不住窃窃私欲 怎么回事 怎么新娘还不出来 对啊 这怎么安排的 司仪一说完词新娘 不是就应该紧接着出来了吗 乐队奏乐声想着 然而等了好半场 新娘还是没有出现 台上司仪笑容凝住了 文艺轩眉头也跟着皱起 文艺轩父母似乎也发现了不对 皱眉就要往入场处走 怎么回事 正要去一探究竟 台下突然有人开口大声道 来了来了 有人来了 众人听言 目光再次从台上一回入场处 千呼万唤才见人影 众人不自觉平住呼吸 温兴颜目光也看着那入场处 眉头不自觉皱起 等那人影逐渐清晰 周围安静了 温兴颜的眉头也越皱越起 只见那身影越来越长 带容貌清晰 温兴颜眼睛骤然睁大 周围的酒席也跟着炸了 我去 我没在做梦吧 我怀疑 我们是一起做的梦 我怎么看见 江大少爷 从新娘入场处走出来了 温兴颜也怀疑自己在做梦 不然为什么他会看见 昨晚还半身不随的 江成洲台步走来 场面一度变得十分诡异 传闻生死不明的江氏集团 CEO江成洲 就这么出现在了 好兄弟文艺轩的婚礼上 伴随着那奏乐声 台步走上了台 直接取代了新娘出场的部分 台下一论声轰然响起 台上文艺轩看见江成洲 朝自己走来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温兴颜都坐不住了 站起身 眼眸睁大 只见肩宽腿长的男人上了台 走到文艺轩耳边 不知道说了一声什么 文艺轩脸色一变 便朝台下快步走了 和他表白了 吓跑了 温兴颜皱眉道 原本应该见证新人新婚的台上 眨眼间 只剩下主持人 和突然出现了江成洲 台下众人表情各异 但情绪是一样的惊诧和不明所以 旁边的凌云皱 跟着温兴颜站起身 皱眉道 见了鬼了 对面顾森宇神情愕然 坐在位子上 直直看着台上 没有动作 温兴颜第一反应看向顾晴 看见女人眼眸睁大 大眼睛死死盯着台上 没有动作 反倒是江问寻 看见江成洲来了后冷哼一声 卸下担子般 起身往外走 文家父母 明显也被吓到了 两人先后跑上了台 众人不明所以 看见台上安然无恙的江成洲 不知和他们说了什么 两人腿一软 相互搀扶着 也往外走了 台下顿时一片骚动 原本要找江家算账的人 连带着文家的亲戚 全都不明所以大声嘲嚷 怎么回事 怎么好端端 文家人都跑了 江总 你总算来了 我们的合作怎么说 哎呦喂 怎么婚结一半 儿子爹妈全跑了 这还结不结啊 众人一同喧哗嘲嚷 大有上街示威的阵势 就在一片嘲嚷中 男人掷地有声 而悦耳的声音通过音响 在婚礼现场响起 诸位 大家稍安勿躁 事发突然 由我来通知一下大家 文家家主和主母 方才已经和我确定 婚礼取消了 江成洲拿着话筒 宣布了惊人的消息 方才大家 还在热烈捧场的婚礼 就这么取消了 众人骇然不已 都愣了一下 台上的人 英俊面孔神色如常 站在上方高大的身姿 挺拔而有形 温馨颜面色发冷 手指相碾着 心里头在估算人 还能撑多久 正算着 只见台上江成洲眼眸 突然扫过来 琥珀色眸子 看向自己这边 唇边带了些 不合时宜的浅淡笑意 又在目光 往旁边的林云浩 看去时 笑意骤然消失 听了江成洲的话后 台下众人 依旧疑斗丛生 有人高声提问 江总 到底发生什么了 怎么好端端的 新郎和新郎父母都走了 很抱歉 事发突然 这个问题 我无法回答大家 江成洲话语绅士道 但是我知道 在场有很多人 对我和我掌管的集团 有诸多疑问 这里是文家的主场 我不便占用 楼下现在有多家媒体 在等候 诸位同我下去 我一意为诸位答疑解惑 如何 众人听了江成洲的话 注意力瞬间被转移了 事实证明 还是利益牵扯最惹人心 众人纷纷相视一眼 低声讨论了一阵子 最后 几个有头有脸 和合作最多江市集团的大佬 听言走在了最前方 为首的人 抬手朝外面一指 江总 请 江成洲微微一笑 眼眸中却毫无笑意 抬手里了一下 手腕上的西装袖口 举指间 都是从容和天生养成的 金贵气息 台步走下了台 诸位 请 温兴颜看着男人 那毫无异常 还透着优雅的台步 眉头紧锁 转头一看 对面顾森宇 已经没了影 人已经快步跟了上去 顾晴也不知所踪 只有旁边林云浩还站着 看着江成洲 从容不迫的模样 最后只悠悠道 还以为他死了 没想到是留着这一手 你的那个汽水 再丢来点呗 他说着 转头看温兴颜 准备过去边看西边喝着 一看旁边空了 台眸向远看去 温兴颜的背影 已经走远了 林云浩一时恶然道 不是吧 刚才不还调戏我呢 看见旧爱就忘了新欢了 新号 三个小时后 酒店地下停车场 黑色商务车 在空旷的贵宾专设区域等着 温兴颜坐在车上 单手撑着额头 正在想事情 突然听见几声动静 台眸望去 穿着黑色西装的 两个身高腿长的男人 从远处一前一后 正快步走来 Boss 你走慢点 你这身体刚痊愈 当心点 Alex追在江城州身后 老妈子似的唠叨 你刚才站了这么久 没问题吗 江城州没有理他 自顾自快步走到商务车边 还没开车门 女人的声音便悠悠传来 江总 你今天可真是装了好大一个叉 直接让你亲兄弟 给你陷进了 温兴颜先他一步 从车上打开车门 看了一眼车外 安然无恙的人的腿 跟着说 昨天还坐轮椅 今天就能走能跑了 可真是医学史上一大奇迹 车门从内打开的一瞬间 江城州微微一愣 听了女人的话后 他突然眉头一皱 好痛 男人一边将手放在膝盖上 一边轻快上了车 坐温兴颜旁边往人身上依靠 眉头深深皱起 似是痛得睁不开眼 转头朝温兴颜道 要是再等一会 估计就撑不住了 灼热呼吸打在耳侧 温兴颜瞪了 往自己身上依靠的男人一眼 车下 Alex对江城州的突然娇弱 看得目瞪口呆 方要开口 半眯着眼 似乎痛苦不堪的江城州 抬手干净利落地 关上后车门 阻断了人的视线 Alex看着被冷酷无情 关上的后车门 沉没半晌 走到主驾驶车门边 开了车门上了车 转头朝后面的温兴颜狗腿一笑 姐 下午好 文家的酒席上饭都没吃 就这么拖到了下午 温兴颜在停车场 等了人三个小时 听言台谋看着 Alex 完全忽视 靠在自己肩头装腾的男人 直接道 老师回答 他装半身不随来不了 你是不是也是知情人 啊 咦 呃 Alex突然卡住班 看了一眼还闭着眼 靠在温兴颜身上的上司 开口转移话题 姐 你刚才没看到 BOSS在台上有多帅 风度翩翩之间 把那些媒体挑事的揣测 全都澄清了清楚 咱集团的危机 现在可算化解了 方才下了场来的时候 还有几个女的 要和BOSS要联系方式 江城州人清醒着 突然睁眼 皱眉不耐看着人 开口赤道 话怎么这么多 开你的车 好的好的 BOSS Alex接受到人眼中的不耐 信心转回了头 抬手插上车钥匙 问 对了 我们去哪 江城州依靠着温兴颜 要借力般抬手顺势搂住了人 近距离看着被自己抱着的人 漂亮白皙的脸 突然就想到了冰美人这个词 温兴颜先她一步开了口 毫不客气使欢 Alex到 找家吃麻辣烫烫面的小店 好嘞 十分钟就到 Alex办事力索 找好店 快速发动车子 驶出停车场上了路 路上 江城州抱着温兴颜 眯着眼睛装晕 一边手放在膝盖上 偶尔似乎疼得嘶一声 温兴颜冷眼看着她演戏 想起婚礼上令人出乎意料的尾声 开口问 许若跑了 江城州抱着好闻又温软的人 心头正愉悦 听言微微诧异 惊讶出声 你怎么知道 温兴颜看着眼睛 还闭着眼眸 微醋的江城州 无语片刻开口道 不然呢 还有什么能让文一轩跑下台 让他爸妈同意终止婚礼 江城州听言低笑一声 夸赞道 聪明 他为什么跑了 温兴颜问 他国外的前夫来了 江城州回答 甜言蜜语 把人哄回去了 温兴颜听言皱眉 这要巧 早不来晚不来 马上结婚的时候来 江城州听言 唇角笑意一致 沉默半赏后说 我派人去找他 温兴颜听言没烧一跳 跟着沉默半赏后开口 只派人来找了 你还不让人过来 专门卡着你兄弟结婚前 那个点把人带走 为你在大众面前 消失一个月后的现身造势吧 江城州听言 再次低笑了两声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 许若的前夫 是个外国商人 江城州派人去调查 细查之下还发现 那人曾经和自己在国外 谈成过几桩生意 还是个相识的 当下他需要 为自己的现身造势 舆论越大 反转越大 扭转这次 如洪水猛兽的舆论的同时 抓住这一波流量 再次扩大自己 和集团的知名度 而且之所以迟迟不现身 等到今日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醒来后 他察觉有人 在搞僵尸集团 在后方推波助澜 他等到今日 也是为了引人露出马脚 你还真是个黑心肝的 温兴颜看着人 没心没肺的笑吐槽 这么多年 你还真是没变过 连你兄弟结婚 你都能来一手 死 腿疼 将成舟听言 把人搂紧了些 松手 温兴颜抬手 直接给他腿上来了一下 你说清楚 你这病是不是也是装的 我昨晚好歹去给你送饭 你竟然还跟我演 没骗你 将成舟不肯撒手 俯身另一只手 挽起了一边裤子到膝盖处 温兴颜垂眸看着 来人将裤腿撩起后 他眼眸微微睁大 见他熨烫得当的西装裤之下 不是正常皮肉 而是包得严严实实的纱布 纱布之下是固定的家版 还未从差异中抬眸 将成舟便再次开口 声音笔方才多了几分认真 温一轩和许若不合适 许若如今的心 在他前夫那里 就算温一轩如愿娶了他 以后的生活 也不一定如他所想 才区区一个月 他浪了这么多年 怎么能够确定以后 能够一直爱着许若 能够确定朱砂痣 就不会变成蚊子血 松手 温兴颜听言沉默半赏 抬手没好气 替他将西装裤腿 刷一声拉下去 淡淡看了他一眼 好一个朱砂痣蚊子血 虽然温一轩最后 不一定能和许若有个好结果 但是早晚不挑 偏偏选在人结婚的时候 让许若前夫来找人 你最后还是利用了温家 我怎么说不过你呢 江澄州听言嘀嘀 笑了两声 行了 就当温一轩他欠我的吧 这些年他惹的那些事 我没少给他垫背 所谓或吸服之所以 他离了许若 说不定能再密良人 再密良人 温兴严听言冷笑一声 我看有不少小姑娘 又要被祸祸了 松手 江澄州手上挨了一下 仍旧不松手 皱着没把人搂得更紧 哎呦 腿疼 腿疼 温兴严被无赖抱着 皱眉抬手 就要推人胸口 正好车停下了 身为司机的Alex转过头 看见后面的情况后 又快速转回了头 Boss 姐 到 到了 温兴严一看车窗外面下雪了 雾蒙蒙的能依稀看到路边 一整排小饭馆 不用下去 就能感觉到冷意 温兴严突然有了其他想法 转头看着 Alex开口道 不下去了 我等下再自己去吃 直接回他家 原本搂着人的江澄州 听言却是松了手 开口朝前面 Alex道 就在这下 去吃饭 别听他的 温兴严没了束缚 双手抱毙说 啊 Alex听言为难的再次转过头 Boss 姐 我到底该听谁的 江澄州 我的 温兴严 你说呢 你们饶了我吧 Alex中午 也没吃 下意识摸着肚子苦哈哈的 先送他回去 我请你去吃大餐 温兴严看见人动作 微微一笑说 Alex听言眼眸闪过亮光 唇角跟着不受控弯起 江澄州看见人表情后面色一领 逆着人直接掐住了他的命脉 学着温兴严微微一笑说 陪他吃完大餐 你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Alex听言笑得比哭还难看 突然觉得自己玉树林峰的老大 冷笑起来很像地狱修罗 瑟瑟发抖 转头看向温兴严 姐 对不起了 温兴严 五分钟后 热闹的汤粉麻辣烫小店中 雾气缭绕 靠近落地窗边 人流相对较少的桌边 刚入了座的Alex收起药是放兜中 忍不住搓了搓被冻僵的手 看着外面纷纷扬扬飘落的雪花 开口朝坐在对面的两人道 Boss 姐 没记错的话 这可是A市的今年入冬下的第一场雪 嗯 江澄州敷衍了一下 抬手招来服务员点菜 看见人递上来的菜单后 皱眉问 最贵的套餐只要58 温兴严手中捧着热茶杯子暖手 正在看外头的飘雪 听言预料旁边的人 下一句 估计是这能吃吗 眉头轻跳一下 他转回了头 朝站着面露疑惑的服务生微笑道 点三份单人套餐 谢谢 服务员打量着气度不凡的男人 听言面露为难 明显认为江澄州是拿主意的人 听了温兴严的话后 仍旧站着不走 就点三份这个 江澄州开口说 指着那58的套餐 抬手将菜单重新递了回去 好的先生 服务员听言立马给出回应 微笑着接过菜单走了 温兴严颇为无语转过头 看着拿了茶杯喝茶慢品的江澄州 悠悠道 这里是普通饭店 那个套餐是两人份 你数一下 我们这里有几个人 吃不完就打包带回去 江澄州58的套餐嫌便宜 饭店多备用来洗碗筷的茶 倒是品的颇有滋味 拿着茶杯放在唇边慢品 弯唇心情颇为愉悦 Alex听言下巴快惊讶到地上 脱口而出boss 你也吃上菜的吗 江澄州听言莫名其妙抬眸看人一眼 那是自然 节约粮食可是我老江家的祖训 温兴严听言差点笑出声 江澄州这人他最了解 心黑脾气大 作风不良 而且还挑食 甜了不吃 咸了倒掉 没离婚的时候 他为了讨人欢心 亲手做的菜 被人倒掉了一半 这人如今也好意思 厚着脸皮说 节约粮食是祖训 这个不孝子孙 心中吐槽着 三个服务员相继端着三个脸盆子大的大碗 里面菜肉面食混合 腾腾冒热气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三个大碗放上去 几乎占了一半的桌子 温兴严看着碗中的汤面 结果说了声谢谢 偏头拿了桌边的调料罐子 咬了一大勺辣椒酱 放进自己碗中 转头问另外两人 你们要吗 台眸一看 温兴严陷入沉默 只见方才 还在赏出血感叹的 Alex 还有举止绅士有风度品茶的江成舟 两人都已经拿着筷子 低着头一声不吭吃了起来 15分钟后 温兴严还在漫条丝里吃着 旁边和对面的两个碗 却是空了 Alex坐在对面放下筷子 靠在椅背上 摸着肚子嚷嚷 撑死我了 江成舟抬手抽了一张抽纸 漫条丝里擦了嘴 撑着额头 转头看温兴严 温兴严觉察到视线 抬眸 对上人看过来的目光 低头看着自己 还没吃到一半的汤面 嚼着肉丸 有些好笑 推出自己的碗 怎么 你还要吃 不用了 江成舟把碗推回 跟着回味般说 没想到58的饭 也能吃得饱 而且味道还不错 生活白吃 温兴严心里吐槽道 垂眸看他面前那空了的碗 实在没想到 江成舟这人端的优雅 其实也是饿了 随口问 你中午也没吃吗 早上也没 江成舟想起 方才那一堆 追着自己两眼发光 问个不停的媒体记者 眉头紧锁 总算是解决了一桩事情 后面还有其他大头的 过年前别想消停了 能者多劳 温兴严很少听江成舟 不耐烦的吐槽 有些想笑放下筷子 碗中的菜和肉 还剩下大半 你吃饱了 江成舟抬眸看来 嗯 温兴严点头 服务员打包还钱 江成舟抬手招来服务员 虽然我一向提倡节约粮食 而且 这剩下的品项还不错 但是 你这样做 就有点奇怪了 江市集团财务没出问题吧 温兴严问 Alex也有些惊讶 服务员拿了塑料餐盒过来打包 没出问题 江成舟转回头一本正经 节约粮食是老江家的祖训 我准备给亲外生女上一课 合着你这是 打包给果果吃的 温兴严服务呜无语片刻 不想煮饭就直说 我本无意 一尸二鸟罢了 江成舟面部改色 一本正经道 服务员动作迅速打包好了餐盒 温兴严笑着到了声线 起身拿起餐盒 看着Alex和江成舟开口道 行了 回去吧 江成舟点头 动作有些僵硬站起身 伸手便将温兴严当拐杖 大掌搂着人间头 让我扶一下 Alex力气大 让他扶你 温兴严说着 看向Alex 不要 江成舟站起身 又变成娇弱的模样 开口说 腿疼得很 他粗手粗脚的 我不舒服 他还能给你办一下咋的 温兴严问 他人高马大 扶着你也方便 江成舟抬谋给旁观的Alex 我先去开车 温兴严看着远去的背影 想到人腿上的纱布和夹板 当下决定再忍一下 以着自己的无赖 外面的天气寒冷 柳絮一样的飘雪 落在头顶发烧 去往路边停放车辆的路上 江成舟表面上撑着温兴严 实际上只是虚搂着 着力点扔在自己 隐隐发疼的腿上 温兴严的鼻尖动得发红 面颊硬得雪白 抬手替人把头顶的雪拨开 江成舟看着 在远处车边招手的Alex 突然开口 你和顾森宇还有网癌吗 提防着他歇 怎么了 温兴严双手揣都问 这次的舆论激化 很大一部分是他找人做的 而且我目前查到 他可能和一些不法之徒勾结 江成舟声音冰冷 温兴严听言一顿 沉默扮上 转而问 关于Susan纵火的动机 你有头绪吗 一个月前 我要开除他 江成舟听言说 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怀疑他有问题了 消息是故意放出去的 但不是放给他 而是别的人 我原本只是想要钓鱼 没想到他们这么大胆 那个人可能就是他背后的人 温兴严听言微微一顿 停下脚步直直 看着江成舟 问 是谁 其实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 因为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动机不明确 江成舟看着温兴严说 要不你猜猜看 温兴严点脚凑到人耳边 低声说了个名字 江成舟听言 谋色颇为惊讶 你怎么知道的 温兴严重新离远 看着远处冷声说 我知道动机 和你弟有关 江成舟谋色微暗 沉默半刻 突然问 你信我吗 什么 一阵冷风加雪吹来 温兴严眯着眼睛色缩一下 抬手指着远处的招手的Alex 先上车吧 江成舟抬手替他挡了前面的风 温兴严皱眉要拉开 我帮你看路 相信我 江成舟低声说 看了一眼温兴严裸露在外的白皙纤细脖梗 眉头微皱 将人抱紧了些 带着人往前 星号 一周后傍晚 市中心大屏层豪宅 江成舟刚处理完堆积如山的事物 抬手揉了揉太阳穴 往柔软的沙发靠背上一靠 腿上还盖着宝毯 抬眸看了一眼 在对面面色严肃办公的温兴严 他突然抬手干咳一声 温兴严依着声音皱眉看来 问 怎么了 江成舟在人不耐烦的目光中扬唇 开口道 我要去截手 扶我一下 你像坐月子的 温兴严看着对面 躺在沙发上懒洋洋抬手的人 颇为无语 走上前拉人 问 你什么时候能回公司 老头子在公司站着 说我的伤没全好不让我回去 再等两天吧 江成舟须扶着 人间头说 温兴严听言垂眸看他的腿 沙不加板又换了心 要好估计还远着 不能等全好 想到要紧的是 他皱眉说 你前阵子刚平息那些传闻 现在不赶紧回去 到时候又落人口舌怎么办 没事 我总归是要出差的 现在顾森宇 要弄我没那么容易了 江成舟须搂着人往前走 走到卫生间前停住 抬手扶上门框 其实他并未装病 上次文艺宣婚礼 强撑着站了许久 元气大号 以出差为由 没去公司 一直在家待着 温兴严每天下午 都主动过来正常办公 他也因此 没怎么考虑要回去 身上突然一清 温兴严看着走进卫生间里 江成舟 那日渐不挂心朝政的背影 在他还没关上门前问 上次和你说的 Susan背后的人 调查得怎么样了 暂时查不到证据 藏得很深 江成舟转身正对着温兴严 手扶着门 眉头紧锁 如果实在找不到证据 找个机会 引人自己招供可行吗 温兴严问 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想有的话自然能有 江成舟看着 宁神思索的温兴严说 见他想着投入 突然升起了逗他的心思 蛮纯问 我好像上厕所也不太方便 能进来给我打把手吗 温兴严思考被打断 莫名其妙看了人一眼 无声地骂了声流氓 没有理人 直接转过了身 江成舟得了个不搭理 抬手摸了下鼻子 突然觉得自己 像当众开黄枪没人里的老男人 自觉无趣 有些后悔 这地上怎么有水 转了身的温兴严突然出声 脚下紧跟着一滑 江成舟原本正想着要关上门 没防被转了身的温兴严突然一滑 就这么直直 往后摔过来 温兴严眼前一黑 条件反射 闭上眼睛 以为自己免不了一阵肉疼 谁知天旋地转间 砰的一声响过后 自己摔在了男人结实的胸口上 两只结实的手臂 紧紧还着自己 睁开眼是天花板 嘶 江成舟没防被一同摔在了地上 把人护在身上紧紧抱着 江成舟 温兴严躺人身上 被人紧紧抱着 想要睁开却动弹不得 后背是男人结实有力的胸膛 太阳穴突突跳动 你没事吧 没事 身下男人的声音突然有些暗哑 依旧抱着自己沉默半嗓后说 就是回江氏集团的日子 应该要往后推了 温兴严头刚才往后撞了江成舟的胸口 还有些发晕 听言拍了一下人的手臂 只说 好 你先松开我 空气沉默半嗓 好 江成舟声音暗哑 但手却还没松 温兴严感受到身下人身体的僵硬 终于察觉了不对 没烧一跳 江成舟 你有反应了 江成舟鼻息灼热 没想到怀里的人说话这么直接 被压制了许久的欲望 因为这一摔一抱不合十一的出现 侯杰滑动一瞬 抱着人用商量的语气说 让我抱一下 话刚说完 手上一痛 身上一清 耳边男人的鼻息灼热 温兴严也不管他伤势了 抬手用力一推 挣脱束缚起了身 头发因为用力的动作凌乱 散落在额前 江成舟黑着脸称坐起身 坐地上不肯起 抱一下都不肯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摔进我怀中惹的 风一吹就倒 温兴严快速扫了一眼眼前男人 往下的视线突然顿住 冷着脸转过头走出了卫生间 男人过了三十岁 还有什么用 本事吐槽 谁知身后男人听了却是低笑了一声 看着人背影响着 方才抱着的温软触感 蛮唇开口说 用处还是挺多的 比如 碰 话还没说完 温兴严已经抬手甩上了门 在门口冷声道 给你三分钟自己处理 等下你就知道怎么和我交流了 里面江成舟听言 无奈笑了两声 喉咙有些干哑道 才三分钟太短了吧 温兴严听言 没等人说完就黑着脸网客听走 感觉身上 方才语人像贴士的灼热 还在 四十分钟后 浴室水声哗啦 水雾缭绕 精英的水珠 沿着俊美流畅的面部轮廓 缓慢流下 流过微微凸起的喉结 再往下流过结实的上身 肌肉线条性感而紧致 浴室水气蒸腾 男人薄唇抿着 手上青筋微微凸起 骨结分明 想着那抱着温软 身上淡香勾人的人 江成舟坠入温柔乡 漂亮的唇角 不自觉缓缓勾起 谁知还未到兴致最高处 突然一声熟悉的震天怒吼 传入耳中 江成舟 杀千刀的 出来和我决斗 温兴严原本坐在客厅中 准备收拾下班回去了 突然听见门口 传来几声拍门声 皱眉去开了门 看见门口男人的时候 微微一愣 只见一周前 还是春风得意新郎官的 文艺轩站在门口 俊脸上胡子拉叉 人还是帅的 就是眼神有点不太对劲 看起来里面搓着一团火 像是要杀人 来人看见他后 也是微微一顿 跟着闽纯招呼都没打 直接忽略 他进了门 往里面快步而去 一边走一边撂狠话 江成舟 出来 我TM被我老子关了一周 刚出来就得知 是你赢了我 你陪我媳妇 江成舟 杀千刀的 出来和我决斗 温兴严 五分钟后 面色阴沉的文艺轩 双手暴毙坐在沙发上 自己倒了杯水喝完又喊了一嗓子 回应他的是 一片安静的空气 温兴严把自己的东西收进包中 最后好心说了一句 他一时半会 应该不会出现 不是 嫂子 你和我说 他藏哪儿了 文艺轩抬眸 终于看向了温兴严 温兴严见人狠花料的这么久 但始终就在客厅徘徊 没敢往里走去找人 就知道 他还处着江成舟 这不知是要吵还是打的架 最后估计是自讨没趣 果不其然 方一背上包 江成舟沉而冷淡的声音 骤然响起 带着隐隐的不耐和微压 吵什么 文艺轩拿着水杯的手 骤然一将 温兴严转头看去 只见男人穿着浴袍 既带松松垮垮记着 偏棕色头发半干 衬的肤色很白 刚好盖住眼睛 温兴严看他唇角敏直 面上带着不耐 眉头簇着 不用人扶就站得笔直 正双手抱毙 看向文艺轩 医学奇迹又发生了一次 温兴严双手 倒闭问 摔了一脚好多了 江成舟听言一顿 面不改色一本正经 回答完温兴严后 看着文艺轩皱眉问 怎么现在才来 他没有刻意隐瞒 心中清楚 文艺轩迟早要知道 他找了许若前夫 来把人带走 预计他肯定要来闹一番 只是他没料到 人来得这么晚 还刚好是这个时候 你还问我 江成舟 你个黑心肝的 连我你都给我来阴的 文艺轩看见人的瞬间 原本有些处了 但见人一脸毫无愧疚的神情 火一上来又理直气壮了 抬手把水杯往桌上用力一放 还能怎么样 当然是被我老子禁足了 你倒是风风光光 打了那些要搞你的脸 我们老文家的脸 确实要丢光了 我爸现在已经将许若 永远排除在了我文家的门外 我跟他算是彻底不可能了 除非我和家里断绝关系 我现在也不说我家里的事了 我只想要一个说法 你陪我人 男人连猪炮事地说着 温兴严站在旁边看戏 比起婚礼上 即将为人夫式的正经模样 此时文大少爷又变成了顽固模样 坐在沙发上 大有谈不到让自己心头舒坦的说法 就赖在这的气势 倒豆子般 把一周来心里窝的火全吐了出来 都这时候了 你还想着娶他 江城周周没看着赖在沙发上的人 似是无法理解说 我都替他走了红毯 没让你眼巴巴等不到人了 你还不知足 文一轩听完 这个火更大了 你是我爹 你不提还好 谁让你从那里走出来的 亲爹文安棚 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外表斯文有理 背地里却是个实打实的狠人 做事干脆 知道作为亲儿子的他 要去找许若讨说法 他直接把他关在了小黑屋里 切断了他的所有外界联系 只让庸人送三餐 祸不担心 这活生生受了一周牢狱之灾后一出来 他抬手一拿手机 看了过去一周的媒体舆论之后 直接两眼一黑 最让他担心 看到的媒体文章并没有出现 许若跟人跑了的事情 被亲爹文安棚处理干净 并没有走漏 外界只知道婚没结成 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只敢稍加揣测 不久后 消息就会湿山大海 但是与之不相上下的 媒体上出现了一股很邪恶的事 该施力名叫夏比成文 主要围绕着他婚礼那天出现的意外状况 明目张胆地响入非非 竟然说他和亲兄弟江成周有一腿 这群人还把那天江成周出现走上台的画面 和自己在台上等许若的画面恶意剪辑 配上肉麻的配音 说这玩意儿是他们恋爱的证据 点进评论说是刷屏 内容是轻一色的下笔成文是真的 文艺轩看过后 才反应过来那组织名字也邪乎得很 还是专门针对他们两个人取的CP名 人差点撅过去见太奶 他直接就杀了过来 手上就差提把刀了 此时想起来他直接掏出手机 拿到江成周眼前 指着屏幕道 你看看网上这群人把我的婚礼整成什么样子 还有宣传我和你跑路的邪教 而且TM的我怎么变成零了 凭什么你示意我是零 江成周看见那屏幕内容后面色 敏唇不语间倒是旁观的温兴颜先开了口 你们说的是下笔成文吗 文艺轩沉默过后骤然转过头 看向嘴角抽搐的温兴颜问 你怎么知道的 啊 我是管理员 温兴颜抬手拿出自己的手机 话一说完 文艺轩仿佛被雷劈了 睁大眼眸不可置信 倒是江成周沉的住气 黑着脸问温兴颜 你管理这邪教做什么 这不是免费广告吗 提高你们的知名度 然后提高你们家族企业的知名度 不是挺好的 借此生产周边大麦赚一笔 温兴颜丝毫不觉怪异 运用好了能够化为己用 你们别小瞧了这股势力 我可没小瞧他 文艺轩保持着被雷劈到的表情 抬手指了指温兴颜 又指了指江成周 我算是明白了 你们两个天生一对的 没底线黑心肝 江成周没有理会他 听了温兴颜的话后皱眉 江家还用提高知名度 我这几年白肝了 温兴颜 我不管了 文艺轩说不过两人 开口对着江成周道 江成周面不改色说 说完后桃花眼还看了一下温兴颜 你无耻 文艺轩差点被气晕 扶着额头再次往沙发上一躺 我不管 你必须陪我 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强求不了你知道吗 江成周说 许若他现在就不爱你 现在不爱 结了婚以后不能再重新爱吗 文艺轩神色突然不振 抬眸不甘心看着江成周 我只知道 我们差一点就能结婚了 温兴颜看到此处就知道 文艺轩其实也能知道 回来的许若 对自己并不是真感情 但是人还偏执着 深呼吸一下 他叹了口气 转身往外走 你们继续聊 我下班了 等一下 江成周开口叫住人 温兴颜皱眉站住转过头 还有什么事 我拿的东西 江成周见人没动 忽略了还赖在沙发上的文艺轩 转身走回自己主卧 温兴颜疑惑转过身 和留在客厅的文艺轩一时相对无言 等了一会 他突然想起什么 问 你婚礼那天清暖 是不是去找你了 谈得怎么样 能怎么样 那天女人狼狈的泪水 有些烦躁皱眉道 分了个彻底呗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温兴颜皱眉 你对他是什么感情 好歹也待在一起这么久 什么感情 朋友 无聊时消遣的对象 文艺轩掏出烟点上 薄唇显得冷淡 想起林清暖的告白 他抽口烟吐出 话语无情 喜欢他 这辈子都不可能 他一开始就是个酒吧陪酒陪睡的 我要是没给他钱供着 早给人遭建成什么样了 这女人之前竟然还背着我养男人 我要是和我爸说 我要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 他第一个打动我的腿 希望你有天别打脸 温兴颜说 笑话 文艺轩吃笑一声 吞晕土雾间几乎看不清脸 要是真有那一天 不用我爸动手 我自己打断自己的腿 温兴颜看着文艺轩那二世祖模样 陈墨坚很想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 林清暖身上 那因为就他留下的几大片 可不得烧伤伤疤 郑玉张口 将成舟突然从主卧那边走了出来 在说什么 温兴领唇看去 还扎着一个蝴蝶结 江成舟将盒子 放在文艺轩面前的桌子上 打开了盒子 从里面取出了一条 质感柔软厚实的 暖白色羊绒围巾 脚步不太流畅 走到温兴颜面前 他低下头动作极轻 将大围巾围在了 他裸露在外的白皙的脖子上 最后还打了个漂亮的结 冬日礼物 别动到了 温兴颜看他那熟练的动作 心中猜测人 应该没少给小女生围围巾 微微一笑 沉默兼旁观的文艺轩 倒是破防了 过分了你们俩 在饿的人面前 吃饭都知道不能扒击嘴 你们两个结过婚的 在我面前腻歪 是不是太没人性了 江成舟 你陪我媳妇 我现在就陪你 江成舟被扰了兴致 皱着没转过头 走过去抬手 就要给人手动消音 温兴颜看江成舟走上前 直接像小时候一样 把文艺轩压在身下 抬起手 就要挥拳头 把人打清醒 悠悠留下一句话 随后转身往外走了 网上的人说 你们两个谁是一谁是零 其实还是有经过综合考量的 不是空穴来风 江成舟拳头突然顿住 看着被置在身下 沙发上的文艺轩 文艺轩薄唇紧抿着 线长睫毛微颤 听眼眼睛睁大看着身上的人 两双桃花眼相对间 门口传来一声关门声 几乎是瞬间 江成舟黑着脸 松开人起身 坐到隔壁沙发上上 文艺轩背对着人 坐起伸手搭在膝盖上 两个大男人身处一室 突然间就陷入了沉默之中 过了好半场 文艺轩抬手干咳一声 不自然道 其实这次来 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要找你帮忙 什么 江成舟问 我爸比我发誓 再也不找许若 我不同意 他最近在准备 把我送到小地方谈生意 顺便把我留放一阵子 不知道他要是什么方法 切断我的财路 让我过苦日子 找其他人我不放心 你本事大 到时候派人来接洽我一下 你现在藏起来不就好了 江成舟说 好哥哥 文艺轩抽完最后一口烟 把烟底丢进烟灰缸里 我爹为安棚的手段 你应该清楚 和你是不相上下 我藏起来 他也能把我找到 老头这伙 现在不消 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有点恶心 事情可以好好说 但是别叫我哥 江成舟诞声说 求你了好哥哥 文艺轩转过头 看着江成舟起身上前 哥哥哥哥 行不行啊 滚 江成舟看着扑上来的人冷声道 再不闭嘴免谈 傍晚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 原本就低的气温逐渐往最低点降望 温兴颜耳朵和下半边脸 被羊绒围巾紧紧围着 虽然天冷 感觉却比中午来时暖和不少 站在路边等人 兜中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他皱眉取出 一看来来电人是自己的大哥温兴玉 想到最近家里发生的事 他面色一宁 快速接通了电话放到耳边 大哥 怎么了 炎炎 温兴玉的声音通话手机听筒传出 陈家人不同意降价 那份机密 他们要求要20亿资金交换 冷风吹来 温兴颜听言眉头深深皱起 最近可谓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江市集团危机 温市集团也没好到哪里去 而且 问题还出在温市集团决策人 也就是温兴颜的亲爹温芳远身上 自己亲爹让继母陈姿狠狠坑了一次 竟然把温家的商业机密位置 告诉了枕边人 温兴颜从来都没觉得 那个女人是个善茶 原本就提防着 没想到人早有预谋 一得到机密 那份机密是关温家的赚钱命脉 得了温家商业机密的陈家扬言 如果温家不给出满意的价 他们就把那机密公之于众 原本年中旬让温兴颜回国时 温市集团的那场动荡 就让温家举步维艰 这次又被人抓住命脉 来了一次狮子大开口的敲诈 温家已经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调动 而且温兴颜不甘心 他总觉得 年中旬那场危机 和陈子安排进自家集团做事的外妻也有关 如果他能抓住更大的把柄 那么就能让对方不但自讨没趣 甚至能得到反噬 言言 温兴颜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在听 温兴颜听言沉默一刻 问 能不能再和江城州借钱 他还没回到江市集团 现在管事的还是他爸 温兴颜拿着手机的手动的发红 我看有些困难 他爸到现在还没发现 他借了我们家钱 我已经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了 这段时间 他虽然被温方巡开除了 但一直坚持去找江城州办公的原因 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还有催促人赶紧回去掌权 温兴颜想到此处说 我觉得得分不来 等人先回集团 把他爸取带走 再和他从长计议 可是言言 温兴颜犹豫一瞬 说 陈家人不肯拖太久 他们说过完这个年 年初必须看见钱 那是最后期限 那还有一个月左右 温兴颜口中吐出白气 谋色沉定说 足够了 好 如果实在谈白让我出面和他说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嗯 温兴颜点了下头 暂时算是谈完事情 他说 温兴颜声音带着兄长的宠溺笑意 不是 温兴颜弯唇 我真挂了 哥 好 温兴颜嘀笑一声 先再见 回来让你二哥盘问你 真不是 挂了 拜 温兴颜笑着挂了电话 黑色车辆刚好面前停下 穿着黑色风衣 戴着金丝眼镜 气质斯文而俊雅的男人 从车上下来 笑着给温兴颜 拉开了副驾驶车门 嗓音轻朗 我刚上完最后一节课 让你久等了 温小姐 来人正是之前 亲爹温方远安排的 相亲对象 作为富家子弟 无心争夺家产 在大学里交书的教授成瑜 成瑜空闲时间 爱好游山玩水 性格随和而渐谈 上次相亲结束 以他被江城州强硬带走为结束 成瑜也是个性子淡的 原本两人相完亲 交换了联系方式后 没有谁再主动联系另一方 能够再相遇成为朋友 全凭缘分 温兴颜前段时间睡眠不太好 害怕旧病复发 去医院看了下 最后没大爱开了点安眠药 没想到 正好在同一个门诊部 遇到了成瑜 来人先和他打了招呼 温兴颜想到 上次相亲是他买单 顺道请他吃了顿饭 虽然最后 还是成瑜快一步付了账单 温兴颜一开始就和他聊得来 聊得投机一来二去成了好友 这段时间没事就一起约个饭 成瑜虽然斯文儒雅 却不目呢 吃饭的时候 多是他在分享一些到处玩的趣闻 温兴颜听得轻松 偶尔也分享一些自己的事 和他待在一块 感觉很轻松惬意 没等多久 成老师 温兴颜笑着走上前 十分自然低头 上了副驾驶 自己扣上了安全带 谢谢 围巾不错 成瑜自己上了主驾驶 看着温兴颜夸道 之前好像没见过 温兴颜垂眸一看 静在眼前的米白色羊绒围巾 说 朋友送的挺暖和的 很适合你 成瑜发动车子行驶上路 目视前方唇角弯起 问 对了 上次提到你的小孩要转学 我有个不错的学校推荐 可以帮你写介绍信 温兴颜最近两头转忙的晕头 一听才想起来 被自己搁置在家多日的小宅子 难得笑得轻松 你介绍得我放心 到时候 我找个时间带人去学校看看 好 成瑜笑着说 想到什么 转眸看了一眼 副驾驶上的温兴颜 犹豫一瞬后说 其实我一直挺想见见卷卷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陪同你们去新学校看 温兴颜听言微微一顿 闽唇片刻 思考一瞬后扬唇 那小子是个严控 天天喊着漂亮叔叔姨姨 见了你肯定会很开心 成瑜听言转头 镜片后的漆黑眼眸闪着亮光 藏不住心头的高兴 问 你同意了 当然了 温兴颜笑着在围巾中打了个哈欠 话音有些含糊 有人帮忙 缓口气 谁会不乐意 成瑜感受到旁边人状态的松弛和惬意 心里头也莫名跟着感到愉悦 转头看了一眼眯上眼的温兴颜 他心上觉得 他此时微微缩在围巾中 眯眼小气的模样很可爱 却没有说出口 敏唇强迫自己转回视线 怕吵到他 信号 两天后夜晚 外甥女呢 送回江林那儿了 宽大的客厅中 是两个嗓音悦耳的男人的交谈声 沙发上 江成舟姿态 惬意卧躺着 一手垫在脑后 一手拿着手机正在看 傅思远过来江成舟住处 给人按腿 看了一眼正垂眸看手机的男人 出声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江市集团 江成舟听言微微一顿 抬手将手机放到桌子上 开口说 还不太确定 傅思远精通一礼 听言使力按了男人小腿的一处地方 问 疼吗 江成舟摇头 那就是快好了 傅思远说 我知道 江成舟打 傅思远听言挑眉 抬眸看他 不着急回去 当初文艺宣婚礼后的媒体采访 人刚醒不久 硬是站了三四个小时 这么拼的程度 现在都知道自己快好了 竟然还不第一时间赶回公司 很是奇怪 傅思远心中想着 有些意外 江成舟这个工作狂魔 竟然不卷了 抬眸看到 被遗留下来 和这里格格不入的卡通图案 造型小巧的水杯 他就没问 果果留下的 不是 江成舟抬手拿起那水杯 放进手中把玩着 说 温兴言的 傅思远听言挑眉 算是明了了 问 他最近每天都过来 嗯 江成舟唇角泛起笑意 但过了一瞬又消失 但每天傍晚就走 下班呀 傍晚能不走吗 傅思远笑得有些欠走 江成舟听言危险迷眼 仿佛是为了证明什么事的 跟着说 他周末也来 下班呀 周末当然得来 傅思远再次欠走说 话一说完 江成舟坐起身 傅思远吓得起身跳远了 哥哥饶命 幼稚 江成舟不悦的琥珀色眸子 看着他 坐起身吓唬了人一下 达到目的后 又躺了回去 拿着温兴年的水杯 放在胸口 到底谁幼稚了 傅思远笑着试探走回去 确认江成舟确实不会起来 揍他后走了回去 仔细看了一眼人手中的杯子 只见那杯子上 还画了一只 憨太可居的卡通熊 手上抱着一个小抱枕 温大小姐 怎么会用这么可爱的杯子 不符合她的性格呀 傅思远说 你是外人 当然不了解 江成舟抬手 将杯子拿远了 仔细端向 这杯子上面画的IP形象 是当下最火的卡通形象 全名叫抱着抱枕的小熊 简称抱抱熊 它代表着温暖治愈的陪伴 现在所有的小孩都认识他 温兴炎虽然面上冷 但是心里其实还是个小孩子 需要人哄 傅思远听得江成舟如此熟悉 不禁目瞪口呆 过了半晌 指着他手中小巧的水杯问 你没看见这杯子之前 就认识这只抱抱熊 不认识 江成舟答得干脆 当才浏览器搜到的 傅思远嘴角抽搐 感叹道 恋爱脑豪可怕 半惊八两 江成舟淡淡看了人一眼道 傅思远听言 突然想起什么 坐到旁边沙发上掏出手机 朝江成舟伸出手 温大小姐 那个水杯借我拍下呗 干嘛 江成舟警惕 给我家软软看看 我觉得他应该认识 傅思远说着突然顿住 不对 他肯定认识 江成舟皱眉 跟着听人说 他就和温兴炎住在一起 我在他家门口 看到他好几次 你看错了 江成舟说着 把水杯抛起接住 温兴炎住在温家别墅里 估计是去找你女朋友玩 不是 大早上我去找人晨跑 看见温兴炎穿着睡衣出去倒垃圾 晚上送人回去 看见温兴炎在二楼阳台敷面膜打电话 这只是去玩 傅思远说 江成舟听言 神情突然专注 再次起身 把水杯拿在手里 谋色不明 问 你看见他很多次 对啊 傅思远说 温家里的老保姆说 温兴炎住在家里 每天都会给他房间打扫 但有时候不回去 在外面过夜 江成舟捶眸 看着水杯低声喃喃 你说 你在软莫威家 看见他很多次 那就是说 他很多次在外过夜 都是在你女朋友家 傅思远亲眼见着江成舟的面色 游阴转情 嘴角轻抽 忍着笑问 你刚才怎么第一反应他 不是在莫威家小住 你以为他是在野男人家过夜的 江成舟又躺了回去 没有回答 面上的余悦 却实实在在写在脸上 桃花眼微弯 手里还拿着那杯子 之所以会那么认为 是因为温兴炎身边 从来不缺乏身份地位 容貌不俗的追求者 当初温兴炎便是出了名的冰美人 不受女人待见 却是很多富家公子哥 嗜好的对象 他的魅力 这三年来又增加不少 比当年的涉事卫生 多了许多女人韵味 还有几次看见 听见他笑意温柔打电话哄人 叫的不是乖宝宝 就是宝宝 当时听来暧昧 如今他却是懂了 并且坚定地相信 那是叫软莫威 不过是女人间 对闺蜜好友的称呼罢了 一口闷在胸口多日的气 突然疏通 江城州突然开口 朝傅思远道 去帮我从冰箱里 拿瓶威士忌出来 这么高兴 不怕头疼 忘记帮你清空那些酒了 等一下我都给你打包带走 傅思远就没说 你这么高兴 为什么不一口气把人追回来 就这么绊掉着 我看着也难受 等年后做完手术吧 江城州揉着太阳穴说 突然睁开眼睛 看我到时候能不能醒过来 醒得过来让我双膝跪地求他 再给我江家当媳妇都行 双膝跪地 傅思远听言 眼角微抽 那样子就既不霸道 也不浪漫了 江城州沉默 傅思远扯着唇角来了的玩笑后 也陷入了沉默 面色不太好看 问 最近头还会痛吗 小痛 江城州突然有些疲倦回应 两人再次陷入沉默 沉默间 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 江城州一看那备注 皱眉带着不耐 抬手接听 怎么了 周 我在K市 让人提前来接洽我一下 我爸给了我一块难啃的骨头 说我谈不成生意 就别回去 文艺轩的声音传来 背景音是嘈杂喧道的歌舞声 还有很多男人大声喧哗谈话 和女人魅笑的声音 江城州一听遍 指人现在是在什么低俗场所里应酬 沉默一瞬后说 我就不聊你了 你爸刚和我打过招呼 事出意外 我刚和他谈了笔大声音 什么玩意 文艺轩反应了许久 终于回过神来 开口大声道 江城州 你可真是个黑心肝的 你都答应我了 你现在年轻 历练一下也是好事 江城州面不改色打断 跟着听到了对面男人的一串口吐芬芳 内心毫无波澜 直接挂断了电话 傅思远坐在旁边 也听到了文艺轩的脏话 笑着问 怎么了 文艺轩也找你了 嗯 江城州说着 拿起桌面上的电视遥控 开了电视 姿态惬意 随口道 被他爸下拍到小地方去了 磨一下他的气情也好 傅思远见他开了 电视的游戏界面 接到人抛过来的手柄 哭笑不得说 周 我要是他 回来得上门暗杀了你 他来过了 杀不了 江城州说着 拿手柄操作 选了自己以前常玩的竞速游戏 心情依旧十分愉悦 问 玩这个 不完了 多大的人了都 傅思远抬手 把手柄放桌上 笑着站起身 你当心这点 我找我女朋友去了 江城州听言突然无趣 沉默一刻靠到沙发上 滚吧 哎 你要不要跟我过去看看 说不定 能见到你的温家大小姐 傅思远看 江城州那模样 突然灵光一闪 把他那杯子也带上 就说是去还杯子 江城州听言 目光在那电视游戏 见面上一顿 沉默一刻后说 不去了吧 下午刚见过 好哥的 走啊 猎女怕蝉狼 傅思远说着 直接上手拉人 看了一眼江城州的腿后爽快道 为了我兄弟的出家人 夜生活重获正常 我舍己 为你亲自背你去 傅思远说着 真的转过了身 往下蹲要背人 等了一会皱眉 快点啊 哥哥 我在门口 星号 与此同时 K是 灯光暧昧不清的 KTV包厢中声音吵闹 几个 穿着一身裁剪 运烫得当的定制西装的 文大少爷文艺轩 坐在一群带着 大金链子的当地爆发户老板中间 正黑着脸皱眉看手机 快速滑动着手机 文总 你看给我们公司 这个单子的利润 能多提两个点吗 当地开场的 地头蛇 赵福笑得满脸凤城 坐在文艺轩旁边问 整个鬼哭狼嚎的包厢 吵得耳朵痛 文艺轩心情烦躁 拿着手机没有理人 赵福的笑挂在脸上 许久没得到回应 心中忍不住骂娘 不愧是来的大少爷 小白脸生的 比这里的鸭子还俊 娘炮一个还挺会摆架式 整个K室 还没有人敢给我赵福这么白谱 文艺轩带来的助理 Eric 看出赵福面色不太对 开口笑着说 赵总 今晚请我们文总来这里玩 就要玩个尽兴 明天再谈生意 您可以先把合同给我 回去我和文总说 哦 也好也好 赵福听言 将合同递给了Eric 面上仍旧笑着 心里头却是对 依旧不理人的文艺轩 恨得牙牙 明明是他文家 要他厂子里的货物 这人还给自己白谱 人明明就坐在这里 竟然还要回去看 必须给这小白脸大少爷 一个下马威 让他知道 什么叫规矩 来了这K室 他赵福就是规矩 不管哪里来的大老板 要他家的货 就得供着他 要不是看这文家有 两个臭钱 他早就拍桌走人了 好好 你瞧我这这谈合作心切 今晚就该好好玩 赵福皮笑若不笑 抬手将站在中央 鬼哭狼嚎的兄弟叫过来 二弟啊 你去找点女人过来 听言笑容猥琐走过来 说 文总大地方来的 什么女人没见过啊 Eric听言 感觉人要搞事情 抬手推了推文一轩 低声在人耳边说 哥 有在听吗 文一轩依旧没有理人 拿着手机快速编辑着信息 正在轰炸江城州的 私人聊天账号 赵福看着在眼里看来 依旧是在白谱的文一轩 眼睛里压着些怒火 转头朝兄弟赵强说 女人玩得多不如 玩一个好玩的 你去把林家刚回来的 落魄大小姐叫过来 哥 不太好吧 我听说人家里刚死了人 就剩他一个 赵强神色犹豫的 关我什么事 赵福目露凶光 把对文一轩的不爽 往别处撒 林家那小娘们生得俊俏 我惦记好久了 他那个早死的爸 欠着咱家好大一笔债 他倒是装得清高 说什么只赔酒不卖身 伶牙俐齿 没让过别人一句 以前还有林老太护着他 现在那老东西也死了 你去把人叫过来 今天我必须 把那小娘们玩老实了 等下兄弟们轮着来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跟我顶嘴 赵福烟杂话说得凶狠 赵强怕他哥 听言原本有些犹豫 但一听到赵福后面的话 色星一动 患上了猥琐的笑 我这就去把他带过来 赵强说着就往门外走 另一边端了果盘上来的女服务声 听言谋色一沉 跟在赵强后面低着头神色 不动出了门 Eric坐在文艺轩一侧 看着依旧不理人的大少爷 还有面露异常的赵福 被夹在中间 听了人方才的对话 有些汗流加倍 俗话说得好 穷山屁岭多刁民 这可以是小地方的地头蛇 做了点生意 连家里最近死了人的女人 竟然多少玩 真是无法无天 Eric心中想着 虽然自己跟着的文大少爷 也是个爱玩的 但是底线还是有的 钱不会给少了 也不会强迫人 女人排着队要来 但这地头蛇照妇 一听就是个平日里 强抢名语的惯犯 拒绝沟通的大少爷 和性格刁蛮的地头蛇谈合作 想到这次一同带来的 艰巨的任务 Eric突然就有些眼眶发热 感觉自己回A市遥遥无期 抬手抓紧了 放在腿边的箱子的手提饼 文一轩他爸文安鹏 只批了一笔小数目 却要让他们 弹成这场大单子 这才乃到哪 照复这人 就已经开始目露凶光了 要是让他知道 他们要以多低的价格 拿下他的单 人估计可能要 直接当场爆炸 型号 另一边KTV里冷清 只有两个人 化了浓妆的漂亮女人 坐在男人身边 面上带着笑 眼睛里却全是麻木的冷意 正在陪人喝酒 小暖 听说你奶奶前几天刚出病 你这就来工作了 你最近要是缺钱花 就和哥说 可怜的 旁边的男人 说着手便不老实地牵了上来 林清暖冰凉的手 麻木地任人牵着 听言抬眸看着男人 扯了个笑说 李哥 等一下你别奢账 把陪酒钱还了就好 不用多挂心 你这丫头 说的什么话 男人皱眉 面上还带着笑 忍不住用目光仔细 打亮着林清暖的眉眼 你不用化太浓的妆 平日里肃静就很好看 正说着 包厢门突然被从外打开 李哥 您又来找我们林家阿姐了 真是深情又专一 从隔壁包厢跑过来的 服务员张灵走了进来 林妹妹说笑了 被换做李哥的男人说 张灵笑着走向前 胸口因为呼吸 紧凑起伏着 林清暖看出了人的异常 开口说 怎么突然过来 是不是张妈又要扣我钱了 哎呦 不是不是 张灵走到人身边 附身在林清暖耳边 说了几句话 林清暖听言 眸色一冷 朝那李哥扯了个笑 李哥 张妈突然找我有点急事 我先过去一下 他说着便要站起身 男人听言却是不肯 抬手拉住了他的手 你怕他做什么 等一下我塞点钱给他 保管他不敢说你什么 别走别走 不陪陪我 旁观的张灵 敏唇神色紧张 心里姑娘着 方才那包厢里 扬言要来带走 林清暖的地头蛇 还有不久就要到 心跳得快蹦出胸口 李哥 真有事 林清暖试着拉回自己的手 却拉不动 开口说 上次你问我那事 回来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男人听言面上一喜 那你快去快回 好 你等我回来 林清暖手上一松站起身 和张灵快速往外走了 脚步匆匆往KTV后门处走 张灵拉着林清暖的手 问 姐 刚才那色鬼问过你 什么要给你一个答案 瞧他那模样 猥琐得很 辣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我可不是什么天鹅肉 林清暖扯了个笑 说 他想要娶我 什么 他不是有老婆吗 不说他了 你刚才说赵傅 在隔壁点名 要让我去 怎么回事 林清暖问 张灵牵着人快步往前走 大地方来了个俊俏公子哥 这里你最漂亮 地头蛇要让你过去陪人 而且 只要你一个人 赵傅每次来 都把这里陪酒的 玩得不成样子 林清暖听言便明白了 突然暂停了下来 我在这里工作 他既然要坐见我 让我躲得过初一 也躲不过十五 不行不行 张灵拉着人就往前推 甭管他初一十五 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阿姐 不能让那人占到便宜 姐 你听我说 现在林奶奶也不在了 你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去别的地方 不要再来这里了 阿灵 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林清暖站着不动 神色麻木 我现在就只想帮我父亲还了债 然后跟我奶奶 跳同一片海去找他 林清暖奶奶 是前阵子跳海走的 张灵听言 眼泪都快给林清暖吓出来了 不肯妥协 拼了命把人往外推 终于是把他推出了后门 不许乱说话 回家去 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 林清暖眼看着后门被关上 一滴泪水从眼角滑落 因为阿姐是全世界 对我最好的人 所以我对你好 快回家去 张妈那里我帮你说情 赵福那人可是玩死过人的 只要我能帮 就不会让你落到他手中 快走阿姐 林清暖的泪水 顺着面颊流下 沉默片刻 最后终于说了声吼 转身朝着远处 那安静破旧的片区跑去 张灵听见外面的脚步声 放心地转身轻柔了下眼睛 转身眨眼间 扯了个标准的假笑 转身往回走去 张灵容貌入不了眼 脸上还有一大勺烧伤 如果不是二世 林清暖的父亲救了他 他可能都活不到今天 他在这里工作 容貌倒成了一层保护色 凭着嘴甜会看人眼色 他倒是成了这里混得最好的 打下手端茶送水的 也算是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林清暖时对他最好 他见不得他被人欺负 直到他走了 他的心也跟着放了下来 此时两头分开的人还不知道 造化弄人要躲的怎么也躲不掉 包厢里 赵强杀鱼而归 回到里头怒气冲冲 朝里面的人禀报 大哥 林家丫头跑了 跑了 他刚才不是还在吗 赵父进来时 亲眼见着林清暖 跟着一个男人进了一间包厢中 这才多久 人怎么会跑了 好像是张家的死丫头说的 赵强说 赵父听言面色一冷 抬手道 去把那死丫头带过来 哥 那丫头刚请了假 也回家去了 赵父听言猛一拍桌子 开口道 派人去把那两个丫头 都给我抓过来 Eric在旁眼 看着这场闹剧 即将演变成一场 强强名语的戏码 抬手就要拉文一轩 谁知还没碰到人 一直黑着脸 拿着手机的男人 却是站起了身 赵父这一拍桌子 成功让文一轩 从互联网下线 回到现实 男人谋带不耐站起身 说 赵总 今晚就到这里吧 他身姿心长 黑着脸站起身 自带着上位者的压迫感 直接让方才还在心中 骂他娘炮的赵父 有些腿软 赶紧扯了个笑 别啊 文总 再玩一下 文一轩心情不好 原本就瞧不上赵父 没有理人转身就往外走 一旁赵强灵机一动 文总 您住哪 我们送您回去吧 不用 文一轩说 助理Eric见文一轩 那软硬不吃模样 走上前凑到人耳边低声道 哥 我们现在在外地谈生意 可没车 这大冷天 不知道打车要多久 而且酒店也有点远 十分钟后 黑色商务车 行驶在寂静的道路上 面容不耐 容貌上乘的男人 依旧在看着手机 赵父同样坐在后座上 面上带着笑 再次压着脾气试探着问 文总 您能不能给我先多个底 让我提前知道一下 贵集团准备拨给我们 场多少资金 我这可都是好货 赵总 我们文总周车劳顿 先回去休息一晚 明天早上 我们好好聊 助理Eric早有准备接下了话说 一路上赵父这个爆发户 一直像个蚊子似的 不停锅躁 Eric知道 先把赵父的话应付了过去 好好好 赵父面上笑着回应 心里却在骂人 好一个西字如今的小白脸大少爷 摆了一晚上的谱 现在都不肯拿正眼瞧人 果然是大地方来的 眼睛长在头顶上 正骂着 前头开车的兄弟赵强突然问 哥 要走小路吗 小路快些 就是灯有些黑 Eric听言神色异灵 一直看上去毫无破绽 情绪稳定的面上出现了一丝裂痕 而后又很快回复 尽管如此 他这一瞬间的这点反应 却是落入了赵父眼中 走小路好 小路快些 赵父说着 看向文艺轩 希望从他脸上 也看出一点警惕和害怕出来 然而 面容俊美的男人面上 依旧毫无波澜 手机揣进兜中 已经闭眼开始假妹 赵父气得太阳穴突突跳 却不好发作 陷入了沉默 好嘞哥 车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拐进寂静的小巷中 就这么安静过了半晌 前面赵强突然再次开口 哥 前面路边 好像有个长头发女的在走路 看起来有些眼熟 像林家那丫头 身后的远处 突然响起几声车辆鸣笛声 时林清暖吓了一跳 以为挡到别人的路 往路边走了些 想给人让路 眼前越来越亮 车辜路行驶在地面的声音 随着后头车辆的靠近 逐渐清晰 林清暖不知为何 心头突然涌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不自觉加快了脚步 然而并没有用 该找上头的讨债鬼 总会追上来 眼前一闪 那车辆呼啸间 从自己身侧驶过 急沙声跟着响起 林清暖呼吸微微一转 缓缓眨了眨眼 亲眼见着那车 在自己面前拐了个弯 直接把小巷堵住 挡了自己的去路 转头看去 身后还有好几辆黑色车辆 跟在身后停下 这些车就这么将它围在了中间 车主还未下车 便摆明了告诉他 这是冲他来的 林清暖面色惨白 心脏加速跳动间 前面的车车门啪哒一声开启 车上跳下来两个 要找他过去的地头蛇 心下骇然不止 面上却扯了个笑 两位赵总 好巧 竟然在这里遇见你们了 哟 林妹妹 真巧 赵夫眼睛上下打亮着人 抬不走近 刚才包厢里叫不来你 倒是在这里遇见你了 下班回家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那里陪酒的 现在回家这么早了 林清暖偏头 余光中健身后 也站满了赵家那群黑子马仔 心跟着凉了一半 说笑了赵总 我突然有些不舒服 请假回家 哟 林妹妹 怎么会突然不舒服 身后赵强说着 走上前就拉了林清暖手腕 哥哥给你看看 车上 男人依旧闭言假媚 对车下模模糊糊的 无赖纠缠声音 恍若未闻 Eric却是忍不住想往外打亮 开口道 哥 当街调戏女人 这些人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我们不管管吗 人专门做给我看的 想给我们下马威 真假还不一定能变 不用离婚 文艺轩心里 还为着自己的事情烦躁 不想多管闲事 睁眼抬手将赵弧下车时 没关上的门 啪一声拉上 车外让人烦躁的声音小了许多 文艺轩再次坐回了皮座椅上 闭上了眼 Eric方才犹豫地向外探头 查看情况的选择 被文艺轩亲手关了 头却还是忍不住往后望 看见漆黑的挡板后 又转回头 将耳朵贴在了车门上 哥 他们好像在把那女人 往立辆车上拖 文艺轩眼尾微跳 没有理会 过了一瞬 Eric话语又戴上了些焦躁 说 哥 他们好像在撕那女人的衣服 文艺轩心中烦躁 却依旧没有说话 哥 他们好像打了那个女人 我听见耳光声了 Eric再次开口 手已经放在了车门开关处 谁知还没开 全身突然一冷 一阵冷风吹进了车内 他疑惑转头 却见另一边门已经打开了 身侧的男人已经不见了身影 文艺轩下车的时候 转眸看到的是 赵强蹲在地上捂着脸 口中正骂骂咧咧着些当地方言 赵强则站在后面一辆黑色商务车边 抬手指着车上骂 你个不老实的小娘们 还敢打人 看我这次不把你收拾老实了 地上掉了件被扯烂了的女人的白色外套 赵强说完话便朝车上扑去 文艺轩眼睛一眯 快步上前 紧跟着听见了一声响亮的耳光声 还没带亲自抓住赵强 那人便自己捂着脸 骂骂咧咧退出来 女人的一声歇斯底里 夹杂着崩溃的声音跟着响起 滚开 滚啊 黑发女人紧跟着从车上脚步不稳 狼狈低下了车 文艺轩抬眸正好和她对视 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见那女人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面部惨白 眼眶通红 黑发散乱挡住了大半张脸 正在不停地颤抖 看见文艺轩的瞬间 林青卵似乎也感到了不可思议 兔子受精般一动不动片刻后 转身毫不犹豫便跑 然而脚下 猎姐跑了两步就摔在了地上 A是夜健身 晚上好友成鱼生日 温兴颜陪她 还有她另外一男一女两个同事 一起吃了顿饭 她没开车 吃完饭和那两人分开后 十分自然坐上了成鱼的车 准备回家 男人坐在主驾驶上 插上钥匙发动引擎 开口说 今晚多亏有你 才没有那么尴尬 成鱼身为大学教授 却不擅长社交 第一次请帮了 自己忙的同事吃饭 多亏了温兴颜 在旁说话热落场子 才没让饭句尴尬 温兴颜平日里应酬惯了 听颜单单笑了一下 开口说 小事 我发现你就是怕生 和不太熟的相处不自然 平日里对熟人挺健谈的 不是有什么词教社交恐惧症来着 我确实应酬不来 还是山高海阔适合我 成鱼听温兴颜总结精辟 也无奈笑了两声 看了一眼温兴颜开口说 但是和你倒是聊得很投机 知己难寻 我也觉得和你聊得来 温兴颜说 对了 成鱼突然想起什么 要问温兴颜 谁知他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他的话 等我一下 温兴颜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接了电话 弯纯问 又怎么了 妍妍 你前夫杀到咱家门口来了 我把你的宰官楼上了 快回来 软末威的声音通过手机听筒传来 温兴颜听言面色一变 等我二十分钟 挂了电话后 成鱼看温兴颜神色不对 问 怎么了 要调一下头 成鱼 温兴颜目视前方四辆对策 突然回神 我今晚不回温家别墅 去另一个地方 成鱼见状没有多问 而是轻声道 好 二十分钟后 黑色劳斯莱斯在小别墅门口停下 成鱼要下车给温兴颜开车门 但温兴颜已经先他一步下了车 我有点急事 先回去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温兴颜眼眸带着些焦急看着别墅 你跟我客气什么 成鱼低笑一声 说 先再见 改天再聚 拜拜 温兴颜说着转了身 快步朝别墅院子走去 成鱼盯着人的背影 薄唇抿着 突然闪过一阵失落 谁知还没扎摸出滋味来 本应往前走的温兴颜 突然转身 快步走了回来 对了 还有个东西 差点忘记给你了 温兴颜边走边 从自己的手提包中 拿出来的黑色盒子 正好送到人面前 生日快乐 成老师 成鱼恶然一瞬 礼物塞进自己手中时 正好和温兴颜眼中的笑意对上 无须多言 差点被忘记得 精心准备的心意 已经送到 温兴颜笑着收回手 在男人回过神来前 再次转身 快步朝软墨 为别墅走去 成鱼垂眸一看那里和 在抬眸看温兴颜 快步朝房子走去的背影 眼眸微亮 唇角不自觉弯起 温兴颜的匆忙 反而给这个礼物 造就了一个惊喜的效果 成鱼站在原地弯唇 看着人一步步走进那房子 始终没有挪动一步 却浑然不知 此时在房子中 也有另外的人在看着他 窗边 傅思远挑眉看着外面的人 看见温兴颜走来 他收回目光 看了一眼 一同站在窗边的男人 只见江成洲薄唇抿着 眼睛仍直直看着 外面站在车边的男人 视线落在他手上的 那个盒子上 这是 男朋友 傅思远出声问 江成洲面色深沉 沉默半晌 转身往回走 不是 你知道 傅思远跟了上去 温兴颜对心上人 道别不是这样的 江成洲仿佛是为了 自证什么事的说 他心里自始至终只有过我 傅思远听言 在人后面 摇头叹了口气 两人从厨房窗边 走回无人的客厅 温兴颜还没进来 软软 傅思远坐到沙发上 朝楼梯方向喊了一声 方才他们到的时候 软茉威神色慌张 说了没两句话 就丢下人 自己跑楼上去了 再等我一下 软茉威的喊声 从楼上传来 在搞什么 傅思远皱眉 转头一看 江成洲已经坐不住 朝外走了出去 楼上 软茉威脸上贴着面膜 正拿着唐正坐在书桌边 细声细气 哄温眷眷眷 我们家眷眷 最乖了是不是 他抬手将要下去 找温兴颜的小孩 拉住 抱回了小椅子上 温眷眷 原本估摸着温兴颜要回来了 要下楼去 没想到还没走两步 软茉威突然出现 将他拉了回来 温眷眷 最近蛀牙要带去补 温兴颜不让他吃糖 软茉威十分懂得拿捏小屁孩 此时手上拿着一个温兴颜 不让青仔子 吃的小熊形状棒棒糖 笑得有些甚人 温卷卷看着他手上的棒棒糖 大眼睛眨了眨 伸出小胖手就要去接 谢谢依依 我要赶紧把糖糖藏起来 等下炎炎回来要发现了 哎 还不能给你 软茉威将糖往回一收 脸突然往前 直直盯着温卷卷的眼睛 以一个自认为十分严肃的表情 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 要拿到这个棒棒糖 你得听我的话 温卷卷被软茉威突然睁獰的脸吓到 大眼睛眨了眨 一一说吧 楼下来了坏人 我给你躺你 乖乖在这里待着 我下去把坏人打跑 等我把坏人打跑了 就叫你出来 然后你才能出来 除此以外 就算你听到炎炎回来了 你也不能出来 听明白了吗 坏人来了 奈依和炎炎会有危险吗 温卷卷十分认真用小炎嗓问 突然就不想吃糖了 阮莫威看着温卷卷黑漆漆大眼睛里的紧张 听言一愣 垂眸将手里的棒棒糖糖纸拨开 送到温卷卷手中摸了摸他的头 低声说 不会有危险的 那些坏人都是菜鸡 乖乖拿着糖 我们很快就把他们赶跑了 等一下 温卷卷拿着糖 小眉毛去皱着 有些难以理解 我刚刚好像听到 是你给坏人开了门 阮莫威面色一僵 因为坏人用了美男剂骗了我 所以我现在要去收拾他们 什么是美男剂 温卷卷问 约摸半个小时前 傅思远突然和阮莫威说要过来 说他最近腹肌又多练出了两块 要在屋里头给他看 阮莫威最好这一口 当即色心大动 放傅思远进门这时 其实阮莫威已经是惯犯了 而且也操作得十分熟练 这事只在温心炎不在时 做 主要是温卷卷很好哄 只要让他在楼上写作业 阮莫威多叮嘱了两句 再塞点吃的 他就乖乖不会下来 加上傅思远不会在这边待太久 他至今都不知道 他们屋里还有一个小孩 这一次 阮莫威照旧毫无戒备 给傅思远开了门 只注意着温心炎快回来的时间 防止他看到傅思远 结果最后心心念念的腹肌没看到 倒是看到人后面 还跟了个温心炎的黑心前夫 阮莫威吓了一跳 愣在当场 要关门时 傅思远已经厚着脸皮 带了人进门 两个男人肩宽腿长 三步并坐两步 就往屋里头走 阮莫威彻底慌了 比他们走得还快 见状第一反应并不是感人 而是心虚地跑上了楼 要藏温卷卷 一步错步不错 就这么一来二去 有了当下如此棘手的场面 阮莫威往楼下走时 不知为何 心头总有一些不好的预感 这一下楼 和客厅中的人对上目光的那一刻 阮莫威整个人吓得一哆嗦 只见客厅正中间 温心炎坐在沙发上 大衣外套围巾 还来不及脱下 整个人包的岩石 正抬眸看过来 江城周和傅思远 两人坐在另外两边沙发上 前者看着温心炎 后者正也朝他看来 面上是嵌奏的笑 阮莫威心虚一笑 走下了楼 妍妍 你回来了 温心炎点了下头 抬手招人过去 拍了拍自己旁边的座位 勾了勾手指 阮莫威立马笑着跑过去 坐在人旁边 和旁边两人面面相去 大眼瞪小眼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 阮莫威扯了个笑吻 江城周没有回答 倒是傅思远举手道 我想喝汽水 妍妍 我去给她拿汽水 阮莫威说着 便迫不及待起身 走了几步朝傅思远回头 冰箱里有很多口味的 你跟我去看看 要喝哪一种 好 傅思远听言会议挑眉 起身走过去 便把人搂进怀中 带着人熟门熟路 往厨房走 傅思远和阮莫威走了 客厅里一时只剩下江城周 和温心炎两人 温心炎一进门 就正面碰上江城周 此时男人 就坐在对面沙发上 他抬手解了围巾 放沙发上 再次看了一眼 安静的楼上 皱眉问对面的人 你怎么会过来 江城周抬手 将放在大衣口袋中的 保温杯拿出来 起身递到人面前 你的杯子掉了 傅思远说 你可能在这 温心炎垂眸一看 那杯子上的卡通图案 微微一顿 那杯子其实是温卷卷 下午出门 他把自己的玻璃杯打碎了 于是和温卷卷借了 明天中午 我还会过去找你 你没必要 现在就送过来 看着那还没男人 整个手大的杯子 温心炎伸出手 要将那杯子接过 谁知他的手 还没碰上那杯身 就被男人反手一握 冰凉的手 被温热的大掌握在手心 温心炎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突然 被男人有力的手一拉 猝不及防 落进江城周怀中 你还真信 我是来还杯子的 江城周将人紧紧抱在怀中 抬手还住温心炎的腰 在人耳边道 要是只是还杯子 我直接让傅思远 带过来不就行了 温心炎身上的凉意 被驱散了大半 眉梢轻跳看着厨房处 抬手推江城周胸口 怕引人过来 用气音怒道 你发什么神经 放开我 不放 江城周的手 不仅没有松开 反而更用力掐住温心炎的腰 方才一直压抑的情绪 终于显现出来 眼眸深沉 问 刚才送你回来 那个男的是谁 你们关系很好 为什么送他礼物 方才回答 傅思远时云淡风轻 现在亲眼见到人 江城周心里 却是有许多个快让他失去理智的问题 要问 关你什么事 温心炎皱眉问 没想到方才给成鱼送生日里 也让人看到了 江城周听言一愣 倒是冷静了些 但依旧抱着人不肯松手 想起方才的男人有些眼熟 他没有回答温心炎的问题 而是接着问 他是上次你在酒楼相亲见的那个男的 你们还在联系 你怎么知道 我那次是去相亲 你查我 温心炎没想到江城周记性这么好 见了成鱼一面还记得 看来就是他 江城周没有回答问题 而是直接肯定说 不用看来 那就是他 温心炎推不动人 干脆冷了脸 双手暴毙 不做抵抗的无用功了 你们现在什么关系 江城周问 线长睫毛细看之下 有些微颤 关你什么事 温心炎有些好笑问 松开手 别在我朋友这里耍小孩脾气 我耍脾气 江城周皱眉 不知为何 心头突然浮上 有些类似于委屈的感觉 问 你这阵子突然对我这么好 天天过去看我 关心我的腿伤 担心我能不能回不回去工作 这些算什么 为什么一边关心我 一边还出去和别的野男人约会 温心炎听言陷入沉默 过了许久后 重新抬手推人胸口 我只是 希望你快点回去工作 你以前连班都不肯来上 现在天天主动跑到我家加班 是为什么 江城周问 男人眼眸情绪认真 眼眶还有些红 温心炎和他对视了一会 最后还是办下阵来 直接坦白道 因为现在 是你父亲在江氏集团掌权 我怕他发现你调动资金 借了我们加钱的事情 借此来向我家施压 心里不踏实 你懂吗 江城周听言眼眸一暗 过了许久 却是沙哑笑了一声 头突然有些痛 你担心什么 那些都是 我的个人财产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疯 温心炎听言微微讶异 唇角不受控弯起 那我明天不去找你加班了 温心炎 你气死我是不是 江城周看着温心炎面上 突然浮上的喜色 几乎是有些咬牙切齿到 手紧紧掐着人的腰 大坏蛋 放开炎炎 两人正说着 身后突然想起一声 小孩子奶声奶气的声音 温心炎听言整个人一僵 转过头去看到 现在楼梯上 戴着卡通小熊头套的温卷卷 小屁孩手上 还拿着一把塑料的剑 江城周转过头去 看见楼梯上的小孩后 也微微一愣 软末微亲戚家的小孩 江城周皱眉问 哎呀卡住了 温卷卷放完狠话后 突然抱着自己的头套 左右转着 找不到可以向外 看得眼睛洞口 好黑 我看不见了 回楼上去 别在这里捣乱 温心炎朝他开口大声道 内心希望厨房里的软末微 能够听见声音 快点过来 结束这场诡异的闹剧 把温卷卷重新抱上楼去 不行 炎炎 我要救你 温卷卷着急的左右 转着自己的头套 急得要跺脚 还不忘给坏蛋放狠话 大坏蛋 你要是敢伤害炎炎 我 我就打你 温心炎眼睛紧紧盯着温卷卷 见他说了两句话后 脚下突然一扭 开始东倒西歪 感觉一不小心 就要滚下楼梯 心中害怕间 抱着自己的男人 突然松了手 转身大胯步 朝朝着不远处的楼梯走去 一手直接拎起了 正在挣扎的温卷卷 是谁 温卷卷被闷的声音有些弱 突然凌空惊吓着 抱住了江成舟的脖子 是炎炎吗 江成舟整个人 被穿着睡衣毛茸茸的小孩子 抱住 感觉有些熟悉 皱眉抬手 冲到江成舟面前 将温卷卷抢过了手 往楼梯上跑了两步 你做什么 江成舟眉头紧锁 看阮莫威紧张模样 沉默片刻后 重新往客厅走 扮声说 玩好你家的小孩 傅思远跟在阮莫威后面 从后面出来后 看见阮莫威怀中 疑似人类幼崽的娃娃 跟着皱眉问 软软 你们这屋里 竟然还有养小孩 我之前来 怎么没遇到 我小姑兔我养两天的 以前还没过来 当然没遇到 阮莫威抬手 捂着温卷卷的嘴 抱着人就重新往上面走 等我一下子 他该睡觉了 温卷卷被强行抱上去的时候 消失在上方的时候 小手小脚 还在挣扎扑腾着 温兴颜看着阮莫威 把小孩抱上去了 松了一口气 转头看江成舟和傅思远 直接送客 行了 夜已经深了 你们该回去 江成舟不知道是感觉到什么 还在皱眉看着楼上 问 他好像很紧张 你确定那小孩 不是他偷抱来的 温兴颜皱眉 接着听他转过头看过来 和我之前遇见过的 一个小孩有点像 不过没看到 脸我也不太确定 温兴颜听严心 突然跳得有些快 面上却还装着无波无蓝 走上前直接拉着江成舟手腕 行了 时候不早了 你这腿也不能站太久 回去吧 温兴颜掌心柔软 江成舟被牵着十分老实 随他往外走 傅思远站在两人身后 知道他们还有话要说 开口说 我等莫威下来 再说两句话就出去 室外车边 温兴颜松开江成舟的手 开口说 谢谢你大晚上来还杯子 但以后请不要过来了 毕竟我觉得 员工和老板之间 还要是有一定的距离 好一个老板和员工 江成舟听严面色发冷 失笑一声 抬手抓住了温兴颜手腕 今天我要是不过来 还被你蒙在鼓里 以为你又重新爱上我 原来你这些日子的关心 只不过是怕我爸向你家讨债 温兴颜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所以呢 你想说什么 温兴颜问 江成舟看着女人那淡漠的模样 头气得有些隐隐作痛 抬手放在温兴颜脸上 附身便霸道地吻了上去 嘴唇相通的瞬间 温兴颜整个人一顿 眼睛骤然睁大 近在咫尺的男人手插入了他的发丝 面容沉沦闭上了眼 手上力道霸道 亲吻却带着无限的温柔 温兴颜柔软的唇 对男人来说如甘露般甜美 江成舟在那罪人之中 被勾起了压抑已久的欲望和情感 渐渐地 那吻变得霸道而不知满足 唇齿被撬开 温兴颜逐渐失去抵抗的能力 身体发软 男人吻的动情 不肯轻易停下 温兴颜的唇半耳跟脖子 都逐渐被江成舟的气息的占领 他霸道的 好似要连他的心也一同淹没一般 许久之后 江成舟半艳足之后 终于松开了温兴颜 垂眸看着女人白皙的脸 因为呼吸急促犯上一层红韵 手被女人紧紧抓着做支撑 江成舟看着温兴颜烟红的唇紧紧抿着 看着自己一言不发 好乖 江成舟突然愉悦地附身 再亲了温兴颜面颊一口 呼吸骤然自由涌入 温兴颜的胸口不断起伏 江成舟吻得凶狠 呼吸被轻占过久 他其实是在等着自己恢复体力 等彻底恢复过来 他皱眉偏头 江成舟 嗯 话还没说完 脚下突然一空 江成舟抬手将人抱起 再次吻了上去 车门被男人轻轻突起的手打开 温兴颜天旋地转间 被人推上了车辆后座 温兴颜太阳穴突突跳个不停 怎么也想不到 没有和江成舟说清楚之后 招来的是这样的结果 也于是这段时间 男人的多次示弱 让他忘记了 江成舟曾经是个霸道的混蛋 男人再次吻上来时 温兴颜已经彻底失去了招架之力 后背紧紧贴着皮座 任由他撒起般的亲吻和放肆 车后座的昏暗 让江成舟犹如猛兽抓住猎物般 霸道地压上温兴颜 望清地亲吻着他 手上也逐渐放肆起来 等到男人对自己失去防备 松开自己的手 大掌碰上自己腰间肌肤的那一刻 温兴颜的忍耐终于消耗殆尽 蓄力抬手一扬 啪 一个响亮的巴掌声过后 江成舟一边脸抹了一半 眼眸微微睁大 被激怒的他于黑暗之中 死死抓住了温兴颜的手 温兴颜冰凉的嗓音骤然生气 直接让他愣在了当场 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般 一动不动 江成舟 当年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就算知道了 我现在也不爱你 半个月前的夜晚 温兴颜从江成舟家出门 遇到了在楼下等候多时的副司院 男人告诉自己 江成舟的私生弟弟江成熙死了 并告诉了自己过往的事 那天 市中心一家分为相对安静的酒馆 时间近晚上十一点 酒馆中结伴来的人们坐在桌边 各自闲谈着各自的事情 失恋的人忙着哭 朋友在旁安慰 升职加薪的人 一同举杯 笑着庆祝 就这么一块小地方 就充满了互不相通的情绪 有人悲伤 有人欢喜 温兴颜坐在吧台边扫了一眼中人 抬手拿玻璃吸管 搅了脚手上的果汁杯中的冰块 举气抿了一口 等那冰凉像 方才留在心头的阵战压下去些 他看向旁边的傅思远 问 说吧 当年发生了什么 傅思远提议过来的地方 但他自己没要酒 坐在温兴颜旁边的座位上 拿着打火机把玩 先说软软的事情吧 温小姐 那个时候 软莫威莫名其妙躲着他 让他很费解 温兴颜既然答应过来了 就表示 两人间的协议已经达成 听言他也不怕傅思远耍他 率先开了口 你说你们去同学聚会 软软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 傅思远神色认真 那天请的是 我们以前的同校同学 虽然不同班 但因为一些学校的事务联系 互相都认识 本来是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想当中公布我们的关系 给他一个惊喜的 你怎么会觉得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惊喜 而不是惊吓 温兴颜问 我承认我有私心 傅思远听言谋色一案 沉默半晌后开口 我不告诉他 是因为我有预感他会拒绝 之前我也在他面前提过 但他回避了 你不觉得 你前后矛盾了吗 温兴颜言辞犀利问 傅思远再次陷入沉默 抬手摘了眼镜 自嘲事地苦笑一声 我只是想知道 我对他来说 是不是这么见不得人 为什么他对我们的关系的态度 总是躲藏遮掩 不肯让任何人知道 甚至是你 我有这么见不得人吗 你不该没经过同意 就带他参加同学会的 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是他的朋友 那都是霸凌过他的人 温兴颜冷声说 拿起果汁冰饮 再次抿了一口 傅思远听言 眼眸睁大了一瞬 我以为你至少知道一些 在他还没缓过神来的间隙 温兴颜声音带着冷意接着说 他被霸凌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你 傅大少爷 傅思远听言 骤然抬眸看向温兴颜 眼中写满了不可置信 嗓音微颤 问 为什么 其实不是你的错 只怪你太耀眼了 那个时候 你一直在高调地表白和追求他 那些暗恋你的人都不明白 背地里都在问 为什么你会喜欢一个家世容貌 都远远比不上你 需要靠着基金会支持 才能上学的女孩 软软因为你而出名 也因此招来嫉妒 被人霸凌和排挤 温兴颜说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同样的处境认识的他 为他出过两次气候 就被我父亲送到C市去了 再后来我们重逢他 已经变得眼光开朗 我以为那些事情都过去了 也没再过问 而且我以为 你至少应该知道一些的 这些事情 我都不知道傅思远眼眸里满是疼惜 拿着打火机的手掐的指尖发白 嗓音发哑 带着浓浓的自责 我竟然还不经过他的同意 带他去见霸凌过他的人 我不配喜欢他 行了 温兴颜看他那难受的模样 不似作假 也不再多加责问他 只说 软软最近虽然难过 但饭没少吃 昨天上辰还重了 有我在他身边 你不用担心 后续你们 还有没有缘分 看你的悟性了 傅思远听到软莫威 饭没少吃情绪下去了些 没那么阴沉了 扯了个笑开口带着诚意道 谢谢你 温小姐 照顾好软软是我该做的 温兴颜抬手拿起块喝完的杯子 将果汁一饮而尽 放回桌上十杯中剩的大半杯冰块 发出几声清脆撞击声 时候也不早了 话不多说 告诉我当年怎么回事吧 傅思远听言沉默一瞬 面上患上了冰冷 酒馆中有人在哭 有人在笑 偶尔几声哈哈大笑声响起 等了一会 傅思远豁出去般开口 成州当年不是真的想和你离婚的 他一开始对你混账是真的 但后来他也逐渐意识到 自己对你的感情 那个时候 他刚发现自己喜欢上你不久 本来还让我和温一轩 托人去国外 给你张罗一场盛大的补办婚礼 但是没多久就出事了 傅思远说着 停下来看温兴颜表情变化 只看到温兴颜眉眼间皆是冷意 继续说 温兴颜开口 江家内部出了问题 江承熙为了争夺继承大权 不断搞小动作 最后勾搭上了黑白道上的 因为家族内 有人不肯支持他 闹出了两条人命 成州原本不将江承熙看在眼里 出了事后 也开始重视了 江承熙勾搭上的黑白势力 那边斗争 也是错综复杂 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处理干净这些家族内部矛盾 需要时间 最后成州为了不让你和江家受到牵连 决定先和你离婚 和江家撇清关系 等清算好家中事务 再重新找你 温兴颜听言扯了一下唇角 他这算是 做好事不留名了 这么为我着想 为什么不和我说 温小姐 你自己清楚 周二也明白 傅思远说 如果他和你说了 那个时候的温大小姐 是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就算他以前对你忽冷忽热 故意冷落你 那个时候 你还是会毫不犹豫去支持他 甚至还可能会不惜拉下脸 去求与你不和的父亲 温兴颜沉默一瞬 跟着问 后来呢 我走之后呢 他杀了江承熙 不是 一走后三个月 他成功清算了江承熙的势力 还把他送进了监狱 傅思远说 但是江承熙运气不好 送他去监狱的车出了事故 可能是他勾结的势力为了灭口 最后落落的车毁人亡的结果 不是他做的 温兴颜问 傅思远听言轻摇了摇头 周二他 虽然商业场上手段很辣 但是有他的分寸和底线 温兴颜听言沉默 垂眸用玻璃吸管 搅了下玻璃杯中的冰块 面上依旧冷着 傅思远接着说 等清算玩家中所有的事情后 他却发现 怎么也找不到你 国外跑了几十趟 温家 却把你藏得越来越好 再后来 温兴颜听言了然 抬手打断 站起了身 行了 我大致都知道了 今天就到这吧 那个时候他在孕期 他爸和兄长 动用了各种关系来保护他 也将他与原来世界隔绝在外 温兴颜说着 拿上包便要走 傅思远出声叫住了他 温小姐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 成周他当初 并且直到现今 还爱着你 知道这件事情后 你对他的感情 有没有 没有 温兴颜停下脚步 在那之前 他厌恶我也是真 上天知道 如何让不适合的人分开 我在国外过了三年 对他的感情早就没了 他说着 不再管身后的人 起身离开 型号 车内 温兴颜从回忆回过神来 耳边是男人 有些沉重的呼吸声 你知道什么了 江城周手牵着温兴颜手腕 问 我知道三年前发生的大部分事情 你弟和外部势力勾结 害死了人 你和我还有我家撇清关系 是怕我还有我们家受到伤害 你原本打算清算完家里的事情 就重新和我复婚 但是却发现找不到我 对吗 温兴颜竹子说 声音却没有什么温度 江城周眼眸睁大 眼瞳微微颤动 双手掐住温兴颜的手臂 直直看着人 谁告诉你的 我让人查到的 温兴颜眼睛都不眨 便扯了个谎 不想让告知者傅思远被牵连 看到江城周的反应 他大致也知道 傅思远所言并非作假 表面虽然平静 但心中还是掀起了些许波澜 你骗人 江城周直接拆穿 傅思远告诉你的 对吗 谁告诉我的都不重要 温兴颜直直看着江城周 我只是想告诉你 江城周 错过了便是错过了 如果你三年前有和我商量 让我知情 凭那个时候 我对你的感情 一定会死心塌地跟着你 可是你没有 你自负又黑心 和你在一起的婚姻中 过得郁郁寡欢 在一起的时间里 我感受到的更多是痛苦 就算后来你的绝情是作戏 曾经你对我的伤害 也是真切的 要是真的被爱过 怎么会真的因为 心上人眼的两场戏 就相信自己被抛弃了 三年前你和我 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件事情终于来了 而不是产生质疑 这已经足够证明 我们婚姻的不幸 江城周手指收紧 听见温兴颜后面的话时 感觉自己的心肝肺 都被骤然掐紧 疼得他额角冒出细密的冷汗 看着温兴颜没眼中的冷意 江城周仿佛要逃避什么 再次不管不顾的 紧紧抱住了温兴颜 话语中带了 不管不顾的偏执 颜颜 颜颜 你听我说 当初的我就是个混蛋 其实我在 很早很早的时候 就喜欢你了 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到 对不起 我爱你颜颜 我一直都爱着你 当初清算完家里的事情后 我连婚礼酒席都预定好了 想着要给你一个 隆重正式的婚礼 可是我找不到你 我找不到你 江城周说话的声音 越来越低 手紧紧抱着温兴颜 头最后埋在了他的脖梗处 温兴颜感受到 肩膀和脖梗处的 凉意的时候的时候 微微一愣 眼眸睁大 江城周 你哭了 没有 江城周嗓音低哑的不成样子 依旧在喃喃着偏执的话语 颜颜 我爱你 三年前 很多年前 我就爱你了 温兴颜被偏执的人抱着 轻叹了口气 就这么任由着江城周 抱了好一会 由他宣泄着情绪 还没等江城周 平复完心情 车门突然开了 傅思远打开后座车门的时候 吓了一跳 抬手指着车上的两人 结巴道 你 你们 温兴颜神色淡淡 感受到抱着自己的人松了手 带着不悦情绪转过头 傅思远看见江城周表情时 吓了一跳 手放在车门上 就要重新关上 你们继续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几句话 要和软软说一下 不用走 车外等我两分钟 江城周说 好好 傅思远十分实相地转过身 你们慢慢聊 我不急的 江城周人也抱了轻了 心情却难受到了极点 头一阵阵得发痛 此时松开了温兴颜 他眼眸发红 声音低哑 仿佛是为了得到最后一个痛快时的问 温兴颜 不许骗我 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温兴颜几乎没有犹豫回答 在江城周松手的间隙 往车外挪 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上级 这几天是我没分寸打扰你了 明天我不会再去你的住所办公 如果你回江市集团 还要任用我 到时候再通知我 他说着 最后再看了一眼满眼落魄的男人 转眸便下了车 再见 车门被关上 江城周此生第一次 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失恋的痛楚 这一次 是温兴颜真真切切地拒绝他 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他知道了过往的真相 却没有一丝的动容 他真的 不要他了 江城周转头透过车窗 看着远去的女人 毫不留恋的背影 头痛欲裂 额脚冒出丝丝冷汗 正看着 傅思远突然从车窗外冒了出来 怎么回事 周二 你们两个 为什么气氛又暧昧又悲情呢 江城周视线被打断 深呼吸一瞬 头痛地收回目光 往沙发上一靠 用最后的精力 说了最后一句话 滚 开车 我到底该滚还是该开车 你没事吧